穿越洪荒,我成了一条先天灭龙 本想拜入圣人门下遨游洪荒 却因灭障身后导致人教不收 产教也是喊打喊杀四海龙族更是不认 甚至连那万物皆与西方有缘的准题 也说我与佛无缘 无奈下我只好拜入天庭打公仔的结教 可封神亮节时结教无比凄惨 太清元使二圣不顾兄弟情义 联手打杀结教敌传 接应准题更是趁机杜走三千结教先 导致结教道统彻底覆灭 在那场亮节中准圣都是炮灰 更别说自己一个天仙七的小族 然而就在我茫然无措的时候 却觉醒了日记系统 只要每天坚持写日记就能不断变强 可我却不知道那日记本有子母一说 而另一本便在师尊通天教主手中 毕游公通天教主静坐在蒲团上 翻着手里的日记本越看越皱眉 无解教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混痴等死 色欲熏天的孽徒 通天教主不知道自己蒲团下什么时候 多了一本日记 以圣人之力推演 也未推演出日记本的来历 黑色封皮 内容是用道文写的 日记署名是因渊 日记本 还有一个副字 本作 好像 好像是说过这么一个弟子 通天教主紧皱着眉头 继续看日记内容 公明师兄讲道 讲得真好 通俗一懂 一听就会 一炼就废 就是天天嚷嚷着 要打十个 爱可惜 最后也被暗算得蹊跷流血惨死 通天教主看着日记内容 怒了 这孽徒 竟敢诅咒功明 蹊跷流血惨死 金箍师兄 挺好的 非常和善 就是好惨 被打散的本源 做成了三个箍子 乌云仙师兄 随时七仙之手 听说快正到大罗金仙了 恐不如斯 爱还是被打散了灵志 像王八一样 养在功德池 石天君师兄 已经开始琢磨失觉症了吗 可惜 通天教主面色已经黑了 怒一上头 可惜 可惜什么 石天君也死 龟灵师姐 死得最惨 自容绝美的女仙 竟连个元神也没能留下来 精灵师姐 也陨落了 通天教主彻底暴怒 好 好 好 此孽徒竟敢诅咒我 结教弟子全部陨落 怎么不说我结教覆灭了 结教道统要覆灭了 我得想想以后的出路了 踏马的 凭什么我是聂力化形 荒骨废体 我只想活着 有什么错 哦 也不知道定光仙这个二五载 勾打上西方教了没有 西方虽然贫瘠 穷了些 但西方二圣人对待弟子 是真的好啊 当然了 若不是上清圣人 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 让我拜尽结教 说不定我现在 已经被 道德真仙 打杀刷功德了 拜入结教 也没什么不好 但日后西方大清 对于我来说 更加的海阔天空吗 我实在是太想休闲了 哄 嗡 陡然间 清平剑气 冲天而起 杀意滔天 此孽障 诅咒结教覆灭 还想要叛教 孽徒 孽徒 死不足惜 金敖岛万仙来朝 期待老师今日讲道 冲天而起的清平剑气 下到了多宝 无荡圣母 赵功明 三肖等一众弟子 发生什么事了 老师 为何会如此动怒 结教一众弟子 还从来没见过老师 动过如此大怒 金敖岛外 分布着灵星的岛屿 形成岛链 像众星拱月一般 拱位着金敖岛 有一座狭窄壁子的小岛 名为陵渊岛 岛上有道场 樱渊穿着一袭黑色道衣 正坐在蒲团上写日记 樱渊 刚从二流大学毕业 就黄袍加身 加入了送外卖大军 硬生生卷了三年 成为了丹王 刚想买房 就因劳累猝死 一觉醒来 就穿越到了洪荒昆仑山 且是先天生灵化形 但 谁懂啊 别人是先天精气 云彩 清风化形 樱渊是先天聂力化形 成为开天后的第一头聂龙 于是 樱渊就想试着拜入人教 拜太清圣人为师 太清圣人面色古井不波 平淡开口 聂障身后 业力加深 百废肢体 不适合入无人教 随后 樱渊看了一眼铲教 就多看了一眼 险些爆炸 广城子 赤金子 太乙真人 红着眼珠子 扬言 打杀这条聂龙 顺天而行 得天道功德 披灵代甲 暖化师生 自带业力 debuff叠满 还想拜入产教 痴心妄想 樱渊就寻思着 自己本体是龙 找四海龙族认祖归宗 四海龙王 同时摇头 打面 翻遍了龙族族谱 龙族没有聂龙 所以 你不属于水族 人教不收 四海龙族不认 产教也要喊打喊杀 摆在樱渊面前的 只有一条路提前拜入西方教 当西方教元老 等西方教叛玄力佛 以元老弟子身份 证个佛祖当当 准题这丝 是出了名的 万物与我西方有缘 只是从昆仑山去西方 路途太过遥远 而樱渊是行走的孽障 修饰眼中的功德经验包 所以 无奈下 只能先行拜入结教 结教 通天圣人 讲究万物皆有一线生机 并愿意给万灵一线生机 有缘 皆可听到 樱渊顺利地拜入了结教 随后 经历了三清分家 跟随结教 搬到了东海之兵的金敖岛 在结教的日子 朴实如华 一众师兄法力高强 神通广大 说话又好听 樱渊超喜欢都是 一家人 的氛围 但封神时 结教下场却很惨 太清圣人 原始天尊不顾兄弟情义 联合接影 准提破了诸仙剑阵 万仙阵 打杀结教 一众敌传弟子 接影 准提 并趁机渡走了三千结教仙 封神后 结教道统覆面 樱渊喜欢结教氛围 但 更想活着 自己不过一头镍龙化形 修行了千年 还只是天仙境修为 就算一刻不停息地修炼 修炼到封神时 称死是个金仙修为 届时 连准圣都是炮灰 区区金仙又如何能阻止 所谓的大势天意 而就在樱渊茫然无措时 日记系统 宛若天降 只要樱渊坚持写日记 就能获得奖励 且日记本 乃无上存在之物 自带屏蔽天机之能 樱渊激动惊喜 穿越着福利 于是 樱渊就过上了 钓鱼看腿的小生活 今天再写一篇 就满一个月了 不知道系统会给什么奖励 写 写完日记 去必由宫听到 樱渊只是外门机民弟子 完全不用去抢位置 必由宫大殿靠门位置 是永远的专属 今天东海风平浪静 但实际 却是暗流涌动 巫妖修占了三十万年 也该决战了 而准提蛊惑十大金乌出汤谷 晒死了乌族大乌夸富 大一摄日 十日坠东海 就是开启巫妖决战的契机 准提这丝总想趁乱摸鱼 估计这回正盘算着 如何偷偷度化小金乌鹿鸭呢 准提全是为了西方 挺能理解的 哎 我要是通天老师 一定会抢在十日坠东海时 提前救下唯一苟存的小金乌鹿鸭 救下唯一活下来的小金乌 好处可太多了 帝君 东皇太一战死 他就是妖庭唯一正统继承人 随便找个地 扶持个伪天庭 妖庭 日后可以直接宣称 洪荒天庭正统 嗯 今天就先写到这吧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一个月 获得奖励 祖龙传承 系统声音落下 阴渊就察觉到 石海里多出了一枚白色浑渊的龙珠 龙珠内蕴含着纯正的龙气 祖龙已死 祖龙珠已然成为无主之物 阴渊试着进入元神 这祖龙珠竟开始吸收阴渊体内的聂力 并将其转化为精纯龙力 不愧是祖龙珠 玄妙无双 Doon 金熬岛传来金钟声响 讲道在即 圣人讲道 不能错过 先去听道 阴渊纵身一跃 飞出陵渊岛 一条黑色三爪镍龙 击打东海海面 波浪三千里 飞入了金熬岛 上清圣人讲道 可谓是金熬岛最大的圣况 凡有缘者 皆可来听 故而来金熬岛听到的声灵修士 绝不仅仅只是万仙这么少 万仙来朝 是个统称 应渊轻车熟路的 挤到碧游宫大殿靠门处坐下 拿出了自带的蒲团 期待老师讲道 碧游宫大殿最靠前 是狄传弟子的位置 蒲团都是固定的 分别是多宝 无荡 精灵 归零三大圣母 外门大师兄赵公明 三肖仙子 随士七仙等 金熬已想过三遍 迟迟不见老师身影 多宝与无荡 精灵等师妹对视一眼 谋底疑惑至极 究竟 发生什么事了 老师 今天是迟到了吗 还有清平剑气冲天而起 那怒意 是怎么回事 谁 究竟是谁 竟让老师如此生气 赵公明 云霄 穷霄 碧霄 亦是茫然的摇头 不清楚啊 碧游宫大殿后 通天教主看完了日记内容 真的是被气骂了 无堂堂结教 万仙弟子中 竟出了这么个败类 不但诅咒师兄师姐惨死 还咒结教道统被灭 那该死的孽障 孽徒 竟还想叛教 七师灭祖 天理难忍 死不足惜 本作 今天便要清理门户 至于日记刚更新的内容 通天只扫了一眼 便确定了 是他这个孽徒一想的 巫妖要开始决战了 十日坠东海 准提蛊惑的 哼 倒是像准提这次的作风 不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三十万年前 巫妖大战 红军老师亲自出面调解 严明 妖管天 巫管地 巫妖不得再战 通天教主绝对不信 巫妖两族 敢违抗红军老师的法旨 再起大战 方才清平剑气爆发 纵横剑气划过 这日记本 竟毫发无伤 纵使圣人之力 也毁不了这日记本 通天教主一怒 将日记本扔飞了出去 下一刻 通天教主现身 静坐在碧游宫大殿的蒲团上 无等拜见老师 万仙来朝 万仙同拜 声势浩荡 通天教主面色稍缓和了一些 无结叫万仙来朝 气韵兴盛到了极致 怎会覆灭 圣人无所不知 无所不察 一息便锁定了万仙中的阴渊 心底震怒 阴渊 聂力化形的聂龙 罪孽加深 本座云辱拜入结教 是想给辱一线生机 辱不思感恩 竟还敢大言不惭 诅咒结教 聂徒 毕游宫靠门处 一名修士戳了戳阴渊的胳膊 道友 老师目光是不是在看咱们 黑熊道友 别误会议了 来听到的 何止数万圣灵修士 都觉得老是在看自己 而这 便是圣人的魅力 阴渊准备认真听道 通天教主 平复圣人心境 今日讲道 有不少结教外生灵修士 而清算涅图 是结教内部之事 圣人声音浩渺 空灵 且富有穿透力 开始讲道 虚空之际 孕育元气 元气生于万灵 元气生于九天之上 下入人参 居五脏之中 灵祖元气 静体虚弦之大 则能气微和道 祝上卿大动真经 上卿圣人讲道 子气清风徐来 帝永经莲 祥瑞万千 万仙生灵 沉浸在道法当中 听得如痴如醉 而阴渊也有所感悟 沟通石海内的祖龙珠 不断将孽障之力 转为金纯龙兮龙利 上卿圣人 还在继续讲道 道魔之战结束 红军老师正道成圣 并不到洪荒 总结统合了洪荒修炼境界 从地道高分别是 地仙 天仙 真仙 玄仙 金仙 太乙金仙 大罗金仙 准圣 圣人 金仙者 蕴养凶中武器 待武器朝元 便可证得太乙金仙道果 太乙者 蕴养顶上三花 三花盛开 即可迈入大罗之境 大罗 开始领悟法则之力 乃仙道之极致 与天同寿 游走中千无量 通天教主今日讲的 乃帝仙至大罗金仙境的道法 并未触及到 更高深准圣之法 讲道持续千年 圣人道应结束 万仙生灵弟子 许久才从如痴如醉的状态中醒来 此次讲道结束 如等回去 好好体会 修道意图 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修士逆天而行中 却蕴藏着一线生机 是 无等多谢圣人 结叫弟子留下 堵在庇佑宫大门附近的外门弟子 正想起身 听到老师道应 又紧忙坐下 众弟子脸上多露出激动兴奋 老师这要是给弟子们开小糟了 不属结教的修士 揭露出羡慕眼神 等结教下次收图 我一定要拜进结教 千年光景 因缘一直在借助祖龙珠 修炼龙力 法力比千年前浑厚了十倍有余 俨然已达到天仙后期 快要摸到了天仙巅峰 水火 关门 圣阴 浩瀚空灵 无情绪波动 水火乃通天教主 坐下童子 如今是精先修为 嘎吱 必游攻大门 缓缓闭合 碧瀚十分好奇 多宝师兄 老师 是要给咱们开小灶吗 多宝双眼茫然 师兄也不到 大殿中 陷入安静 安静的可听到真落声音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 目光看向了音渊 多宝 三大圣母 赵公明 三宵 顺着老师目光看去 不禁心生疑惑 万仙弟子 老师是在看谁 音渊忙着将聂力 转化为精纯龙力 并未察觉到 外界微妙变化 一名在音渊身后的结教仙 戳了戳音渊 师兄 老师真的好像 是在看咱们 音渊摇头 真的 别自恋了 师弟听说过一种玩技没 桃花颠 始终觉得别人在看你 对你有意思 音渊 只是一头业力深厚的聂龙 何德何能 让老师高看一眼 通天忍住心头怒火 声音浩渺 无认为洪荒生灵 皆有一线生机 有缘者 皆可入结教 万名即名弟子 神情激动 同声道 多谢老师怜悯 然 然却忽略了品性 导致有七师灭祖 品性不堪的孽障 败入无结教 什么 万仙弟子 皆面露惶恐 多宝 三大圣母 赵公明 三霄 也总算明白 老师今天勃然大怒的原因了 底下 音渊也有些震惊 结教中弟子 品性不堪 这话竟是老师说出的 老师竟注意到了 结教弟子良有不齐 通天压着怒火 万物皆有一线生机 为时今日便再给辱个机会 自行领罚 费了上清法力 逐出结教也罢 通天圣音落下 大殿中变得寂静无声 万仙弟子都开始反省 惶恐坐立不安 三夕后 一头蟒蛇化形的寄名弟子 惶恐上前 跪倒在地 老师 弟子有罪 弟子荼毒生灵 一头银虎也惶恐跪倒 惶恐趴着 声音颤颤巍巍 老师 弟子有罪 一众孽徒恐惧圣人无所不查 底子不干净的弟子 皆纷纷上前 惶恐认罪 似乎 通天教主还没有罢休的想法 圣人目光凝望大殿最后 阴渊面色淡然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 只是钓鱼 又不是电鱼 应该没错吧 没错呀 钓鱼老无罪 通天教主见着阴渊一脸淡然 毫不知错 脸色沉了下来 好 好 好 孽障孽徒 死不悔改 就别怪老师不留一线生机了 硬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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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通天教主遇成戒因渊时 天地间的节气陡然震动 量节气息持续翻涌 在这一刻达到了高潮 多宝面色微微一变 老师 量节节气竟翻涌恐怖到了这个境地 恐怕乌妖要决战了 通天教主神情微微一愣 圣人之力又怎么会感知不到 洪荒天地节气发生巨大变化 通天教主不禁震惊泥南出声 乌妖 还真的开始决战了 三十万年前 乌妖两族之间爆发大战 山河崩碎 河海逆流 万灵叠血 红军亲自出面 颁布法旨 妖族掌天 乌族管地 乌妖之间不得再战 而就在通天教主必由公讲道之时 汤谷 七夕在扶桑墓上的十大金乌 不知什么原因 跑到洪荒游玩 金乌要日争火 烘烤着洪荒大地 乌族大乌夸父不满 驱赶追逐十大金乌 十大金乌节烈日大震 晒死了大乌夸父 厚土部落大乌大义暴怒 搭弓射箭 利剑穿透了十大金乌躯体 十枚硕大的太阳火球 像断线了的风筝一般 朝东海坠落 金敖岛 碧游宫 大殿之门缓缓打开 多宝 金陵圣母 吴荡圣母 赵公明 三霄等都看到了十枚硕大的火球 从洪荒九天而落 朝东海之兵坠落而来 通天教主震惊妈了 十大金乌被准体蛊惑出汤谷 晒死了大乌夸父 大义舍日 十日坠东海 节气翻涌 亮节爆发的前兆 帝君十个儿子死在乌族手里 妖族如何不向乌族复仇 乌妖要决战了 可这些 樱渊他早就写在日记里了 千年前就写了 他怎么知道的 正直亮节 天道归影 天机不显 纵使圣人也无法推演天地演化 通天教主目光凝视着大殿门口坐着的樱渊 竟然看到了他微微摇头 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惋惜 日记里还写了什么 十大金乌只死了九个 还有一名小金乌活着 准体搞鬼 是想偷偷度化小金乌 扶持小金乌心里妖庭 宣称洪荒天庭正统 难道妖族会败亡 那也不对 如果妖族天庭败亡 那老师应该会在三教中 选一名弟子 担任天庭之主 通天教主建英渊还在惋惜摇头 便立刻暗暗传音 多宝 云霄 如二人赶赴东海之兵 带回金乌尸体 确认是否还有金乌存活 一并带回 多宝 云霄 听着老师传音 神情微微一愣 随后宁众点头 是 老师 多宝 云霄 化为一道流光 出了必游宫 必游宫内 万仙弟子面面相去 眼里充满了疑惑 老师 通天教主扫了一眼 认罪的记名弟子 功名 好好管理外门弟子 圣人目光又看了阴冤一眼 先等多宝 云霄回来 再定夺他 赵功名穿一袭青衫 为人放荡不羁 以为老师对自己管理外门不满 便连忙请罪 是 弟子失察 恳请老师降罪 好好管理外门 说吧 通天教主转身回了后殿 无等恭送老师 万仙弟子 有序地退出了必游宫 阴冤显现本体 搏击三千里浪 飞回了陵渊岛 通天教主回到后殿 看到了阴暴怒 扔飞了的日记本 思索一二 通天教主又亲自捡回了日记 盯着日记内容看了又看 不对劲 十分不对劲 东海茫茫 碧蓝无限 波涛汹涌 时日坠东海 十颗火球 释放燃烧着太阳真火 亿万里海水被煮沸 水族森林死伤成片 烧红的大虾 香味迷人的螃蟹 鲜甜的金枪鱼 多宝道人身着不一 以斩却二师 准圣中期修为 乃结教大师兄 多宝微皱着眉头 金屋都陨落了 大义每一件都有准圣之威 远处海域 云霄传音 多宝师兄 还有一只金屋 尚有生鸡 于是 多宝师法 收了九只金屋尸体 救下了狗活的小金屋 小金屋本体是金红的火鸟 生有三足 一双柔顺的翅膀 被利剑贯穿 活脱脱像脱了毛的鸡 回金熬岛 向老师赴命 多宝 云霄会一点头 化流光 回了金熬岛 而就在多宝 云霄刚离去 一道泛光虚影落下 一名修士出现在了东海之兵 其身着一半道衣 一半僧衣 面色笑呵呵的 金屋妖亭 实乃与我西方有缘 而当修士看向东海时 却傻了眼 操 金屋呢 实至金屋呢 谁 究竟是谁 敢截取了无西方的机缘 多宝 云霄赶回了碧游宫 向老师赴命 老师 十大金屋陨落九只 只有小金屋存活 通天教主听到多宝禀报 又愣住了 呢喃失声 真背 他说准了 多宝又出声道 老师 弟子在小金屋身上 发现了这个 多宝说着 拿出了一枚古玉 古玉婴儿巴掌大小 晶莹剔透的 通天教主 却一眼认出了古玉 菩提子 菩提子 乃西方教灵粹 结自西方菩提树 如此看来 当真是准提搞的鬼 蛊惑十大金屋出汤谷 又以菩提子 替小金屋挡下了致命的一击 为什么留下小金屋 最小的那只 容易操控啊 通天教主 尝试以圣人之力推演 得到了却是混沌一片 量节之中 圣人也无法推演 多宝 云霄 救下小金屋之事 先不要声张 是 老师 多宝 云霄 不知老师为何如此行事 但肯定有道理 就对了 弟子告退 带多宝 云霄走后 通天教主 再次拿出了日记本 因为通天教主也不知道 救回小金屋之后 该如何行事 因渊回到凌渊岛后 静坐山崖之巅 抛出了鱼线 今日无事 继续钓鱼 一边写日记 可恶 风浪太大 鱼压根不咬口啊 今天听老师讲道 真的就像是醍醐灌顶 恍然明雾 怪不得都喜欢听圣人讲道呢 还有一件事比较震惊 老师难道已经注意到 门中弟子良有不齐 开始清理了品德败坏的弟子了吗 这是件好事 起码结教气运会好一些 通天教主看着日记内容更新 微皱起眉头 清理外门弟子 是件好事 气运好了 难不成结教道统 是因此覆灭的 不对 外门弟子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日记内容 继续更新 但也只是好了一点啊 通天老师的诸仙剑阵 非四胜不可破 但对方来了四个呀 难顶 先苟着修行一段时间吧 等找机会看 能不能搭上长尔定光纤 什么 日记内容 彻底震惊住了通天教主 他的意思是 本作的诸仙剑阵被破了 结教才会覆灭的 红军老师言 诸仙剑阵非四胜不可破 一旦诸仙剑阵被破 结教还真有可能挡不住 覆灭 通天目光死死盯在 对方来了四个 上 四位圣人 红荒共有六圣 三清 接影 准提 女娲 抛开通天 还有五圣 通天第一直觉 破诸仙剑阵的 只可能是接影 准提 女娲 还差了一位圣人 是谁 难不成未来 红荒会有新晋圣人 通天教主压根没往大胸 二兄那去想 红花百偶青荷叶 三清是一家 亲兄弟的三清 通天教主百思不得其解 只能推断 红荒未来会有新晋的圣人 且其与结教交恶 通天又看到了一条信息 长尔定光仙 长尔定光仙名字 出现了两次 音乐的意思是 搭上了长尔定光仙 就能搭上西方教 为什么 只有一个解释 长尔定光仙 已经被判结教了 三十万年前 巫妖分别祭出了 周天星斗大阵 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两大阵法 威能无穷 阵动洪荒 因此 通天教主也在领悟 一个新的阵法 名为万仙大阵 甚至心里已经有想法 将分宝岩上 得到一宝六魂帆 交与长尔定光仙 以此充当万仙阵底牌 通天教主 微微闭上了眼 将各种混乱的 丝线损顺 如果 诸仙剑阵被迫 那么结教就只剩了万仙阵 万仙阵若成 威能不弱于诸仙剑阵 甚至更强 但 如果长尔定光仙叛教 万仙阵绝无可能拦住四圣 诸仙阵被迫 长尔叛教 并带走了本作的六魂帆 进而导致万仙阵被迫 通天教主想清这些 道区微微颤抖 如此推算 结教真的有可能负面 只需 叫来长尔定光仙 验证一番 不多时 一身形勾楼 长相猥琐 红着眼珠的男子 走进庇佑宫内 弟子长尔 拜见老师 通天教主 静坐在蒲团上 目光打量着长尔 嗯 最近修炼可顺利 长尔听到老师发问 心底松了一口气 并未遇到稚固 修行挺顺利的 面对圣人 长尔压根不敢分心多想 圣人无所不察 自己一个念头 便会被圣人发觉 上清道运 环绕庇佑宫大殿 过了两久 长尔走出了庇佑宫 长尔身后道医 有些微师 庆幸道 还好 通天教主凝望着长尔 离去身影 圣人心境再次起了波澜 怒意几乎不可压制 方才上清道运环绕 通天教主已经探寻了 其神石海原神 其原神深处 居然藏有一颗菩提子 菩提子 乃西方至宝 可以帮助修士 宁神尽弃 辅助修行 长尔 他真的被叛了结教 与西方教勾搭上了 通天教主 真的想立刻打杀了这个孽徒 十日坠东海 小金屋存活 长尔叛教 预言 都成真了 那结教覆灭 通天教主心口宛若压上了一块巨石 功名 蹊跷流血陨落 乌云先荡成王八养 金姑先被打散了本源 穷霄 必消惨死 云霄被勇士镇压 结教道统会覆灭 通天教主坐在蒲团上 诗神良久 声音落寞 黯然 紧忙拿出日记本 内容并没有更新 音约 快写啊 这个日记本凭空出现 圣人之力无法摧毁 也无法推算 玄妙 太过玄妙 音约这思 已然蒙发了叛教想法 通天教主若直接去寻他 他定然不会说实话 还有可能刺激 击反了他 圣人能够搜魂 但通天教主又担心 会被玄妙之力干预 最稳妥 是慢慢等日记更新 凌渊倒 音约收了鱼竿 不出意外 又是空军的一天 音约微抬头 看到了洪荒九天 乌云密布 遮天蔽日 天地间的凶煞之气 持续翻涌 十大金屋死于巫族之手 妖族如何肯罢休 巫妖要决战了 音约无奈摇了摇头 得亏提前败入截教了 不然肯定得化为 亮节里的炮灰 音约回了道场 又拿出了日记本 开始写 十日坠东海了 巫妖决战要开始了 节气太浓郁了 影响修士道心 修炼速度跟龟爬一样 也不知道准题计划得逞没有 这波真的让西方给赚到了 九具金屋尸体 好东西呀 九道太阳真火本源 估计不久后 西方就能诞生 擅长火系神通术法的修士 听说罗轩师兄 最近在练三千火鸭 要是用太阳真火祭练 则则则 唯一能不可想象 或真价实的燕中仙 最关键的还是小金屋 等帝君 太一 福西战死后 小金屋就是妖庭 唯一正统继承人 西方扶持小金屋 重建天庭 嗯 也难怪日后妖庭会亲近西方 通天教主静坐毕游宫 目不转睛地 盯着日记内容更新 嗯 罗轩的确是在练制三千火鸭 燕中仙 这个名号挺好听 他西方可以扶持小金屋 重建妖庭 无结教自然也可 没了 音渊这么短 写日记 只写这么一点 妖族发了狂 一般报复巫族 人族要惨了 妖族欲练制图巫剑 对付巫族 而练制图巫剑 要大量图入人族 收集煞气 别看人族现在渺小 但注定是要成为天地主角的 且人族注重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若在人族绝望的时候 施以援手 得人族好感 接下来就有机会 提前布局三皇五帝了 可惜 这时候女娲放人妖族 屠戮人族 三清也漠视纵容 西方二圣也是 也就镇原子一仙 能受人族地仙之族的尊称吗 因冤随手而写 写完便收起了日记本 进入修炼 借助祖龙珠 将聂力转化为精纯的龙历 通天教主看完了日记内容 亦陷入了沉思 人族注定要成为天地主角 通天确实没过分关注 这个孱弱的后天种族 洪荒种族亿万 哪个种族都要比人族强横 比人族更有可能成为天地主角 似乎 因冤还提到了 布局什么三皇五帝 如果人族能够成为天地主角 那结教救下人族 百利而无一害 通天教主思索片刻 沉生道 水火 老爷 水火童子恭敬拜道 敲金钟 巨仙 是 老爷 Duin 水火童子敲响金钟 听到钟声的结教弟子 皆是赶往了金敖岛 因冤静坐蒲团 面露疑惑 发生什么事了 讲到刚结束 老师又要巨仙 因冤没有迟疑 浮现龙区 飞往了金敖岛 碧游宫门前 万仙云集 皆面露疑惑 目光纷纷看向了多宝 多宝茫然摇头 看我干嘛 我也不到啊 多宝道人 乃通天教主 狄传大弟子 结教大师兄 且是最能体会到 老师用意的弟子 多宝心底也十分疑惑 老师似乎有点不一样了 但哪里不一样 又说不上来 五等拜见老师 万仙弟子见老师走出 皆同声大拜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山 五官轮廓英俊 青年模样 风神俊朗的英气 三清形态不一 性格也不同 太清老子 是老年 原始天尊 是中年 通天教主 是青年 通天教主行之大殿 目光环视殿中万仙 目光最后停留位置最靠后的英渊身上 结教万仙面色恭敬 皆在等待着老师法指 大殿中 上清道运阴阴 通天教主心头愈发疑惑 阴冤此孽 弟子 本体就只是孽力之龙 并无甚异常 怪灾 通天教主圣阴浩渺 宁声道 道魔之战 红军道祖成圣 步道洪荒 凡有缘者皆可前往紫霄宫听道 吴三清 拜入红军老师门下 得洪蒙子气 大兄创立人教 传人族及万灵传金丹大道 二兄创立产教 为洪荒万灵 产明万物规律 道法之理 而无创立结教 诸位弟子 何为结 通天教主 圣阴浩渺空灵 微言中带着不羁 阴气风发 阴冤不假思索 便跟着众师兄师姐同声道 结之一字 是为洪荒万灵 截取一线生机 大道五十 天眼四十九 顿去其一 万物皆有一线生机 无被修是修行 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更是逆天而行 修道一图 修的便是浩渺虚无中的一线生机 通天教主听着阴冤 把结教之一说得清楚 心底的气氛也缓和了一二 这个孽 弟子 也还算可以教化 好 万物皆有一线生机 通天教主沉声开口 多宝 无荡圣母 精灵圣母等一众敌传弟子 皆恭敬大拜 还请老师降法旨 人族 来女娲师妹创造种族 唯有灵异族 灵字 便意味着拥有无限可能性 人族繁衍至今 人口数量超过万亿 但大多人族 却沦为万族口粮 如今妖族 更是对人族赶尽杀绝 为师不忍看亿万人族惨遭屠戮 愿为身处浩劫中的人族 截取一线生机 通天话音落下 万仙弟子皆恭敬应道 是 无等谨尊老师法旨 没有一名弟子是一生 这便是结教的凝聚力 从妖族手中救下人族 担忧与妖族交恶 怕个卵 家师上清圣人 怕他帝君 太医 音渊听着老师降下的法旨 神情微微一愣 结教先出导救人族 洪荒有这个剧情吗 但音渊不得不说 老师这波 可谓是把路越走越宽了 救下浩劫几乎灭绝的人族 这份恩情太大了 人族注定是要成为天地主角的 三皇五帝时代后 人族气韵将如日中天 人皇道果 比见圣人道果 出于私心 音渊前世为人 也希望人族可以活下更多的人 上清法旨降下 万仙应照 便见着万道流光 飞出了金敖岛 前往东海之兵 而就在十大金屋坠落东海之际 三十三重天之上 妖庭 帝郡陡然从闭关中醒来 感知到十个儿子生机消失 眼眶欲裂 周身浮现浓郁的黑色洁气 黑色洁气下 心智愤怒到了极点 巫族 七妖太甚 当真以为 巫妖族不敢灭了巫族 这时 东皇太义身着 一袭乌金色地袍现身 阴沉着脸色 俨然也是愤怒到了极点 大哥 小金屋他们 点兵 召集乌妖族而拉 出兵 灭了巫族 动 动 动 妖庭 南天门敲响了金钟 煞时间千亿妖兵聚集 声势浩荡 遮天蔽日 其中 有西皇福西 妖师昆鹏 白泽 纪蒙 英昭等十大妖圣 以及三百六十五妖神 为妖族顶端站立 妖族在聚妖兵时 巫族也开始动员 祝容 共攻祖乌 脾气火爆 杀上妖庭 弄死三族鸟 统一洪荒天地 帝将开始动员祖乌十二部落 召集了百亿巫族而郎 妖皇大殿 帝郡高坐地位 怒不可遏 这一战 为弟子复仇 同时灭了巫族 统一洪荒天地 杀 杀 杀 千亿妖族而郎 神情亢奋 同声大喊 杀亿盎然 大殿上 白泽微微皱起了眉头 白泽为十大妖圣之首 亦是妖庭首席智囊 陛下 现在便开启决战 是否太早了些 何不等图乌剑炼制成功后 必其功于一翼灭了巫族 巫族 乃盘古精血 结合先天煞气所化 只有肉身 没有元神 凶煞之气炼体 祖乌之躯强横 完全不亚于二师准胜 且寻常灵宝 难以破开祖乌躯体 妖族十分头疼 巫族强横的躯体 妖族与巫族交战中 偶然间发现血气 凶煞怨气 可以破开巫族的躯体 这个消息 让妖族狂喜 寻到了巫族弱点 于是 妖族便有了收集血气凶煞怨气 炼制图乌剑的计划 而人族先天孱弱 且灵性十足 死时会产生极强的怨恨 而这种怨恨 正是炼制图乌剑的绝佳材料 帝君此刻早已被大节节气影响 阴沉着脸色 冷声呵斥 白泽 莫非你怕了 没有图乌剑 我妖族一样能灭了巫族 白泽面露惶恐 陛下 白泽绝非害怕巫族 白泽亦愿意为妖族死战 只是 巫族肉身强横 无妖族炼制成功图乌剑后 会更顺利 地位上 帝君愈发不耐烦白泽所言 好 妖族奋兵而行 白泽如灵百翼而狼 继续收集血气 凶煞怨念炼制图乌剑 西皇 妖师 季蒙 应召听令 随本帝出征 灭了巫族 哄 翁 翁 亮节节气持续翻涌 巫妖节气 在这一刻达到了高潮 千亿妖族与百亿巫族 在广袤的洪荒天地 展开了决战 同时 白泽率领百亿妖族 对人族发动了致命的屠戮 守阳山 昆仑山 人族祖地 亿万人族尸骸遍野 流血飘鲁 凶煞弥漫 无数凶煞之气 涌向了屠乌溅 先天人族孱若 压根无反抗之力 只能不断被屠戮 人族弃血 而创造了人族的女娲圣母 在这一刻选择了沉默 女娲未成圣前 为妖庭蛙皇 且此刻哥哥福西 依旧在妖庭当中 尊位西皇 在妖族与人族间 女娲选择了妖族 借助人叫成圣的老子 静坐在守阳山 八井宫 面色古井不波 波澜不惊 默认守阳山的人族 被屠戮殆尽 此乃无为无情之道 亿万人族七夕守阳山 原以为会得到 人教教主太清圣人庇护 可全部死完 都未看到人教 对人族施以援手 仅有不足一亿人族 逃向了东海之兵 五百万人族 逃向了万寿山地界 东海之兵平坦开阔 人族如以群 在一览无余的沙滩上 疲于奔命 无数妖族低飞掠过海面 自由猎杀着孱弱的人族 享受着鲜血盛宴 哄 无数人族跪倒在细雨中 绝望的哭喊 弥漫出无尽的绝望 谁来救救人族啊 恳求天道怜悯 苍天怜悯 怜悯怜悯怜悯我人族吧 救救我人族吧 结结结 洪荒没有修饰 敢得罪我妖族 孱弱的种族 只配沦为我妖族的口粮 九天之上 无数妖族再次对人族发难 上清圣人法旨 为人族截取一线生机 广袤无垠的海面上 陡然响起玄政的道音 激荡东海之兵 碧蓝无限的东海 浮现树道绚丽的流光 多宝道人 穿着一袭沉稳道衣 飞在万仙最前侧 精灵圣母 无荡圣母 龟灵圣母 赵公明 三肖等 跟在多宝身后 可以看到 赵公明眸底闪烁着 跃跃欲试的金芒 评道 今天要一打十 当然 此刻的赵公明 身为外门大师兄 性格还算收敛了一些 等到封神时 才是真正的高光 一仙之力 打得昆仑十二惊仙 抱头鼠窜 臂战不敢出 一道黑色流光落下 银渊踏在沙滩上 浮起了一身形勾楼的老人 老人骨瘦如柴 浑浊的眼球看到银渊 突然间便迸发了光亮 猛地跪倒在地 朝银渊磕头大败 多谢仙人活命之恩 多谢仙人 老人抬眸 泪流满面 是对生的希望 泣不成生 仙师您 是来救人族的吗 仙师 您是救我们的吗 老人不断地重复 泥男出生 银渊轻拍了拍 一不避体的老人 没事了 老人家没事了 我结教会庇护人族的 银渊前世为人族 今世本体是聂龙 对人族依旧有着难以割舍 难以言明的感情 结教万仙 出现在洪荒东海之兵 出手救下人族 震动洪荒 蛙皇宫 女蛙心底松了一口气 由结教出面救下人族 也算是为人族保留了一些生机 守阳山 八景宫 太清老子 面色宛若枯木 波澜不惊 三帝竟会出手救下人族 为何 万寿山 武装冠 镇原子身着性黄色道衣 尽力在人参果树前 面色怅然若失 落寞 孤寂 自顾泥男出生 红云贤帝啊 维兄早就说过 得了鸿蒙紫气 就安心在武装冠修炼 贤帝偏要出去 生死到消 连元神都没留下 维兄好悔 没能救下贤帝 贤帝 你也知道维兄性子 不喜欢惹事 不愿牵涉到纷争当中 可他们在武装冠外 苦苦哀求维兄 维兄于心不忍 看他们被妖族斩杀灭绝 救下人族 就会彻底与妖族骄傲 贤帝 你觉得维兄该怎么做啊 郑元子站在果树前 寄托着对红云老友的思念 微微闭上了双眸 听微风拂过树叶 婆娑声音 郑元子内心变得无比安静 维兄决定遵循自己的内心 不惜 交恶妖族 帝书大阵 起 人族 我郑元子 互定了 东海之兵 多宝脚踏虚空 尽力在东海海面 微眯着眼 声音平淡道 白泽 回去吧 东海之兵的人族 我结教庇护了 白泽身着一袭白衣 莫上如玉 翩翩无双 玄于半空与多宝对峙 多宝道友 此乃妖族与人族因果 还请诸位道友行个方便 赵公明站在多宝身后 摩拳擦掌 行尼玛方便 没听清吗 人族与你妖族的因果 我结教接了 师兄 打不打 赵公明寄出了24颗定海神珠 眼底跃跃欲试 多宝微皱眉 公明师弟 咱们结教仙要讲道脸 多宝周身 迸发强大威压 多宝资质绝顶 斩却二师 此刻为准圣后期 大威压席卷 激荡东海 怎么 十大妖圣 只来了你白泽一个 白泽你想单挑我们结教万仙 还是我们结教万仙 围殴你一个 多宝用最平淡的语气 说出了最狠的话 白泽沉下了脸色 结教今日铁了星药护住人族 妖族还真的没办法 妖族虽然强横 但却不敢真与结教开战 无他 圣人之下接楼椅 就算帝郡 太医陛下在此 也要尊称通天教主 一句上清圣人 可惜 只差最后一步 便能彻底祭练成图乌剑 白泽沙溪摇头 撤 东海之兵的妖族 如潮水一般退去 赶往乌妖决战主战场 数千万人族 分布跪在东海之兵的沙滩上 朝着结教万仙大败 多谢先人活命之恩 多谢先人活命之恩 哄 窝 数千万人族 被结教感激涕零 结教不断地流失的气韵 竟稍稍稳固了一丝 通天教主立下结教时 并无镇压气韵的灵宝 故而随着门中 两有不齐的弟子变多 结教气韵成流失状态 而救了人族后 气韵竟稍微稳固了一二 通天教主静坐必由功 清晰地感知到 结教气韵变化 双眸金芒闪烁 音约 他又对了 人族必定要成为天地主角 为人族截取一线生机 截取对了 通天教主立刻传音于多宝 救人就到底 在东海之兵 帮助人族重建家园 是 老师 随即 多宝率领结教万仙 开始帮助人族重建家园 囚守仙 灵牙仙凶恶之辈 虽然也缠人族血肉 但却不敢违抗老师法旨 此行是为人族 截取一线生机的 不是害人的 音渊在安定了数百万人族后 震惊地发现 身上的聂力竟发生了微妙变化 聂障之力 竟有一丝变成了金色 功德气韵金光 修行上清闲法后 音渊对这屡丝线并不陌生 就是说 传说中的功德金光 救了人族 得到了些气韵功德 竟将聂力转化为了气韵之力 这一刻 音渊似乎看到了一条 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如果全身的聂力 都变成了气韵金色的 那还会是聂力之龙吗 活脱脱的气韵金龙啊 成就气韵金龙 音渊看到了一条 宽阔的城道之路 待安顿完人族后 音渊目光遥望 看向了巫妖战场 巫妖战场 凶煞翻涌 神通术法漫天 血流成河 每一刻都有妖族 巫族死去 妖族祭出了周天星斗大阵 巫族祭出了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两大阵碰撞 天地动摇 山川崩碎 河海逆流 但参与布阵的十二祖屋 却没有后土 音渊知道 那是后天造出的大巫吃油 堪鼻祖 后土 这个时候 应该是在血海附近吧 六道轮回还未成 后土还未画六道轮回 似乎 点拨后土画轮回 也是一场颇天的大功德 音渊深思熟虑后 悄悄离开了东海之兵 朝血海飞去 行走的聂力功德包 当然遇到了 正道 修士 欲打杀音渊 赚取功德 音渊轻飘飘开口道 平道乃金凹岛必由公上卿圣人 坐下记名弟子 道友得罪了 抱歉 对不起 出门在外 能打没有多大用的 要看背景 讲关系 说人脉 当然 圣人弟子这个背景 就十分的硬气 音渊抵达了幽冥血海 同时间 通天教主静坐在蒲团上 翻着日记 翻了一遍又一遍 这 你 乖途儿 怎么还没写日记啊 本作真的服了 日记日记 不应该一天写一篇吗 罗轩身着一袭火色道衣 走进了碧游宫 恭敬大拜 弟子罗轩 拜见老师 罗轩 修火系神通 风神中一手三千火鸭 烧得昆仑十二金仙 抱头鼠窜 燕中 先由此得名 罗轩是结教弟子 但却不是敌传 跟一众师兄 在东海之兵帮人族 重建家园时 却得到了老师传照 罗轩万分激动 但又十分疑惑 老师 弟子 通天教主打量着罗轩 如今是太乙金仙巅峰修为 资质悟性在结教中 也属于中上等 万鸭狐 三千火鸭记恋得怎么样了 通天教主关心询问 罗轩再度狂写 老师竟在关注我 能入老师法眼 得老师关注 如何不写 丙老师 弟子万鸭狐 已经祭练完毕 三千火鸭也出去出行 就是 就是 三千火鸭威能 还差了许多 罗轩有些犹豫出生 通天教主 嘴角威翘起弧度 哦 三千火鸭 还差点威能 那加入太阳真火呢 通天教主一挥手 九团金屋太阳真火本源 浮现在大殿当中 嗡 嗡 九团太阳真火本源 散发着耀日金芒 流转着恐怖温度 空间几乎都被太阳真火 制烤得扭曲 罗轩见着真火威力 神情威愣 师生开口 这 老师这是太阳真火 洪荒有数种灵火 包括三昧真火 六丁六甲神火 幽冥火焰等 威能强横 而其中 最强的便是太阳真火 有梵天主海 焚烧空间之威 但太阳真火太过刚猛霸道 非太阳星出世的金屋一族 不得掌控 罗轩本想用三昧真火 淬炼三千火压 但 此刻感受着面前太阳真火 恐怖的温度 眸底金芒闪烁 呼吸愈发急促 心底迸发一个大胆的想法 老师 这太阳真火 通天教主微微一笑 拿去吧 以太阳真火 融入淬炼三千火压 应当可降入的万压狐威 能提升到极致 这九团真火本源已是死物 为师去除了其中刚猛 Do him Do him 罗轩立刻跪倒猛地磕头大败 眼眸底激动地流露出泪花 弟子 弟子多谢老师栽培 弟子何德何能 通天教主平淡一笑 无需多说 回去好好祭练万压狐吧 碰 碰 碰 罗轩狠狠叩手大败 是 弟子绝不辜负老师厚望 罗轩祭出万压狐 收下九团真火本源 转身朝碧油宫外走去 临出碧油宫大门 罗轩骤然回头 道心激动难以平复 谋底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老师 通天教主 嗯 生为结教仙 死为结教雄 生死皆为结教仙 通天教主神情微微一愣 随后点头一笑 好小子 去吧 待罗轩离去后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上 又拿出了日记本 太阳真火本源给罗轩了 现在还有一个重伤昏迷的小金屋 通天教主是坦率 并不是傻 按照英渊日记中所写的内容 是要等到巫妖决战后 帝骏 太一战死后 再就回小金屋 扶持他 这个就叫做雪中送炭 日记内容又更新了 到幽冥血海了 希望可以来得及 通天教主看着日记内容 微微皱眉 十分疑惑不解 这小子 怎么跑幽冥血海去了 幽冥血海 血浪滚滚 鱼虾不腥 红毛不服 充斥着浓郁的血沙 英渊沿着血海边缘 兜兜转转了几天 并没有碰到厚土 血海太大了 血浪翻滚 无影无际 英渊闲着无聊 就又写了一篇日记 坚持写日记 还是很有必要的 巫妖大战 屠戮人族 无数无血汇集 流入了血海 还有无数的灵魂 漫无目的飘荡到血海 被卷入血浪中哭喊挣扎 英渊沿着血海 行进了几十万里 看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 徘徊在血海边 一位女子 她穿着淡黄色道衣 身材窈窍 滋容绝美 幽深的美眸 看着血海中挣扎的灵魂 充满了悲悯 遇到了 她 大慈大悲的厚土祖屋 一道黑色流光落下 英渊站在了厚土身后 厚土没有转身 优美的眸子 悲悯地看着血海中 挣扎的生灵 十二祖屋中 唯有厚土祖屋性子 最温善 不喜争斗 更不忍心 看着亿万生灵 在浩劫中陨落 灵魂无处可去 厚土想要为死去的万灵 兜兜转转便走到了幽冥血海 巫妖大战 哪一方会胜 厚土自顾泥南出生 英渊缓摇头 默然开口 战争只有失败者 没有胜利者 厚土窈窕的躯体 微微轻颤 美眸突然流转悲伤 是啊 没有胜利者 巫族若胜 妖族将会灭绝 亿万生灵叠血陨落 同时 巫族而郎 亦会万不存一 妖族若胜 亦是如此 英渊思索片刻 试着开口道 祖乌难道没想过 若打平了呢 厚土凝望着血海灵魂 深叹了一口气 巫妖两族 两败俱伤 一同消亡 退出洪荒天地 厚土愈发感知到了 自己肩上的重任 冥冥之中有一缕灵光 可见却不可得 此行 为洪荒天地万灵 亦为巫族留下一条退路 嗡 嗡 血海浪花 一浪一浪拍打 卷积淹没了无数灵魂 阴冤沉声 缓开口 潮起潮落 花开花落 花会枯萎 亦会重开 周而复始 循环不息 如果洪荒万灵死后 也能像浪花那般潮起潮落 像花那般 花开花落就好了 阴冤的话 是带有暗示性的 说完 便无比期待地凝望着 她绝美的背影 不知道她能否参悟 厚土背对着阴冤 站于血海旁 纹丝不动 此刻嘴中不断呢喃 潮起潮落 花开花落 周而复始 循环不息 这是 一场轮回 哄 嗡 嗡 嗡 后土身躯微微一颤 于冥冥当中 抓到了一抹灵光 亦感知到了自己命运 洪荒此刻差缺的 就是轮回 嗡 后土周身 祖乌之力爆发 威势席卷 激荡血海还雨 凝重开口 无奈父神盘古后裔 巫族后土祖乌 万灵于洪荒天地争斗不止 陨落后 灵魂无处可去 随风飘荡 无根之平 痛苦哀嚎 后土不忍 愿以祖乌之躯 画六道轮回 攻亿万灵魂生死往生 大道剑之 哄 血海九天之上 陡然响起雷声轰鸣 大道回应 降下无边大道功德 大道气韵 其中九成九 涌入了后土的祖乌区体内 一缕大道功德 大道气韵 飞入阴渊龙区内 大道功德 大道气韵 比天道功德气韵 更要玄妙伟丽 天道有私 大道至公 拿了天道气韵功德 就宛如给自己上了枷锁 而大道至公 气韵 功德 无诸多家所限制 大道功德入体 阴渊体内深重的孽力 一缕缕转化成了金色 金色龙力 细如发丝 数百缕积攒起来 宛如筷子般粗壮 阴渊顿 赶时海内一阵清明 体内法力运转 都变得流畅了数倍 咔嚓 一声清脆响声 阴渊桎梏破碎 直接迈入天仙巅峰境 距离真仙境 仅差半步 再观后土 九成九的大道功德 涌入其祖乌躯体内 其祖乌之躯 并未变得更加强横 而是逐渐变得虚幻 仿若化为了 一粒粒虚幻的光子 散落在天地间 最后形成了一道 悬光阴晕的光幕 这便是轮回了 世间众生 因造作善不善诸夜 而有夜暴 洪荒生灵死后 灵魂有六处可去 三善道曰 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三恶道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六道轮回 烈 六道轮回 立于立在了血海一角 滔天血浪褪去 阴森木矮之气汇聚 幽冥 烈 我 幽冥当中 迸发一股无上的大威压 席卷激荡 洪荒天地 此威压 远胜过圣人 后土生化六道轮回 正得大道圣人 指大道管辖下的圣人 并不是大道锦修为 因渊身处幽冥当中 透过层层森罗鬼气 再次看到了他的身影 他身上的服饰 变成了锦绣金色 绝美的滋容并未有变化 但道运威势 却变得深邃不可查 深化六道轮回 正道成圣 多谢因渊道有指点 后土声音空灵 浩苗 因渊回过神 恭敬行礼参拜 平道因渊 见过后土娘娘 后土竟站在 木矮的森罗鬼屋后良久 缓出生 世间再无后土 仅有幽名平心 因渊脱口而出 娘娘大慈大悲 乃洪荒万灵之福 后土不复乌 后土不复乌 倒也贴欠 随后后土转身 走向了木矮的最深处 背影无限孤寂 七卿 后土正大道圣人 万劫不灭 万劫不朽 甚至胜过洪荒六圣 但也有局限 非无亮亮节制 不得出幽名 因渊参拜完后 转身出了幽名 而就在后土生化 六道轮回那一刻 洪荒天地震动 混沌 玉京山 紫霄宫 红军身着一袭灰色不一 静坐在蒲团上 缓摇头 后土比老道更有魄力 守阳山 八景宫 老子宛若枯木的面色 微微变色 向幽名行礼 昆仑山 玉须宫 原始天尊 亦是向幽名行礼一拜 后土此行 值得圣人一拜 蛙皇宫 女蛙面色洞容 后土祖屋 值得敬佩 西方 荒凉贫瘠 街影 准提 静坐在菩提树下 面色是固有的忧愁极苦 准提面色大悲苦 苦啊 苦啊 师兄苦死我也 师弟我好不容易才 蛊惑十大金屋出汤谷 想趁机度化小金屋 却没寻到小金屋一根毛啊 谁 究竟是谁 结了吴西方的机缘啊 街影面色忧愁 出声安慰 师弟 莫要着香了 吴西方总有一天会大兴的 惊熬到 必犹宫 通天教主 亦是通过大道 感知到了 后土以祖屋之躯 化为六道轮回 神情不禁微微一愣 因缘的小子写日记 说到了幽冥血海 难不成 难不成后土生化六道轮回 是这小子的手笔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红军老师 包括洪荒六圣在内 都未感知到洪荒天地差缺 他能知道 但 他为什么去幽冥血海了呀 就在通天教主震惊 疑惑 不解时 日记本内容再次更新 想着来血海碰碰运气 没想到真的碰见后土祖屋了 大事不可改 就算没有我的暗示 他也注定要化六道轮回的 嗯 这波得到了些大道气韵奖赏 聂力转为气韵之力了 气韵金龙 指日可待啊 通天教主看完日记 彻底绷不住了 还真是这小子的手笔 他早就知道 后土要化六道轮回 所以才去血海的 顺手赚取大道功德 大道气韵功德 是那么好赚的吗 要知道 老子立人教 原始天尊立产教 通天立结教 包括接引 准提发大红院界 功德立西方教 得到的都是天道功德 这小子去血海溜达了一圈 就得到了大道功德 通天教主 如何不震惊 通天教主 见着日记本内容没有更新了 便合上了日记 心底却愈发不安了起来 结教道统 为什么会负面啊 因为他知道 结教道统要覆灭 所以才起了要投靠西方教的心思 不行 绝对不能让阴渊盼望西方教 得想个办法 留住阴渊 可是本座该用什么借口 提拔他当敌传弟子呢 通天教主小心翼翼的 主要是怕刺激他 击反了他就不好了 洪荒大帝 乌妖决战之地 千亿妖族 与百亿巫族厮杀 死伤无数 血流飘鲁 地将 勾芒等十二祖屋 突然间感知不到后土妹子的气息 面色陡然大变 后土妹子陨落了 大道显现 下一刻 洪荒万灵皆是知晓后土生化六道轮回 地将 勾芒 祝容 贡公等十二祖屋 皆眼谋欲裂 怒声大骂 巫妖决战关键时刻 后土竟舍弃我巫族而去 后土被判了巫族 后土不复巫 一众祖屋皆是愤怒出生 更是代表了巫族立场 后土不复巫 巫族当中再无后土 十二 都天神煞大阵 持由大巫之躯 堪比祖屋 乃十二祖屋精血所化 与十一祖屋合力 再次祭出了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召唤出了盘古虚影 杀响妖族 帝郡 太一 怒声大鹤 周天星斗大阵 其 妖族365位大罗金先进的妖神 各祭出一面星辰帆 组成了星斗 运行规律与周天星斗契合 帝郡 太一 伏羲主阵 周天星斗大阵 与十二都天神煞大阵相撞 哄 山河崩碎 河海逆流 天地乾坤洞窑 百亿生灵陨落 巫妖决战愈发白热化 双方都杀红了眼 阴渊化为一缕流光 沿着幽冥血海飞行 御出血海 回京凹岛 凭静血浪 骤然翻涌 煞世间掀起亿万丈血化 一道夜火 一道剑气 自血浪中袭出 直取应渊面门 阴渊双眸微缩 紧忙开口 平道乃金凹岛必由公上清圣人 坐下弟子阴渊 还请明和老祖听平道一言 滔天血浪 浓郁的血雾中 袭出一道夜火 夜火有无上之威 可牵引出修士周身夜力 点燃夜力 形成夜火 寝刻间便能将修士焚烧成虚无 十二品夜 火红莲之火 对阴渊出手的是 血海之主 明和老祖 还请明和老祖听平道一言 阴渊双眸微缩 紧忙出声 血浪中浮现一道虚影 其身着一袭血红色道衣 端坐在夜火红莲上 背后飘旋着两把先天杀剑 已约 圆途 二约 阿比 杀剑 品及吉品 先天领宝 明和老祖中青年模样 有着一头血色长发 面容颇英俊 带着些诡诀 飘旋在半空上 目光淡然扫视过阴渊 哼 纵使辱士上清圣人弟子 也不该来血海 明和老祖 声音阴冷诡异 圆途 阿比先天杀剑 剑身强烈颤动 散发出滔天杀意 明和老祖 乃子肖宫三千大能之一 生有大复原 出世便有四剑半生灵宝 圆途 阿比 十二品夜火红莲 玄园控水旗 自治 悟性 冠绝洪荒 斩却了三师 正道准圣大圆满 要效仿女娲 创造阿修罗族 随后效仿六圣 创建阿修罗教 得天道大功德 若非缺了一道鸿蒙紫气 洪荒圣人 当有明和之位 上清圣人言 明和老祖一身实力 早已超过准圣圆满 但未达到圣人 介于两者之间 视为亚圣 明和老祖精彩厌绝 祭练八亿四千万血神子 号称血海不哭 明和不死 早已将血海视为禁鸾 而阴渊暗示后土生化六道轮回 占据了一片血海 无疑是向明和心底 扎进了一枚钉子 明和如何能忍 后土得大道气韵 已然正得大道圣人 明和不敢去找后土麻烦 但绝不会放过阴渊 明和身处血海 只能说 忌惮上清圣人 还谈不上怕 阴渊感受到明和老祖滔天杀意 也自知犯了其忌讳 便直言道 明和老祖 后土生化六道轮回 乃是大事 哼 杀意更浓 老祖可知 平心娘娘的六道 是哪六道 其中有一道 名阿修罗道 洪荒生灵陨落 进入六道轮回 亦可脱生为阿修罗 明和听阴渊所言 杀意有所收敛 圣灵转世为阿修罗不重 无异于能够壮大血海力量 但 明和心中怒气 还是未消 因冤见明和杀意有所收敛 便继续道 后土化轮回 将是明和老祖的机缘啊 何解 明和资质悟性绝顶 杀意滔天 还是会讲道理的 其实 明和也感觉到了机缘将至 但却模糊朦胧 老祖 幽冥体系刚刚成立 正缺少管理幽冥人员 哇 明和神使海微微一震 顿时明目了机缘所在 幽冥心里 还未有幽冥之主 代为管理幽冥 维护稳定六道轮回 管理幽冥 自有功德 而幽冥比邻血海 阿修罗一族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明和收回了原途阿鼻杀剑 转身前往幽冥 听英渊说吧 明和也觉六道轮回 建立在血海之上 百利而无一害 英渊微松了一口气 明和老祖以杀为道 还好他还是讲道理的 此行并没有得罪明和 反而刷了一波好感 虽然还不知道 好感有什么用 先刷着呗 随后 英渊化为一缕黑色流光 出了血海 回了东海之兵林渊岛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 又看到了日记内容更新 出血海时 遇到明和老祖了 差点小命不保 血海是明和后花园 骑士做静鸾 还好足够的利益 打动了明和 刷了一波好感 就是可惜 我才只有天仙巅峰境 若能展示 凭暗示后土的人情 还能让三师 捞个十点阎罗王 铁饭碗 当一当 稳定 体面 且正功德气韵的工作 多难得呀 太可惜了 通天教主看完英渊更新的日记 微微皱眉 遇到了明和 不对劲 十分不对劲 我这念 乖徒儿遇到了明和 居然还能活着回来 明和创阿修罗族 阿修罗教 道义士 杀天 杀地 杀众生 念 乖徒儿究竟跟明和说了什么 能安然无恙回来 通天教主抱着疑惑 合上了日记 随后周身上青道运涌动 清平剑微微颤动 发出欣喜名声 剑意战意盎然 我通天的弟子 可不是谁都能欺负的 下一刻 通天教主身影 消失在碧游宫内 幽明 便见着明和善师飞出 身着森罗诡异黑衣 轻贺一声 幽明当中 无为阎罗王 幽明 当有地府 当有阴天子封都大地 只是这个位置 后土是留给两败俱伤 萧王后巫族的 明和为血海老祖 允其当一殿阎望 于幽明并无害处 阎罗王归位 完善六道轮回 幽明地府体系 天道降下大功德 涌入明和体内 明和周身杀意环绕 道运变得更加浓郁 两久后 明和微微睁开双眸 眸底闪烁一缕暗淡 终究 还是没能突破 难道没有成胜之机 鸿蒙紫气 就真的成不了胜 血道长河 席卷血海 明和遇回血海深处 哇 一道清平霞光 从天而降 无双剑气 直接斩断了血道长河 明和现身 双眸微缩 面色十分忌惮 凭道明和 见过上清圣人 不成圣 终是蝼蚁 纵使明和再狂 见到圣人 还是要先恭敬行礼 见过明和道友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衫 手持清平 周身上清圣人道运连衣 席卷激荡 微眯着双眼 扫视着明和 不知上清圣人 历临血海 明和紧皱着眉头 心底暗暗道 总不能是为了 刚才那个结教先吧 因缘 结教敌传弟子中 压根没他 先天聂力化形 在结教中 充其量是个寄明弟子 明和不认为 通天教主 会为一个寄明弟子出头 专程跑到血海 做过一场 通天教主淡然一笑 无事 听闻明和道友 先天杀剑 威能无双 讨教一番而已 明和一微皱着眉头 凭道先天杀剑 怎比得过上 清圣人清平剑气 还未等明和说完 通天教主又一字一顿道 顺便帮小徒撑腰 明和面色骤然一变 震惊失声 他不就是个寄明弟子吗 不至于吧 哄 清平剑气 席卷激荡 掀起滔天血浪 清平剑意 无双剑气 杀向明和 明和面色惊骇 体内亚圣法力 道运涌动 同时掀起万丈 泻浪 原图 啊别 两把先天杀剑 与清平相撞 哄 碰 激荡起亿万丈血色连衣 锐利的清平剑气 划破了明和血红道一 倒退数百万里远 凭着十二品叶火红莲 无双防御 才看看抵消了 清平剑气的余波 明和沉下了面色 心中万般惊骇 刚才那小子 究竟是什么身份 老祖只是恐吓一番 还并未对其出手 通天教主 竟直接到血海 替其撑腰 明和双眸微缩 面露忌惮 深切地感受到了 与圣人的差距 圣人随意一击 自己便要清尽全力 才能抵抗主 不成圣 终是蝼蚁 通天教主旋力在血海九天 上清道运环绕 面色淡然 阴气风发 呵呵一笑 今日讨扰明和道友 本座告辞 下一刻 通天身影消失在血海 明和骤然松了一口气 那小子 不对劲 十分得有九分不对劲 因渊出了血海 直接回了东海之兵 临渊岛 压根不知道通天教主 偷看日记 后 护独子直接杀到血海 展示了一番圣人手段 因渊身着一袭黑色道衣 静坐在岛屿山崖之巅 垂着一根鱼线 手边是鲜果酿造的鲜酒 美美地饮上一口 今日无事 继续钓鱼 一边钓鱼 一边修炼 再饮一口鲜酒 这样的小生活 简直不要太惬意 东海之兵 风和日丽 而东海之外 乌妖决战 俨然已杀红了眼 周天星斗大阵 与十二都天神煞大阵相撞 无数妖族 巫族而狼 蝶血陨落 化为流星跌落九天 狠狠坠入大地 妖族修士 灵力溃散 此未知还灵天地 巫族没有元神 死后真灵回归天地 地将乃空间祖屋 擅长操控空间 挤压扭曲空间 挥出全力的一拳 一名妖族 妖圣道区爆裂 顷刻间陨落 东皇太义谋底 涌现无尽怒火 东皇中 终生悠扬 乾坤动摇 天地失色 东皇中 又名混沌中 乃开天三宝之一 中体外日月星辰 地水火风环绕其上 中体内有山川大地 洪荒万族引现其中 无色豪光照耀诸天 混沌圣威震慑环宇 威能强横的灵宝之威 一击将巫族大意 打成了击粉 数万巫族行神俱灭 帝将红了眼眶 太义鸟族 找死 帝将显现出祖屋之躯 迈开大步 向太医撞去 天吾 强梁 玄冥祖屋见兄弟惨死 爆发出无边怒火 一拥而上 围攻西皇福西 贡公 祝戎 是由三大祖屋围攻帝君 行天五干七 大屋之躯堪比祖屋 一屋之力 力战白泽 纪蒙 应召三大妖圣 哄 碰 福西被三大祖屋围攻 终于被逼迫到绝境 自暴到区 元神 毁天灭地的爆炸冲击 完全吞噬了天吾 强梁 玄冥祖屋 西皇陛下 祖屋 妖皇福西 与三大祖屋同归于尽 蛙皇宫 女娲美眸骤然大变 悲痛失声 福西哥哥 随后 女娲圣人浮动 从爆炸余波中 收回了福西元神 但只有微弱的残魂 福西 祖屋的陨落 无疑将量劫决战 推到了最高潮 翻涌的节气 彻底占据了帝江 太医的理智 哄 毁天灭地 同归于尽的冲击 吞噬了太医 帝江 太医 东皇陛下 帝江大哥 东皇太医 祖屋帝江 同归于尽 啊 找死 灭了妖族 巫族 碰 碰 五名妖圣与五名大巫 同归于尽 白泽 纪蒙 英昭 行天 香柳 九凤等被爆炸波及 无再战之力 池油大巫 挥舞着巫兵琥珀 贯穿了帝郡的道区 柱蓉燃烧祖屋躯体 释放蒸火 大脉部杀向帝郡 死死钳制住了帝郡 下一刻 帝郡显现三足金屋本体 要日蒸火 碰 最后一身道运暴涨 席卷激荡 洪荒天地 天地间洁气 在达到最高潮后 微微一颤 然后宛如潮水一般 快速消退 山川裂痕 血流飘鲁 满目疮痍 九天之上 千亿妖族而狼 此刻仅于不足百万 大帝之上 巫族而狼 不足一万 帝郡 太一 伏羲 三大妖皇战死 帝江 祝容 天吾等十大祖巫 全部战死 锦鱼下爆炸昏厥过去的贡功 十大妖圣 陨落六位 锦鱼下白泽 济蒙 英昭 鬼车 大巫锦鱼下行天 向柳 九凤 巫妖两族高手 死伤殆尽 妖师昆鹏 见帝郡 太一 伏羲竖战死 脸上露出固有的音译 喉咙底发出冷声 节节节 本妖师便不陪你们打了 昆鹏纵身一跃 展翅高飞 化为鹏鸟形态 卷走了九天之上 正在主阵的极品 先天灵宝 河图洛书 昆鹏逃顿回了北明天池 天地 在这一刻为之寂静 节气消散 巫妖大战 结束了 临渊岛 一条黑色的孽龙 正在搏击三千里海面 时而潜入海底 时而飞越海面 靠 一声声嘹亮的龙吟波澜大海 金色的阳光映照在 鸣渊的黑色鳞片上 显得波光灵循 玄妙奇异 龙溪喷涌而出 魂厚浓郁 鸣渊救人族得功德气韵 点拨厚土 北大道功德气韵 转化了一部分灭力 回到鸣渊岛闭关千年 也顺利迈过了稚谷 由天仙巅峰境 突破至真仙境 真仙境 法力比先前魂厚了十倍有余 龙力爆发 能掀起千丈海浪 鸣渊感觉此刻能一拳打十个 当然了 真仙境修为 参与到巫妖亮节中 连炮灰都不如 太乙多如狗 大罗便得走 形容的 就是巫妖亮节时期 碧游宫 通天教主面色微沉 正时刻地关注着巫妖决战 果然 如鸣渊日记中写的一样 妖族 巫族两败俱伤 两族高手死伤殆尽 帝君 太义战死 除了结教这只小金屋 世间再无金屋一族 通天教主 感知到五道圣人之力 同时降临巫妖决战之地 气息锁定了混沌中 清平剑气浮动 意要撕裂虚空 前去驻大凶 二凶 抢夺先天至宝混沌中 而这时 日记本微动 日记又更新了 天地间魂恶 压抑 令羞氏窒息的节气 终于消失了 巫妖对峙几百几千万年 这一场决战 也打了千余年 两族高手全部陨落 只能用一个词形容 惨烈 一方唱罢 我登场 估计接下来洪荒六圣 就要出手抢夺了混沌中了 毕竟是先天至宝 洪荒攻守一体 最佳的至宝 通天教主粗略看完更新日记 这小子分析倒是不错 太义战死 混沌中成为无主之物 连圣人都要眼红的至宝 通天教主 正欲穿过虚空 又瞥了一眼日记 六圣去了也是白去 谁都抢不到至宝 如果我要是通天老师 此刻就该想着如何补天了 猛赚一波功德了 抢什么混沌中啊 补天刷功德不香吗 通天刚想迈步 看着日记内容 圣区微微一致 嗯 洪荒六圣出手 谁都抢不到混沌中 抢什么混沌中啊 补天刷功德不香吗 补什么天 这洪荒九天 也没有窟窿啊 通天教主正想着 洪荒天地 陡然产生震动 啊 天道不仁 玩动生灵 公公醒后 发现兄弟们全然陨落 愤怒不可遏 以祖乌之躯 撞向了不舟山 哇 天柱 洪荒最大的仙山 不舟山轰然倒塌 天倾西北 地覆东南 洪荒九天破了 无数混沌地火风水 铺天盖地地涌入洪荒 荼毒天地 通天教主 感知天地变化 神情微微一愣 天 真的破了 水火 敲金钟 巨仙 结教弟子 随为师出道 补天 而就在刚才 太医陨落之际 玄黄色的混沌中 儼然成了无主之物 圣人气息 立刻锁定了混沌中 九天之息 泛光阴晕 泛香扑鼻 人还未道 声音先道 太医烂造杀孽 何该陨落 混沌中无主 何该与我西方有缘 便见着 天西便 走出两道人 两道人面色是固有的忧愁疾苦 身穿着打满破洞布丁的破道衣 目不转睛地盯着虚空中的混沌中 道人 正是西方二圣 接引 准提 准提双眼冒出绿光 大喊了一声口号后 圣人之力涌动 祭出正道灵宝七宝庙述 向混沌中刷去 哇 一道红色流光滑破天际 打落了准提的七宝庙述 红色流光 正是女娲正道灵宝红袖球 女娲身着一袭锦绣华服 欲金凤而出 东皇中 乃我妖族至宝 与辱西方有何关系 天之东 紫气东来 蔓延三千里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一同降临 亦是盯上了混沌中 太清老子 面色古井不波 但道兴趣威起波澜 怎不见三帝 原始天尊面色微沉 谋底略有阴影 三帝为何不来 通天教主不来 那与西方 对上就是二VS2 优势在我 但不大 准提见这铁桶一块的上青梅来 也乐了 对混沌中 更是势在必得 没办法 西方太穷了 女娲师妹所言差矣 盘古大神开天辟地 眼化洪荒 何来东西方之分 哼 原始天尊冷哼一声 准提这丝来东方打秋风 一直便是这套说辞 东皇太一烂造杀孽 不识天术 不应大事 已然归于五行 这混沌中 已是无主之物 至宝 自然得是有缘者得知 恰巧 无西方 无准提与师兄 身居大毅力 大悟性 大福原 这混沌中时 乃与我西方有缘 准提说吧 继续祭出七宝妙术 向混沌中刷取 九天一道翡翠绿光拂过 原始天尊的三宝玉如意 打落了七宝妙术 准提见词也不恼怒 圣人之躯直接挺上前 伸手去抓混沌中 太清老子双眸微动 祭出正道领宝龙头拐杖 向准提打去 接引面色忧愁极苦 身下十二品功德金莲 涌出金芒 费力挡住了龙头拐杖 两圣来之前 早就商量好了 准提硬抢 接引拦人 准提圣人之躯挺上前 伸手握住了混沌中 然后将混沌中 死死护在怀里 原始天尊 女娲同时皱眉 三宝玉如意 红袖球 不断地向准提到屈上砸去 呼吸间 圣人之躯 便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还是死死护住了混沌中 面皮 可以不要 但领宝必须得是西方的 原始天尊怒骂 准提 端得不顾圣人面皮 面皮 只几件领宝 想夺混沌中 先杀了平道 准提眼珠子透红 面色猙獰 一副不怕死薄命的风态 圣人元神寄托于天道 是死不了的 原始天尊 面色铁青阴翼 别怪本座不留情面 盘古番 原始天尊 祭出一面大番 混沌杀气环绕 盘古番 品皆先天至宝 乃开天三宝之一 拥有思混沌 烈时空 分阴阳 李五行 乱混元 蒙乾坤 破天地 绝古今之无上威能 混沌白光一闪 无上杀气 席相准提 而就在这时 混沌中主动挣脱准提束缚 盾 混沌中响 终生激荡 空间扭曲 天地动摇 撕裂虚空 盾入虚空乱流当中 准提泪流满面 苦涩的泪水 划过嘴角 无西方的至宝啊 别跑啊 呜 七宝妙术挡住了混沌杀气 死了 杀气余波 撕裂了准提破旧的道一 原始道兄 说好了 你可得陪平到一上 不陪平到就住进昆仑山不走了 吃昆仑山的 喝昆仑山的 临走还要拿昆仑山的 准提苦涩的痛哭 原始天尊 面色愈发阴逸 操 毫无圣人威仪 这时 公公醒来 怒不可遏 撞向了不周山 哄 不周山天柱轰然倒塌 凌渊倒 银渊刚写完了一篇日记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 获得奖励 混沌中 由于宿主坚持不懈 触发暴击奖励 恭喜宿主获得 五五开大阵 平衡阵盘 银渊有点猛 误操 诸圣正在争夺的混沌中 跑我手里了 他妈 这无上至宝 有些烫手啊 元神侵入其中 炼化混沌中 第一层静置 至宝立刻就变成了 银渊的形状 艾马 真香 得了一个至宝混沌中 但这五五开大阵 是什么鬼 银渊石海里多出一键阵盘 其上散发着玄妙平衡之力 五五开大阵 概念系大阵 无视一切修为 入阵即强制与宿主五五开 这 是什么你天的大阵 强制五五开 bug 真踏码bug 真香啊 银渊收到日记系统的奖励后 便听到了惊傲岛传来的钟声 金钟声响 必由宫前拒万仙 嗯 最近金钟响得有些平凡啊 银渊没多想 即刻化为一缕黑色流光 朝金熬岛飞去 已经突破至真仙境 实力大大提升 飞行速度快了很多 仅用了两分钟 便抵达了碧游宫前 碧游宫门前 结叫万仙云集 大多弟子都是疑惑 不解 多宝师兄 老师 怎么又敲尽钟了 多宝穿着一席素色道衣 认真 苦思 冥想了许久 智慧的眼神愈发茫然 师兄也不到 到街上 通天教主这一席 青山走出 面色严肃凝重 开启了结叫动员 巫妖决战结束 共公怒出不周山 天主崩塌 天清西北 地火风水 肆虐洪荒 万灵陷入浩劫当中 无结叫仙 今日当为万灵截取 一线生机 结叫弟子 随微失出惊熬岛 补天 最底下 因缘听着通天教主的慷慨 振奋圣音动员 傻眼了 发声 慎魔势了 老师 这会儿不应该跟西方二圣打嘴炮 争夺混沌中吗 没去抢之宝混沌中 反而号召结叫弟子出导补天 刷功德 因缘欲发百思不得其解 老师 好像 又双把结叫的路给走宽了 不周山 轰然倒塌 混沌地火风水 倒灌入洪荒 肆虐天地 荼毒生灵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接引 准提 女娲五味圣人傻眼了 震惊泥喃出声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不周山啊 盘古妇神 大神 挤住所化的不周山啊 就这样 被公公轻轻一撞 就倒了 而就在五味圣人 震惊愣住时 九天之冬 紫气东来 祥瑞万千 奎牛驮着通天教主 四只蹄子 跑得冒火花 梦 梦 通天教主身后 是结教万仙弟子 多宝道人 不负多宝之名 大手一挥 半空中浮现数件 形状奇异的灵宝 分别是 后天灵宝泥袜刀 灰板 木齿 锤头等 诸位师弟 速拿灵宝 赵公明拿走了泥袜刀 周身二十四颗 定海神珠环绕 穷消师妹 给师兄弟一产子灰 灰 并非樊灰 而是鲜灰 由鲜石烧制而成 罗轩得到了 九团金屋真火本源 将其融入万鸦湖 操控的火焰 微能倍增 火 火 万鸦湖中 不断喷出炽热恐怖的 太阳真火 炽烤着鲜石 鲜石烧成鲜灰 搭配灵水 就成了补天的绝佳材料 赵公明等一众敌传弟子 拿着泥袜刀 熟练地补天 随时七仙 就地收集布周山内的仙石 送往擅长火系神通的 师兄师妹前 让他们烘烤 樱渊使出龙溪水 吸来了无数灵水 将仙挥霍成仙泥 做其魁牛 一趟一趟运送仙泥 哼 通天教主上清道运涌动 全力祭出诸仙四箭 定住了天窟 以及正在肆虐 洪荒天地的地火风水 这一幕 看傻了洪荒武圣 太清老子微皱眉 原始天尊面色阴逸 冷亨 乌烟瘴气 只修法力 不修德性的孽障 准提看着结交万仙 馋得直流口水 好啊 多好的弟子啊 结交弟子 怎么什么都会啊 何该与我西方有缘 直至准提看见了正在 龙溪水 被阴冤 被他周身身后 孽力下地退后了两步 面色极其认真凝重摇头 他就算了 此子与我西方无缘 西方已经穷得成天 喝西北风 吃土了 接引 准提还欠着天道大功德呢 再收这样一个 聂力深厚的聂龙禁教 只会让西方微薄的气韵 更加雪上加霜 银渊四察觉到 准提圣人在看自己 龙溪水 至于 目光微微看了一眼准提 露出和善的微笑 真好 圣人这会儿 肯定正在想我与西方有缘呢 准提看到聂龙目光 看向这边 微微皱眉 下意识退后两步 目光看向别处 此子 多看平道一眼 平道都害怕西方气韵变弱 此子跟西方真的无缘 忙碌的通天教主 余光看到了 银渊与准提眉来眼去 心底涌出无名怒火 操 银渊正念 乖徒儿 还想着叛教 一有机会 就与西方眉来眼去 不行 绝对不行 等这次补天结束 必须得找机会 提拔他进内门 结教万仙补天 通天阵地火风水 银渊对准啼笑 这些都发生电光火石之间 仅凭通天教主一胜之力 很难补得驻天哭 就在这时 九天之上 骤然浮现浓郁紫气 响起无上道音 紫气阴晕 深邃玄妙 红军道祖 现身 红荒六圣见此 皆恭敬大败 五等见过老师 红军身着一席灰色不一 面色无甚表情 不周山已倒塌 诸圣补天 拯救万灵 自可得天道功德 是 五等谨尊老师法指 操 怪不得通天教主 率领万仙弟子 急匆匆来修补天窟 踏马竟是为了功德弃运 五圣不甘落后 纷纷祭出圣人大法力 定住肆虐的地火风水 红军双眸恢复了光泽 此刻才带有一丝 人性化 凝望着通天 谋底露出些许心味 五圣都在抢夺混沌中 他却带万仙弟子 为洪荒万灵 截取一线生机 也罢 这份大功德弃运 便赠予通天吧 红军挥手 飞出一座古朴小鼎 小鼎名为造化鼎 品皆极品 先天灵宝 造化鼎飞向了通天教主 红军道应提醒 可收集五彩石 炼制五彩石补天 通天教主神情振奋 收下造化鼎 恭敬应声 老师 红军离去 女娲静力在九天之上 一双美眸 看着通天教主 收下造化鼎 顿时感到怅然若失 似属于自己的机缘 失去了 阴冤瞧着这一幕 也有些震惊傻眼 不对劲啊 不应该是女娲补天吗 怎么 怎么变成了老师补天 太清老子宛若枯木的眸底 微微闪烁 老师 竟将造化鼎给三弟 无疑是将补天 这份大机缘给了三弟 哼 原始天尊冷哼一声 心中有些不满 一旁的准题羡慕得流口水 痛 太痛了 这份功德 为什么不给吴西方啊 通天身着一席青山 立于九天云海 音气风发 大喝一声 结叫弟子听令 弟子在 多宝 三大圣母 随是七仙 赵公明 包括音渊等万仙弟子 一口同声应和 万仙来朝 气势恢弘 收集五彩石 诸为师补天 通天教主斥令道 收集五彩石这种小事 通天教主随手便可为 之所以传召弟子 是想将功德分润给弟子 是 老师 万仙流光 飞入倒他的布州山体内 搜集五彩石 无数的五彩石 投入到造化顶中 通天教主以上清法力催动造化顶 顶内坚不可摧的五彩石 缓慢融化成为液体 五色流光的液体 上清法力引动五色流光液体 补上了天窟 阻断了混沌地火风水的涌入 但此刻 洪荒依旧是天清西北 地覆东南 似乎还差成天的东西 结教收集五彩石 通天教主补天 几乎会将功德全战 接影 准提见通天教主 以五彩石补上了天窟 留下来也分润不了功德了 便抽身离去 但没回西方 而是去偷偷度化衰败的妖族 女娲失去了补天机缘 也没多留 欲经缝离去 太清老子面色古井不波 三弟 天窟虽已不好 但却没了不周山之称 三弟还需继续稳固 恩大兄 通天点头 太清老子回了守阳山 原始天尊面色不怎么好看 真的超级厌烦结教中披毛带脚 卵化失声 只修法力不修德性的杂毛弟子 红军老师将补天任务交给了通天 成了通天有功德拿 若补天失败 必有责罚 原始不悦地回了玉须宫 于是 不周山九天大地处 只剩下了结教弟子 通天教主望着天 依旧向西北倾覆 地县东南 一时也犯了难 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多宝思索许久提议 老师 不若练制一根天柱 称天 通天教主缓摇头 纵使先天灵宝都难以称起九天 更何况练制的后天灵宝呢 通天教主思索片刻 转身踏入虚空 回了碧油宫 紧忙拿起了日记本 如通天教主期许一般 日记更新了 真的太奇怪了 女娲补天 竟变成了上清老师补天 这红荒 剧情感觉怎么有点不一样 天虽然不好了 但缺少天柱支撑 三清包括女娲在内 似乎都没发现如何称天啊 要说称天 那必然得用北海玄规的四肢 北海玄规自开天使一直修行 却无法划行 肉身强横 其四肢力量十足 堪称擒天柱 最适合称天不过了 嗯 但单纯的四肢称天 就浪费了 这其中大有谋话啊 通天教主看着更新的日记内容 心头豁然明雾 对啊 北海玄规 自开天使便一直修行 肉身极其庞大 却始终无法划行 肉体强横 四肢有称天之力 通天教主又微皱眉 仅用北海玄规四肢称天 有些浪费 何解 因缘的日记内容继续更新 北海玄规四肢称天 多大的功德啊 若能留其原神 让其进行转世 再收为徒 尤其四肢称天后 只要一直称天 便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功德 洪荒九天不倒 功德气韵不断 这踏马 分明是行走的功德包啊 通天教主看完日记信息 深邃的双眸浮现亮光 对啊 玄规原神 若能转世重生 必身间大复原 大资质 如果能收入结教当中 无结教可再得一名资质绝顶 浮原身后的弟子 甚至还能壮大我结教器语 通天教主嘴角微翘起弧度 露出笑呵呵 因缘 真不愧为本座的乖徒 话还没说完 通天教主面色骤然一变 阴沉下来 孽徒 这孽徒 只因日记内容又更新了 自摩到大战后 西方灵脉毁于一旦 贫瘠无比 西方正缺这般的弟子 如果 我将这个消息 偷偷告诉准题 算不算是投名状 补天时 准题圣人关注到我了 一定觉得 我与西方有缘 也算为投靠西方教铺路了 操 这孽徒 还踏马想着叛教 通天教主怒了 想叛教 本座偏偏提拔 你进内门 倒塌的布州山区域 结教万仙柱老师补好了天 现在就差寻个撑天的灵雾 因缘也闲了下来 写了一篇日记 只是因缘有些头疼 西方路途遥远 我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准题 通过长尔定光仙 或许可以试试 长尔师兄 因缘笑呵呵地 走向长尔定光仙 长尔回头 身形勾搂 眼珠通红 露出猥琐的笑容 因缘失地 怎么 因缘看到长尔的目光 心底陡然生出寒意 被长尔定光仙 强人所难 的眼神给吓到了 长尔 兔子成精 他瞄的兔爷啊 没 没什么 因缘忍着心头恶意 抢笑道 长尔主动走上前 轻握住了因缘的手 红红的眼珠十分火热 小师弟 你修道若是遇到了困难 可随时来师兄道场 师兄帮你 谢 谢谢师兄 因缘彻底吸了 通过长尔与西方教 搭上关系的想法 头可断 血可流 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嗡 下一刻 通天教主身影显现 多宝恭敬走上前 老师 可想到什么办法 通天教主圣人 目光意味深长地 瞥了一眼因缘 缓声道 北海有玄规 修行亿万载 肉身强横 四肢可称天 因缘听着通天老师话 并未震惊 因为按照洪荒剧情看 女娲补天后 也是斩杀了北海玄规 以其四肢进行称天的 如今通天老师补天 能够想到 以玄规四肢称天 没什么值得意外的 因缘只是可惜 通天老师 估计会跟女娲圣人一般 降临北海 不由分说 斩杀玄规 取其四肢 进行称天 完全不顾玄规意愿 致使玄规新生怨气 这也是后来 北剧卢州怨气 胀气深厚的原因之一 压根没想到 度化北海玄规 这个行走的功德制造机 通天教主 察觉到了 因缘这孽徒又在摇头 嘴角不惊 微微翘起糊涂 心底呵呵一笑 你小子想给西方那头名状 老师偏不如你的意 北海玄规无通天收定了 道祖来了 也拦不住 下一刻 通天教主圣影一闪 行至了北海 洪荒北海 碧蓝无限 波涛浩瀚 无银无际 便见着无银大海当中 扶着一座巨大的岛屿 岛屿上绿树成荫 有百万生灵栖息 围绕着大岛屿 自成了一套生态体系 细细观察 可以看到岛屿是飘动着的 速度很慢 但确实是一头火岛 通天教主背负清平 经历在北海之上 圣阴空灵浩渺 北海玄规 哗啦 嗡 岛屿微微震动 掀起了亿万丈海浪 岛上生灵万般惊骇 发生肾魔事了 岛屿 动作很慢 很轻 唯恐一个幅度动作 激起大海浪 扬及到背上的生灵 碧蓝无限的深海里 缓慢探出一个龟头 玄规的双眼 历经了沧桑 宛若枯木一般 木气沉沉 毫无生机活力 茫然地看了一眼通天教主 北海玄规 如可识得本作 通天教主面带微笑 周身上清仙气环绕 看到北海玄规 通天便确认 他足以成天 其准圣大员满修为 肉身强度碾压了十二祖乌 北海玄规自开天使出世 便一直在北海修炼 亿万载不得化形 一世之洪荒发生之事 感知到虚空中环绕的上清仙气 北海玄规顿时知晓其身份 谋底变得更加暗淡 玄规拜见上清圣人 上清圣人御补天 是来娶我四肢的吧 唉 时也 命也 北海玄规声音充满了孤寂 落寞 无奈 还有一丝坦然面对的悲壮 上清圣人 小规临死前 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小规背上有生灵百万 这些年是他们陪着小规 小规才不那么孤独 小规陨落 他们将无家可归 还请上清圣人 为他们寻一个新家园 通天教主听着北海玄规的遗言 心底甚是欣慰 此子心性纯善 跟脚身后 还即将有大功德加身 实乃与我结教有缘啊 通天教主淡然一笑 谁说本座此行 是来斩杀你的 嗯 不是吗 北海玄规双眸 入出茫然疑惑 通天教主立于虚空 淡然一笑 本座有义法 可注入脱节而出 获得新生 圣音落下 岛屿产生剧烈颤动 难以压制的激动欣喜 玄规声音变得颤颤巍巍 还 还请上清圣人明示 玄规感激涕灵 上清道运环绕 通天面色变得凝重 一字一顿道 北海玄规 自愿称天 功德加身 元神转世 问道洪荒 哄 哄 哄 嗡 圣音落下 宛若九天神雷 在玄规石海内乍响 回想不息 玄规躯体颤抖幅度越来越大 六道轮回已成 六道轮回已成 这就是小规的脱节之法 脱节之法呀 小规 小规多谢上清圣人 为小规截取一线生机 玄规激动颤抖 难以压制 通天教主又露出微笑 玄规 转世归来后 如可愿拜入我结教 北海玄规又惊又喜 万般激动 连忙应声 愿意 愿意 弟子愿意 圣人之下 接楼椅 今日既得了脱节之法 又能拜入结教 得圣人庇护 这简直是天大的福源 玄规都快幸福晕了 通天教主呵呵一笑 如转世重生后 届时可选择拜本座为师 或者本座为你挑选一位老师 阴冤这涅途 还想跑 等补天结束 本座不但提拔 你当内门弟子 还要再替你收个弟子 让你与无结教密不可分 叛教 呵呵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北海玄规没有半分犹豫 连连应声 是 全凭老师吩咐 玄规这会连圣人都不喊了 直接喊老师 无疑 也是归精 通天教主上清道运涌动 圣人大法力 直接将玄规背上的生灵 迁移到了北海之兵 玄规再无忌惮 在北海里自由地翻了个身 再度激起亿万丈高的海浪 随后 玄规周身气势迸发 高声道 无奈北海玄规 自开天使 修行亿万载 金杆布周山倒塌 天地倾覆 混沌地火风水 肆虐洪荒 荼毒生灵 愿舍弃修行亿万载 血肉之躯 愿以四肢化为天柱称天 维稳洪荒 天地见之 北海玄规声音落下 血肉躯体开始削减 一身肉身精华 尽数涌入四肢 无限地强化四肢 哄 我呜 九天之上 浮现万千祥瑞 导音空灵浩秒 垂下一道粗壮的功德气韵 通天教主惊了 竟是大道功德 粗壮的大道功德气韵 九成飞入了玄规的元神 一成飞入了通天教主庆云之内 玄规四肢化为天地流光 飞向洪荒四肢化为了天柱 支撑天地 于是 本就已经金灿灿充满功德气韵的玄规元神 变得更加玄妙 从四肢称天开始 每一刻都有功德气韵 涌入玄规元神内 通天教主效益更甚 跟音渊日记中写的一样 妙啊 妙啊 通天教主挥手 收下了玄规元神 转身去了幽冥 过奈河桥 阎罗殿 送玄规元神转世 转世前 通天教主在玄规元神中 留下了一道上清印记 代入出世 为师会寻到你 多谢老师 通天教主亲自送玄规 至六道轮回旁 并未受到后土阻拦 一则 通天教主乃音渊之师 后土得音渊点拨 算欠音渊一份小音果 二则 玄规自愿称天 造福洪荒 后土允齐插队 进入轮回转世 不舟山区域 玄规四肢化为四根天柱 撑住了天地 结交万仙 亦是听到了玄规道音 音渊也没什么意外 通天老师与女娲相比 还是讲理的 定然是通天老师说服了玄规 让其自愿称天 唉 还是可惜 音渊轻摇了摇头 五彩石修复天窟 玄规四肢称天 补天是弊 九天之上 骤然浮现无数旅 气韵功德 论功行赏 其中六成天道气韵功德 飞入了通天教主道区 上清圣人 先定住地火风水 又以造化鼎炼制五彩石补天 当居守宫 余下三成功德 均匀地飞向了 结教万仙弟子道区中 结教万仙 一马当仙 收集五彩石 就洪荒万灵 驻上清圣人补天 当属从宫 余下一成气韵功德 一分为五 分别飞向了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接引 准提 女娲 五圣帮忙定住地火风水 也算有点功劳 通天得天道气韵功德 并未独享 反而将气韵功德 推向了结教 煞世间 结教气韵如海 金光灿灿 结教万仙 浑身都是 冒着金光的 神石清明 体内法力运转更加顺畅 功德气韵 玄之又玄 气韵强者 修行事半功倍 宛若神柱 气韵弱者 修行如溺水行舟 寸步难行 死在半路实属正常 守阳山 八景宫 太清老子 见着结教气韵中天 面色古井不波 不知在想什么 昆仑山 玉须宫 原始天尊高作于诸天庆云 看着结教万仙气韵加深 面色更加阴逸 披邻待甲 卵化失声 只修法力 不修德性 乌烟瘴气之辈 准提看着结教气韵 眼角留下苦涩的泪水 羡慕 实在太羡慕了 无西方何时能有 这般磅礴的大气韵啊 结教万仙 实属于我西方有缘啊 准提羡慕的眼珠子通红 思索后 又紧忙改口 那条夜里滔天 罪孽深重的孽龙除外 街影面色是固有的忧愁疾苦 爱失地 莫要着香了 咱们西方 定会有大新的一天 准提苦得快 无耻得也快 看到一名东方修士路过 紧忙高声喊道 道友 你与我西方有缘 东方修士头也不回 紧忙逃走 西方平级无比 鸟不拉屎 平道无缘 好好好 竟敢看不起我西方 范银普舵 强制度化 准提心理好受多了 补天是碧 万道流光 划过洪荒九天 结交万仙 回了金敖岛碧游宫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 大殿内 万仙云集 万仙来朝之势 气势恢弘 此次补天 诸位弟子辛苦了 多宝 金陵圣母 吴荡圣母 归陵圣母 赵公明 云霄等一众弟子 皆同声开口 追随老师 为洪荒万灵 截取一线生机 不绝辛苦 辛苦什么呀 补一次天 结交气韵大涨 万仙皆获得了不少气韵 简直不要太美 通天教主欣慰点头 甚好 此次结交万仙出道 为师亦是看到了 如等的担当 先前有孽障 荼毒生灵 已被公明清扫出结交 这违法 有罚 自有赏 为师欲打算 从外门中选三名弟子 收归内门 老师英明 结交万仙 又是同声道 多宝 三大圣母 赵公明 三肖等一众敌传 觉得老师 是给外门弟子进步的机会 一众外门记名弟子 完全激动了 收入内门 这是何等殊荣 内门与外门 简直是云泥之别 修行 讲究才屡法地 无疑 内门弟子背景更硬 资源更多 通天教主圣人神时 扫过大殿 却发现阴渊这丝 竟全程低着头 一点都不感兴趣 阴渊的确不太感兴趣 心里偷偷嘀咕 别收我 别收我 千万别收我 只是进内门而已 还不是敌传呢 再说了 就算敌传 又有什么用啊 多宝敌传大弟子 封神时准圣后期 修为够强的了吧 还不是被太清老子一招秒 精灵大师姐 惨死 归灵师姐惨死 功名师兄惨死 封神之节 圣人亲自下场 别说敌传了 就算当了结教小教主 也逃不过陨落上榜的命运 阴渊只想逍遥天地 在封神中保住一命 所以 阴渊表示 对结教内门弟子身份 没有兴趣 一点兴趣没有 通天教主 看着全程低着头的阴渊 气不打一处来 好 好 好 此子铁了心的 想要盼望西方郊 本座偏偏让你进内门 通天教主 朝着一名外门弟子一指 被指住的记名弟子 面露惊喜 忐忑激动 我 居然是我 老师 让我进内门了 通天教主 又随手指了个 资质不错的记名弟子 两名记名弟子 欣喜若狂 朝着通天教主大败 多谢老师怜悯 三个名额 还剩下了一个 众外门记名弟子 眼底露出万般的火热 若能败进内门 绝对是天大的造化 唯独阴渊一脸淡然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通天教主嘴角微翘起弧度 当年红军老师 赐下最后一缕鸿紫气时 曾说过有缘者得知 今日为师 便效仿红军盗族 通天说罢 祭出了几品 先天灵宝造化顶 此顶 乃红军老师所赐 灵宝有灵 自会则主 圣音落下 通天教主敲摸的操控造化顶 在碧游宫大殿上方 环绕了一圈 然后准确落在了 樱渊头顶正上方 刷 结教万仙 目光同时望向了樱渊 谋底充满了火热 不但被老师收入内门 还得极品先天灵宝造化顶 这究竟是什么逆天的运气啊 樱渊察觉众师兄目光 略抬头看了一眼 头顶造化顶 震惊了 雾草 我 我 樱渊 先天灵龙化形 何得何能啊 樱渊紧忙出声 朝通天教主大拜 弟子 乃先天灵力化形 夜力深厚 实在不适合入内门 这造化顶弟子便收了 入内门 还请老师另寻弟子 樱渊若若出声 还未等通天开口 多宝 精灵圣母 无荡圣母等一众嫡传弟子 笑呵呵出了声 樱渊小师弟 切莫妄自菲薄了 灵宝有灵 自行则主 这便是师弟的原法 更何况 咱们结教不像产教那般 注重根教 资质 悟性 结之一字 便是为洪荒万灵 截取一线生机 师弟本体 虽为先天灵龙 却亦有一线生机 小师弟以后修行 若遇到难处 可尽管来找师兄 师姐 樱渊看着多宝大师兄 精灵大师姐 一众师兄师姐 真诚热情的目光 张了张嘴 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结教便是这般 教中有万仙弟子 良友不齐 但却有着一个共通的品质 真诚 意气 友善 樱渊再次朝着通天教主大拜 弟子樱渊 拜见老师 樱渊 见过多宝师兄 精灵师姐 无荡师姐 功名师兄 三肖师姐 通天教主嘴角微翘起 不可察觉的弧度 正面接受了樱渊大败 心情颇愉悦 然后又再寻思着 嗯 还有什么机会 将其提拔成敌传弟子呢 内门弟子 并非全是敌传 类似于多宝 三大圣母 云霄之类才是敌传 赵公明亦是敌传 同时担任外门首席 何为敌传 传承一教道统之责 视为敌传 乌妖良劫 结束 劫气消散 天地恢复清明 立于修士修行 劫教万仙出了庇游宫 回各自道场 樱渊亦是回了陵渊岛道场 打开了日记本 写了一篇日记 有点迷 怎么就稀里糊涂 进入内门了呢 结教师兄 师姐说话好听 神通广大 本领高强 我超爱的 但 他们都要陨落啊 我才修炼到真仙境 风神大劫充当炮灰 都不太够资格 难难难 通天教主静坐必犹宫 看着日记内容 紧皱着眉头 嘴里不断呢喃 风神大劫 风神大劫 我结教 是在风神大劫中覆灭的 量劫结束 天道回归 天机显现 通天教主圣人元神 沉浸天道之中 演化推算后续量劫之事 依旧是一片空白 推算不到任何东西 包括日记副本 都是无法推算 当真怪 不若去找大兄 二兄 以三清之力 一同推演 郑玉踏入虚空 通天教主余光瞥了一眼日记 双眸瞳孔猛然张大 满脸不可置信 红花白藕青荷叶 三清原本是一家 不过如此 算了 离风神还走 努力修炼吧 通天教主 瞳孔无限放大 面色沉到谷底 阴冤血 三清一家 不过如此 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红花白藕青荷叶 三清原本是一家 原本 通天教主的道心 混乱了 他没写清楚 一定不是本座猜想的那般 一定不是 通天教主 静坐碧游宫 宫内上青道运 紊乱无比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金色耀日流光 闪烁大殿 小金乌鹿鸭 满脸疑惑 看着大殿 这是 通天教主一挥手 将乌妖决战的信息 告知了鹿鸭 鹿鸭面露大悲痛 双眸黯淡无神 父皇 叔父 都战死了 妖庭覆灭了 通天教主 面色淡然 这段时间 就先待在金熬岛养伤吧 多 多谢 上青圣人活命之恩 鹿鸭失魂落魄 虚弱地走出大殿 通天教主 缓闭上了双眸 便让他替本座 去试探试探鹰游 通天教主 肆忘了 去找大兄 二兄 合力推演之事 日记内容 宛若一颗细小的种子 悄无声息地 埋进了通天教主心底 宫中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 凌渊岛 鹰渊静坐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断万古 钓鱼 空军 看着似在钓鱼 但却不然 鹰渊元神催动着祖龙珠 将自身聂力 转化为龙力 同时在祭炼石海中的 至宝混沌中 凡先天之宝 皆有静志 静志层数 则决定了先天灵宝品 皆与威能 下品先天灵宝 一至二十一层 先天静志 中品先天灵宝 二十二至三十六层 先天静志 上品先天灵宝 三十七至四十七层 先天静志 而极品先天灵宝 则有四十八层静志 四十九为道家之术极志 洪荒先天至宝 便是有四十九层先天静志 修士得宝 须得炼化灵宝静志 方能发挥出灵宝威能 因冤写日记获得的 先天至宝混沌中有 四十九层静志 祭炼千年 也不过才炼化十层静志 勉强能发挥出 混沌中一成威能 一成威能 亦是十分强横 毕竟是先天至宝 开天三宝之一 据老师讲道时所说 东皇太义准胜修为 也仅能发挥出 混沌中六成威能而已 炼化静志 愈往后 愈困难 因冤仅是真仙中期 想要祭炼至十五层静志 至少要到悬仙境 而就在因冤认真修行时 身后突然走出一人影 先天道驱 缓出声道 师兄 这是在钓鱼 因冤回神 向身后看去 来人穿着一袭乌金色道衣 青年模样 脚英俊帅气 嗯 钓鱼呢 师弟是 结教弟子太多 且能出现在金鳌岛链的 统一是座同门师兄弟 绝对没错 师弟金语 见过师兄 小金乌鲁鸭 只记得自己被大翼 射了一箭后 便失去了知觉 等再醒来时 就在毕游宫了 鲁鸭一觉醒来 却惊骇地发现 巫妖大战已经结束了 父皇帝君 叔父太医 伯父福西 以及众妖圣 妖神 全部战死陨落了 在金鳌岛恢复了些伤势 鹿鸭便回了三十三重天之上 天庭 尽数崩塌 化为了废墟 满目疮痍 对鹿鸭而言 这是惊天噩耗 最亲的人 最大的庇护 突然间全部消失 让鹿鸭 感到自己如无根之瓶 再无了家 失魂落魄下 又回了金鳌岛 请求上清圣人指点迷惊 这一代 便是千年光景 通天教主思索了许久 为鹿鸭指明了方向 让其去凌渊岛 找一名叫鹰渊的弟子 同时 不准鹿鸭暴露金屋身份 一道金色红光 落到凌渊岛上 岛屿并不怎么大 很狭窄 鼻子 鹿鸭一眼便看到了 坐在岛崖正中的鹰渊 鹿鸭微微皱眉 上清圣人 让我来寻他 他不过区区 真仙中期修为 帝君 太医 为太阳星郁郁的霸主 一出世 便是太医金仙巅峰修为 十名小金屋略训 但一出世 也有着金仙巅峰镜修为 修行至今 鹿鸭已是太医金仙修为 一眼看到真仙中期净的鹰渊 第一感觉便是怀疑 不幸 他能为我指点迷惊 相信上清圣人 鹿鸭深吸了一口气 走至鹰渊身后 缓出声 师兄 这是在钓鱼 鹰渊回头看了一眼来人 其身着一席乌金色道衣 二十岁青年模样 见眉心目 棱角分明 较为帅气 嗯 钓鱼 师弟是 师弟金语 见过师兄 鹿鸭深济上清圣人吩咐 不可暴露真实身份 金屋本体便化名为金语道人 哦 原来是金语师弟 久仰师弟大名 鹰渊笑呵呵道 实际上则完全没听说过 结教中有这么一号修士 想来是结辉的命运 金语面露疑惑 师兄钓鱼 怎不用鱼钩 仅用了一条线线 这能钓到鱼吗 鹰渊故意没用鱼钩钓鱼 空军了数千年 就是未装出高深莫测的感觉 装逼无人看 如锦衣夜行 今天终于有人了 那鹰渊可就要大慈大悲地告诉他了 嘴角微翘起神秘弧度 如何钓不到鱼儿 鹰渊钓鱼 愿者上钩 扑腾 扑腾 牙底陡然响起水浪声 一条傻鱼竟咬了鱼线 鹰渊也微微一愣 嗯 金鱼 呃 师兄 好像上鱼了 鹰渊一收一纵 将鱼扯上了岸 好大的一条海鱼 活蹦乱跳 一看就十分肥美 师弟到时有口福 刚到 师兄就钓了一条鱼 送你了 钓鱼老只钓鱼 懒得做 这是常态 谢谢 师兄 鹿鸦茫然地抱着鱼走了 鹰渊呵呵轻笑 继续坐在山崖殿钓鱼 修炼 真仙中期修为 将混沌中静置炼化石层 以达到极限 接下来 祭练造化鼎 真的 因缘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会得到这么大的机缘 造化鼎 内有四十八层先天静置 位属极品先天领宝 虽无传说中 乾坤鼎那般防御无双 逆反先天的威能 但也是一件极佳的领宝 防御力不俗 也能练起 龙溪环绕 祭练造化鼎 鹿鸦抱着傻鱼 回到了碧游宫 上清圣人 他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 面露微笑 嗯 鱼留下 你再去 是 鹿鸦心底万般疑惑 微叹了一口气 妖族该何去何从啊 本殿下又该何去何从啊 通天教主收下了傻鱼 呵呵一笑 算是正念 乖徒儿孝敬老师的 隔了两日半 鹿鸦又来到陵渊岛 不过 这次鹿鸦是带着鲜酒来的 师兄 谢谢你上次的鱼 师弟给师兄带了些鲜酒 好好 师弟这人情世故 混得明白 有送有回 一来二去 不就混收成朋友了 伟人说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临渊岛 山崖之巅 鹰约与金羽静坐着 望着一望无际 碧蓝无限的大海 喝起了鲜酒 推杯换盏 已是几斤鲜酒下毒 鹿鸦吹着微风 鹰俊帅气的脸 已有几分红欲 酒不醉人人自醉 鹿鸦猛底突然露出感伤 低声呢喃 舒服在时 鸦根不让我们喝鲜酒 这下好了 想喝多少 喝多少 这话 并不是无人约束的 自由洒脱 反而是十分沉痛 鹰渊可以听得出来 金羽宁愿 被叔父管教约束 你家叔父 死在巫妖大劫里了 劫爱 鹰渊轻拍了拍金羽的肩膀 提及巫妖大劫 便是无可奈何 这一亮劫 殃及太大了 千亿妖兵 百亿巫族 洪荒万亿生灵 都被卷入亮劫漩涡当中 强如帝郡 太医 祖屋那般的顶级大能都尽数陨落 寻常生灵 又怎能避免呢 鹰渊若非败入结教 得圣人庇护 恐怕也早已化为结灰了去 鹰渊没再多说安慰的话 师弟 喝酒 鹿鸦又喝了数杯鲜酒 忽然站起身来 朝着大海愤怒大吼 为什么 为什么 要这般玩弄生灵 鹰渊微微摇头叹气 亮劫之下 龙凤麒麟三族化为结灰 退出天地 巫妖亮劫 巫妖二族败王退出天地 待到封神大劫 那便是圣人道统覆灭了 鹰渊心底默默叹气 金羽发泄完情绪后 又喝了几杯鲜酒 估计 落寞 随口无心开口 师兄 你觉得妖族还有机会吗 帝郡 太医战死 十大金乌陨落九个 西皇陨落 妖师昆鹏叛逃 十大妖圣禁术陨落 妖神禁术陨落 妖族而郎万不存一 如今鹿鸦真的感觉无助 古目难知 鹰渊轻摇了摇头 巫妖两族两败俱伤 高手禁术陨落 已成既定事实 退出洪荒天地 是必然大事 鹿鸦双眸变得无比黯淡 是啊 必然大事 妖族 没机会了 也不可能有机会了 鹰渊嘴角又翘起一抹神秘弧度 衰败退出洪荒天地 是必然大事 但谁说就没机会了呢 哄 鹰渊的话 宛若九天神雷 在鹿鸦石海中乍响 鹿鸦神情猛地一致 双眸瞳孔愈发争大 声音有些颤颤巍巍 师兄的意思是 还有 燃一眼 鹰渊高深莫测点头 鹿鸦紧忙替鹰渊师兄 倒了一杯鲜酒 鹰渊缓声道 巫妖两族高手死伤惨重 无力再占据天庭 及中央大地 退出洪荒天地 是必然大事 巫族数量锐减 巫高手坐镇 再难与洪荒万族 争夺中央大地 只能退往偏僻一脚 不过巫族还好 后土化轮回 乃大功德一见 且地府体系还未建立 缺人 后土不复巫 巫族尚有退路 那妖族呢 鹿鸦急切询问 放弃三十三重天妖亭 与洪荒万族不起争端 修养生息 培养妖神 妖圣 以待时机 那么 就只有一条路 什么路 转战十万大山 鹿鸦双眸有些茫然 转战十万大山 对 转战十万大山 鹰鸦抿了一口鲜酒 肯定道 据师兄所知 妖族似乎还剩下一只小金屋 一旁的金羽 神情略紧张 嗯 好像 是的 据说是被圣人给救了 鹰鸦当然知道 是被圣人给救了 准提这个小银币救的吗 呜 这就好办了 洪荒天地就剩下一只小金屋 这意味着什么 路亚茫然地给鹰鸦倒了一杯鲜酒 当然意味着 妖庭唯一正统啊 据说妖圣白泽也还未陨落 嗯 应该还有纪蒙 应召 鬼车妖圣尚存 小金屋就不算孤木一鸟了 必会得白泽 纪蒙妖圣效忠 这时切不可张扬 便可待仅存妖族修士 转战去十万大山 有白泽妖圣 他们庇护 修养生息 自是无余 待恢复一定元气后 便可悄悄对洪荒宣称 妖族正统尚在 吸引洪荒大妖投靠 于是吴征 修养生息 以待时机 路鸭听着英渊师兄体点 眼眸的金芒闪烁 似看到了一条 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可是 可是师兄 听说十万大山 那是一片荒芜鸡脚嘎啦 比出了名平级的西方 还要平级 毒虫 瘴气 绝灵 如何能修养生息啊 于是吴征倒是真的 但怎么看 都不适合修养生息啊 英渊神秘一笑 听说妖族会周天星斗大阵 路鸭恍然明雾 对啊 白泽 季蒙 应召 鬼车尚在 他们必定可以不出 小心的周天星斗大阵 周天星斗大阵 威能不凡的同时 还可源源不断地接引 混沌星辰之力 星辰灵力 亦可比肩先天灵气 路鸭谋底彻底迸发光亮 如此说来 妖族的确还有机会 师弟 你这么激动干嘛 没 没激动 就是问问 英渊喝着鲜酒 又苦口婆心地劝道 师弟啊 洪荒的水太深了 不是咱们可以把握得住的 咱们已经拜入结窖 目前还是有圣人庇护的 无需汤浑水 便能逍遥自在 师兄所言甚是 其实 转战十万大山 只是一侧而已 路鸭正喝着鲜酒 身子陡然愣了一下 师兄的意思是 还有别的机会 当然了 比如说直接投靠救下小金屋的 那名圣人麾下 当个圣人弟子 有圣人撑妖 也蛮不错 再不济 小金屋跑到蛙皇宫哭诉一番 女娲先前为妖族蛙皇 也会收留小金屋的 巫妖两族 看似陷入绝境 但只要冷静下来 仔细思索 还有一线生机的 这一是咱们结交的教义 万物万灵 皆有一线生机 路鸭听着银渊师兄分析 被彻底震惊愣住 师兄看似每日坐着钓鱼 望着大海 空军一日又一日 足不出岛 却对洪荒天地 有如此洞悉的观察 路鸭紧忙 又为银渊师兄道酒 面色憋得透红 最终说了一句 师兄 真乃神人也 实弟谬赞了 谬赞了 银渊哈哈一笑 心有万千沟壑 却无法装逼 这与锦衣夜行有何意 今日碰着个聊得来伤到的师弟 挺愉悦的 喝酒 喝酒 几日后 路鸭推辞告退 银渊依旧坐在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掉万古 望着师兄高深莫测的身影 路鸭又不禁感慨 师兄 真乃神人也 一缕金色红光 飞到碧游宫大殿 路鸭身着一袭乌金色长袍 朝通天教主大败 小金屋得上 亲圣人相救 才能苟活 幸存一线生机 小金屋 愿拜上卿圣人为师 还请上卿圣人怜悯 路鸭面色诚恳 哀求道 这便是执行 因渊师兄说的第二策了 拜救了自己的圣人为师 通天教主面露为难 心底子十分愉悦 乖徒儿 果然还是心细结教的 既让小金屋甘愿拜师了 哎 妖族沾染了太大的业力 通天教主微叹了一口气 底下 路鸭面色着急 算了 万物皆有一线生机 如跌落东海 让本座旧了 便是生机 今日本座便收入金内门吧 但 赞不可暴露 你可明白 通天教主宁重道 路鸭面露欣喜 恭敬大败 是 弟子明白 因渊师兄也说 要偷偷转战十万大山 偷偷修养生息 通天教主收小金屋入结教 也是有意按照因渊日记中 所写那般 扶持妖庭重建 以待时机 借儿宣称 洪荒天庭正统 数日后 三十三重天 妖庭废墟 白泽身着一袭白衣 穿梭云海仙雾当中 四处搜寻 纪蒙 阴昭 鬼车三大妖圣 陷了身 面色有些低沉 朝白泽摇了摇头 没有残存的儿郎了 吴天庭宝库 亦是被洪荒万族洗劫一空 该死 什么神像族 火士族 金沙门 不过洪荒三流势力 竟敢对吴天庭趁火打劫 老子要灭他们族群 纪蒙 鬼车脾气火爆 愤怒不已 白泽阴沉着脸色 去 去啊 吴白泽未如等收尸 神像族 不过三流种族 门中 有一族长坐镇 准圣初期修为 大罗金仙两名 妖族巅峰时刻 随手可灭 但如今 却能压垮妖族 火狮 金沙族 皆有一名准圣初期坐镇 儿郎无数 百个不知名族群联合 足以碾死现在的妖族 纪蒙 鬼车 皆是知趣地闭了嘴 白泽面色愈发悲痛 无奈深叹了一口气 无妖族 恐怕再无启示机会 而就四大妖圣无奈叹气时 一道金色红光划过天际 落在了天庭废墟当中 白泽伯赴 纪蒙 阴昭 鬼车伯赴 白泽 纪蒙 阴昭 鬼车 瞧着金屋红光袭来 皆是愣在了原地 满脸的不可置信 金骇 呆愣了许久 失声道 小殿下 这怎么可能 小殿下竟还活着 白泽金骇不已 十日坠东海后 白泽还亲自去寻过 未寻到金屋尸体踪迹 以为是被四海水族藏匿 却无论如何 都未想到 小殿下竟还活着 是我 鹿鸭见过几位伯 十大妖圣皆是父皇 叔父左膀右臂 尤其是白泽妖圣乃妖族智囊 十大金屋便谦逊地称为伯 白泽紧忙上前 恭敬大败 白泽拜见殿下 殿下切不可再称臣等伯父 帝君陛下 太一陛下归于五行 妖族五首 还请殿下登陵地位 维稳妖族 纪蒙 殷昭 鬼车 一同恭敬大败 臣等拜见殿下 请殿下登陵地位 维稳妖族 重立无妖族天庭 与英渊说的一般 唯一的小金屋 变成了妖族唯一正统 会得到白泽一众妖圣的效忠 更是妖族复兴的唯一希望 陆鸭坦然从悲痛中走出 面色万分凝重 认真道 父皇 叔父归于五行 无陆鸭必将接过重任 扛起妖族之责 白泽神情威愣 有些陌生 这还是被宠溺长大的殿下吗 殿下 他长大了 我妖族置信 陆鸭话音一转 又道 妖族衰败 以无力扭转 就算崇立天庭 恐怕也难以镇压洪荒万族 反而会陷入无尽的消耗 此刻登陵地位时机也不妥 纪蒙 阴昭 鬼车面路疑惑 那 殿下心中已有决断 转战十万大山 率领无妖族而郎 转战十万大山 两月半后 陆鸭 白泽 纪蒙等率领着残存的百万妖族 行至了十万大山区域 群山连绵 瘴气环绕 毒虫野兽遍布 荒凉贫级 纪蒙 阴昭 鬼车微微皱眉 殿下 这十万大山 真的是和修养生息吗 白泽灵慧猜出了殿下一图 便叹息道 殿下 以无妖族如今之力 可不出小型周天星斗大阵 但 缺少和图洛书 和图洛书 位属极品先天灵宝 其中记载了周天星斗运转轨迹 乃悟道灵宝 白泽诱言 昆鹏妖师叛逃 他斩却三师 准圣大员满修为 沉不敌昆鹏 鹿鸦面色微沉 还须和图洛书 本殿下去去就回 金乌化红 乃洪荒第一速度 不多时 鹿鸦便又到了凌渊岛 不出意外 还是在钓鱼 师兄 师兄 鹿鸦这声师兄 喊得更顺嘴了 樱渊瞧着是金语师弟 轻笑道 怎么 师弟又带好酒了 必然啊 师弟给师兄倒酒 鹿鸦给樱渊到了几杯鲜酒后 便诉说着苦恼 不知周天星斗大阵 需要河图洛书 那鲲鹏妖师不好惹啊 鹰渊听完 微微皱眉 师弟 师兄告诉你 不要汤浑水 你还是去了 鹿鸦神清紧张 难不成 师兄知道 我是小金屋了 师兄 你替我解释 其实 说吧 你跟着哪位妖圣手下的 白泽 哦 白泽 鹰渊喝了几口鲜酒 又看了几眼金语 金语有些心慌 师弟还是告辞了 坐下 鹰渊沉声开口 想让鲲鹏帮忙 其实也不难 鲲鹏乃妖族妖师 巫妖大劫中 鲲鹏不战而逃 声名扫地 这时候 只需让妖族偷偷散播谣言 大骂斥责鲲鹏 白泽再出面去北明 承诺为鲲鹏证明 如此 自可借来河图洛书 鹿鸦谋底又露出金蟒 忍不住高呼 师兄 真乃神人业 只是便宜了鲲鹏那丝 不战而逃 还要巫妖族为其证明 鹿鸦又气愤道 妖族 此刻不宜再与鲲鹏结仇 修养生息 才是第一要义 师弟啊 听师兄一句劝 莫要与妖族走得太近 安心在老师门下修行 若被老师知晓 你思通妖族 鹿鸦立刻认真点头 师兄 放心 师弟绝不会辜负老师 鹿鸦已经拜通天教主为师了 名正言顺 成为了音渊的师弟 且 重建妖庭 亦有通天教主的想法 音渊点头 那便好 师弟告辞了 改日再来找师兄喝酒 去吧 一道金色流光 飞出了凌渊岛 鹰渊默默地打开了日记本 金鱼小师弟 可真不让人省心啊 暗地里与妖族眉来眼去的 嗯 日后并没有听过这一号修士 估计不是化为结辉 就是被逐出师门了 修炼到真仙中期 混沌中十层尽致 勉强能发挥一成威能了 也算有了一丝自保之力 嗯 这段时间闲得发呆啊 让我想想 还有什么野生的机缘 武夷山的茶树 长叶子了 想喝茶了 修士修行 乃逆天而行 困难重重 放着机缘不取 是要遭天浅的 进了结教内门 圣人内门弟子背景 又硬气了几分 且有底牌自保之力 这让鹰渊有些 想喝武夷山的茶了 一道黑色流光 飞出了凌渊岛 去往了洪荒大地 毕游宫 通天教主翻看着日记本 震惊妈了 祭练了十层尽致 勉强能发挥出 混沌中一成威力了 物超 混沌中什么时候 跑我真念 乖徒儿手里了 武圣出手抢夺 都为抢到的混沌中 顿入虚空后 到他手里了 通天教主觉得 这个弟子愈发神秘了 武夷山 茶树长叶了 想喝茶了 什么茶 极品先天灵根 通天教主也有些异动 不行 本座得偷偷跟过去看看 而这时 多宝宫镜走入碧游宫内 老师 弟子修炼到准圣后期 有些困惑 恳求老师解惑 多宝修为在结教中 乃当之无愧第一 实力强横 也罪得老师看重 多宝目光 十分期待老师解惑 通天教主随口道 等过段时间吧 为师有些事 说吧 摇身一变 穿着轻衣 模样更年轻英俊 平道乃清平道人 随后身影顿入虚空 唯独留下发呆的多宝 多宝呆愣在原地 老师出门 竟还要变化一番 这是 这是 老师在外面偷偷培养小弟子了 完了 我不是老师最爱的弟子了 通天教主敲摸地 跟在阴渊身后 前往了武夷山 与此同时 十万大山 鹿鸭归来 白泽深意地看着殿下 殿下可有解决之法 有 白泽妖圣 寻几个儿郎 据洪荒散播消息 矛头指向昆鹏 届时 再请妖圣走一趟北明 白泽立刻明目殿下用意 逼昆鹏 借出河图洛书 白泽就更加疑惑了 殿下 身后之人 究竟是谁 竟有如此妙计 不多时 便有流言传遍了洪荒 什么 昆鹏妖狮 最后不战而逃 才导致妖族死伤殆尽 昆鹏妖狮逃之前 还卷走了河图洛书 不然帝君 太医 不会战死 天杀的昆鹏妖狮 噓 道有甚言 哎 真的没想到昆鹏妖狮 竟是个鼠辈 流言蜚语 传到了北明 天池 妖狮宫 北海蛟龙 乃昆鹏嫡传弟子 老师 最近外边有些风言风语 昆鹏猛地张开双眸 面色是固有的阴翼冷笑 节节 白泽妖圣 既然来了 便无须藏匿了 白泽脚踏虚空 走进妖狮宫 行礼拜道 白泽 见过妖狮 妖族 有一帝 视为帝君 帝之下有二皇 东皇太一 西皇福西 妖狮与妖皇帝位等同 在之下 便是十大妖圣 妖神 妖王之流 昆鹏音意冷笑 贫道担不起这声妖狮 妖族不都认为 贫道是叛徒了吗 白泽面色固露疑惑 嗯 谁在挑拨妖狮与妖族关系 巫妖大战 打到那个境地 结果如何都是两败俱伤 又与妖狮合关 节节节 昆鹏固有的冷笑两声 面色则缓和了一二 白泽不愧是为妖庭首席智囊 看得明白 白泽诱言 不瞒妖狮 鹿鸭殿下并未陨落 如今作为唯一正统 已重新统育起妖族 妖狮 何不 白泽 辱不必多言 昆鹏骤然打断白泽游说 当年昆鹏入妖族 是被帝郡 太医联手逼迫 如今帝郡 太医已陨落 昆鹏为三千子肖克 准圣圆满修为 又岂会给小辈做臣子 白泽自知昆鹏兴气 便没再劝说 妖狮 白泽来北明 想借河图洛书 北明含义席卷激荡妖狮公 白泽自知不是昆鹏对手 便又言 百年 鹿鸭殿下借河图洛书百年 百年后 鹿鸭殿下会昭告洪荒天帝 妖狮昆鹏奉帝君陛下之令 保存妖族实力 才会及时撤出巫妖大战 河图洛书 亦是为帝君陛下所赠予妖狮 结结 北明虚空含义收敛了几分 阴翼的眸子闪烁 白泽 你也知道 老祖是不在意虚名的 这些东西对老祖而言 无伤大雅 唯有修为 才是傲立天帝的能力 妖狮所言甚是 白泽复和 罢了 鹿鸭殿下也算是本妖狮看着长大的 看在这些情面 便借河图洛书五百年吧 白泽内心欣喜 面色不动于衷至谢 妖狮高益 五百年时间一到 白泽必清临北明 还回河图洛书 一个还字 尹慧言明了 昆鹏才是河图洛书之主 这让昆鹏极其舒心 昆鹏也不怕白泽借而不还 如今白泽仅斩两师 不过准胜忠后七修为 季蒙 应召 鬼车 不过斩却一师 准胜出七罢了 如今的妖族 是没有与昆鹏抗衡的能力的 白泽借了河图洛书 即刻返回十万大山 深入腹地 联合季蒙 应召 鬼车 及百万妖族 布置周天星斗大阵 此时 一缕黑色流光 已飞到了武夷山 武夷山峰连绵 云海飘渺 英渊站在了一棵茶树下 摘了几枚茶叶 用文火烘烤 泡了杯茶水 煞时间茶香四溢 通天教主躲在暗处 闻着沁人心脾的茶香 嗯不错 但也只是一株后天中品茶树 通天教主双眸凝视着英渊 我这 乖徒儿 不会是真的只来喝茶吧 武夷山 山势连绵 郁郁葱葱 英渊身着一袭黑色道衣 竟站在茶树前 摘取了几片叶子泡茶 茶香四溢 沁人心脾 盯着茶树看了两酒 阴冤沉思片刻 上清法力流转 摇身一晃 变了模样 一半道衣 一半僧衣 光着头 面色悲天悯人 指着茶树道 平道乃西方德行道人 此茶树何该与平道有缘 旋即 将茶树连根拔起 收入到袖中 远处 通天瞧着此景 已经咬牙切齿了 孽图 孽图 竟然都想好了西方的道号 德行道人 本座呸 孽图 铁了心要加入西方是吧 通天教主气愤至极 但并未现身 这株茶树 不过是后天中品灵根 这孽图跑了大老远 就只为了这一株茶树 通天教主觉得 没这么简单 因缘收了茶树后 并未离去 依旧保持着西方修饰的模样 在武夷山到处闲逛 漫不经心 悠闲溜达 摸了两个月半 通天教主藏身暗处 微微皱眉 这孽 乖徒儿究竟在找什么呢 通天教主已经可以确定 因缘来武夷山 是有着明确目的 似在寻找什么 因缘又在武夷山中 走了两日半 愈发皱眉 心底叹了一口气 难道是来得太早了 曹宝 萧生 还未化行出事 因缘来武夷山 喝茶只是顺带 真正的目的是曹宝 萧生手中的灵宝 落宝金钱 因缘寻了许久 都未寻到曹宝 萧生 怕是两人还未出事 因缘无奈摇头 朝武夷山外走去 碰巧不巧 正有两人笑呵呵 朝武夷山内走来 福元 大福元 此灵宝当真是一箭一宝啊 谁说不是啊 咱们兄弟二人 得了这件灵宝 实乃天赐的福元 接下来好好休息 必能纵横逍遥天地间啊 两人谋底是 难以掩饰的欣喜与喜悦 两道人迎面走出 与阴冤撞上 脸上笑意戛然而止 阴冤已靠在一块山石旁 嘴角微翘起神秘弧度 柳暗花明啊 两道人闭口不再替福元之事 牟底录一二分忌惮 道友 你是 呵呵 平道西方德行道人 见过两位道友 平道曹宝 萧生 见过德行道友 曹宝 萧生客气回礼后 便没再与阴冤攀谈的意思 朝武夷山内走去 阴冤亦没再多说 与曹宝 萧生 擦肩而过 曹宝 萧生背对着阴冤 忽然对视一眼 牟底闪烁胸光 会一点头 曹宝 萧生 陡然转身 四掌横推 打出两道真仙后期法力 刘光骤然袭向阴冤背后 哄 嗡 正中阴冤 曹宝 萧生 眼眸地露出欣喜 得手了 曹宝 萧生刚到一宝 言语间透露了扶原消息 为了安全 只能先下手 洪荒 争斗不断 好人活不长 尤其是其两修是散修 想要活命 就得更凶 曹宝 萧生脸上的笑意戛然而止 满脸不可置信 看着德行修饰的方向 指人 怎么是指人 两道真仙后期法力 轰在了祈道区上 祈道区产生扭曲 下一刻变成了指人 阴冤从山体后走出 面色茫然 顾怒道 两位道友何故行凶 平道德行 哪里得罪两位道友了 此事 带平道回归西方山门后 必定要告诉老师 让老师替平道讨回公道 德行道人义愤填音道 曹宝 萧生 又对视一眼 冷笑开口 道友 乳觉得 乳还能活着走出武夷山吗 阴冤故作惊恐 两位 道友想灭口 请道友赴死 曹宝 萧生 先进后期法力涌动 再次朝阴冤打去 阴冤声音惊恐 嘴角却微翘起弧度 造化顶 嗡 一道造化流光浮现 悬色小顶浮于半空 朝曹宝 萧生二人打去 曹宝 萧生 见其祭出灵宝 面色没有丝毫惊恐 反而是欣喜 眸底闪烁贪婪 灵宝阴 玄妙至极 落宝金钱 曹宝 萧生抬手 袖中飞出一道白光 撞在了造化顶上 下一刻 造化顶被白光打落 飞回到了曹宝手中 好宝贝 暗处 通天教主双眸微微一缩 圣人目光看清了白光内的一宝形态 圆形方孔 生有双翅 竟能打落极品仙天灵宝造化顶 那是什么灵宝 这乖图 是为这件一宝来的 通天依旧未出手 已经断定 那两个憨羞是 绝非自己这个乖图的对手 两道真仙后期法力 再次轰在了德行道人身上 德行道人身躯再次变得扭曲 再次化为了纸片人 又是纸人 两位道友何故行凶 哎 平道一生行事 鳄鱼助人 骨刀热肠 你们为什么要逼平道呢 德行道人笑呵呵地出声 目光则盯上了落宝金钱 曹宝 萧生纵身一跃 左右开弓 向鸳鸳包抄夹击 鸳鸳身形轻盈 脚尖点地 向后跃了数丈远 Doon 一座玄黄色小钟 缓缓浮现 上清法力涌入其中 催动小钟 Doon 钟声悠扬 音波攻势浩瀚伶俐 一成威能 都近乎扭曲了空间 啊 曹宝 萧生被音波伶俐的攻势击中 五官变色产生极度的扭曲 碰 碰 耳鼻喉皆被震荡出了血迹 四肢 百害经脉 皆被终身震碎 两人像断了线的风筝 由虚空跌落 狠狠坠在地面 音渊面露微笑 挥手收回了混沌中 闲停信步走向了曹宝 萧生 曹宝 萧生 浑身筋骨皆被震碎 像死狗一样 挣扎向后退逃 眸中充满了惊骇 恐惧 那 一 那是什么灵宝 音渊微笑着没回应 一脚踩碎了曹宝的胳膊 从其衣袖中 拿回造化鼎与落宝金钱 落宝金钱 位属极品先天灵宝 圆形方孔 左右两边有飞翅 有天道明文引现其上 可落先天至宝之下一切宝物 亦可演算天道玄机 实乃天道一宝 音渊妈撒着落宝金钱 微笑着发出低语 起初 频道真的想做一个好人 为什么要逼频道呢 道友 还望道友大红大亮 碰 碰 混沌中连续落下 轰在了曹宝 萧生道区上 两人带着无限的恐惧 被砸成了肉泥 两道元神 惊恐顿出 想要逃窜 Duin 混沌中生再起 激荡中生 直接将两道元神 震成了虚无 一道上清雷火 将两滩肉泥 焚烧成虚无 浮生无量天尊 好叫两位道友知晓 杀人者人横杀之 为什么要对频道出手呢 两位道友安心去吧 频道会好好善待落宝金钱的 暗处 通天教主微皱起了眉头 本作 这个孽 乖图弯 杀法 有些果断 大道三千 狗道为王 杀人夺宝 避错骨扬灰 灭杀元神 不留一丝痕迹 俨然 樱渊是一名合格的狗王 而就在樱渊夺了落宝金钱 离开五夷山时 昆仑山 灵鹫洞分洞 燃灯道人 猛地皱起了眉头 昆仑山 灵鹫风 燃灯静坐在道场 修行着寂灭道运 燃灯龙汉时期便修制了大罗金仙境 后前往紫霄宫听道 同其修士 纷纷展施 迈入准圣之境 数千万载过去 唯有燃灯 依旧被困在大罗金仙境 不得精进 无奈下 入了昆仑山玉虚宫 拜原始天尊为师 原始天尊心底虽看不上燃灯 但还是收其进了禅教 又因为歧视紫霄宫三千克 让其做了禅教副教主 燃灯正修行着 心底陡然产生巨大的悸动 仿若一道至关重要的机缘被夺走了 怪哉 怪哉 封神中 曹宝 萧生 被燃灯所用 以落宝金钱 打落了赵公明的24颗定海神珠 燃灯夺得定海神珠后 眼花24珠天世界 方才突破准圣 如今 曹宝 萧生陨落 落宝金钱归入姻冤手中 断然不会有打落赵公明定海神珠那一幕了 燃灯心底怅然若失 却推算不到任何天机 无奈深叹了一口气 凭到何时才能展示突破之准圣啊 武夷山 云海飘渺 一条黑色的龙影 穿梭云海九天 殷渊此行 收了茶树 夺了落宝金钱 心中舒爽至极 极品先天灵宝 能落人灵宝 还可推算玄机 无疑极大增加了殷渊的生存底牌 殷渊祭练了金钱一层静置后 心底有了个推断 这落宝金钱 玄妙至极 却不得滥用 落他人灵宝 可能会折损自身器语 殷渊绝不是胡乱推测 封神中那草宝 销声落了赵公明灵宝后 即刻便沦为了炮灰惨死 便能够佐证一二 离了武夷山几千里 殷渊正穿梭在云海 隐渊听到 背后有人喊自己 前辈请留步 殷渊微微皱眉 得亏不是道友请留步 殷渊落下云海 落至山林山剑 何人喊平道 殷渊神识洞察八方 一息后 山林里还走出一只猴子 猴子毛发金灿灿的 生有六耳 一双眼睛灵动 十分清朽 猴子手里托着灵果 灵粹 抓耳挠腮 扑通朝殷渊跪下 还请前辈收案为徒 殷渊瞧着猴子模样 眸底金芒闪烁 灵猴 生有六耳 这是混世四猴 六耳弥猴啊 平道仅有真仙中期修为 关如已经真仙后期 平道怎么敢收你 殷渊沉声道 六耳弥猴举着灵果继续大败 前辈手段伶俐 法力浑厚 俺十分佩服 六耳弥猴跪倒着 六耳浮动 眸底金芒闪烁 方才隔着几千里 听到了他灵宝强横 玄妙至极 同时 六耳听到了 他法力浑厚 且是浑厚的上清法力 隐渊呵呵一笑 你这猴头 想败的怕不是平道 而是平道的尸门骂 六耳见心思被戳穿 面色煞世间障的通红 抓耳挠腮 不知如何是好 还望前辈怜悯 小猴实在是太想修炼了 六耳弥猴混是四猴之一 善灵鹰能查理 之前后万物皆明 六耳偷听道祖讲道 道祖言法不传六耳 于是 洪荒万众大能 皆不敢收六耳为徒 六耳只能靠着胡乱摸索 凭借着极佳的资质 修行到真先后其境 今日六耳偶然间听到了 殷冤的上清法力 且有至保护身 便知晓 其一定是上清圣人 极为宠爱的弟子 这才有了拦路败师的想法 殷冤见着抓耳挠塞的六耳 嘴角微翘起弧度 反问 如可知 法不传六耳 六耳弥猴期待的目光 瞬间变得暗淡 失魂落魄 弱弱出生 知道 法不传六耳 洪荒修行之法 都不能传给俺 六耳弥猴失魂落魄地放下灵果 朝山林深处走去 殷冤摇头一笑 你且站住 仙长 六耳暗淡的目光 变得茫然 平到今日便好好说说 何谓法不传六耳 道祖言 可知紫霄宫听道 可对 六耳老实点头 对 如道不了紫霄宫 是否有缘 殷冤再问 俺道不了 但俺可以听见啊 有缘否 六耳老实摇头 俺去不了紫霄宫 应 应该是无缘 殷冤满意地摸了摸他猴头 如子可较也 从洪荒到混沌 须得经得住混沌地火风水 不入大罗金仙之境 如何能到达紫霄宫 红军道祖讲道 讲的亦是大罗金仙 及之上道法 那时辱是何修为 天仙 殷冤摸着猴头 笑道 天仙境 如何能听大罗金仙境 及之上的道法 强行听道 无异于亚苗助长 百害而无一力 所以 辱明白道祖言法不传六耳的含义了吗 六耳道区颤动 面色激动的通红 颤抖出声 仙长 说的是真的吗 暗处 通天教主偷偷点头 本座可以证明 道祖他就是这个意思 还没等殷冤回声 扑通 六耳再次朝阴渊恭敬跪下 连连磕头 求仙长收案为徒 阴渊再次摇头 平道还是不能收你为徒 求仙长联名小猴 阴渊又道 平道虽不能收你为徒 但却可以为你介绍个去处 亦能拜入圣人大教 六耳呼吸变得急促 求仙长指点 暗处 通天教主会一点头 这六耳资质也算不错 拜入结教可以 去西方吧 就说是德行道人介绍拜师的 六耳弥猴资质绝顶 让其拜入西方 又算给西方那了投名状 待阴渊日后 被挖去西方的地位 大大有帮助 操 这孽徒 通天教主 瞬间脸黑了下来 六耳有些心慌 仙长 西方教真的会收案吗 会 阴渊肯定回答 准题这次 天天喊着 与我西方有缘 巴不得万物都与西方有缘 准题看到六耳资质 是断然不可能放过的 好 俺听先长的 去西方拜师 六耳弥猴拜别了英渊 钻入了山林当中 英渊心底怅然若失 哎 其实拜入结教也挺好 但结教道统 要被四圣灭啊 英渊怅然若失的 写了一篇日记 从武一山回来 没想到遇到了六耳弥猴 法不传六耳 一个小学生 怎么敢学大学高书的 混是四猴之一 资质绝顶 悟性逆天 实在适合修炼九转玄宫啊 无论拜入人铲截西方哪一教 都有做大教护法的潜力啊 算是再给西方那个投名状吧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 获得奖励九转玄元宫 九转玄元宫 玄宫炼体 元宫修神 乃盘古魔神所创 无上修行之法 洪荒片 山林暗处 通天教主打开了日记副本 面色不太好看 大教护法是吧 好 好 好 还想给西方那投名状 护法 何该与我结教有缘 日记系统声音落下 顿时无数道文涌入阴渊十海当中 九转玄元宫 玄妙深邃 实乃无上功法 玄宫一转 地仙境 玄宫二转 天仙境 玄宫三转 真仙境 四转 玄仙 五转 金仙 六转 太乙金仙 七转 大罗金仙 八转 混元金仙 准圣 九转 混元大罗金仙 圣人 三轻 西方二圣 推演出的九转玄弓 八九玄弓 只是残篇 而系统奖励的九转玄弓 是完整的盘古功法 修炼可直达混元大罗之境 且是肉身 元神双修的无上功法 因缘感知十海功法 嘴角微翘起弧度 呵呵 回陵渊岛修炼 一条黑色龙影 划过九天 飞往了东海之兵 六尔弥猴钻入山林后 按照仙长嘱托施展爬云之术 向西方爬去 通天教主 则是拦在了六尔前往西方的必经之路上 低空云海飘渺 六尔也没个修行功法 只能爬云 陡然间 听到背后传来声音 猴头 六尔回头 看见了一青年道人 其身着一袭青山道一 五官英俊帅气 背负着一把仙剑 六尔浮动 并没有听出他法力波动 只能感觉 他浩瀚宛若大海 磕头就拜 拜见仙师 仙师教主啊 有什么事吗 通天教主双眼微眯 打亮着六尔良久 缓开口 猴头 你与无结教有缘 可愿拜本座为师 结教 本座 六尔陡然睁大了双眸 眸底激动 呼吸急促 满脸不敢置信 您 您 是上青圣人 动 动 动 六尔趴在云层上 磕头大拜 激动的身躯不断颤抖 小猴愿意 小猴愿意 愿意拜上青圣人为师 六尔本想着前往西方 拜入西方教 当的记名弟子也好 无论如何 没想到会遇到上青圣人 而且 上青圣人 还要收自己为徒 六尔感觉有些如梦如幻 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通天嘴角微翘起弧度 如今后便叫六尔吧 随微师回京熬岛吧 是 是是 弟子六尔 拜见老师 六尔弥猴去西方路上 被通天截狐 而与此同时 西方 菩提树下 准提静坐在菩团下 周生泛音阵阵 一箱扑鼻 面色是固有的忧愁疾苦 猛地睁开了眼 不对 刚刚感觉到有机缘来了呀 怎么突然间消失了 街影面色同样忧愁疾苦 师弟 莫要磨正了 西方贫瘠无比 哪里来的机缘 准提脸色 变得很难看 不对劲 十分不对劲 苦啊 实在是太苦了 苦涩的眼泪 划过准提的脸颊 无西方 何时才能大兴啊 东海之冰 凌渊岛 银渊从武夷山回岛 已过去了千年 静坐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掉万古 空军 千年光景 银渊将落宝金钱中的禁制 炼化到十层 已然能发挥出裸宝威能 同时 祖龙珠源源不断地 将聂力转化为金纯龙力 银渊顺利突破智谷 达到了真仙后七境 且开始修炼 九转玄渊弓 将玄渊弓修炼至二转 肉身强度提升数倍 法力亦变得更加浑厚 玄渊弓 每转一次 难度都是成几何时倍增 但却能极大提升修饰能力 一身法力 比先前浑厚了倍瑜 动 金敖岛处传来悠扬终生 十年后 金敖岛讲道 又到了讲道日子 去听老师讲道 说不定能突破至真仙巅峰 银渊正欲出道 一缕金色流光落下 银渊师兄 呵呵 金语师弟 见着是金语师弟 银渊笑着走上前 千年不见 师弟修为更加浑厚了 师兄修为也进步极大 千年不见 两人漫步云海 向金敖岛走去 边闲聊 师弟 你没在烫妖族的浑水吧 金语若若回道 没 从昆蓬那借来了河图洛书 就再没烫浑水了 哦 真的借来了河图洛书 嗯 昆蓬直接借了五百年 白泽妖圣他们 布置出了周天星斗大阵 不得不说 师兄真乃神人眼 嘘 低调 低调 不多时 茵渊与金语行至今熬岛 万仙云集 皆赶往了庇游宫 没有一名修士 愿意错过圣人讲道 茵渊失跌 身后 响起轻柔道音 茵渊回头 双眸瞳孔微微张缩 明亮的眼睛 映出一道极美的亮影 见过云霄师姐 云霄她穿着一袭紫色长裙 身材窈窍 仙裙裙白飘逸 一双眉腿 匀衬称而又紧致 绝美的五官姿容 搭配着一头秀丽的紫色长发 当真惊艳美到了茵渊 茵渊狗屎运气 被老师提拔进了内门 芸霄微笑打了声招呼后 便进了毕游宫 茵渊跟着芸霄进了毕游宫 成为内门弟子后 再听到就有专属的座位了 而且位置还十分靠前 茵渊找到自己专属的铺团 轻坐下 身后传来黑黑笑声 仙长 欧布茵渊师兄又见面了 耳熟的声音 茵渊回头 震惊住了 悟草 六耳弥猴 你怎么在这 而且 还坐在内门弟子扑团位置上 师兄 俺运气好 本来想去拜师的 没想到遇到老师 六耳也是猴精 拜入结教后 绝口不提 曾想往西方拜师的想法 茵渊当然不可能再提 让他去西方拜师的事 结教先 万分团结 林荣忍二五载 茵渊能够感知到 六耳修为波动 玄仙巅峰 而且修行的是九转玄弓 马德 真不愧是混世似猴 有名师教导后 修为突飞猛进 茵渊只能全当六耳运气好 仅能拜见老师 拜入结教 做内门弟子 也没什么意外的 六耳资质不错 且老师肯定知晓 法不传六耳 之意 所以 老师收下一个资质不错的弟子 实属正常 大殿中 上青道运环绕 通天教主从殿后现身 静坐在蒲团上 圣人目光略会议地 看了一眼茵渊 心底呵呵 无结教多一名护法弟子 没想到吧 呵呵 没想到就对了 开始讲道 通天教主心情愉悦地 开始讲解上青道法 讲道内容是 真仙至大罗精仙修为之法 真仙至精仙部分 茵渊听得如痴如醉 仅听到二百年 便再次突破了智谷 达到了真仙巅峰 距离玄仙仅有半步之遥 讲道持续到五百年时 通天教主双眸微缩 嗯 紫霄宫诏令 紫霄宫义室 圣人道音戛然而止 殿中万仙 缓缓从如痴如醉的状态中醒来 红军道祖传诏 为师即刻前往紫霄宫 如等回去好生体会道法 认真修炼 是 弟子谨尊老师诏令 万仙同时应声 茵渊心底则暗道 巫妖亮节结束近两千余年 此次道祖传诏 他是要清定天庭之主了 出了碧游宫 茵渊回了临渊岛 静坐山崖之巅钓鱼 此刻修为是真仙巅峰 仅差半步便可突破至悬仙 悬仙 修得一口悬中仙气 方才真正迈入了仙者之列 招游北海木苍吾 闭关之前 茵渊又写了一篇日记 洪荒九天之上 无尽星辰闪烁 地火风水涌动 视为混沌 通天教主脚踏虚空 一瞬便降临了混沌 混沌当中 有一山矗立 名誉金山 山中有一道宫 名为紫霄 古朴 典雅 深邃 玄妙 通天教主正朝紫霄宫走去 感知到圣人石海里的日记副本更新了 原神翻看日记本内容 巫妖亮节结束几千年了 道祖紫霄宫一世 定然是商议天庭天尊之位 通天教主会一点头 天庭之主 补权洪荒空缺 还是很有必要的 无图多宝 绝对适合做天庭之主 随后 通天又微微皱眉了 红军这老灯 其实心里早就想好人选了 天庭之主 绝对轮不到四教弟子来做 红军老师 早就想好了人选了 轮不到四教弟子来做 那洪荒当中 哪个修士敢做 紫霄宫中三千克散修 明和 杀气太重 昆鹏 太过桀骜 镇原子 扶得真仙道也合适 估计打死六圣都想不到 红军老灯 会让开门童子浩天 来当天庭之主 什么 浩天 那个开门童子 通天教主 双谋有些怀疑 浩天 区区一看门童子 何得何能 不从四教弟子担任天庭之主 估计也是红军老灯 为寻求六圣之间平衡 嗨 浩天重立天庭 必定百废待兴 职位空缺 可惜 六圣心中偏见太重 直接看不起浩天 竟没有一位圣人 愿意让弟子上天庭任职 去天庭任职 难道不香吗 铁饭碗 且治理乌妖留下的烂摊子 能得大功德 唉 风神亮节 四教弟子混战 连诸圣都亲自下场了 陨落后 真灵归风神榜 还不是给天庭风神 还不如早去早享受 提前两个大劫肉身成神 香香的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 获得奖励 香火炼神道 混沌星辰之上 通天教主十海看完日记 睁大了双眸 再次被震惊住 风神亮节 诸圣弟子惨死 真灵归风神榜 竟是为了给天庭风神 浩天小儿 何德何能 竟敢号令圣人弟子 早去早享受 提前两个大劫肉身成神 通天教主 泥南自语 风神亮节之前 还有一个大劫 此刻天地清明 天机清晰 但通天教主 依旧推测 不到分毫节气 三地 通天身后 响起枯木道音 大兄 二兄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脚踏虚空走出 混沌之息 泛阴阵阵 泛香扑鼻 街影 准提爬云而来 身上穿着满是补丁的破旧道衣 西方路途遥远 我师兄弟二人来迟了些 见过三清道兄 原始天尊面色阴逸 冷哼了一声 永远是这套无耻的说辞 造化阴云浮现 女娲溢到了混沌 见过诸位师兄 六圣走至紫霄宫前 通天有些心不在焉 还在回味着日记内容 由于许久 张嘴想要向大兄 二兄说日记副本之事 但又想到三清一家 不过如此 又闭上了嘴 三弟 太清老子微微皱眉 大兄 无事 浩天 姚池 竟站在紫霄宫门前 朝六圣行礼 见过师兄 师姐 嗯 五圣随意应声 唯有通天教主 略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浩天 姚池 浩天 一斩两师 准圣后期修为 丝毫不若似教 狄传弟子 尤其还是红军老师的弟子 圣人师弟 红军老师定期为天庭天尊 还真的有可能 浩天 姚池 为看门童子 见完礼后 缓推开了紫霄宫大门 六圣走进了紫霄宫 大殿 道台之上 站着一穿着朴素道衣的老道 身形消瘦 背对着宫门 看似寻常 但周身 散发的道玉玄妙 却是远胜过洪荒六圣 见过老师 六圣行至大殿正中 恭敬行礼 嗯 红军环转过身 面色平淡 谋底无一丝 人性 色泽 此为天道红军 巫妖两族大打出手 致使洪荒天帝崩坏 亿万生灵叠血 两族业力深厚 帝君 太一 归于五行 十二族巫真灵回归天帝 洪荒天帝无主 然须补全洪荒天庭 重立天庭 天帝到国比肩圣人 由统御洪荒诸天万界之责 今日召集如等一事 何人可谓天庭之主 红军道因冰冷 且有巨大威压威势 红军道因落下 准提谋底变得火热 紧忙上前 急促道 老师 我西方教药师 有大复原 大悟性 大毅力 绝对适合做天庭之主 呜 苦 西方灵脉毁于一旦 太苦了 还望老师怜悯我西方 准提先是推荐了药师 紧接着痛哭卖惨 还未等红军应声 原始天尊皱着眉头 冷声道 无东方之事 与你西方何观 皆引面色忧愁极苦 兴君老师 颜天庭之主 统于洪荒诸天万界 又岂有东西之分 面色宛若枯木的太清老子 缓开了口 接引道兄所言差矣 妇神开天辟地 洪荒分东西南北 西方修士若当天地 东方修士如何服众 女娲一开口 十大金屋 还有小金屋尚存 紫城复业 可当天地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接引 准提同声开口 妖族挑起洪荒大劫 滥杀生灵 业力深厚 如何再当天地 四圣vs女娲 女娲微叹了一口气 退了回去 不再开口 太清老子面色波澜不惊 缓开口 人教玄都 可谓天地 原始天尊打断了太清老子的话 无产教广成子 资质绝顶 根教身后 浮原魂后 可谓天庭之主 通天教主犹豫许久 才缓出生 要不 让多宝试试 原始天尊立刻皱眉 三弟 辱教弟子 披邻戴甲 卵化师生 只修法力 不修德性 浮原有亏 实在难做天庭之主 通天教主虽然已经知道 结教弟子 做不了天地 但听到二兄这般说自己弟子 面色也沉了下来 无结教弟子 如何只修法力 不修德性吗 补天时 无结教万仙出动 维稳天地 功德加深 气运加深 浩瀚如海 难道不比二兄弟子更有浮原 原始天尊最引以为豪的 便是坐下昆仑十二经仙 见三弟拿那些乌烟瘴气的结教仙 与昆仑精仙比较 面色再次引以下来 三弟 辱教中弟子 披邻戴甲 卵化师生 这还需要二兄再说吗 二兄 披邻戴甲 卵化师生又如何 难道就没有浮原 通天教主心头 亦涌现了怒气 原始天尊张嘴 正欲再说 被太清老子出言打断 二弟 三弟 修要再起争执 红花白偶青和叶 三青一家 此刻在紫霄宫 还有外人在 再起争执 岂不是落了三青面皮 准提看乐子 心底笑呵呵 单纯看热闹 不嫌失大 接引瞧着原始天尊 与通天教主起了争执 微微皱眉 眸底金芒闪烁 三青铁桶一块 西方将永无东径的机会 准提再次重申 要是有毅力 大悟性 大复原 可谓天庭之主 太清老子 欲让玄斗当天地 原始天尊 极力推荐广城子 通天教主沉声不语 未在言语争风 争了也是白争 武圣争执许久 竟站在道台上的红军 陡然开口 浩天可谓天帝 瑶尺可谓天后 崇立天庭 统域洪荒诸天万鉴 殿中 武圣声音戛然而止 震惊不可置信 什么 老实说什么 让浩天当天帝 区区看门童子 何德何能 殿中 吃瓜看戏的浩天的 也惊呆了 茫然地指了指自己 啊 我 随后是无比的狂喜 浩天 乃混沌丸石化形 资质极佳 准圣后期修为 实力浑厚 当然是有巨大野心的 若不是红军老爷点画 浩天还是一块混沌丸石呢 当然了 给红军老爷看大门 也没什么不好的 只是当洪荒天庭大天尊 对浩天而言 更加地海阔天空吗 浩天表示 我实在是太想进步了 红军面色平淡 无甚表情 目光环视六盛 浩天当天帝 如等可有意义 太清老子微皱眉 原始天尊面色阴逸 接影 准提面色 忧愁极苦 女娲叹气 通天教主 谋底金芒闪烁 果然 是浩天 红军指定浩天 自然已算决断 六盛哪里敢出言反驳 再不舒服 也得忍着 同声开口 老实英明 红军缓点头 随手挥动 道运连衣波动 一面镜 一株 灵根旋力在半空 此为阴阳镜 未属极品先天灵宝 可探查洪荒天地 人水盘桃 极品先天灵根 可注入二人 崇立天庭 浩天面色激动 双手颤抖地接过阴阳镜 磕头大败 弟子 多谢老爷 姚池接过了人水盘桃 弟子多谢老爷 定会助浩天师兄 统预好天庭 红军诱言 崇立天庭 维稳洪荒 可寻辱师兄相助 说吧 红军身影隐去 浩天收回阴阳镜 走向六盛 恭敬行礼 浩天见过诸位师兄 等蒙老爷器重 让师弟 做得天庭之主 天庭在巫妖大战中 毁于一旦 百废巨星 师弟手下无人可用 还请师兄 师姐相助师弟 浩天放低了姿态 恭敬恳求 太清老子面色平淡 宛若枯木 波澜不惊 原始天尊面色铁青 圣人目光看着浩天 宛若在看智障 天庭之主 统预诛天 本做到要看看 如敢统预 无欲亲弟子否 原始天尊一挥一袖 踏入虚空 离开了紫霄宫 师兄门下 仅有玄斗一人 还要传承道统 无法相助师弟 太清老子说罢 也转身下了混沌 女娲圣人摇头 师弟 师姐魏力大叫 没有弟子 无能为力 说罢 女娲一回了挖皇宫 浩天看向了街影 准提 街影 准提面色忧愁极苦 西方本就人丁稀少 还要去帮浩天 除非脑子进食了 师弟 不是师兄不想帮忙 只是我西方弟子没有服员 悟性不太够 毅力也不行 实在帮不上师弟 说罢 街影 准提连忙回了西方须米 朱胜敷衍推辞 是为了给道祖个面子 否则半句话 都不会与浩天多说 浩天微叹了一口气 心中已有预料 但借着朱胜是这个态度 还是感觉重立天庭 没那么简单 似乎有些寸步难行 而就这时 一双厚重的大手 轻拍了拍浩天的肩膀 浩天茫然抬眸 上清师兄 您怎么 通天教主听到红军老师 指定浩天为天庭之主时 第一意识意识不屑 但玄机想到了日记中所写的 成剑 偏见 便及时调整了道心 成剑 是一座大山 根深蒂固在修士心中 撼动成剑大山 绝非意识 但通天教主生性豁达 又有提前预料 故而已消灭了成剑 天地之位 注定充满荆棘 好好干 师兄觉得 你可以 浩天心底备受震撼 满是惊骇 感动 诸圣 都是不羡 唯有通天师兄 愿意与自己多说 且鼓励自己 多谢师兄 师弟有个不情之请 浩天出射大卫 天庭成为废墟 手下真的无人可用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手下无人可用是吧 师弟你说个数 既然 结教是在封神大劫中覆灭的 而封神大劫 又是为天庭封神 那通天所幸 提前让弟子们 全部肉身成神 那岂不是就不用封神了 浩天听着通天师兄话 神情微微一愣 震惊地开不了口 师兄 什么叫师弟说个数啊 通天教主 一感到自己太过 慷慨了 便又轻笑道 师兄的意思 要帮手 好说 好说 浩天心底万般感动 万般激动 缓缓举起了三根手指头 五 通天教主 微微皱眉 浩天紧忙改口 三 三个 三百个呀 嗯 道也不算多 师弟 一言为定 通天教主 点头应声 什么 浩天瞪大了双眼 满脸不可置信 惊骇无比 我只想 要三个帮手而已 浩天及时闭了嘴 三百就三百 凌冤岛 日记系统提示音落下 恭喜宿主获得 香火炼神道 无数玄妙道文 涌入凌冤石海 天地初开时 先天灵气浓郁 激进雾化 但连番亮节大战 灵气已有退化之势 巫妖过后 步骤仙山崩塌 地火风水 肆虐洪荒 灵气再度退化 但总而言之 天地间灵气 还是比较充沛的 香火炼神 我要这玩意儿干嘛 银渊并未太关注这个功法 香火有毒 修饰沾染 会被香火中复杂的念力干扰 并不利于修行 而香火炼神道 则是能够完美解决 香火有毒的问题 但问题是 银渊也没有香火之力啊 且 再洪荒 心神 银渊静坐在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掉万古 前修九转玄元宫 上清仙法 五百年沧海一宿 银渊体内的先力浑厚 真于圆满 哦 一声嘹亮的龙吟 响彻陵渊岛 银渊显现龙区本体 跃入东海 搏击三千里海浪 肆意踏浪 道区内迸发玄妙仙气 胸中 修得一口玄气 顺利正到玄仙之境 迈入玄仙之境 实力大涨 楼椅地位略微提升 再回到陵渊岛 便见着六尔 身着一席滑稽的道医 手里捧着鲜果鲜酿 抓耳挠腮地等待 恭喜师兄突破 嗯 师弟客气了 银渊扫了一眼六尔迷猴 心底突破的喜悦的彻底消失了 踏马的 这猴头竟然突破到惊仙了 五百年前 还只是玄仙巅峰 果然 没有比较 就没有伤害 师兄 俺最近修行有点不顺畅 还请师兄指点 应渊连连白手 师兄才突破这玄仙境而已 哪里能指点惊仙师弟 六尔态度愈发恭敬 双手奉上鲜果鲜酿 师兄比俺早败进教理 会得肯定比俺多 求求师兄了 好好 你小子 应渊会得 还真比这猴头多 行了 坐下一块论刀吧 于是 两人便坐下论刀 上清仙气 阴云环绕 应渊为其讲解 九转玄缘弓玄妙 六尔听得如痴如醉 师兄 怎么感觉 你给俺讲的玄弓 比老师 传得还要玄妙啊 通天传授了六尔九转玄弓 仅是阉戈版 而应渊修炼的是 完整的九转玄缘弓 哦是吗 错觉而已 老师是太阳 光辉照耀九天 师兄只是营火 哪里有颗比性 应渊随口说 德蒙通天教主不弃 收应渊入结教 给了一线生机 应渊在结教待了万余年 也有感情了 纵使知晓结教会覆灭 但心底 也不想结教被灭的惨 传授六尔完整的九转玄弓 也算是帮老师 培养个结教护法 这也是应渊力所能及 做的小事了 紫霄宫中方半日 洪荒已过去了千年 六尔得应渊教导 完善了九转玄弓 一身法力比先前浑厚了贝鱼 更是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突破至了金仙中期 而应渊突破玄仙中期 还遥遥无期 Doom 金敖岛传来巨仙终生 老师从紫霄宫回来了 应渊与六尔 腾云驾雾 朝金敖岛飞去 必由宫内 万仙来朝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 五等拜见老师 行 不知老师传召五等 多宝等嫡传弟子 疑惑出生 巫妖劫后 帝骏 太医归于五行 十二组巫真灵回归天地 洪荒无主 然 洪荒须重立天庭 统御诸天万界 维稳天地 多宝谋底瞬间露出期待 老师 那是哪一教弟子 做得了天庭之主 天庭之主 非多宝大师兄不可 结教一众记名弟子 开始拍起了多宝彩虹屁 就连金陵圣母 无荡圣母 归零圣母 也觉得大师兄适合 通天缓摇了摇头 天庭之主 非四教弟子 而是由红军老师指定 浩天为天地 瑶池为天后 圣人道阴落下 必由宫中万仙议论纷纷 什么 竟是浩天 看门童子浩天 何德何能 他敢统御圣人弟子 哼 竟不是多宝师兄 我求手先第一个不服 我灵牙先也不服 唯有因缘情绪正常 浩天当天帝 嗯 洪荒剧情 通天教主余光 瞥了一眼阴渊 缓声道 肃静 我 必由宫大殿 立刻恢复安静 通天教主目光 看向狄传弟子 多宝 精灵 无荡 龟灵 功名 云霄 穷霄 碧霄 随士七仙 罗轩 吕月 嗯 还有阴渊 六耳 如等准备准备 即刻前往天庭树植 圣音落下 必由宫大殿 寂静无声 静道可以听到真落声音 多宝 三大圣母 赵功名等一众敌传弟子 面色惊骇 满脸不可置信 老 老师 方才说什么来着 让咱们去天庭树植 什么意思 没懂啊 老师 让咱们去天庭认植 究竟 发生圣魔事了 包括音渊 也彻底被震惊住 误草 没听错吧 老师 竟让敌传弟子 全都去天庭认植 敌传弟子 都走了 结教还剩啥 不科学啊 诡异 洪荒有这段剧情吗 诡异 太诡异了 老师一直是这么慷慨的吗 音渊万般惊骇 但却不得不说 老师 又双若着把路给走宽了 老师 为什么啊 结教万仙 一口同声 恭敬谦卑 弱弱出声询问 他浩天不过是一个看门童子 何等何能敢统御 我结教仙 通天教主耐心开口 浩天乃为师师弟 又是道祖指定的天地 如等前去帮帮忙 亦是顺天行 嗯 狄传弟子算是挂名 通天教主让弟子去天庭任职 一是为了崇立天庭的大功德 二则是为了规避道统覆灭的大劫 是 无等谨尊老师法旨 多宝等一众弟子 虽心有不甘 但却不甘忤逆老师法旨 恭敬出声应下 通天教主思索片刻 又传令道 长尔定光仙 留在金敖岛 绝对不能给阴冤正念 乖徒儿勾搭长尔定光仙的机会 至于怎么处置长尔 通天心底已有想法 将计就计 当然了 通天不善阴谋诡计 但更不是傻子 多宝众笛传弟子 会议看了一眼长尔 全以为老师还在推演万仙大政 才留下的师弟 笛传弟子 隐约知道老师参无万仙镇的想法 就连阴冤也以为 老师是在仓乌万仙镇 留下长尔 是打算将六魂翻交与他 阴冤小幅度地摇头 没法跟老师说 长尔是叛徒啊 万一长尔现在还没叛教 自己就成挑拨离间的了 死罪 两日半后 树道流光飞出了金敖岛 去往三十三重天之上 天庭 原本的刁拦玉气 紫气生腾 此刻已完全沦为了废墟 千疮百孔 满目窗疑 浩天 姚池望着无尽废墟的云海 头皮亦十分发麻 哎 崇立天庭 必将艰难无比 事后还要昭告洪荒天帝 万族如何服众啊 还有桀骜的圣人弟子们 通天师兄真好 答应了会派出三百名寄名弟子相助 浩天心敌感激不已 直至 树道流光穿过破旧的南天门 多宝高声喊出声 平道多宝 见过浩天天尊 平道精灵 无荡 归灵 赵公明 见过大天尊 英渊 见过大天尊 浩天望着修为不若自己的多宝 有些傻眼 有些微麻木 多宝失职事来 当然是来天庭树职 浩天彻底被惊害到 什么 树职 浩天有些不敢相信眼前 结叫狄传弟子都来了 上清师兄不是说三百寄名弟子 成 黄 成 孔 通天师兄 好像并没说是寄名弟子 啪 浩天猛抽了自己一巴掌 虚幻的有些不真实 狄传弟子都来了 我浩天何得何能啊 多宝 三大圣母 赵公明 三霄等敌传弟子出手 帮浩天清理天庭废墟 速度无疑快了许多 英渊也十分卖力清理废墟 似乎看到了一条 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有 判入 西方交的想法 也只是为了苟活 逍遥天地 但 此刻进入天庭 捞个神纸铁饭碗 难道不香吗 时间宛若细杀 不经意间流逝 百年光景 结叫众敌传弟子 已驻浩天 姚池清理完了天庭废墟 见过天尊 多宝 三大圣母 赵公明等一众敌传弟子 心里虽瞧不上浩天 但还是老是奉了老是赵令 既来之 则安之 浩天面色激动 心底万般感动 通天师兄 真的是实在人啊 洪荒六圣 五圣都看不上浩天 唯有通天师兄 愿失以援手 古往今来 锦上天花翼 雪中送探南 浩天向多宝仲仙行礼致献 多谢诸位了 待吴重立天庭 必不负诸位 浩天又怎会辜负结叫弟子 热情赤诚之心 我 浩天周深准盛后期 道运连衣积荡环绕 祭出了浩天境 阴阳境 昭稿洪荒 巫妖一役 帝郡 太一归于五行 十二祖乌真灵回归天地 天庭无主 吴浩天奉红军道祖赵令 今日重立天庭 以浩天境 镇压天庭气韵 洪荒天地 巫为大天尊 以先天极品 灵根人水盘桃 镇压天庭气韵 瑶池抛出了人水灵根 灵根落于一果园 化为九千株盘桃树 天庭 烈 轰 翁 九天气韵浮动 浩天立天庭 补全了洪荒天地 自有天道功德奖励 两道粗壮的气韵 分别涌向了浩天 瑶池 浩天周深气势开始攀升 以浩天境 寄托自身执念 斩 浩天借助立天庭气韵 成功斩却第三师 修为提升到准圣大圆满 瑶池一斩却第二师 修为提升到准圣中期 浩天心底 有万般乾坤沟壳 意气风发 目光又看向了多宝 三大圣母等结教仙 天庭当中 多宝当为北极紫卫大地 金陵圣母 当为沟臣上宫大地 武当圣母 当为东华帝君 瑰陵圣母 当为南极长生大地 天庭 当有四地拱卫中央 好天天地 大地之下 天庭当有八部 云霄当为斗部斗母援君 穷霄为雷部天尊 碧霄为水部星君 赵公明 为财部玄坛天尊 宇悦为温部天尊 应渊为中坛元帅 统领天庭武营 天兵天将 好天道应宁众 昭告洪荒 赤丰 结教仲仙 应渊听得一愣一愣的 乱了 全都乱了 多宝当了紫卫大地 精灵师姐勾成大地 云霄师姐当了雷部天尊 这神职也不对口啊 公明师兄当了财神 这倒是挺对口的 应渊 身为结教内门弟子 虽没捞到一个大地的职位 但中坛元帅 统领天庭武营天兵天将 十全也极其大了 这昊天怕是童子当酒了 一下子还不知洪荒险恶 竟把十全职位 全给了结教仲仙 这天庭与结教天庭有何意 而就在昊天重立天庭 赤丰结教仲仙时 洪荒震动了 守阳山 八景宫 太清老子宛若枯木的面色 威起波澜 嗯 三帝竟让弟子全都去天庭任职 太清元神沉入天道 想要推算缘由 未推算到分毫原因 三帝 形势愈发古怪起来了 昆仑山 玉须宫 燃灯 南极仙翁 昆仑十二惊仙 节奏在玉须宫中听道 听到浩天道音 皆是冷笑一声 洪荒天帝 汝为大天尊 哼 区区一看门童子 敢统御无昆仑仙吗 哗众取宠的小丑作态 多宝 为北极紫卫大帝 广成子又听到浩天 逐一赤风结叫众仙 神情也是一愣 随后露出鄙夷嫌弃 身为圣人弟子 进去给那童子当臣子 太义真人 道德天尊 林宝道君 皆摇头讥讽 当真是拉低了 五等圣人弟子的身份 端得不要面皮 自甘堕落 则则则 昆仑十二惊先揭示摇头 丝毫不掩饰谋底的面试 原始天尊高坐诸天庆云之上 沉下了脸色 披灵戴甲 卵化失声 乌烟瘴气之辈 无可救药 显然 结叫弟子给浩天当臣子 拉低了圣人弟子身份 丢了圣人面皮 让原始天尊极其不悦 西方 菩提树下 准提羡慕的直流口水 怎么都去天庭任职了呀 结叫一众敌传 何该与我西方有缘 若是都来西方 无西方何仇不能大心 羡慕 极度浩天小儿 操 皆引面色忧愁极苦 似在沉思 通天教主的用意 结叫众敌传弟子 提前肉身成神 于天庭开府建崖 便履行起了大地 大神职责 治理洪荒 维稳天地 千年之后 九天云海 陡然落下树道粗壮的功德气韵 分别涌入多宝 三大圣母 赵公明 云霄道区内 天庭重立 百废待兴 各司其职 维稳洪荒天地 自有大功德可拿 多宝周身道运翻涌 法力变得浑厚 可惜了 离斩第三师 还差一点点 而这时 精灵圣母周身道运 真于圆满 祭出了先天灵宝四项塔 以上品 先天灵宝四项塔 寄托自身恶念 斩 下一刻 精灵圣母周身道运翻涌 气势攀升 已然达到了准圣中期 武当圣母轻贺一声 以翠光灯 寄托自身恶念 斩 武当圣母 气势攀升到准圣中期 接下来 瑰灵圣母成功斩阙第二师 云霄以混缘惊斗 寄托自身善念 成功斩师 由大罗金仙境 迈入了准圣行列 赵公明提升至大罗金仙巅峰 乌云仙突破至太乙智骨 正得大罗道骨 于悦达到太乙金仙巅峰 一时间 结教众仙修为皆是飙升 实力至少提升一个层次 英渊作为中坛元帅 统御天庭五营天兵天将 发展千年 手下也有了十万天兵 一万天将 义士获得了许多天道功德气韵 但英渊没敢借助天道功德气韵辅助修行 天道有私 借助天道气韵功德修行 无异于给自己上了一层枷锁 故而 只能将气韵功德注入祖龙珠中 加速转化聂力 修行速度 稳中有进 如今 已是玄仙中期修为 天庭 结教众仙纷纷展示 太乙突破大罗 金仙迈入太乙 气势宏大 无疑震动了洪荒 菩提树下 准提眼珠子变得通红 药师 弥勒 快 随为失去天庭拜访浩天 捞气韵功德 皆引面色忧愁极苦 这时才明悟 通天教主竟是为了 功德气韵 守阳山 八景宫 无为太清道运环绕 老子枯木的双眸闪烁 三帝 竟有如此谋划 玄都 天鹏 如二人走一趟天庭吗 是 弟子景尊老师赵令 与此同时 昆仑山 广城子面色宛若猪肝 冷笑 哼 不就一些功德气韵吗 太乙真人沉着脸 结教仙 当真不要面皮 竟将重立天庭的功德 全部占完 云中子微叹了一口气 精灵 无荡 归灵 云霄 皆斩一师 诸位师兄师弟 当真只是一些小功德吗 天庭 摇持仙境 准提穿着破旧的衣裳 领着嫡传弟子要失 迷勒到了天庭 浩天师弟啊 先前师弟问 西方弟子能不能到天庭任职 师兄的回答 是能 师兄把要师 弥勒领来了 供师弟拆遣 当然了 师兄不是看上了 重立天庭的功德 维稳洪荒天地 这也是西方的责任 准提笑呵呵的 所以师弟 还有什么大帝之位 给要师 弥勒安排一个 浩天听着准提要求 面色平淡 心底则是冷笑 天庭废墟时 不见西方援手 如今天庭出力 体系已经运转起来 这回倒是要来分天庭的器语 想趁火打劫天庭 哪有这般好事 浩天微叹了一口气 准提师兄啊 师兄可知 通天师兄为了帮师弟 派来了多少弟子 足足三百名啊 天庭还是废墟时 通天师兄雪中送炭 帮助师弟 师弟自然不能让 结教师之们心寒 赤风神味 如今天庭哪里还有空缺啊 准提典型的不要面皮 继续笑呵呵道 师弟说的师兄都明白 但诺大的天庭 总能安排下要师 弥勒吧 浩天面露为难 陈寅许久 不瞒师兄说 如今盘桃园还缺一位土地神 替天庭管理盘桃园 嗯 还缺一名布袋仙 师弟 盘桃园与布袋仙 分别是几品啊 浩天如实道 盘桃园乃无天庭种地 土地神足足有八品 布袋仙也不简单 负责先验过后打包回收 是从八品 浩天说完 准提面色 愈发忧愁极苦 身后的药师 迷了脸上涌现了怒气 无药师 大罗金仙修为 堂堂西方叫圣人嫡传弟子 做一名八品神 吴弥勒 太以金仙巅峰 圣人弟子 八品 浩天 药师 弥勒虽穷 但有骨气 老师 这天庭不带也罢 准提见两位弟子暴怒 脸色也沉了下来 大喝一声 糊涂 那盘桃园里 可不是普通盘桃 而是几品先天灵根人水盘桃 当了土地神 岂不是能捡到些烂桃子 人水盘桃啊 还有不带鲜 负责鲜艳打包 就不能眼疾手快 把别人没吃完 通通打包 带回西方 啊 药师 弥勒傻眼了 准提眼珠子微微泛红 药师 弥勒 为师知道 让你们当个八品神是委屈了 但为师没办法呀 你也知道 咱们西方的情况 穷啊 贫瘠啊 鸟路过 甚至都不愿意拉屎 八品先就八品先吧 也算是个肥差 能给咱们西方捞不少油水 准提示传音于药师 弥勒 药师 弥勒 见着老师红了眼眶 无可奈何的痛心 心底都生出愧疚 弟子不委屈 一切为了西方 药师面色凝重道 大天尊 无药师愿意去盘桃园当土地 弥勒也开口道 好叫大天尊知晓 平道有意灵宝 名人重待 能够装下乾坤山河 打包先 呸不带先一职 使乃为平道量身定做 浩天见着药师 弥勒态度 也傻眼了 本来拿这个两个职位 是想劝退西方交的 但浩天完全低估了 准提的不要面皮 堂堂圣人弟子 八品先也干啊 浩天无奈 话都说出去了 只能点头 既然药师 弥勒师直觉得没问题 便可以 药师 弥勒送准提老师出南天门 准提面色变得凝重 向两位弟子 嘱托了十六字方针 务必记住 吃天庭的 喝天庭的 临走还要拿天庭的 是 弟子紧记老师嘱托 准提临走 又贪婪地吸了几口天庭灵气 转身回了西方 美芝芝啊 瑶池仙境 西方弟子前脚刚走 南极先翁与广成子 便走进了瑶池仙境 目光环是浩天 未行礼 欲清圣人法指 昆仑十二金仙入主天庭 南极先翁可为南极长生大帝 广成子为北极子为大帝 太乙真人为东华帝君 赤金子为沟臣大帝 余下上仙 分别入主八部正神 浩天静坐在地座 听着南极先翁广成子开口 面色变得茫然 有些愣神 旋即 浩天面色铁青阴溢了下来 不说行礼参拜天尊就算了 再怎么说 吴浩天叫玉清圣人师兄 也是产教仙的师叔 南极先翁广成子毫无尊敬 眼神中满事不屑 让浩天极其不爽 接玉清照令吧 南极先翁广成子 面色平淡 命令语气 巫妖结束 洪荒百废待兴 天庭四方大帝 八部正仙 乃是十打十转功德气韵的肥差 产教仙 看不上浩天天庭 但却看得上天道功德气韵 浩天心头怒火中烧 大骂开口 接你麻痹 南极先翁 广成子皱起眉头 呵斥开口 浩天 如敢违抗玉清圣人诏令 唯你麻痹 天庭不欢迎产教仙 请离开天庭 浩天心底怒气翻涌 但还终究不敢对产教弟子出手 广成子面色变得铁青阴翼 不遵圣人 当法 广成子寄出半截板砖 朝浩天打去 半截板砖 乃原始天尊收走的半截不周山所练 威力巨大 浩天一怒了 区区大罗惊仙巅巅峰 如何敢对本帝出手 浩天周身准胜威势激荡 随手一挥 打飞了广成子 浩天竟白光一闪 定住了广成子 南极先翁阴沉着脸 浩天小二 如何敢对五产教弟子出手 嗡 又是一道白光 定住了南极先翁 还未等浩天承借广成子 南极先翁 天界虚空陡然震动 三宝玉如意划破长空而来 挟着欲卿圣威 浩天 不遵圣人 当法 三宝玉如意落下 浩天竟灵宝光芒 变得暗淡无比 倒飞回浩天体内 再观浩天 竟被圣人随手一击 打落地位 身形狼狈至极 天庭崇立 结教弟子批邻戴甲 卵化师生 只修法力 不修德性 浮原浅薄 如何做得天庭地位 无产教精先 资质绝佳 根脚 浮原身后 如何做不得天庭地位 浩天 莫要不识天朔 原始天尊圣鹰 邪无上大威压 天庭 摇持仙境 浩天身着华服 一击被打落地位 身形狼狈 哪里还有一丝大天尊的威严 浩天阴沉着脸色 心头浮现巨大的无力感 不成圣 终是蝼蚁 多宝 精灵圣母 无荡圣母等结教敌传 也感知了摇持仙境 面色不太好看 但还是依旧朝着半空虚影 恭敬行礼 见过欲清师伯 哼 原始天尊冷哼了一声 披霖代甲 卵化师生 当真瞧不上浮原 浅薄的结教弟子 多宝行礼参拜完 便直言质问 无等结教先 如何做不得天庭地位 大胆 放肆 得不配位 还敢质问老师 一旁 广城子 南极仙翁冷声呵斥 多宝面色阴沉 广城子失地 无已经准圣后期 如仅准圣初期 谁才是得不配位 广城子怒了 多宝 安敢折辱平道 广城子祭出翻天印 向多宝砸去 多宝双眸不屑 多宝塔 准圣后期法力 轻而易举 鸡飞广城子翻天印 多宝塔于威 砸向广城子 半空 原始天尊虚影面色阴逸 只修法力 不修德性的孽障 安敢在圣人面前行凶 当罚 三宝玉如一邪 欲卿圣人威势落下 直习多宝 多宝到巨呆滞 被圣人威压锁定 毫无反抗之力 阴冤心紧张到嗓子眼 对小辈出手 真踏马是要面皮的 原始天尊啊 我 一道清平剑气 划破虚空 冲天而起 挡住了原始天尊的 三宝玉如意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衫 从虚空走出 面色不怎么好看 二兄 何故对无门人出手 无节教先 坐不得天庭地位 如铲教弟子便可以 原始天尊面露不悦 三弟 汝门中弟子浮缘浅薄 只修法力不修德行 坐天庭地位 徒增效量 无产教弟子 资质 跟脚 浮缘皆是身后 如何做不得 通天教主心头涌现怒火 二兄 如弟子是弟子 无弟子便不是弟子 原始天尊皱眉 心底更加不悦 一道太清道运环绕 太清老子从虚空走出 面色宛若枯木 古井不波 二弟 三弟 修德再起争执 见过大兄 通天教主 原始天尊 暂惜了争执 见过太清圣人 浩天黑着脸见礼 太清老子受浩天行礼 声音无甚感情 直言道 天庭崇立 为洪荒天地最高统一机构 治理洪荒 当有平衡 太清老子言外之意 大仙大神之位 不得由结教弟子全站了 通天教主听着大兄所言 神情微微一愣 还以为大兄是来主持公道的 远处 阴冤微微摇头 圣人争斗 全是为了气宇 天庭崇立前 四教无义 瞧得上浩天天庭 更不愿让弟子前来任职 丢圣人面皮 如今 见着节教先在天庭任职 有大功德气运嘉奖 便全都眼红 争先恐后的来了 能让诸圣不要面皮争夺的 无外乎就是气宇 还未等浩天应声 便见着太清老子 周身道运浮动 膳师飞出 无为太上老君 浩天见着太清老子 愤出膳师 也不好 直接打落圣人面皮 便直言道 太上老君 可入主天庭都率功 浩天又继续道 得蒙红君老爷看重 让弟子浩天 重立天庭 统欲洪荒诛天万鉴 浩天不敢懈怠分毫 终初步建立了天庭体系 天庭先神之位 已无空缺 还请太清师兄 育卿师兄回吧 不若便随师弟前往紫霄宫 请红君老爷定夺 浩天整理华服 忍住了心头怒火 大声道 言外之意 这天庭 乃是吴浩天的天庭 不是诸圣的 吴浩天想任命 谁当四方天帝 便任命 谁当四方天帝 诸圣若是不服 便一块前往紫霄宫 请红君道祖做主 原始天尊面色铁青 冷试着浩天 太清老子 面色宛如枯木 并未开口 显然 太清 欲清至天庭 还未瓜分到足够好处 怎会罢休 而就在这时 天庭虚空颤动 陡然浮现一道紫色道文 六胜一事 道文 玄妙 深邃 乃红君道祖赵令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心头大惊 竟惊动了红君老师 浩天嘴角微翘起糊涂 老爷给我撑腰了 浩天一挥一袖 高坐回了地位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不敢磨蹭 极客撕裂虚空 赶往了混沌紫霄宫 天庭这场闹剧争夺 暂时结束 赵公明面色猙獰 祭出了二十四颗定海神珠 广城子师兄 南极师兄 来来来 别走 与师弟做过一场 中坛元帅武营神将府 阴冤微微叹气摇头 又继续写起了日记 从今日来看 杰教 产教的矛盾愈演愈烈 产教骨子里清高虚伪 压根看不上吴杰教仙 吴杰教仙亦是讨厌产教仙 通天老师与原始天尊间的隔阂 不断变大 就算吴杰教仙 提前两个大劫肉身成 神 恐怕依旧避不过封神大劫 天庭无神可用 浩天向红军道祖哭诉 只是开启 封神的一个直接原因 而主要原因 是三皇五帝时代 产教金仙辅佐薛元人黄不利 命犯杀劫 根本原因 是天地间的劫气堆砌到了极点 亮劫自行演化形成 就像龙汉乌妖亮节那般不可避免的大势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 获得奖励三光神水一滴 天外天 视为混沌 通天教主原神当中 感知日记内容更新 便翻看查阅 愈发皱起了眉头 劫教产教矛盾愈演愈烈 直接原因 天庭无神可用 主要原因是 产教先命犯杀劫 根本原因是 天地劫气堆积的天道大势 就像龙汉 乌妖亮节那般 不可避免 通天教主面色沉了下来 就人族也好 劫教补天也好 让狄传弟子上天认知也罢 这些都是通天教主在做的尝试 想办法 增强劫教气韵 避免在 风神亮节 终劫教道统覆灭 但似乎 看阴冤的意思 风神大劫 还是不可避免 通天教主道心 愈发烦躁 风神之前 还有一劫 三皇五帝时代 人族当心的时代吗 混沌 三清 街影 准提 女娲圣人 走进了紫霄宫 红军身着一袭 朴素不一 静坐蒲团 周身道运玄妙深邃 五等见过老师 洪荒六圣 行之大殿正中 恭敬行礼参拜 道台之上 红军威闭着双眸 道运涌动 威压远胜六圣 六圣互相对视一眼 再次出声 不知老师传召五等 如等对老道 让浩天做天地 是否有什么不满 红军威闭双眸 缓开口 底下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心底一景 万般惊骇 惊恐 老师真的要为浩天做主 武圣这才猛然意识到 虽瞧不起浩天个看门童子 但无论怎么说 浩天是道祖指派的天地 亦代表着道祖的面皮 打了浩天的脸 亦是打了道祖的脸 街影 准提看热闹 不嫌是大 西方教又没逼迫浩天 准提抓到落井下石的机会 老师 吴西方教没有不满 已让药师 弥勒去天庭任职 职位随便由浩天师弟安排 道士原始道兄 对浩天师弟出手 似想操控天庭 准提笑呵呵道 原始天尊面色铁青音意 怒道 准提 羞得血口喷人 无何时要操控天庭 太清老子微皱眉 连忙道 弟子并无干涉天庭的想法 通天教主一开口 结教弟子 已帮浩天师弟 重立了天庭 道台之上 红军缓睁开了双眸 眸底是 人性 的凝视 注视着原始天尊 此为红军 并非天道 原始天尊面露惶恐 紧忙出口狡辩 弟子绝无干涉天庭之意 呵 红军轻笑了一声 视线扫过六圣 道运阴云环绕 紫霄宫大殿中 陷入了寂静 红军警示点到为止 并未再提天庭之事 巫妖一役 巫妖两族烂造杀戮 业力深重 已然退出了洪荒天地中央 巫妖过去万年 当有天地之主角出世 道运 恢复了冷淡 无甚感情 六圣在台谋 望了一眼红军道祖 其谋底的 人性 已然消失 此为 天道红军 太清老子沉默片刻 恭敬上前 巫妖败退 洪荒万族征徽 哪一族可谓天地之主角 通天教主心底早有答案 果然 下一时代 是人族大兴的时代 红军淡然开口 洪荒中有种族 生来便有灵性 且每一独立个体 皆有独立思考能力 顽强 聪慧 坚毅 未知人族 道音落下 底下五圣面露惊骇 什么 人族当为天地之主角 人族先天孱弱 与洪荒万族 压根没有可比性 纵使是女娲此刻也震惊无比 先前创造人族 只为了补权造化之道 得大功得成胜 却无论如何没想到 有朝一日 人族将会成为天地之主角 女娲心底不由地涌现懊悔之意 当初不应该放任妖族屠戮人族的 女娲贵为人族圣母 在妖族屠戮人族时 并未出面 人族圣母威名 或多或少受到了损失 太清老子枯木般的眸子 此刻也浮现波澜 守阳山的人族被屠戮一空 人叫一位出手 甚至说 洪荒万族 皆未对人族施以援手 唯有结教 武装官的镇原子 出手救了人族 太清老子眸子不经意看了一眼通天 心底暗暗沉思 三帝先前出手救下人族 是有意 还是无意 到台之上 红军再度开口 人族大兴 当有三皇五帝出世 统御人族 问鼎洪荒大陆 通天教主谋底金芒闪烁 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 果然与《殷冤日记》中所写一般 老师 何为三皇五帝 人族当有大贤出世 分别为 天皇 地皇 人皇 五帝 皆可称为人皇 三皇道国 比尽圣人 死 诸圣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三皇道国 竟比尽圣人 不死不灭 万劫不朽 人族 不简单 当有三皇五帝之师 辅佐人族人皇 待人皇 功德圆满归位 亦可得大气韵功德 六圣听到 当有三皇五帝之师辅佐 心头变得火热 三皇五帝之师 助其人皇圆满 大气韵 大功德绝对不能错过 三皇五帝何该与我西方 六圣正欲开口 红军道应淡然 开启三皇五帝信武 还未出世 待其出世 再来紫霄宫议室 开启三皇五帝 红军说罢 身影缓缓消失 六圣恭敬大败 五等恭送老师 六圣并未多言 转身回了各自道场 心底皆在疑惑 开启三皇五帝时代 那信武究竟是什么 守阳山 八景宫 太清老子端坐蒲团 玄都 弟子玄都见过老师 三皇五帝时代将起 辱回人族一趟 注意向三族打听信武消息 是弟子谨尊老师法旨 玄都 乃第一批先天人族 拜太清老子为师 是为人教唯一敌传 妖族屠戮人族 巫族奴役人族时 亦是未见到玄都出手 相救人族 昆仑山 欲虚宫 原始天尊高作于诸天庆云 面色不悦 本想让弟子去天庭 做四方天地谋划气韵 却不曾想 红军老师真的为浩天撑妖 原始天尊心底 在瞧不上浩天这个看门童子 此刻也不敢再去插手天庭之事 人族大兴 当有三皇五帝之师辅佐 广成子 南极先翁 太以真人如等即刻下山 前去与交好人族 注意打探人族信武 是 无等谨尊老师法旨 昆仑十二经先 燃灯 南极先翁 纷纷出了玉须宫 前往人族之地 而此刻 接应 准提已然化为苦行僧模样 渗透进了人族 到处宣扬西方有妙法 并在偷偷打探人族信武的消息 蛙皇天 蛙皇宫 女蛙身着一袭锦绣华服 静坐在蒲团 身旁悬着一个黄皮葫芦 葫芦口漂浮着一抹残魂 正是自曝原神陨落的福西西皇 哥哥 道祖言三皇五帝时代将起 但却须人族信武 女蛙声音温柔 看着哥哥残魂 眼底流露痛色 福西乃不周山出世的先天生灵 精通八卦推演之术 但此刻只剩下了一缕残魂 微叹了一口气 哥哥此刻不能帮妹妹推演出人族信武 女蛙神情变得落寞 感伤 人族当大星 已展现蓬勃生机 可哥哥却只剩下一缕残魂 一线生机究竟在哪呀 福西出身安慰 无福西无愧于妖族 今日能苟存一缕元神 已是滔天之性 东海之兵 金敖岛 水火童子敲响了金钟 便见着身在天庭的嫡传弟子 纷纷出了南天门 赶回金敖岛 这便是肉身成仙神的好处 依旧逍遥自在 不受任何拘束 金敖岛 必由公 通天教主竟坐蒲团 万先弟子来朝 道祖子萧公义士 言三皇五帝时代将起 须人族信物开启 届时会有三皇五帝之师辅佐 有大功德大器运 多宝面露疑惑 老师 该如何成为三皇五帝之师 通天教主缓摇头 暂时不知 但为师猜测 极有可能与人族信物有关 老师 那人族信物 究竟是何物 通天再摇头 三皇五帝 亦时一次大劫 天到天机并不清晰 圣人亦无法推算 底下一众弟子 思索一二 皆开口道 老师 人族与我结教交好 此刻需不需要弟子们 前往人族当中 通天教主稍作沉思 矫枉过正 太过刻意 便一切照常吧 是 弟子谨遵老师吩咐 结教万先退去 众敌传弟子 一半回天庭混日子 一半回了道场摸鱼 肉身成仙 自由自在 在天庭上班什么的 开心就好 阴渊回到了陵渊岛 静坐在山崖之巅 望着碧蓝无限 平静的大海 缓声泥南 起风浪 不过 风浪越大 鱼越贵 必由恭候殿 通天教主双眸盯着日记本 等日记更新 作为老师 通天已经摸清楚 这个乖图儿写日记的特点了 乖图儿数次提到三皇五帝 显然极其重要 如此重要之事 肯定是会写日记的 今天 又碰到云霄师姐了 云霄师姐穿着紫色仙裙 一袭紫色长发 腿好长 好白 松哥说 紫色很有韵味 成不起我也 通天教主看着日记更新内容 微皱起了眉头 这涅图 连师姐的主意都敢打 旋即 通天教主似乎又看到了一条 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这涅图 怕不是新属云霄吧 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 可以 结个道旅 此涅图老想着叛去西方教 如果与云霄结成道旅 这涅图还会叛教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今天老师召集万仙 言明了三皇五帝时代将起 嗯 巫妖退出洪荒中央天地 快万年了 人族也该登上洪荒大舞台 大兴了 但还需人族信物 才能开启三皇五帝 嗯 信物就是人族质保空铜印吗 通天继续看着日记 皱着眉头 人族质保空铜印 不过 听老师今天意思 空铜印似乎并不在太清老子那里 否则定然已开启了三皇五帝时代 那只有三个推测 在人族三族手里 或者在人族圣母女娲手里 亦或者在虚空乱流当中 等待时机出世 空铜印 这玩意儿不怎么出名 但可太重要了 可册封三皇五帝 谁要是有了空铜印 无疑就能决定三皇五帝之师的安排 唉 要是归我结教所有就好了 通天教主目不转睛地盯着日记内容 空铜印 可册封三皇五帝 决定三皇五帝之师 竟有如此作用 怪不得红军老师言 人族信物出世 才能开启三皇五帝时代 而与此同时 东海之兵 土壤肥沃 气候宜人 环境优渥 极其适合生灵生存 妖族屠戮人族 数千万人族 奔逃至东海之兵 得结教庇护 生存了下去 在东海之兵繁衍生息 经过数千年修养 族群数量再次突破百亿 人烟再次分布至洪荒大地 但东海之兵 却成了人族传承之地 只因人族三族 坐镇东海之兵 人族三族 乃第一批先天人族 分别是碎人士 滋衣士 有朝士 三族率领早期人族 走出艰难魂恶 大功德加深 皆有着太乙金仙巅峰修为 东海之兵 阔野平原 人族部落聚集之地 玄斗身着一席道一 走进了部落 玄都 见过三族 碎人士 自一士 有朝士 四五十岁老人模样 身上裹着兽皮 手里撑着木杖 气息并不怎么好 妖族入侵 三族拼死反抗 终不是对手 伤了本源 伤势颇重 还未恢复 三族面露和蔼微笑 玄斗回来了 快坐吧 玄斗与三族 同为第一批先天人族 视为老乡时 三族为人族尽心竭力 玄斗则是拜尽了人教 谢三族 玄斗虽为第一批先天人族 但如今威望却远不如三族 先前妖族大四 吐入我人族时 玄斗正在闭关 未能及时救援 还望三族见谅 玄斗致歉说道 碎人士沉默不语 吃点东西吧 四人围着篝火而坐 篝火正中烤着鱼肉 自一士 为玄斗切下了一片肥美的鱼肉 地语玄斗 玄斗接过鱼肉 并未吃 牟底威闪烁嫌弃 有朝是察觉到了 玄斗神情微妙变化 心底不经自嘲 人族奢望不可得肥美鱼肉 在他眼里 却是腥臭之物 不愿吃了 场面有些安静 玄斗又言 好在人族的苦难都过去了 如今狼们又恢复了生机 本来和蔼微笑的 姿衣是面色微沉 反问了一声 过去了吗 沉默许久的岁人士 亦沉痛开口 人族兴盛时 人口数量几近数千亿 却被妖族屠戮 巫族奴役一空 仅剩千万 深仇大恨 过去了吗 有朝是咬牙切齿 过去了 人族的血债 人族亿万亡魂 如何安息 玄斗 人妖不两立啊 这是无无数人族气血时 发出的血氏 三族同声道 玄斗面色平淡 古井不波 俨然是继承了老子的无为之道 妖族虽已退出洪荒天地 但白泽 纪蒙 殷昭等妖圣 并未陨落 人族若还如此记仇 恐惹来祸端 人族三族自嘲一笑 谋底涌现无数血丝 人族何时屈服过 就算是人族被禁术屠戮 弃血时屈服了吗 玄斗未在多言 两久后 三族恢复了平静 玄斗 这次准备 在部落待多久 待些日子 无人族还是有些资质不错的儿郎 正好为他们讲解一下金丹大道 玄斗缓出声 三族点头 那再好不过了 有玄斗教导 无人族而郎 会少走很多弯路 不多时 一名裹着兽皮的精壮男子 带着玄斗去休息了 三族站在简陋的巢穴门前 目光眺望着天地 狮神良久 缓尼男出声 玄斗 四 与我人族渐行渐远了 碎人士 发现了雷火 让人族吃上了熟肉 人族病死率得以下降 自一士 发明了兽皮 兽医 使人族有所遮蔽 由愚昧 向开明迈了一步 有巢氏 发现了巢穴 使人族有七夕之地 抵御酷暑寒冷 三族毕露蓝缕 率领早期人族 走出了困额 而就在玄斗拜访三族时 铲教惊仙 到了人族其余不足 广城子走在旷野当中 瞧见了许多人族 衣不避体 手抓着烤得半熟的血肉 大块朵鱼 甚至一男一女 就直接趴在草堆里 行阴阳之序 广城子愈发皱眉 这便是人族 愚昧不可及 毫无羞耻之心 先天孱弱 如何能成为天地之主角 广城子走进了一步足 步足首领是个中年男子 热情地拿树叶咬了清水 递上了烤熟的肉 先尝远道而来 还请不要嫌弃 广城子看都不看一眼 丝毫不掩饰谋底的不屑 污秽之物 中年首领尴尬地愣在原地 有些惶恐不知所措 清水 熟肉 这已经是人族最大的礼带了 广城子走至部落篝火旁 这里聚集了许多人族 篝火附近 竟还有个泥塑的雕像 雕像前 有瓜果 熟肉 清水供奉 泥塑雕塑形态依稀可认 是结教多宝道人 数千年前 多宝率领结教万先出金敖岛 至东海之兵 从妖族妖兵手里 救下了仅存的人族 人族而郎们 将结教仙的面孔 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并捏造了泥像 每日供奉 以表示感恩感谢 先前在天庭 广城子一招败给多宝 心中正直气愤 见着多宝雕塑 随手一挥 一道法力轰出 碰 泥塑顿时炸裂开来 于是 整个虎部落怒了 数十名精壮男子 手持长矛 将广城子团团围住 仙长 俺们人族 好生招待你 仙长为何打碎我人族恩人雕塑 今日必须给个说法 广城子面露不悦 冷声道 说法 多宝不过一鼠辈得到 只修法力 不修德性的孽障之辈 也配得生灵供奉 住嘴 多宝先师 乃我人族恩人 你不仅打碎了恩人雕塑 还出言侮辱恩人 我虎部落容不了你 便见着虎首领 率领着数十名族人 举着长矛 向广城子攻去 广城子嘴角露出不屑 引火安敢于 浩月争辉 哄 仅是道运冲击 便先飞了重精壮男子 坠落在地 没了生机 当真是 比蝼蚁还要孱弱 广城子也未想到 紧紧到运一阵 便将他们都给震死了 广城子悠然离去 重妇女 儿童围着死去 同胞尸体痛哭 而与此同时 鹰部落 毛部落 发生了同样的事 他以真人 挥手打碎了赵公明的雕塑 黄龙真人 挥手打碎了鹰鸢的雕塑 一时间 平静了许久的人族 又发生了流血 人族祖地 一名精壮男子 仓皇慌乱 走进三组的巢穴 活祖 虎部落死了几十个同胞 鹰部落死了百余名同胞 毛部落也损失惨重 是铲交的仙人们 来咱们人族了 碎人士 自义士 有朝事 面露悲愤 可恶 当真可恶 可嗨嗨 三组震怒之下 牵动了伤势 咳出了血迹 三组 最近也有人在咱们部落里 传西方有妙法 可度人 放屁 无人族被妖族屠戮的时候 西方妙法在哪 无人族女子 被巫族充当生育奴役的时候 西方妙法又在哪 碎人士破口大骂 有朝事搀扶着碎人士 大哥 三组目光凝望巢穴外 看到了一株大树在飘动 缓叹气出声 树欲动而风不止 玄都回来了 铲叫仙人下山了 就连西方也来渡人了 那一物 无人族护不住 护不住 小风 快去告诉北玄 让他去祖地取出东西 送去金腰岛 要快 名小风的精壮男子 连连点头 是族长 小风为人族佼佼者 修得道法 有地先进的实力 为人族高手 东海 靠北的部落 有一条玄水大河 人族数个部落沿河而居 15年前 大河部落诞生了一名婴孩 一出世 身上就有金光环绕 震惊了数个部落 三组闻讯赶来 皆是惊叹婴孩资质 远胜过先天人族 三组对婴孩 寄予了深切的厚望 为其取名为北旋 小风遇着清风 昼夜不停地 跑到了大河区域 站在岸边 呼喊 北旋 北旋 大河波涛汹涌 却可以看到 一名15岁的少年 正在河里 嬉戏玩水 波涛的河水 在其身下 变得软绵绵的 再无一丝威力 少年似听到有人喊自己 双掌一拍 激起浪花 纵身跳上了岸 只穿着半截瘦皮 肌肉线条优美 十分精壮 脸上还有着稚气 风大哥 怎么了 少年正是北旋 三组传令 让你速去祖地 将东西带到金鳌岛去 风面色无比凝重认真 很重要吗 风大哥 要不你去送吧 我还约了 风眼部落的小伙伴 去打猎呢 风着急了 急切无比 这是比打猎更重要 三组亲自传令 事关咱们人族安危 非你不能 北旋年幼贪玩 但也知晓事太严重了 便连连点头 好 我这便去祖地 便见着北旋纵身一跃 跳入大河 沿河水一溪 遁行了千里 北旋资质极佳 出生十五载 稍稍修行 如今便已是 旋仙巅峰修为 可谓是恐怖如斯 三组更言 北旋之姿 绝不若于洪荒 先天生灵 北旋一路遁去了 人族祖地 人族祖地 不在东海 而是在布州山区域 人族为圣母 用泥塑了行宫 妖族屠戮人族时 并未破坏女娲行宫 而空铜印 便是让三组 藏在女娲圣母雕塑之下 东海之兵 玄斗感知到 产教惊仙也来了人族 便知晓 其意是为人族信物而来 便再次拜见了三组 三组 玄斗此次前来 是为人族信物而来 希望三组能将信物介于人教 人教避讳住人族大兴 三组 人族信物与我西方有缘 只要借给我西方教 人族必可得无上妙法 实现大兴 要是 弥勒走进了巢穴 见过玄斗师兄 吴东方之事 与西方合观 广城子沉着脸 身后是昆仑十一金仙 一同走进了巢穴 见过玄斗师兄 昆仑十二金仙 朝玄都建立 亦是对人族信物 势在必得 与此同时 一生金凤提名 凤女娲娘娘法指 信物当带回蛙皇宫 金凤 乃女娲圣人 坐下坐骑 身份等同弟子 金凤与人产西方交弟子不同 是代表女娲圣母而来 三组即刻恭敬大拜 圣母娘娘 与此同时 北玄已经到了人族祖地 从泥塑下拿到了空铜印 于是急忙朝东海之兵飞去 东海之兵 三祖朝学 玄斗 耀师 弥勒 广城子等昆仑十二金仙 皆聚于此 诸圣弟子 面色淡然 声音冷漠 无甚感情 还请三祖 交出人族信物 圣人大叫 自会庇护人族 庇护人族 哼 哈哈 有朝室 自一室 冷笑大笑 巫妖亮节游在眼前 亿万同胞无助绝望的哭泣 就在耳边环绕 人族气血时 圣人大叫在哪 诸圣弟子 齐聚人族 丝毫没有商量的语气 而是强夺的姿态 吭腔 朝学外 金凤提名 凤女娲娘娘法指 人族信物 带回蛙皇宫 三组面露悲窃 同时行礼 五等拜见女娲圣母 刷 玄兜 药师 弥勒 广成子 太乙真人等金仙目光 齐刷刷地锁定了金凤 三组态度可以强硬 不服圣人大叫之令 但却要遵循女娲圣母之令 这事 造人 知恩 有朝室 自一室 目光同时看向了碎人士 大哥 碎人士微叹了一口气 转身走向巢穴最深处 不多时 捧着一簇火种走出 先天碎火 来碎人士钻木取火成功后 天道降下大功德 形成的人族火种 亦是人族圣物 瘟 瘟 先天碎火 安静地燃烧着 散发着功德之火 映照着重金仙 玄兜 药师 弥勒 广成子等昆仑十二金仙 目光皆凝望着碎火 被其功德表现所欺骗 谋底浮现金芒 这就是 人族信物 碎人士悲愤的目光 环视重金仙 最后落到了玄兜身上 玄都 今日产教先逼迫人族 西方教逼迫人族 你玄都 也要逼迫人族吗 碎人士双眸 凝望着玄都 玄都 是第一批先天人族 是无数人族同胞的始祖啊 玄都面色古井不波 人叫一为人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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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人士连说了三声吼 看向玄都的眸子 彻底变得暗淡 由期望 到失望 玄都 他真的与人族渐行渐远了 他玄都 再不是人族始祖 侵害人族利益 是为人间 碎人士悲愤 将仙天碎火扔出了巢穴 铿呛 金凤提名 闲注了仙天碎火 欲飞往三十三重天之上 嗡 巢 巢穴内 众仙身影一闪 追向了九天 要是 弥勒 面色忧愁极苦 高声喊道 金凤道友请留步 这人族信物 与我西方有缘 广城子面色阴异 金凤 留下人族信物 翻天印 广城子准圣法力涌动 祭出翻天印 碰 翻天印迎风而掌 化作一座小山 静止地砸中了金凤几倍 铿呛 金凤吃痛 发出哀鸣 闲着的先天碎火掉落 玄斗 药师 弥勒 太乙真人 赤金子等仙 身影闪烁 皆朝人族信物飞去 太清仙气 欲清仙气 西方范香 三股气息纠缠 大打出手 争夺先天碎火 广城子 而敢 洪荒九天之上 陡然响起一声怒威 一道红色流光 自九天而落 直袭广城子 女娲并未创立大教 坐下金凤 是坐骑意识弟子 哼 天地间又响起一声冷哼 翡翠霞光 由昆仑山而出 三宝玉如意 挡住了女娲的红袖球 人族信物 与我西方有缘 街影 准提撕裂 虚空现身 准提祭出七宝妙术 刷下了先天碎火 西方 该死 原始天尊冷喝一声 祭出了先天至宝盘古番 盘古番发出混沌白光杀气 硬生生地逼退了准提 街影面色忧愁极苦 祭出街影宝状 触手抢夺先火碎火 哇 一股阴阳气息 由守阳山而出 道运连衣 席卷鸡荡荒 阴阳二气 在洪荒九天 形成了一幅阴阳于图 阴阳循环 声声不息 在半空旋转365周天后 猛然轰向街影 碰 太清老子 与街影圣人之力相撞 掀起道运 激荡整个洪荒 街影连退数万里 周身金芒大作 头顶十二品功德金莲 借助无双防御 才堪堪稳住身形 街影双眸在望向虚空 眸底满是忌惮 不愧是 开天三宝太极图 太极图 位属先天至宝 来开天三宝之一 有无上威能 太清老子从虚空走出 缓抬手 接住了先天碎火 原始天尊面露不悦 敬备 大兄夺了去 原始天尊心头极其不爽 但此刻却是不能对大兄出手 女娲美眸阴沉 造化圣人之力涌动 挥动红袖球 继续打向太清老子 女娲深知 人族信物 关乎着福西哥哥的一线生机 绝对不能放弃 太清老子尽力虚空 窥然不动 任凭红袖球袭来 碰 碰 红袖球撞到太极阴阳二旗上 灵力的攻势 显得软绵绵的 红袖球 品皆未属 极品先天灵宝 而太极图 乃是杀伐防御兼备的 先天之宝 女娲如何能破得了 太清老子防御 街影 准提对视一眼 范音阵阵 欲在出手 嗡 一股玄黄气息 笼罩在了太清老子头顶 下一刻 苦涩的泪水 从准提眼角滑落 痛 实在太痛了 操 这踏马还怎么打 太极图 玄于九天之上 威慑诸盛 而玄黄二旗 正是先天极品 功德灵宝 玄黄玲珑塔 防御无双 街影 准提穷比一个 街影宝壮 七宝妙术 只是正道灵宝 威能无穷 但跟老子相比 却是一个大大的穷比 无杀伐之力 如何能破太清老子的防御 唉 街影面色忧愁极苦 人族信物到了太清手中 看来人族三皇五帝时代 是要由太清主持了 玄斗面露喜意 恭敬上前 恭贺老师 还未等玄斗说完 太清老子圣人元神 进入先天碎火中后 面色骤然一变 不对 此非开启三皇五帝 所需的信物 哇 下一刻 太清老子圣人目光 锁定了东海之兵 诸盛皆是发现异常 原始天尊 女娲 街影 准提面露星星 还有转机 诸盛目光 皆是锁定了东海之兵 便见着 一孱弱的人族 正低空 飞掠过东海 人影浮动 激荡起千层海浪 纵浪而行 显然 潺弱人族 他的目的地是金牢岛 准提面露大写 继续高声大喊 人族信物 何该与我西方有缘 七宝妙朔 范香扑鼻 刷向了潺弱人族 北旋 准提 当真本作的清瓶 不利否 哄 我 清瓶剑气 冲天而起 无双剑翼 席卷横扫 环宇八荒 一朵青色剑气莲花 在东海海面绽放 紧接着便是无双剑气 冲杀准提 一个照面 击飞了准提的七宝妙末术 撕碎了准提到一 直接打落准提面皮 但准提完全不在乎面皮 爱最毒的打 但人族信物 必须要归西方 师兄 我拦住通天 接引默契出手 太清老子 面色宛若枯木 尽力在虚空 原始天尊面色不悦 玉清道运环绕 却没有出手的打算 红花白藕青荷叶 三清是一家 此刻三清关系还好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自然不会在洪荒当中 光明正大的对通天教主出手 让修士看笑话 但 老子 原始 也为出手相助通天 那名孱弱人族 是奔着金敖岛去的 太清 玉清不能从通天教主 那里直接夺 但却可以看通天落败 从接引 准提那里夺 于是 接引 准提左右开弓 向通天包夹去 女娲抓住时机 再度祭出红袖球 无以人族圣母之令 人族信物 交与娲皇宫 北玄穿着兽皮单衣 体内的法力运转到了极致 人族圣母 不好意思 按北玄一生行事 从来不屈服于人 从来不拒 要听 也只听三组的 北玄继续向金敖岛飞去 女娲师妹 小二人族至宝空铜印 先做过一场 于是 洪荒东海之上 变成了通天一圣 独占接引 准提 女娲 道运碰撞 连衣不断 通天一圣之力 独占三圣 欲占欲勇 打得平分秋色 将上清圣人的狂 不羁 意气风发 体现到淋漓尽致 通天心头也有悲愤 悲愤的是 大兄 二兄 坐看外人围攻 却不曾出手相助 幽冥血海 明河面色凝重地 盯着东海混战 体会流转纵横的清平剑气 以完善自己的先天杀剑 北冥妖师公 昆蓬面色是固有的阴意 节节 打巴 不关老祖的事 万寿山 武装冠 镇原子也在观览着东海大战 洪荒万众大能 目光皆是聚焦于东海 圣人之间的斗法 绝对不能错过 体会圣人道运 对修行大有必义 通天教主一圣战三圣 还是太过勉强 中剑落于下风 朱仙 通天教主 踏浪万丈高浪 缓开口 吐出两字 嗡 煞世间 洪荒天帝风起云涌 平静的天帝 陡然凶煞之气涌动 太清老子枯木般的毛子 露出一缕忌惮 朱仙见证 原始天尊面色阴逸 非四圣不可破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分别对玄斗 广成子等十二金仙 使了个眼色 玄斗 广成子等金仙会议点头 化为数缕流光 朝禅若人族追去 朱仙见证一出 非四圣不可破 而街影 准提 女娲联手 仅有三圣 无论如何 是破不了通天教主的朱仙见证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故伎三清兄弟情义 又不能直接对通天教主出手 故而 唯一争夺人族信物的希望 便落在了弟子身上 这一世的台阶 小辈之间出手道法 较量一番 翻天翼 广成子准胜修为 速度奇快 两三息追上了北旋 面露杀鸡 准胜法力涌动 再次祭出了翻天翼 哄 碰 翻天翼硬生生 砸在了北旋脊背 可 人族之血 洒落长空 洪荒众大能望着翻滚的海浪 皆是摇头 翻天翼一击 毫不留情 那人族少年 断不可能存活 太乙师弟 速拿人族信物 广成子一击出手后 转身阻拦悬兜 为师弟们争取时间 太乙挥动浮沉 伸手向海浪中抓去 哗啦 万丈海浪落下 北旋体内周身法力再度涌动 忍着伤势 继续向金鳌岛方向奔逃 发生 什么事了 太乙真人傻眼了 铲教十一金仙 甚至包括洪荒万众大能 都傻眼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人族少年 顶多是玄仙修为 被广成子翻天印击中 竟然没死 铲教十一金仙离的最近 睁大了双眸 似看到了那人族少年身上 笼罩着一层厚重无边的金色气韵 卧槽 那是功德 怎么可能 一禅若人族身上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功德气韵 铲教十一金仙 继续向北旋追去 要失 弥勒 也已赶至 十五岁的北旋 此刻心敌已经破口大骂了 操 背后敲黑砖头是吧 广成子是吧 小爷记住你了 北旋被翻天印偷袭命中 亦是被砸得五婚八素 体内法力有些紊乱 法力难以为继 摇摇晃晃 一头跌进了靠近金鳌岛的 一座无名小岛 好巧不巧 坠落在山崖之巅 正在必死关的银渊 被大动静惊醒 四目相对 银渊凝望着跌在眼前的羞氏 四 四十个人族 北旋穿着兽皮 身上有大面积的淤血创伤 嘴角也渗着血迹 气息愈发沉弱 看了一眼银渊虚弱问道 你 你 你是结教弟子吗 平道银渊 乃结教上清圣人 坐下内门弟子 太 太好了 北旋颤颤颤巍巍 从怀中掏出一物 递给了银渊 三祖之令 此物 焦雨 焦雨金鳌岛 银渊定情一瞧 他递来的东西 是方方正正的 玉石色 其上有悬光银渊 嗯 与传说中的玉喜大小 别无二致 银渊下意识伸手去接 刚刚触碰到便感觉到掌心滚烫 卧槽 这踏马是人族至宝空铜印 银渊震惊了 刚触碰到便能感知到 此印与人族有着玄妙的联系 方方正正 玉石色 位属极品先天灵宝 且与人族气韵相连 这不是人族至宝空铜印 还能是什么 毫无疑问 这空铜印是个烫手的东西 谁懂啊 人在家中坐 烫手的山芋从天上来 银渊还未抽回手 虚空之上 陡然响起怒声抱贺 孽障 放下人族信物 披灵代甲 卵化失声的孽障 也敢染指人族至宝 浮原浅薄 何该陨落 虚空上 广成子怒声呵斥 银渊的脸 一下子黑了 披灵代甲 卵化失声 浮原浅薄 浅薄你麻痹 尼菩萨还有三分气呢 银渊虽是先天孽龙 但被这样止鼻子骂 还是头一次 银渊圣怒了 嗡 翻天印迎风而掌 化作一座巨山 朝陵渊岛砸去 银渊谋底沉着 先将空铜印收于原神 紧忙拽住了北旋兽皮衣领 上青仙诀 五行盾树 水龙盾 银渊拉着人族少年 逃出了陵渊岛 道一背后 已被冷汗尽尸 真男人 从不回头看 因为多看一眼 就会爆炸 本来就狭窄 逼着的陵渊岛 在翻天印一击之下 被彻底轰碎 沉入了大海 银渊彻底怒了 暴怒 先是被骂披灵代假 孽障 再是被毁了道场 银渊 八分虎 银渊面色铁黑无比 上青仙诀 上青神雷 银渊旋立于海面 半抬手 九天之上 风雷云集 嗡 翻天印从海底飞出 银渊眉头微皱 喉咙微动 上青仙诀之水盾 刷 一个大黑影 借助东海浪涛之势 转头就跑 银渊不过是 玄仙初期修为而已 跟广城子磕 脑子蠢蠢有磕 大到三千 狗到为王 猥琐留银渊 活着才有输出 孽障 休逃 太义真人冷喝一声 挥动浮沉 向银渊追去 北玄被银渊带着逃命 虚弱地开口质疑道 你 你真是结交弟子吗 上青圣人一打三 英勇无双 怎么会有你这么怂的弟子 打都不敢打 还算什么结交弟子 马德 操 闭嘴 带着你逃命 还踏马这么多事 跟我说谢谢了吗 麻痹的 快跟频道说谢谢 呼吸间 银渊以顿至金鳌岛外围 他以真人 面色愈发阴沉 没了耐心去追一个孽障 九龙离火 刷 便见着波涛如怒的东海面上 骤然浮现九头火龙 火龙速度极快 掠过海面 蒸发亿万吨海水 形成了离火大阵 杀向银渊 恐怖炽热的高温 席卷 银渊有些头皮发麻 九龙离火罩 上品先天灵宝 火非反火 九龙离火是三昧真火 六丁六甲神火 恐怖如斯 我银渊 哪怕踏浪而行 须一手 拽着这人族少年 也一样能逃出生天 师兄 救我 朝着惊熬倒 这一声 用尽了银渊所有力气 九龙离火穿过海面 已燃熄至银渊背后 而就在这时 东海虚空 骤然出现一头火鸟 火红银渊 鸟类形态 可以看到鸟会 鸟爪 以及柔顺的羽毛 全部由火组成 火鸭钻出 煽动翅膀 由九天俯冲直下 方才还有肆虐的九龙离火 看到了火鸭 像是老鼠见了猫一般的惊恐 全然没了灵力火势 火鸭落下 啄掉了一头狸火龙的眼 一爪子将狸火龙抓碎 火鸭再度煽动翅膀 仅仅两三个呼吸 无双利爪 便彻底抓散了狸火九龙 狸火九龙溃散 便成了狸火照灵宝形态 黯淡地飞回到了太乙真人手中 浩瀚云海中 环走出一道人 道人穿着火焰色红色道衣 火眸 火眉 火发 风神俊朗 身后悬飞着数不清的火鸭 道人嘴角微翘起不屑的糊涂 看了一眼太乙真人 漫不经心地声调 太乙师兄 你这九龙离火 也不行啊 来人 正式结叫燕中仙 罗轩 阴冤面露喜意 连忙上前 罗轩师兄 阴冤师弟 可曾受伤 罗轩与其关怀 眼里满是担忧 师兄来晚了 不安 师弟没受伤 好 没受伤便好 但师兄帮你讨回公道 罗轩一步迈出 背后三千火压跃动 组成了火压大阵 散发恐怖无上高温 直逼太乙真人 太乙真人满脸惊骇 忌惮地看着火压 他 罗轩不过是太乙金仙 巅峰修为 凭什么破了平道的九龙离火 那 那究竟是什么火焰 罗轩 太乙金仙巅峰修为 而太乙真人 为昆仑十二金仙 已是大罗金仙境 按照原来洪荒的剧情 罗轩三千火压威能 虽然恐怖 但此刻绝不是太乙真人对手 但 谁让罗轩祭练了九只金乌火焰本源呢 太阳真火 乃洪荒至强之火 太阳真火线 万火沉浮 正好把太乙真人刻得死死的 玄斗 广成子 赤金子 慈航 文书 朴贤 玉顶真人 钥匙 弥勒 皆是赶志 以群殴之资 VS罗轩 广成子面色铁青 祭出翻天印 欲镇压罗轩 一道金色流光 再次从云层中飞出 打退了翻天印 云霄在天庭任职 获得功德气韵 成功展示 一道紫色亮影 准胜初期的云霄 手持极品仙天灵宝 混元金斗走出 穷霄 大罗金仙后期 碧霄大罗金仙初期 一同随云霄走出 碧霄穿着青衫 性格最活泼 姻缘小师弟 别怕 姐姐来给你撑腰了 玄斗微皱眉头 踏步上前一步 云海中 陡然浮现万千灵光阴云 多宝身着一席素雅道一走出 品级虽都不高 但耐不住数量庞大 要是 弥勒忍不住流下了口水 好多灵宝 可真探马多宝啊 羡慕死了 多宝笑呵呵走出 玄斗师兄 欺负平道师弟算什么本事 哎 哎 无多宝与你做过一场 多宝天庭任职 亦得到了大功德契运 但未能再展师 此刻依旧是准圣后期修为 再观玄斗 清静太清人教资源培养 如今不过展了两师 准圣中期 无限接近后期的修为 还未等多宝出手 云海里传来一声虎啸 便见着赵公明 骑着坐骑黑虎 走出云海 穿着财神道衣 手持金色双边 背后悬着24颗定海神珠 嘟嘟嚷嚷道 斗法 哎 斗斗斗 多宝师兄 要不让师弟跟玄斗师兄做过一场 平道赵公明 生平善解斗 不善斗 最讨厌 争勇斗狠 啊 啊 啊 平道今天要打十个 赵公明 已然按捺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 只能大声咆哮了两声 胡闹 公明 广成子那丝教育你了 多宝出声 赵公明 此刻不过是大罗金仙巅峰修为 就算有24颗定海神珠相助 也绝非准胜中期玄斗的对手 广成子 准胜初期 修为华而不实 更适合公明师弟 赵公明猛拍了拍阴渊的肩膀 转而怒视广成子 广成子师兄 欺辱平道师弟算什么本事 阴渊师弟莫怕 师兄给你撑腰 赵公明一声怒吼 冲向了广成子 24颗定海神珠 精纯的法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赵公明道区内 显得赵公明法力好似永不枯竭 凭借着大罗金仙法力 竟隐隐压着广成子打 太乙真人 慈航 文书 朴贤 赤金子 玉顶真人皱眉 正欲出手 云海里 乌云仙扛着玄铁大锤走出 群殴 我结交最不怕群殴了 东海起风了 海面却依旧是乌泱泱的一片 海水印照着九天 精灵 无荡 归零三大圣母站在最前 身后是隋氏七仙 十天君 仪气仙 温仙吕月 万仙聚集 声势浩大 气势恢弘 一口同声道 阴渊师弟 师兄 勿怕 师兄 师姐 师弟 助你 阴渊嘴角微翘起了弧度 先是呵呵轻笑 然后是哈哈大笑 目光再看向广成子重惊仙 很能打 能打有什么用 出门在外 要讲背景 看人脉 不巧 背景人脉这个东西 平道恰好有一点点 于是 波涛汹涌 碧蓝无限的海面上 便有了这一幕 多宝万宝加身 压着旋斗打 赵公明 二十四颗定海神珠 补充法力 纤维纵横 手持双边 压着广成子打 罗轩顽虐太义真人 乌云先抱锤此航道人 随时七仙 加上十天君 VS昆仑石经线 又是在我 结教一教之底蕴 顽虐人产西方三教 再观圣人战场 凶煞之气聚集而来 皆引面色忧愁极苦 直摇头 苦涩的泪水 再次划过准踢眼角 苦啊 实在太苦了 女娲叹息摇头 太清老子 面色宛若枯木 见着结教万仙弟子 护住了那人族 也知晓夺不来空铜硬朗 便缓声道 人族信物已归结教 欲辱西方无缘 原始天尊面色不悦 结教万仙 披灵戴甲 卵化失声 孽障 都是浮原浅薄的孽障 原始一挥一袖 转身回了玉须宫 接影 准提 连连摇头 回了西方 音渊一晚西摇头 光天化日之下 不能给西方那投名状了 可惜 太清老子 一转身回了八景宫 女娲美眸复杂地 看了一眼通天 由于愁愁良久 沉生言 人族信物 暂归通天师兄 女娲自知夺不得 便退而求其次 卖了通天教主一个面子 西记 能够替福西哥哥 换回一线生机 女娲离去 昆仑十二惊仙 见老师离去 冷哼一声 皆不再与结交先争斗 退出了战场 欲离去 赵公明面露争鸣凶狠 广城子师兄休走 再吃师弟两遍 打沉了阴渊师弟的道场 就想一走了之 赵公明恶狠狠地 拦住了广城子 阴渊心头火热 十分感动 公明师兄 亲的 义父义母的亲兄弟 广城子自知理亏 又忌惮结交万仙之事 面色阴逸地掏出了一枚五转金丹 五转金丹 对应式的金仙镜 其中蕴含着充沛的仙力 对金仙镜巅峰修为 都大有弊意 樱渊不过悬仙初期 见着五转金丹 心头也一阵火热 好 赵公明一把将樱渊扯回到身后 瞪了一眼樱渊 好什么好 别说话 赵公明面色猙獰 浑身清金爆起 拿个破五转金丹 就想打发 其我师弟 目光短浅 凌渊岛 来东海 不可多得的洞天福地 广城子面色更加阴逸 又拿出一枚六转金丹 六转金丹 对应的便是太已经先进了 樱渊心头又是一阵火热 老师人樱渊 若若道 师兄 差不多可以了吧 见好就收 赵公明又瞪了一眼樱渊 给多宝大师兄拾了个眼神 哄 窝 多宝周深准身后期法力激荡开来 多宝与赵公明并肩而立 一口同声道 樱渊小师弟 可是贫道手足兄弟 挚爱师弟 得再加点 广城子面色铁黑 宛若猪肝 不情不愿地 又掏出了一枚六转金丹 赵公明收下 广城子师兄 广城子怒声 公明师弟 赵公明脸上的争鸣瞬间消失 笑呵呵的 没什么 多谢师兄了 赔了一枚五转金丹 两枚六转金丹 结叫万仙 才放昆仑十二金先走 樱渊师弟 给 赵公明伸手 将三枚金丹递于樱渊 樱渊拿了一枚五转 一枚六转 这枚就谢谢公明师兄了 赵公明面色骤然一变 啪 轻抽了自己一巴掌 懦儿问 师弟这是什么意思 要献师兄于不义乎 不是 师兄 广城子他打成了师弟的道场 这是理所应当的补偿 好 好谢谢师兄 樱渊害怕赤城的公明师兄 再抽自己大耳光 便连忙接住了金丹 通天教主瞧着这一幕 甚是欣慰 这 便是无结教万仙来朝的威力 结教万仙 同回了金敖岛 碧游宫大殿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 底下是万仙弟子 通天衣袖挥洞 上清法力法力 治愈了受伤的北玄 人族北玄 见过上清圣人 北玄不卑不亢地拜见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圣人神识略微扫过 嘴角微翘起了弧度 北玄 北玄 北海玄归转世之身 北玄 北海玄归元神转世之身 功德气韵加身 故而抗了广城子翻天印一击 屁事没有 就是北玄此刻还为拜师 还为系统的修行 为找回真灵状态 否则 广城子连北玄的皮都破不了 上清圣人 北玄奉三祖令 来金敖岛 将信物交予上清圣人 北玄再拜出生 随后目光看向了阴渊 阴渊抬手 从石海里取出空铜印 方方正正的白色玉石 老师 通天教主挥手 接过人族信物 圣人元神沉浸其中 亦是察觉到灵宝信息 空铜印 位属极品先天灵宝 能够沟通人族气韵 且有着明确的功能 侧封人族三皇五帝 乃至人族人皇 通天教主伸手扶过御石底部 御石下缓缓浮现了八个道文大字 寿命于天 寿寿永昌 天旨大道 并非天道 通天教主收下空铜印 双眸目光扫了一眼阴渊 嘴角微翘起糊涂 好 好 好 本座还想着 怎么提拔 你当狄传弟子 这不 送本座手上了 得空铜印 可行策立人皇之责 阴渊带回了空铜印 无结教占得先机 当有大功 阴渊 北玄 不是俺送来的吗 怎么成他了 多宝作为狄传大弟子 第一时间察觉到了老师意图 便连忙附和 老师英明 三大圣母 赵公明 云霄一开口 老师英明 阴渊可就慌了 弟子 只是顺手救下北玄 顺手带回空铜印 若非一众师兄相护 弟子万万带不回空铜印的 所以 这份功劳 是属于一众师兄师姐师弟们的 多宝 三大圣母 赵公明 三肖 随时七仙 听到云渊师弟所言 脸上揭露出笑意 好师弟 就是太过谦逊了 通天教主轻笑了一声 无结教得空铜印 众弟子皆有功 云渊心底松了一口气 但 云渊当为守公 有功 当赏 为师 欲收云渊为无结教 狄传弟子 多宝 三大圣母 赵公明 及万仙弟子 同时恭敬大败 老实英明 啪的一下 很快呀 英渊从一个外门弟子 变成了内门弟子 再由内门弟子 变成了嫡传弟子 坏了 我可能是想加入西方教啊 怎么混成嫡传了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山 静坐蒲团 嘴角翘起神秘的弧度 心底乐了 正念 乖徒儿还想叛去西方教 为师偏偏提拔 你当嫡传弟子 英渊带回空铜印 使得结教掌握主动权 如此大功 通天教主怎会放过提拔英渊的机会 英渊还想张嘴拒绝 便见着多宝 三大圣母 赵公明 三肖同时开口 小师弟 切莫妄自菲薄 是 弟子多谢老师怜悯 英渊无奈之下 值得印下老师的厚爱 何为嫡传 传承一教道统 责任十分厚重 成为嫡传 与结教的关系 更加密不可分 封神 使也会更加凶险 通天教主趁热打铁 大手一挥 赏赐下一枚七转金丹 一剑上品 先天灵宝 灵霄剑胚胎 金丹注入提升修为 七转金丹 对应的是太乙精仙中期静 蕴含浓郁的先力 能够辅助修士修行 灵霄剑胚 灵宝还未成形 便已是上品先天灵宝 如可直接祭练 得一剑上品先天灵宝 若浮渊身后 得造化祭练 剑胚未尝不能成长到 极品先天灵宝 弟子 弟子多谢老师赐宝 应渊恭敬大败 接下了七转金丹 与灵霄剑胚 大殿中 结教万位记名弟子 眼睛都羡慕红了 连忙恭贺 应渊师兄 当真是好浮渊 先是得极品先天灵宝 造化顶任主 又得老师上品 先天灵宝赏赐 浮渊逆天 无等拜见应渊师兄 结教万位记名弟子 皆是知晓 应渊成了嫡传 身份地位跃迁 成为了核心 自然顺理成章的抱大腿 高呼 应渊师兄 应渊连忙开口 诸位师弟 无须多礼 通天教主嘴角 又翘起不可察觉的神秘胡度 这不就对了 圣人目光 又看向了人族北玄 圣因关切 询问道 北玄 如可愿拜入结教 北玄神情微微一愣 自己只是来送信 却完全没想到 圣人想收自己为徒 北玄来到金敖岛 见到上清圣人倍感亲切 当然想拜入圣人大教当中了 北玄先恭敬一拜 随后惶恐出声 上清圣人 俺只是来送信的 能不能拜入结教 俺得回去和三祖说一声 请圣人见谅 结教万余记名弟子 脸上揭露出惊恶 这人族 少年怕是个傻子吧 老师亲自开口 恐怕会直接收他为敌传弟子 他竟然拒绝了 回去询问三祖的意见 人族三祖 称死了是金仙 太以金仙修为 意见有那么重要吗 记名弟子惋惜摇头 真想替他答应 而结教一众弟子 则用别样的眼光 看了北玄一眼 他 跟玄都不一样 若是别的圣灵 听闻圣人欲收徒 恐怕都不会思索 早就弃族群而去 立刻拜入圣人大教了 通天教主一心未点头 北玄 与玄归一般 重情义 玄归临死 都还在想着 背上圣灵的安危 北玄亦不愿弃人族而去 通天荡真十分欣赏这份品质 嗯 回去与三祖商议理所应当 北玄以为圣人会怒 没想到上清圣人这么通情达理 便连忙行大礼 多谢上清圣人 嗯 去吧 是 北玄公进退出了金敖岛 纵浪飞行 回东海之兵 毕游宫大殿 通天教主眼神看了赵公明一眼 赵公明立刻体会老师意思 立刻上前 老师 樱渊小师弟的道场 被广城子打沉了 弟子以为 应当让小师弟 在金敖岛重建道场 樱渊连忙摇头 不 此等小事 便不麻烦老师了 金敖岛下岛屿众多 弟子随便找一个就行了 赵公明狠狠摇头 不妥 小师弟都已经是狄传弟子了 怎么能随便找个岛屿当道场 岂不是让洪荒修士误会 无结教 苛待狄传弟子 实在有损老师盛名啊 通天教主微眯着双眼 坐下有这么一群体贴的弟子 真好啊 通天教主挥一点头 公明所言有理 樱渊便在金敖岛重建道场吧 圣人下令 容不得樱渊推托 弟子 多谢老师 樱渊出了毕游宫 微微摇了摇头 稀里糊涂 成为结教狄传了 我只想当个小透明啊 风神大劫 始终是压在樱渊心口的一块巨石 四圣联手对付通天教主 甚至红军都偏袒四圣 对结教而言 几乎是无解的局 樱渊微叹一口气 去重建新道场 金敖岛 乃东海最佳的洞天福地 先天灵气浓郁 岛屿十分广袤 多宝 三大圣母 随氏七仙等一众弟子的道场 结在金敖岛上 樱渊寻了一处山崖之巅 方便日常钓鱼 周围郁郁葱葱 先天灵气浓郁 樱渊寻了一块古墓 捐刻上了道文 名 凌渊 道场出城 然后 樱渊便后悔了 远处走来一道人 身形勾搂 红着眼珠 面容猥琐至极 带着笑容 樱渊小师弟 长尔师兄 哈 师兄道场就在这附近 没事 来师兄道场做做 师兄真的很想和师弟 深入论道一番 好 下次批定 长尔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樱渊 离去 樱渊沉下来脸 该死的二五仔 该死的兔儿眼 长尔叛教 并卷走了六魂藩 致使通天教主的底牌 万仙阵有缺 劫教才惨败 弟子死伤无数 樱渊有保命的想法不错 但却从来没想过 因保命而害死 劫教的师兄师弟们 而这长尔 却是完全的忘恩负义 完全不顾师兄师弟死活 樱渊的道 与长尔不同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修行 樱渊静坐在山崖之巅 拿出了一枚五转金丹 感受其中蕴含的磅礴 仙力 一粒金丹吞入腹 磅礴的仙力 在体内荡漾开来 蕴养樱渊的四肢百孩 樱渊全神贯注地 进入修行状态 借助祖龙珠 将先天聂力 转化为精纯的龙力 修为 稳中有静 东海之兵 三祖朝学 北玄向三祖复命 老祖宗 安已经把东西 送到上清圣人手上了 三祖伤势未愈 身形宛若枯木 脸上血色很少 听到北玄将人族质宝 送到上清圣人 这才露出欣慰笑容 辛苦北玄了 不辛苦 三祖 还有一件事 上清圣人想收案为徒 三祖面色骤然一变 谋底是犹豫 挣扎 担忧 北玄 毫无疑问是人族最杰出的儿郎 而上一个人族 最优秀的是玄斗 三祖都沉默了 三祖真的怕 北玄会成为下一个玄斗 遂人是微叹了一口气 北玄 你想拜上清圣人为师吗 北玄点头 想 有朝是张了张嘴 没说出话来 北玄牟底金芒闪烁 又凝重开口 咱们人族力量太弱了 如果再发生妖族屠戮人族 那样浩劫 咱们压根没有抵抗之力 所以 俺想拜上清圣人为师 修一身本事回来 保护族人 自一视牟底的犹豫 挣扎 担忧 随着北玄凝重的话 缓消散 想去就去吧 虽然是轻拍了拍北玄肩膀 面色认真 凝重 孩子 去吧 北玄告别了三组 回到部落 辞别了父母 踏上了前往金芒岛的路 人族三组 站于海岸上 目送着北玄离人族部落而去 有朝是谋底 依旧是担忧 大哥 万一北玄成为了下一个玄都 虽然是面色凝重摇头 不 北玄绝对不是下一个玄都 北玄此去 是要扛起我人族重任 自一是一凝重开口 且 结教 与人教 产教 西方教不同 不正是结教的不同 咱们才选择把至宝 交给结教吗 有朝是点头 是啊 结教与人产西方教不同啊 北玄穿过了层层海浪 抵达了金敖岛 前去碧游宫 拜见上卿圣人 此刻 通天教主正经坐在蒲团上 圣人之力进入空铜印中 空铜印可开启三皇五帝时代 当有三皇五帝之师辅佐 通天教主在犹豫 三皇五帝之师名额之事 就算通天手握空铜印 也没有可能将三皇五帝之师名额全战 五圣不会答应的 最稳妥的办法 便是看看 银渊是怎么写的 打开日记副本 银渊并没有更新日记 这小子不好好写日记 通天神识感知 意识知晓 这小子正在闭关修行 没空写日记 于是 通天教主便不急着前往子消宫议事 不多时 水火童子领着北玄走进了庇游宫 老爷 北玄即刻恭敬大拜 弟子北玄 愿拜上卿圣人为师 通天教主则倾笑摇头 本座可谓说 要亲自收你为徒 北玄傻眼啊 啊 那俺拜谁为师啊 银渊 通天教主早就想好了 让银渊收北玄为徒 有了弟子便多了羁绊 这一波 更加让银渊与结教关系密不可分 北玄更震惊了 银渊 那个连打都不敢打得耸 北玄想说耸笔 及时地咽了回去 毕竟是上清圣人的嫡传弟子啊 呐喊不败了 北玄面露为难 尴尬摇头 北玄就算是从金敖岛跳下去 就算是灰头土脸的回人族独自修行 都不愿意拜姻冤为师 反了你小子 当真以为无节教师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本座也不是好说话的 通天教主顾怒道 果然 北玄被圣人怒火 吓得面露惶恐 求求了圣人 放俺回人族吧 两日半后 北玄心满意足地出了毕游宫 去陵渊道场 找陵渊拜师 只因 通天教主亲自传授了 北玄上清仙法 并隐晦地表示了 紫电锤将会传给陵渊 紫电锤 位属极品先天灵宝 灵宝祭出 紫色雷火齐名 威能强横恐怖 但对节教而言 紫电锤的威能倒是其次的了 紫电锤 乃节教教主信我 至今没说传给谁 传下紫电锤 无疑是说明 上清圣人 把他是做下一任教主 来培养了 圣人不死不灭 肯定是没有下一任教主的 但是有副教主 小教主啊 于是 北玄便相当时序地表示 英渊 何该为俺老师 一旦上清圣人 把紫电锤传给了英渊 那英渊就是小教主了 而无人族北玄 便是小教主首席嫡传大弟子 北玄这笔账 还是能算明白的 北玄寻到了林渊道场 直接对着英渊大败 弟子北玄 拜见老师 英渊吸收完了一枚五转金丹 成功将修为从玄仙初期 提升至了玄仙中期 修为大掌 聂龙 百废之体 修行就是慢 英渊正在巩固修为 然后被拜愣了 北玄 你他妈在哇哇大叫什么 拜错龙了 老师在毕游宫呢 北玄嘿嘿一笑 没拜错 上清祖师 就是让俺拜您为师啊 英渊 发声 慎魔师了 我怎么不知道 要收你为徒 不信老师 您去问祖师 问就问 还未等英渊起身 虚空飞来一枚玉符 是上清圣人诏令 英渊收北玄为徒 英渊又呆愣住了 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我一个玄仙中期 洪荒涅龙 百废之体 收一个玄仙巅峰的人族为徒 我 英渊 何德何能 究竟是洪荒太颠了 还是老师太颠了 弟子北玄 拜见老师 北玄再度大拜 诚心诚意拜的是 结教未来的小教主 上清圣人诏令 容不得英渊拒绝 然后 便稀里糊涂地收北玄为弟子了 首席敌传大弟子 好了 拜完师了 弟子去修行了 北玄欲弃老子为人族传下的金丹大道 转修上清宪法 北玄 等一下 北玄面露疑惑 老师 怎么了 要不要为师 传授你先法先诀啊 英渊带入了老师角色 秉着负责任的态度 试问道 北玄面露疑惑 老师 你是怎么敢开牙的啊 我人族北玄 堂堂一个玄仙巅峰 老师您 堂堂玄仙中期 怎么敢教我的 英渊面提挂不住 心底大骂 操 灭图 好好 叔子 看不起为师是吧 撒尿活你玩去吧 北玄有上清圣人传授的仙法 便在凌渊道场里 随便找个地 去修行了 英渊气愤至极 坐在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掉万古 顺便写了一篇日记 可恶 操 北玄这一拳 有三万年功力 打得老师父汗炎 我 英渊 吃的盐 比这孽徒走的路都远 为师本来还想指点 指点人族武道之事 哼哼 等这个孽徒来求我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上 嘴角微翘起弧度 好好好 这就开始称呼 北玄为孽徒了是吧 有意思 通天教主想看 英渊日记里三皇五帝的事 但他没写 通天教主便继续等待 不着急开启三皇五帝 时光宛若细沙 转瞬千年光景过去 英渊的日记 每天都是 在吐槽北玄孽徒 压根没写三皇五帝之事 通天教主不急 但其余武圣却着急了 八景宫 太清老子周身道运环绕 面色古景不波 过去千年了 三帝 手握空铜印 怎么还不开启三皇五帝 莫非在谋划什么 太清老子 欲发摸不清通天的意图了 玉须公 原始天尊高座庆云 面色不悦 三帝 究竟在等什么 西方 须弥山 剑影静坐十二品 功德精联 准提静坐蒲团 面色忧愁极苦 苦 实在太苦了 挖黄天 挖黄宫 女娲美眸 欲发露出急切 哥哥 三皇五帝将起 我感觉哥哥一线生机 就在三皇五帝节中 可空铜印在 通天教主手中 妹妹 物要慌乱 我之命 皆有缘法 伏习声音是洒脱的 这般一直保持着 残魂状态 没什么不好的 女娲微叹了一口气 屋这便前往 金敖岛一趟 或许可以与通天商议一番 金敖岛 凌渊岛 银渊眼睁睁地 看着北玄 仅花费千年 便突破至了金仙境 自己借助六转金丹 才堪堪 提升至玄仙后期 心里落差极大 但 依旧要保持为人师父的神秘 心里酸 我不说 哎 我会装 银渊依旧在钓鱼 心底也十分奇怪 老师得了空铜印 怎还未开启三皇五帝时代 我要是通天老师 得了空铜印 占据了主动权 肯定会在意识时 无比强势 先拿天皇之师 再拿帝皇之师 再拿五帝中的第一帝 与最后一帝 至于三皇中的人皇 看都不要多看一眼 因为多看一眼 就会爆炸 通天教主看着日记内容 眉头微皱 先拿天皇 再拿帝皇 然后舍弃人皇之师 通天教主得了空铜印 占据了主导权 但念及三清情义 本想着只拿天皇之师 将帝皇 人皇之师 分与大凶 二凶的 强势一些吗 通天教主若有所思 继续观看日记 因缘却未写 为什么不能拿人皇之师 一缕圣人道运 飞入了金敖岛庇游宫 水火童子快步跑来 老爷 女娲圣人请见 请 不多时 女娲走进碧游宫大殿 见过上清师兄 师妹 无需多礼 师妹不在 娲皇宫尽送皇庭 则有空来了师兄正 女娲并未遮掩 而是质问道 师兄 打算何时开启三皇五帝 通天教主稍作沉思 百年后 师兄得空铜印 可行策立人皇之举 师妹有一事相求 师妹直说无妨 不瞒师兄 西皇与于乌妖靓节 但却保留了一丝原神残魂 师妹想让西皇残魂 转世入轮回 正到天皇 女娲缓开口 通天教主面色淡然 一缓身开口 师妹好谋划 福西残魂若能转世 必能活出第二世 亦是她的一线生机 不过 妖族屠璐人族 福西贵为妖族西皇 人妖不两立 通天教主出言提醒 女娲则不致可否摇头 无为人族圣母 亦能替人族决断 只是请师兄届时 以空铜印策封福西 女娲出言恳求 通天教主并未应下 而是在沉思 寿英冤这个 小银币 得影响 风神大劫 亦是压在通天教主心口的一块巨石 行事 必须得三四二后行 劫教与人族交好 侧封妖族妖皇为天皇 通天摇了摇头 还请师兄 为福西截取一线生机 女娲美眸满是恳求 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 这是结教教义 女娲如此恳求 亦是有拿教义绑架通天教主的嫌疑 通天早已不是愣头鲁莽通天 而是反问 本座为福西截取一线生机 那谁又为气血的人族 截取一线生机 女娲师妹 请回吧 师兄 通天教主转身回了后殿 女娲谋底生出绝望 是的 女娲可以绕开三组 决定让福西转世为人族 当人族天皇 但却绕不开手握空铜印的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不行册封天皇之礼 那福西转世后 绝无正道天皇可能 但通天的强印 不愿得罪人族 让女娲心生绝望 转身回了蛙皇宫 不是通天不答应 实在想不到答应了 对结教有什么好处 直至 因缘的日记内容再度更新 三皇五帝应该快开始了吧 女娲应该在谋划福西转世 正道天皇的事了 嗯 我要是通天老师 就绝对得借助此事 好好拿捏女娲 通天教主看到日记内容 又微微一愣 拿捏女娲 怎么拿捏 女娲圣人 你也不想福西藏魂转世后 不能功德缘满正道天皇吧 嘿嘿 通天教主脸色微微变红 捏 图 竟想让为师与女娲 女娲创造人族 占据人族五成气韵 太清老子创人教 窃取人族三成气韵 人族紧手握两成 嗨 女娲贵为人族圣母 享受人族气韵 却放任妖族屠戮人族 不配为圣母 老师就应该狠狠地向女娲讨要人族气韵 讨要三成气韵 不过分吧 什么 不给 那福西甭想挣到天皇了 通天教主看着日记内容 也被惊住了 还能这样 真特么阴险啊 通天骨子里是不赞同着吗 趁火打劫 但一切为了劫教弟子 就这么干了 甚至都不用老师 做恶人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西方二圣 肯定会限制福西的 转世为只为人族福西 不为妖族福西 于是 通天教主最后一丝担忧也消失了 可真是本座的乖托啊 上清道运涌动 通天转身踏入虚空 前往了蛙皇宫 蛙皇宫大殿 女娲圣人兴乱如麻 除了让福西哥哥转世 正到天皇外 实在想不到 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哥哥脱节 而就在女娲一筹莫展时 金凤前来禀报 娘娘 上清圣人请见 什么 莫非 快请 是 不多时 通天走进了蛙皇宫大殿 也没拐弯墨脚墨迹 直言道 师兄想了又想 总觉得有必要给福西一线生机 女娲谋底金芒闪烁 呼吸愈发急促 师兄的意思是 这样吧 待福西转世后 师兄可以侧封其为人皇 但要人族四成气韵 师妹也别误会 主要是结教与人族交好 三组更是把空铜印送至师兄手上 师兄欲把人族气韵还与人族 一部分 通天直言道 不可能 女娲美眸骤然一沉 立刻拒绝 红军老师言 人族必大心 成为天地主角 届时 人族气韵如海 女娲手握人族五成气韵 就相当于原始谷 即将暴涨千倍万倍 怎会割舍 通天惋惜摇头 借用了《阴冤日记》中所写的内容 叹气道 女娲师妹 那你也不想 福西不能挣到天皇吧 通天 你 女娲气愤至极 连师兄都不称呼了 怒视着通天教主 师兄告辞 师妹误送 通天说罢 便转身离去 女娲美眸犹豫挣扎 纠结 师兄 请留步 至多两成半 女娲艰难开口 通天教主背对着女娲 师兄的底线是三成半 师兄真要落井下石 通天教主不理会 静止离去 女娲谋底再度犹豫挣扎 钟咬牙沉声开口 三成 三成 与《阴冤日记》所写的一般 通天教主转过身 面带笑意 一言为定 接下来 便是两人分别向大道请示 大道见证下 完成了约定 通天教主册封服系为天皇 女娲将人族三成气韵 分割给通天教主 愉快地谈判 通天教主回了金敖岛 女娲咬牙 双眸冷视着虚空 愈发感觉通天教主陌生 通天 她怎么像变了性格 如此阴险 狡诈 势力 伏系藏魂缓缓缓飞至大殿 摇头叹息 妹妹 你不用为我做那么多的 人族大兴厚 气韵如海 对圣人 亦大有必义 女娲一轻摇了摇头 妹妹只想 哥哥能够博得一线生机 金敖岛 临渊道场 阴渊吃下最后一粒七转金丹 周身道运 阴渊流转 磅礴的仙力 滋养着阴渊的筋骨 血肉 元神 疯狂运转着 九转玄缓弓 元神 肉体双修 五转金丹 对应金仙境 六转金丹 对应太乙金仙初七 七转对应中后七 其中蕴含磅礴仙力 但九转玄缓弓 每破一转 难度都是几何时暴增 需要浑厚的法力堆积 待彻底消化金丹仙力 阴渊周身仙力 鸡蛋环绕 四转圆满 悬仙巅峰境了 且不是简单的悬仙巅峰 而是法力元神 肉身 接达到了悬仙巅峰 感受着体内浩瀚的法力 应渊感觉自己能越阶 与金仙境修饰一战 而就在这时 一道上青道运 出了金敖岛 去往三十三重天之上 应渊看着老师前往混沌 谋底再次闪过金芒 三皇五帝时代要开启了 坑 一声嘹亮的龙吟 响彻东海 黑龙搏浪三千里 前往了幽冥地府 三皇之势 五帝定轮 当率领人族走向巅峰 而随人族走向巅峰的 还有文化 人族当有文族将士 应渊本体为先天涅龙 贵有自知之明 不敢奢望三皇五帝之势位置 但 人族文族 却是有机会 幽冥 彼岸花开 森罗鬼气环绕 木崖七青 地府体系亦已初步建立 有鬼门关 判官殿 阎罗殿等 应渊走过鬼门关 过判官殿 行之奈河桥边 黄泉河水 鼓鼓涌流 河岸旁 有一座玉色巨石耸立 名三生石 据传三生石 可映照出生灵的前世今生 应渊行至三生石前 石镜里映照着应渊风神俊朗 帅气的五官轮廓 除此外 再无其他 尘归尘 路归路 饮过孟婆汤 了前尘救孟 断前因后果 忘一世扶尘得失 奈河桥旁 站着一位老嫂 其身形消瘦 手里端着一碗汤水 机械重复地递给一众鬼魂 应渊走上前 恭敬大败 见过大慈大悲的厚土娘娘 言语机械重复的孟婆在听到 厚土 二字时 枯木的眸底起了一丝波澜 转瞬即逝 忘一世臣服得失 厚土 得大道功德 气韵正道成胜 而孟婆便是厚土的分身 应渊参拜完厚土娘娘后 便行至了六道轮回前 蓝色阴晕的光幕 穿过光屏 便是进入了六道轮回 在六道轮回前 石海里不断闪过 前世为人时的记忆 念头 将所有的记忆念头 集中至元神一点 展 死了 应渊额头陡然涌现细密的汗珠 脸色变得惨白 竟直接斩断了五分之一的元神 痛 实在是太痛了 应渊忍着刺痛 分裂出了元神 周身修为骤降 两三个呼吸 便将至了悬先中期 我是应渊 你也是应渊 生而为人时的执念 应渊对着分裂出的元神 泥南出生 去吧 人族不出文族 万古如长夜 应渊将分裂而出的元神 投入至了六道轮回当中 元神入轮回 当经历服侍万千 受轮回转世 生老病死之苦 但 若能证到人族文族 一切都是值得 应渊元神刺痛 拖着阵痛的躯体 向幽冥最深处 再度恭敬行礼 应渊多谢后土娘娘宽容 六道轮回 乃幽冥之根本 不得煽动 更不得扰乱 而应渊这一路走来 却未遇到任何阻拦 成功让元神转世 其中 必定是后土暗云 应渊败坝 转身出了幽冥 回了东海之兵 森罗鬼气 木矮最深处 平心殿 后土这一席锦绣道衣 静坐蒲团上 美眸底是黯然伤神 嘴里不断呢喃出声 后土 后土 后土不复乌 应渊气息紊乱地 回了凌渊岛 达到金仙境的北旋 正躺在一块石板上 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微瞥了一眼 应渊 哦 老师回来了 老师好 北旋刚躺下 又猛地坐起 起猛了 重新睡 老师 您不是已经修行至 悬仙巅巅峰了 这 怎么又跌回悬仙中期了 谁 究竟是谁 敢对老师出手 吴北旋第一个不答应 北旋周身 金仙气息暴涨 席卷激荡 一副 要替老师出气的样子 别说 倒是怪孝顺的 无妨 阴渊抬手一挥 虚空浮现三滴晶莹水珠 散发着玄妙阴暈 三滴晶莹水珠 涌入阴渊道区 肉眼可见的残缺的元神 开始恢复起来 悬仙中期 后期 很快 便重回了巅峰 晶莹玄妙水珠 便是日记系统奖励的三光神水 日光神水 消磨血精骨肉 月光神水 腐蚀元神魂魄 星光神水 吞解真灵十念 日光 月光 星光三水 一旦合三为一 那么便是第一治疗圣药 可以解除一切诸毒 克一切所谓的 无药可救 的毒 北璇在一旁看得心头火热 嘿嘿 老师 那是什么水啊 不知是酸的 还是甜的 苦的 还是色的 好不好喝 臭的 不好喝 不信 除非老师给俺喝一口 你这涅土 可知这三光神水珍贵 纵使那产教慈行道人的 阳之玉镜瓶里 也不过有那么三四滴 还是欲亲圣人赐下的 阴渊骂道 日记系统 也没奖励多少三光神水啊 只有一亿滴 阴渊是用一滴 少一滴 阴渊受不了北璇死皮赖脸的纠缠 便赏了他一胡乱 约某千八百滴 此溜 此溜 北璇又躺在石板上 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时不时地舔是一滴神水 阴渊伤势恢复 余光贴了北璇一眼 阴渊可以看到 每时每刻都有金色的功德气韵 涌入他的道区内 滋养他的肉身 元神 纵使北璇未修炼九转玄渊功 肉身强横 恐怕都堪比武转了 操 不理解 十分不理解 北璇他到底做了什么 难不成是把天道给透了 源源不断地获得气韵功德 此刻的阴渊 还不知道北璇 就是北海玄规元神转世 四肢化为擎天柱称天 天柱不踏 功德不断 阴渊凝视北璇良久 似乎自顾泥南出生 人族 当有文族出世 亦当有五族阵世 而就在樱渊前往幽明地府 谋划人族文族之位时 紫霄宫内 通天教主手持空铜印 开启了第二次议事 接应 准提面色忧愁极苦 率先开口 天皇之师 帝皇之师 人皇之师 与我西方有缘 元始天尊面色变得阴逸 冷哼道 怎不说三皇五帝之师 全与辱西方有缘 准提笑呵呵呵道 元始道兄也这么觉得吗 操 不要面皮 太清老子 通天教主 女娲三圣 心底皆是大骂 天道红君 面色冷漠 谋底无神 冷声开口 三皇五帝之师 五圣当与通天商议 天道红君说罢 便退去了身影 言外之意 此次当由通天教主 主持此次议事 太清老子 面色古井不波 元始天尊心底不悦 女娲心底微微叹气 已与通天达成协议 代价虽大 但能为哥哥博得一线生机 总归是好 皆引面色忧愁极苦 准提则完全不要面皮了 猛地拽住了通天的衣袖 眼泪鼻涕一大把 通天道兄 你知道的 乌西方穷啊 踏马平吉啊 是真平吉 求求了通天道兄 求求了 给俺西方一尊人皇之位吧 准提 或许是最没尊严的一位圣人 但毫无疑问 却是一名合格的老师 为了西方大兴 担惊竭律 通天道兄 你能明白师弟的痛吗 准提继续打着苦情牌 通天竖起了食指 左右摇晃 嗯 圣人的悲喜并不相通 无节教万仙来朝 弟子众多 故而要天皇之师 帝皇之师 第一位帝 第五帝之师 通天道阴落下 原始天尊猛地起眉头 面色满是不悦 三帝 辱一教占去一半 无等五圣分一皇三帝 三帝 辱门中弟子浮原浅薄 怕是当不好教导人皇之责 依二兄看 拿一帝之师 便是极限 通天教主心底涌现怒意 无节教弟子 能否教导好人皇 便不劳二兄费心了 通天 辱是何态度 通天正欲开口 被太清老子拦下 三帝 五圣分一皇三帝之师 实在不够妥当 接应 准提见这三清起了争执 便连忙附和 太清 欲亲道兄所言甚是 通天道兄拿了空铜印要吃肉 但至少为五等留下一口汤吧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这次并没有反击接引 准提的话 因为通天站得最多 而极度 亦会使圣人面目全非 通天见着大兄 二兄不帮自己说话 心头更加悲愤 罢了 无要天皇 帝皇之师 以及五帝最后一尊帝师 通天退了一步 原始天尊立刻开口言 无产教要人皇之师 及第三尊帝师 太清老子 面色宛若枯木 也未与原始起争执 开口道 人教要第一尊帝师 人教仅有玄斗一人 既明弟子修为不够 当不起帝师之位 接引 准提连忙开口 无西方要第二尊 第四尊帝师 女娃微皱眉 无门下金凤 亦可教导人皇 无要第二尊帝师 女娃又继续道 无欲让伏西残魂 转世如六道轮回 正天皇之位 接引 准提及了 连忙摇头 不可 绝对不行 除非 将第二尊帝师 让给我西方 女娃谋底涌现怒意 但为了哥哥福西 还是点头答应 可 太清老子枯木的眸子 看了一眼通天 并未出言反对女娃 其手握空铜印 拥有侧封人皇之能 三帝 与女娃 定然有谋划 太清老子平淡出生 妖族大肆屠戮人族 福西贵为西皇 转世为人不妥 女娃冷声开口 太清道凶 无为人族圣母 太清老子微皱眉 福西转世为 仅为人族福西 不为妖族福西 原始天尊一开口 人道当大兴 福西只可以为人族福西 接应 准提拿了好处 并未之声 通天与女娃达成协议 亦是未开口 女娃由于挣扎许久 才还点头 便如此吧 三皇五帝之诗 已经分配完毕 诸圣目光 看向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周身环绕上清仙气 抬手祭出了空铜印 圣人大法力 注入空铜印当中 轻贺一声 三皇五帝 其 轰 窝 道音落下 洪荒天地间 陡然升起一股洁气 洁气翻涌 充斥洪荒 天道归影 天机不显 洁中 全凭远法 天地涌出洁气 万灵皆是面露大惊骇 惶恐至极 巫妖良劫 才过去了万年 天地间怎么又出现洁气了 难不成又要爆发量劫了 巫草 巫妖良劫 亿万生灵入洁 血流飘鲁 死伤惨重 洪荒生灵对大劫 万般恐惧 圣人大叫弟子 则是知晓 此劫 并非亮劫 而是考验人族大兴之劫 三皇五帝时代 开启了 银渊静坐在山崖之巅钓鱼 牟底一浮现出金芒 人族大兴时代到了 无知元神已转世成功 若能证得人族文族 道徒可期 六剩下了混沌紫霄宫 回归各自道场 女娲则拿着黄皮葫芦 前往了幽冥地府 送福西元神入六道轮回 希望 哥哥能够早日脱节而出 福西洒脱一笑 妹妹 珍重 惊叨道 毕游宫 终声响 万仙云集 皆拒至毕游宫 无等拜见老师 万仙来朝 气势辉弘 声势浩大 心 三皇五帝时代已至 人族当有天皇出世 当有天皇之师辅佐 通天教主 目光环是大殿众先 谁可谓天皇之师 老师 精灵 无荡 归灵师妹 皆是准圣中期修为 可谓天皇之师 多宝率先开口道 精灵 无荡 归灵圣母 皆是摇头眼 老师 多宝师兄 如今为准圣后期修为 仅差半步 便可展却第三师 正得准圣圆满 天皇之师 非多宝师兄不可 赵公明 云霄 乌云仙等 也是附和道 非多宝师兄不可 通天教主 目光有意无意地 看了阴渊一眼 阴渊身为嫡传弟子 这会儿也是要发表意见的 多宝师兄若能展师 便是四教中 第一位准圣大圆满的弟子 哈哈 好 多宝汝变为天皇之师 通天教主大笑一声 指定了多宝 多宝连忙起身 朝着通天恭敬大败 弟子多谢老师器重 绝不辜负老师厚望 多宝又转身 朝着身后的万仙弟子 行礼致谢 师兄亦不会辜负 诸位师妹 师弟欺望 老师 不知那天皇 如今身在何方 多宝疑惑询问 通天教主缓摇头 节气已起 天道归隐 天机不险 圣人亦不可推算 人族人口众多 需要辱去寻找 若天皇迟迟不能归位 必将会遭夜里加深 多宝 如不可倦怠 是 弟子谨尊老师嘱咐 多宝说罢 便不再磨蹭 转身出了碧游宫大殿 前往了人族 碧游宫议事结束 万仙退去 北玄跟着英渊 回了凌渊道场 神情亢奋激动 走来走去 嘴里不断重复 我人族终于要大兴了 真好 人族要大兴 真好 显然 北玄与玄都 完全不是一种人 后者 拜入圣人大教 便彻底舍弃了人族 而北玄 拜入结教 修得神通术法 一身本事 是想要庇护人族 老师 您说俺们人族人口这么多 多宝师伯能找到天皇吗 俺要不要回人族一趟 把这个消息告诉三祖 让三祖帮多宝师伯 寻找天皇呢 英渊淡然一笑 天皇出世 与众不同 安心便可 多宝师兄可以找到天皇的 天皇出世 与众不同 老师您怎么知道的呀 北玄面露疑惑 呵呵 猜的 也对 上亲祖师都不知道 老师怎么可能知道呢 英渊笑而不语 继续坐在山崖之巅钓鱼了 并拿出了日记本 人皇出世 自带子气 与众不同 想来多宝师兄 很快就会找到疯眼部落的 祝 天皇 帝皇是道国 亦可统称为人皇 天皇之师大功德 足以让多宝展却第三师 成圣无望 但无结教 可以再增添一名准圣圆满修士 美之至 必由功 通天教主竟坐在蒲团上 嘴角微翘起弧度 轻笑道 哦 天皇 会在疯眼部落出世吗 多宝出了金敖岛后 到了东海之兵无垠的田野 先是拜访了人族三族 人族由结教先所救 三族一时十分感激多宝 热情地招待了多宝 多宝一时向三族提及了 人族将由天皇大贤出世 三族又惊又喜 便下令传召人族部落 密切注意新生婴儿状况 多宝便多谢三族了 先是客气了 您对人族有大恩 如今又要来教导人族天皇 倒是先是受累了 多宝在三族部落待了两月半 随后便游走人族各个部落 观察人族部落 新生婴孩资质 百余年过去 多宝几乎走遍了所有人族部落 见过了无数资质优秀的人族孩童出世 但却不并视天皇 百年光景 多宝依旧未寻到天皇 心中愈发焦急起来 人产西方教也在密切 注意着多宝行动 见多宝还未寻到天皇 自然是幸灾乐祸 天皇无法归位 届时业力必定重创多宝 女娲一着急万分 伏西哥哥转世 就这一次机会 多宝无奈下 回了毕游公请罪 弟子走遍了人族山川大河 无数部落 却依旧未寻到天皇 通天淡然一笑 无需着急 未寻到 说明天皇还未出世 如接下来 可以去封眼部落等待 通天教主 嘴角微翘起弧度 神秘道 多宝神情微微一愣 封眼部落吗 多宝曾去过封眼部落 但并未寻到天皇 是 多宝兴洗出了金敖岛 这一次 目的地明确地前往了封眼部落 封眼部落相邻的部落 是玄水部落 老师 这就是俺的家了 北璇指着一处破败的山洞巢穴 刺着大牙笑道 北璇十岁时 母亲就病亡了 北璇是吃剩饭长大的 故而前往金敖岛拜师时 是无牵无挂的 普通人族寿数不过百 北璇在金敖岛修行千年 悬水部落的人 都传了数十代人了 一名光着屁股的人族志童 指着北璇笑问道 叔叔 你是谁啊 是客人吗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北璇抱起了志童 从怀里掏出了一块肉干 叔叔啊 不是客人 也是悬水部落的 不多时 一群精壮男子 围着一穿着兽皮 拄着拐杖的老人走出 老人腿脚不利索 看到北璇那一刻 手里的拐杖啪的一声掉落 伸手颤颤巍巍的指着北璇 璇哥 你还记得俺吗 北璇看着老太的族人 五官轮廓十分熟悉 脑海里顿时想起了一个 爱哭闹的鼻涕虫 小果子 是你 北璇十五岁时 就成了部落里的孩子王 手下马仔无数 其中有一个七岁的 爱哭的小鼻涕虫 整天缠着北璇丸 就是眼前的 玄水部落的首领 璇哥 璇哥 是我 小果 老族长颤威上前 一把握住了北璇的手腕 见到固人 身躯忍不住激动的颤抖 小果 你怎么 玄哥 小果资质不行 修精丹大道 如今才只是炼气化神境 侥幸活了千余年 小树 小虫 小胖哥 在水边呢 我带玄哥去看看他们 好 北璇跟着小果 走到了河水边 岸边有着密密麻麻的小土堆 小果老泪纵横 对着重土堆 闪着泪花笑道 树哥 虫哥 小胖哥 玄哥回来了 来看你们了 北璇望着往日伙伴 如今都深埋在黄土底 心头狠狠被刺了一下 他们 树哥二十岁的时候去打猎 被虎妖所伤 重伤走了 小虫哥 病死了 小胖哥 活了一百五十岁 最终没能突破炼气化神境 也走了 太清老子立人叫正道成圣 为人族传下了金丹大道 金丹大道修行境界 从低道高分别是 炼金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反须 炼虚和道 而人族经过树带繁衍 种族资质大不如先天人族 修行金丹之道 万般困难 无数人族 穷极一生 都难以突破炼气化神境 北璇为曾经的小伙伴 清理土堆上的杂草 悬水部落的人 依水而水 靠水而活 死后也埋在水边 傍晚 北璇随小果回了部落 部落里一众精壮男子 皆是拜道 老祖宗 俺太太太太爷爷是树 俺太太太爷爷是虫 北璇印下了老祖宗之称 夜间 玄水部落点燃了篝火 隆重地欢迎北璇回家 北璇吃着烤肉 望着噼里啪啦燃烧的篝火 缓了尸神 北璇感觉有些压抑 有些喘不过气的 怅然若失之胆 老师 弟子有些疑惑 北璇目光 看向了正在吃烤肉的樱渊 这一世 北璇第一次 这儿八经的求助樱渊 樱渊嘴角微翘起弧度 这孽徒 终于要求为师了吗 樱渊身着一袭黑衣 静坐在蒲团上 嘴角微翘起 不可察觉的弧度 哦 疑惑 什么疑惑 说来听听 北璇白天见到了自己小伙伴 并走了悬水部落 看到无数同胞 大多数是普通人 佼佼者才能迈入道徒 就算佼佼者迈入道徒 穷极一生 才只是炼金化器径 老师 金丹大道 当真是太清圣人传下的修行之法吗 北璇沉吟许久 询问出了心中疑惑 如何不是 当年太清师伯舟游人族悟道 创建人教 并为人族及万灵 传下了金丹大道 金丹大道 亦是太清先法的分支 是能够修炼到金仙境的无上秘法 因缘缓声开口 北璇陷入沉默 刺捕捉到了老师所言的关键词 为人族及洪荒万灵传下的金丹大道 老师 洪荒生灵 生而资质远胜后天人族 可能适合修行金丹大道 但人族同胞们适合修行金丹大道吗 北璇再度出声发问 这时 北璇心中已有答案 人族同胞中 像小枫大哥那般 资质强横的 已经是千万里挑一 纵使小枫大哥 资质是千万里挑一 修行金丹大道数千载 也才不过是帝仙境 帝仙之境 才仅是迈入洪荒仙者之列 是洪荒的下陷 对亿万人族而言 却已经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天花板 因缘看着沉思的北璇 微微一笑 反问道 怎么 现在觉得 金丹大道不适合人族修行了 北璇若有所思的摇头 人族可以修行金丹大道 但绝不能只有一条金丹大道 因缘又继续道 上清老实言 上清仙法中的上清雷法 亦可传给人族 如此 人族不由多了一条道 北璇资质悟性绝顶 又摇了摇头 亿万同胞只是普通人 百万同胞资质不错 万名同胞资质可修仙道 百名同胞能修至地仙 而修行上清雷法的难度 不亚于金丹大道 亿万人族 又岂是北璇 大能转世 功德加深 晒晒太阳就能突破 因缘并未直接替北璇解惑 而是通过言语引导 那如此说来 人族并不适合修行仙道 哇 因缘的话 宛若临门一脚 宛若九天神类一般 在北璇市海里炸响 北璇苦思许久 但一直没说出来 被老实一语点破 人族数量亿万 肉身孱弱 资质不佳 是啊 不适合修行仙道 但 不修仙道 又怎么办 吞天地灵气 修仙问道 这是洪荒万灵亦出世的本能 红军道祖成圣 不道洪荒 更是统合了洪荒修行体系 总结两字 便是仙道 北璇眼眸里充满了迷茫 无措 彷徨 如今的北璇 并未找回真灵 不过是金仙镜而已 视野 道心 接受局限 阴冤嘴角微翘起神秘弧度 轻渴两声 孽 呸 乖徒儿啊 你若是求求为师 为师或许可以指点一二 北璇回过神来 眼神是不相信 老师 你 老师 你顶多吃的盐 必然走的路多一点 修行这方面 真的不行 北璇叹息道 我呸 涅徒 恰好 为师就比你懂多一点点 好好好 北璇与阴冤涅师 斗之斗勇习惯了 这会变恭敬的凤茶 大败 弟子明白老师 老师修为不如弟子 便想在弟子面前找找存在感 弟子真的能理解老师 弟子谢谢老师了 北璇色御公 礼御智 人族 讲究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北璇既已拜师 还是十分尊敬阴冤的 阴冤笑喝 喝着徒儿递来的茶 随口道 人族仙道走不通 为何不自己开辟一条道呢 例如武道 打磨肉身 精气神 一口真气在 一拳可崩山河 一拳可震 日月星辰 哄 阴冤的话落下 又如九天神类一般 在北璇石海中炸响 北璇身躯猛的一颤 愣在原地 双眸瞳孔不断放大 嘴里呢喃重复 武道 一拳崩山河 一拳碎日月星辰 阴冤面色变得凝重 一字一顿道 以武入道 以武入圣 说吧 阴冤神色又恢复了笑喝 当然了 为师修为不如你 也就吃得眼比你多一点点 随口胡说 随口胡说 唉 累了 阴冤微闭双眼 养神 北璇石海里 激起了惊涛骇浪 有灵光闪过 感觉老师口中所说的武道 绝对十分契合人足 道心愈发痒痒 扑通 北璇一下跪倒在地 恭敬磕头大败 求老师指点弟子 英渊眼睛眯了一条缝 哼 孽徒 为师还拿捏不了你 唉 腰酸背痛 脖子也不舒服 英渊微微叹气 北璇恭敬上前 给老师锤背捏尖 一脸谄媚 老师 老师 俺错了 哦 错 错哪了 是俺目光短浅 老师光辉在弟子心里万丈光芒 丝毫不亚于上清祖师 俺对老师的敬仰 宛若大江之水 滔滔连绵不绝 阴渊嘴角微翘起糊涂 早这样不就好了 老师宽宏大量 定然不会跟弟子计较的 北璇心痒痒 老师 那人足舞刀 为师亦是只有一个初步设想 人足受于资质限制 先到南城 索性另起炉灶 走一新路 为师称之为舞刀 何为舞刀 外练一层皮 内练筋骨 打磨气力 蕴养血肉 追求精气神 极致合一 北璇听着老师所言 心底立刻对舞刀 有了一个初步认知 更加心仰难耐 老师 该如何修行舞刀 应渊摇头 修行舞刀 当有乳自行体会 为师这里有一套功法 可传于乳 诸如领悟舞刀 北璇心喜恭敬大败 弟子多谢老师 应渊便将九转玄元宫 传于了北璇 九转玄元宫 洪荒篇 乃盘古大神所创 无上功法 玄宫炼体 圆宫修神 端地玄妙无双 而应渊提出的人族舞刀概念 并非让人族单纯的炼体 人族体魄禅弱 单独炼体 很难有大成就 炼体的同时 还要追求精气神的合一 开发人身潜能 精气神 与修士的元神相似 但又非是元神 九转玄元宫 能够炼体 修神 绝对能够帮助到北璇领悟舞刀 北璇得了九转玄元宫 欣喜若狂 激动的心 就差抱着老师的脸 亲上一口了 便急不可耐地开始闭关 修行九转玄元宫 参悟玄元宫玄妙 可以看到 北璇静坐在蒲团上参悟时 不断消耗庆云之内的金色功德气韵 以此来提升参悟速度 无疑 看得樱渊一脸肉痛 操 我这便宜徒儿 身上究竟哪来的如此多气韵功德 庆云浮现时 金灿灿的 宛若金色光轮 功德之浓郁 绝对能震惊洪荒大能 至少樱渊还从来没见过 这么多功德气韵 汇聚在一人身上 且每一息 每一刻 还有功德气韵 钻入他的体内 除了把天道给透了 樱渊想不到别的点 樱渊压根没想到 自己这个便宜徒儿 是北海玄规原神转世 樱渊一以为 北海玄规称天之后 便陨落了 再观北玄 几乎是不计代价的 投入功德气韵 用来参悟九转玄元宫 为人族开辟五道 气韵 玄之又玄 气韵加深 做什么事 都是事半功倍 樱渊虽心痛北玄的浪费 但心底更多的是欣慰 北玄 他真的与人间玄都不同 北玄不负人族 人族之信也 樱渊前世为人 穿越后 本体虽为先天涅龙 但对人族 依旧有着难以割舍情感 这份情感 并不是圣母心泛滥 而是由衷的希望 人族可以更好 樱渊也愈发期待 这个便宜弟子 能够成功开辟人族五道 樱渊元神已转世 届时 文族 五祖出世 人族又是如何盛况呢 时光宛若细杀 总在不经意间流逝 樱渊 北玄在玄水部落住了三十余年 一直都是身居简出 玄水部落旁 是封眼部落 多宝得通天教主指点 出岛后 便直接住进了封眼部落 多宝并不是白吃白住 经常帮封眼部落的人族去打猎 然后夜晚围在篝火旁 老客聊些家常 多宝能够感觉到 人族的赤诚之心 十分热情 待得也十分愉悦 封眼部落里 有一少女 名为华须 华须古灵精怪 虽是女子 但比男孩还要顽皮 这一日 趁着首领带着族人去打猎 采集食物 便一人偷偷溜出去玩 一不小心 便走到了雷泽 雷泽是一块天然形成的洼地 湿润 且时常有风 经常可以听到雷鸣声 封眼部落的人 非常害怕雷泽 不允许族人进入雷泽 华须走在雷泽当中 陡然间 响起一声雷鸣 便见着一缕紫色的流光 钻入了华须的躯体里 小腹处变得玄妙阴晕 华须并没感觉有什么异常 回了部落 自这日后 华须变得有些不对劲 正是贪玩的年纪 却变得十分是睡 经常疲倦 两月半后 封眼部落的族人 发现了华须的异常 首领便找了有经验的妇人 去瞧华须 有经验妇人 根据华须的症状 推测是怀孕了 于是 封眼部落震动了 华须还并未与男子行事 怎么会怀孕 华须也十分委屈 还是处子之身 怎么会怀孕呢 封眼部落首领压下了一轮 部落天人丁 并不是坏事 等华须生育铲子吧 而这一等 便是两年半 族族两年半过去 华须依旧未生育 封眼部落愈发恐惧 怀疑 人族女子 怀胎十月铲子 这是常识 华须 她怀孕两年多 还没生育 是不是 怀的是妖孽啊 对 必然是妖孽 谁家女孩 怀孕这么久 还不生孩子 封眼部落里的人 害怕至极 便想要让华须搬离部落 人因未知而恐惧 能理解 封眼部落首领 也有些为难 不若 先请多宝仙师来看看 多宝仙师房有趣了 就在悬水部落 快去请 悬水部落 应约与多宝论道结束 收获良多 忍不住感慨 大师兄道法高深 当真令师弟佩服 哈哈 师弟悟性不错 多宝正与英渊交谈着 巢穴外传来了人族喊声 多宝仙师 多宝仙师 怎么了 多宝这两年 不在封眼部落 亦不知封眼部落之事 封眼部落男子 将事情告知了多宝 多宝面色微微一变 难不成 英渊连忙起身 笑着恭贺道 恭贺多宝师兄 天皇即将出世 多宝面露惊喜 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人族大贤问世了 快 速速回封眼部落 下次再与师弟论道 多宝回到封眼部落 刚走进华须的家 便感知到了浓郁的紫气 皇者 自带紫气环绕 多宝见到了华须 上清法力流转 立刻便确认 华须郁郁的是 人族天皇 首领 华须郁郁的 并非是妖孽 而是人族大贤 待大贤出世 必能率领人族 迈入兴盛 首领狂血 多宝仙师 您说的是真的 呵呵 然也 多宝乃人族恩人 说的话 自然是权威 有说服力 首领立刻安排了 五位有经验的妇人 轮流照顾华须 完全不用华须外出 采集食物了 女子怀胎十月 本就辛苦万分 为人族孕育大贤 两年多为生育 更加辛苦 得到部落悉心照顾 自是理所应当 当啊 当 又是两昆年过去 华须依旧未产子 多宝也不着急 每日里以上清法力 运养华须道区 华须身体十分康健 直至 怀孕九年第五个月 华须突感腹内疼痛 羊水破了 有经验的妇人 立刻便知 华须要生了 于是 五位有经验的妇人 帮华须接生 整个疯眼部落的人 都等候在华须家门口 希望可以顺利 多宝先师 女子馋子 血腥气太大 怕冲撞了先师 多宝微微一笑 无妨 平道在洞外等候 以法力为华须减轻痛苦 半个时辰后 天地间陡然响起一声啼哭 煞时间 天地间的紫气浮动 尽数汇聚至疯眼部落 九天云海 彩云飘飘 祥瑞万千 婴孩已经出世 人族的气运 便直接翻了一倍 啼哭 打破了天地平静 八景宫 太清老子谋底 金芒闪烁 人族天皇出世了 玉须宫 原始天尊 高作于诛天庆云 面色不悦 多宝不过一鼠辈 岂配教导天皇 北明妖师宫 昆蓬脸上是固有的音译 发出节节冷笑 伏西转世为人族 说老祖是妖族叛徒 伏西不比老祖还是叛徒 蛙皇宫 女娲心底骤然松了一口气 哥哥 终于出世了 婴孩出世 与普通人族不同 三日能言 五日能走 封眼部落首领 万般期待恳求多宝 还请多宝先师 为其取名 多宝是典型的取名费 沉思许久 试着开口 不若叫狗圣 啊这 开个玩笑 伏西 多宝为其取名伏西 待婴孩三岁时 便寻到了华须氏 言明了自己身份 平道乃金敖岛 必由功上清圣人 坐下嫡传弟子 多宝道人 今日欲收伏西为弟子 请您意见 华须知晓 多宝先师对人族有大恩 且神通广大 十分有本事 便立刻拉着年幼的伏西拜师 年幼的伏西 懵懂地拜了师 多宝呵呵一笑 实话实说道 无图伏西 有人皇之姿 多宝收完图后 便住在了伏西家旁 开始教授伏西 入门第一课 是结教教义 何为结 为洪荒万灵 截取一线生机 不急着传授神通术法 便是告诉伏西 要先学会做人 才能做事 伏西资质绝顶 悟性绝顶 能够完全领会 老师所讲道理 有时 还能举一反三 待伏西十岁时 多宝 传授了伏西上清先法 并言道 上清先法 乃上清一脉核心之法 为师今日 传你上清先法 并不是让你一心修行 而忽视了人族 伏西认真点头 弟子明白老师意思 修行上清先法 弟子有了些能力 才能更好造福同胞 多宝新未点头 伏西 你能明白 你的道在人族 为师也就放心了 伏西资质绝顶 仅用了两年半时间 便修行到了地仙境 随后便放弃了修行 转而开始阅读 老师从金敖岛 带来道藏 御典 并一同与族人打猎 采集 观摩天地 独立思考 等到伏西十八岁时 便已经展现出了才能 封眼部落首领 召开了族人大会 将首领之位 善让给了伏西 十八岁的伏西 成为了封眼部落首领 便担起了首领之责 率领族人生存发展 这一时期 巫妖败退 万族皆知人族当大兴 便不敢再对人族出手 人族获得了空前的稳定 繁衍生息速度十分迅速 伏西二十五岁时 部落里的人口 便翻了三倍不止 同时期 人族各个部落人口数量 都翻了倍 人口数量的增加 便需要更多的食物 而这一时期 人族获得食物的方法 十分单一 仅有鱼猎采集 卫水河 浩浩荡荡穿过封眼部落 伏西站在卫水河岸上 看到众多族人下河捉鱼 只是十分笨拙 很难捉到灵巧的鱼儿 伏西也为部落里的食物发愁 心想 卫水河里的鱼儿好肥 若能捉上来就好了 伏西苦思明想了三天三夜 依旧未想到捉鱼的办法 便前去拜访了老师 老师 多宝已知福西来意 便倾笑道 人族 心灵手巧 有灵 便有可能 多宝说罢 动力角落 角落里 有一只小蜘蛛 正在卖地的织网 纵横交错 十分复杂 一只幼小昆虫 一头撞在蜘蛛网上 在南逃脱 沦为了蜘蛛食物 徒儿 万事万物皆有规律 细细观察 总有办法 伏西看着这一幕 谋底迸发光亮 老师 弟子明白了 弟子明白了 伏西急忙跑回了部落 召集了部落里的女子 让他们收集藤腕 然后教他们纵横交错编织 于是 一张粗糙的藤腕鱼网 便成了 伏西即刻带着精壮男子 去了渭水河里 扑下藤腕鱼网 提起鱼网 便捕获到了寻常半月 都捕获不到的鱼儿 哈哈 疯眼部落学会了捕鱼 得到了充沛的食物 族人无需为食物发愁 便敞开了 静得造人生育 渭水河流域 有许多部落还在饿肚子 知道疯眼部落有食物 便主动投靠了疯眼部落 伏西一一收留 仅两年半过去 疯眼部落 便成了喂水流域最大的部落 光捕鱼 食物比较单一 伏西又与族人 一同捕捉了许多野生的牲口 圈养起来 经过细细观察 筛选出了性格比较温顺的牲口 分别是 牛 马 羊 猪 狼 狼性格太过凶狠桀骜 起初并不适合饲养 但伏西每日坚持喂狼吃骨头 渐渐地发现 狼眼眸底的胸狠缓缓消失了 达拉的尾巴开始摇晃起来了 眼神愈发变得清澈愚蠢 惨媚 伏西便断定 狼可以养 驯服过后的 再叫狼就不合适了 于是伏西 为其起了个亲切的名字 大黄 大黑 小白 小花 二啊 部落开始饲养牲口 又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 人口数量再次暴涨 伏西又观察 族人常年住在洞穴内 见不到太阳 而洞穴内又湿又冷 不太适宜居住 观察鸟 驻巢时得了灵感 率领族人伐术 收集枯木 混合泥土 搭建了木泥屋 屋子 冬暖夏凉 比山洞巢穴更加适宜居住 于是 人族大规模地走出了山洞 住进了屋子 人族得以生存在阳光之下 这一是文明的进步 待到伏西三十岁时 便彻底统一味水流域 别的部落并入封眼部落后 依旧保留着原部落的图腾 习惯 不同部落有着明显区分 这便是人族姓氏由来 通过姓氏 便可知是哪一部落的族人 伏西又发现 人族婚去 大多是同部落的族人 由此生下的孩童 病死率极高 伏西便做了一个大胆尝试 让不同部落的人通婚 不同部落女子生下的孩子 健康无比 立刻让伏西确定 血缘相近结婚 不利于下一代族人健康 便定下了同部落不能通婚的规矩 倡导男聘女家的婚俗礼节 使血缘婚 改为族外婚 结束了长期以来 子女只知其母 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 伏西又发明了陶冠 用以储存食物 清水 又用草皮 编织绳索 打劫用来济世 伏西大贤之名 传遍了人族 三族得知消息 立刻召见了伏西 分别对伏西进行考教 32例的伏西 已经十分稳重 面对三族考教 应对如流 三族十分满意 伏西 无等经过思索 决定让你担任人族共主 率领人族生存发展 伏西谦逊礼让 三族 伏西惶恐 人族需要你 伏西一想造福人族 思索一二后 便应下了三族 伏西 必不负人族 伏西出了三族住处 便开始游走人族各部 了解各部落情况 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 伏西才统合好人族各部 成为人族共主 初步建立了官员体系 定都 陈帝 伏西治世六十载 人族学会了 捷王捕鱼 饲养了牲畜 发明了器具 变革婚姻嫁娶 建造了房屋 并定都陈帝 初步建立了 人族治理体系 人族生产力 得到了极大的进步 陈都 俨然已成为 人族最大部落都城 伏西 因修行了上清先法 为帝先进 虽已六十岁 但还是壮年模样 伏西静坐着 苦思冥想 想为族人做更多改变 但伏西又觉得 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却迟迟不能功德圆满 伏西也不急 便继续治理人族 洪荒天地间的节气 持续地翻涌 蛙皇宫 女娃脸上露出了担忧 哥哥在位近百年 为何还不能功德圆满 节气愈发翻涌 若不能归位 八景宫 太清老子面色古井不波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欲虚宫 原始天尊高座诸天庆云 面露不悦 本座早就言 多宝蜀辈 只修法力 不修德行 浮缘浅薄 如此孽障 安可教导好人皇 哼 届时天皇无法归位 人族气韵反噬 必让多宝自食恶果 西方 须弥山 街影 准题 静坐在菩提树下 面色忧愁极苦 何时才能轮到我西方大兴啊 东海之兵 金敖岛 随着时间推移 通天教主亦有了些着急 福西该做的 似乎都已经做了 为何还不能归位 难不成是多宝教导姿势不对 通天又打开了日记副本 阴渊这小子 每天记录都是不痛不痒的小事 并未提及 如何才能让福西功德圆满 风眼部落 多宝静坐在蒲团修行 心中也很无奈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多宝能教的全都教了 毫无保留 功德圆满 只能看福西个人 多宝心中不畅 便前往了玄水部落 玄水部落早已并进了风眼部落 部落人族兴基 阴渊失地 多宝师兄 怎有空来了失地者 师兄请 人族进步 茵渊也住进了牧房里 丝室漏室 典雅温馨 福西在成都处理政务 师兄该教的都教了 只能看福西的原法了 多宝直言道 茵渊会一点头 想来此刻的福西 只差为人族演化先天八卦 就功德圆满了 嗯 找机会提醒提醒多宝师兄 师兄 尝尝师弟酿的果酒 茵渊给多宝倒了鲜酒 味道甜美 又带着清爽酒味 多宝尝了两口 赞不绝口 师弟酿酒的手法 当真厉害 哈哈 师兄谬赞了 这酒叫什么名字 强爽 强行舒爽 倒也贴合 师弟 怎么不见北玄 师弟难捏 乖徒儿还在闭关 没出来走动过 茵渊传了北玄酒转玄员功 北玄便直接避死关 参悟武道修行 功德气韵跟泼水一般 无止境地消耗 来推演武道 看得茵渊心惊肉跳 师兄也不必苦恼 两年半内 福西定可以功德圆满 哦 那就借师弟吉言了 而就在茵渊与多宝喝酒之际 玄水部落 包括成都 陡然感受到了强烈震感 天地间 响起无数人族哀嚎 成都 福西面色大变 连忙传召了下级官员 西南方向 发生了河市 半课后 一名官员满身污血 亮呛地面见福西 大哭道 共主 西南方向 地龙翻身 天崩地裂 几百个部落被埋了 数百万同胞遇难 福西文言 面色骤然一变 即刻发布 共主诏令 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 速速赶往西南方位 福西说罢 便率先赶往了西南部族 救人 多宝 殷冤 收到福西传来的信 也立刻赶往了西南部族 以上清大法力 搬山 挖沟 开河 救数百万被埋葬的人族 地龙翻身 幼名地震 乃洪荒天地自然变化规律 黄金救援时间 仅有十二个时辰 福西丝毫不敢歇 指挥人族同胞 展开救援 二十四个时辰后 共主 底下怕是没人了 福西双眸严肃 民众出生 就 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 把这座山搬开 四十八时辰后 共主 不可能有活着的人了 死要见尸 足足一个月 救援工作才接近尾声 福西指挥凝聚人族 安置伤员 整整一月未眠未休 遇难人数超过八百万 死伤超过一百万 这是自巫妖郎劫后 人族最大的灾难 一名官员满脸疲倦之意 叹息叹气道 天灾难料 要是我人族能早知道地龙翻身 就能早点逃命了 说者无意 福西听着 石海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宛若天雷轰鸣 福西呆愣在原地 嘴里不断呢喃 如果人族早知道 早知道就好了 福西处理完灾后 安置工作后 便立刻回了成都 领悟能够让人族 趋吉避凶的方法 这一悟道 又是十年 福西悟道十年 有所感悟 但总觉得还差一些 不得精髓 便回了疯眼部落 拜见多宝老师 多宝老师 正在与因渊师叔论道 福西恭敬上前 拜道 弟子见过老师 见过师叔 因渊测半身 未受福西权利 共主无需多礼 不论福西前世 适合种族生灵 今世是人族共主 为人族做了诸多历史 其代表的就是人族 福西向多宝言明了 为人族参悟 趋吉避凶的方法 总是差了一些 多宝一陷入沉思 参悟不可得 因渊嘴角微翘起弧度 随口提醒道 师兄 师弟独到葬时 知晓洪荒 有意悟到灵宝 此灵宝运行轨迹 符合周天星斗之术 能够帮助修士参悟 因渊话音落下 多宝双眸迸发光亮 师弟这么一说 师兄想起来了 洪荒是有这么一件灵宝 嗯 不算棘手 待师兄回岛 喊上师弟师妹们 多宝说罢 便回了金敖岛 北明妖师公 坤鹏静坐在蒲团上 周身散发着寒光阴晕 虚空中扶着一件极品 先天灵宝 名何图洛书 何图洛书 内有乾坤 契合周天星斗运行规律 乃悟道至宝 白则自知不是坤鹏的对手 借了何图洛书五百年 便归还于坤鹏了 坤鹏妖师嫡传弟子 交付海恭敬走至大殿 老师 多宝道人请见老师 坤鹏面色是固有阴义 节节冷笑 多宝 上清圣人的弟子 请见本座 给上清圣人一个面子 见一见吧 平道多宝 见过坤鹏妖师 多宝身着一席道医 走进了妖师宫 先行礼 坤鹏 为三千子宵宫之一 与老师是道友 是玄门一代 多宝为节教一代弟子 玄门二代 属于小辈 节节 圣人弟子 便无需多礼了 坤鹏固有的冷声开口 无事不登三宝殿 多宝小辈 有何事 多宝面色淡然 想借坤鹏妖师 何图洛书一关 刷 坤鹏立刻变了脸色 周身准圣圆满气势迸发 多宝 本座看在你是上清圣人 嫡传弟子分上 不杀乳 乳速速离去 多宝把吴坤鹏 当成谁了 高富帅 妈 又不是谁都像明河那般出世 便有四件半生灵宝 何图洛书 是坤鹏品本事卷来的 是做命根子 白泽 鹿鸦来戒就算了 节教还踏马来戒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嗡 多宝周身准圣后期 道运环绕 宝光阴云流转 姐姐 怎么 本座不戒 乳还想抢 多宝小辈 如斩二师 准圣后期修为 在四教弟子中 算是头一筹 但在老祖面前 还不搁 远远不够 多宝笑呵呵道 晚辈并无强强的意思 真的是借 只借千年 算晚辈欠妖是一个因果 呵呵不见 一个小辈而已 又不是结教万仙都来 更不是上清圣人清灵 还不够让昆鹏忌惮 昆鹏话音刚落下 宫外 陡然浮现树吕 上清贤气 精灵圣母 准圣中期 无当圣母 准圣中期 归陵圣母 准圣中期 赵公明 云霄 乌云仙 同时走进妖师宫 其声道 请昆鹏妖师借宝 昆鹏脸色一下跨了下来 结教 万仙 欺老祖太甚 老祖 就借吧 不借 昆鹏的语气 已弱了几分 结教万仙怎么了 本妖师绝非下大的 说不借就不借 除非 上清圣人清灵 话还没说完 一缕魂后的上清道运 浮现在妖师宫大殿 通天身着一袭青衫 背负清平走出 笑呵呵道 昆鹏道友 刷 昆鹏脸色瞬间变了 上清圣人 还太马真来了 昆鹏彻底捏了 不成圣中式蝼蚁 通天教主也没逼迫昆鹏 好叫道友知晓 平道弟子正在教导天皇 而这和图落书正是关键 故而前来向妖师借宝 道友若肯借宝 算平道欠道友一个因果 昆鹏一动 圣人的因果呀 说好了 只借千年熬 千年 好吧 见 于是 多宝顺利地借到了和图落书 前往了人族 妖师宫 仅剩下昆鹏与弟子交付海 老师 您刚刚怕了 放屁 老祖准圣大圆满 又岂会怕 老祖自出世 还没怕过 真真的 昆鹏愈说愈激动 操 圣人清零 结教万仙压迫 谁他妈不怕呀 福西在风眼部落闭关 参悟屈及避凶之法 心闷便到了渭水河旁散步 平静的渭水 陡然浮现一座漩涡 福西面色大惊 漩涡里 缓缓浮出一头龙龟 龙龟背 驮着一件阴云灵宝 正是和图落书 福西双眸死死凝视着灵宝 感觉十分熟悉 心底确信 此宝 能够相助我参悟 福西得了和图落书 再度开始参悟 和图落书中 记载了周天星斗运行规律 乃悟道至宝 仅两年半 福西便成功参悟了 屈及避凶之法 为其取名为 先天八卦 以占卜卦象 可推演简单规律 为人族屈及避凶 无道成义 福西眸底金芒闪烁 已然感知到 以功德圆满 悬水不落 应渊笑呵呵向多宝祝贺 恭喜多宝师兄 福西功德圆满 不日便将正道 多宝师兄也可以歇歇歇歇了 哈哈 多宝游走人族数百年 悉心教导福西 如今见福西有出息 有一种老父亲的优越感 师兄 福西用完了和图洛书 师弟斗胆 想问师兄借来用 北玄涅图 也在参悟道法 和图洛书 亦可帮助北玄悟道 师弟客气了 福西已功德圆满 这和图洛书 也就没什么用了 师弟尽管拿去用 于是 应渊便拿着和图洛书 回了巢穴山洞 北玄静坐在蒲团上 满脸愁容 图儿 悟道哪了 外炼皮肉 内炼筋骨 大成之后 气力大增 可称之为武者 武者可比肩先到地先之境 再之后 便一头雾水 应渊也十分意外 仅百年光景 这涅图便已经确定了 武者之境 可比肩地先 现在差的 就是完善后续武道境界体系了 应渊嘴角微翘起弧度 为师借来一至宝 能够帮助悟道 求不求为师 北玄 扑通 师父在上 请受弟子一拜 求求老师了 应渊 为师 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 北玄得了和图洛书 将气韵功德 大把大把地投入到和图洛书当中 辅助悟道 石海瞬间变得清明 复杂晦色 变得清晰可见 炼完皮肉筋骨 便可炼五脏六腑 甘对应目 主经 开翘于目 火对应星 主脉 开翘于蛇 人之五脏 与先到武器朝圆 有一曲同工之妙 武者之后 视为武师 武师者 对标先到天仙之境 武师之后 视为大武师 对标真仙 武皇之境 当祭练五脏六腑 不若惊陷 皮肉 筋骨 五脏六腑之后 视为炼髓 堪比大罗惊陷 以武入道 一拳破山河 一拳碎星辰 北璇得河图落书 宛若神柱 心中对武道 有了更加清晰的概念 接下来便是细细完善 具体武道境界修行之法 当然 参悟的越快 功德气韵消耗越快 北璇庆云之中的功德气韵 已消耗过半 待武道出世那天 可能会将其一身功德气韵 全部消耗 应渊对此不做评价 这是北璇的选择 福西自感功德圆满 便开始周游人族 寻找能够接替自己的大贤 今熬岛 必游宫内 通天教主召集万仙 天皇即将归位 帝皇将出世 结教万仙同声开口 帝皇之师 非精灵师姐不可 精灵圣母 为三大圣母之首 教中地位 仅次于多宝 精灵圣母 以斩两师 准圣中期修为 即将迈入后期 若能担任帝皇之师 或许能够借助帝皇之师大功德 斩却第三师 届时结教便又会增添一名顶尖修士 通天教主 异面色凝重 精灵 如便走一趟人族吧 精灵圣母 身着一袭金色道衣 滋容绝美 身材窈窍 缓起身 是 弟子绝不辜负老师厚望 精灵同样转身 朝万仙弟子行礼 亦不辜负众师弟七望 精灵圣母出了金敖岛 前往了人族风眼部落 师妹 见过多宝师兄 师妹无需多礼 师兄教导福西近百年 有些经验 与师妹论到一番 多谢师兄了 精灵圣母便认真地听多宝教导福西的经验 深入思考 两年半后 精灵圣母出了风眼部落 开始前往人族各个部落 纸上谈来中绝浅 不切实地熟悉人族 发现人族问题 又怎么教导帝皇呢 精灵走遍了人族部落 福西在位 已超过了120年 这里下 人族蓬勃发展 兴盛至极 渭水流域以北 又有一条大河 名曰江水 人族沿河而居 其中有一部落 名江部落 部落里有一人族女子 名女灯 女灯这一夜 做了个梦 头顶有神鸟盘旋 最后 神鸟化为一缕紫气 钻入了小腹当中 自此后 女灯便未婚先孕了 消息一出 震惊了江部落 如今在位的共主福西 不就是这般出师的 精灵听闻后 一赶到了江水部落 感受到了厚重的紫气 女灯郁郁的 便是帝皇 与华须一般 女灯怀孕九年五个月 才产下婴孩 婴孩出世 与众不同 三日能延 五日能走 自小便十分聪慧 灵巧 部落为其取名猎山 这一日 精灵圣母化身成为一名老太婆 并泱泱地走进了江部落 年幼的猎山十分善良 将自己的食物分给了老奶奶 并小心地帮精灵圣母处理伤口 小娃娃 别费劲了 我这是 在河边被毒蛇给咬了 活不久了 精灵圣母叹息道 猎山摇头 您是在哪里被咬的 就在河边 猎山匆忙跑了出去 毒蛇出没的百丈之内 必有解药 猎山年龄虽小 但十分敏锐 这是根据族人 被咬总结出来的经验 猎山寻了数种解药 又仔细问 老奶奶是被什么颜色的毒蛇给咬了 花色的 猎山松了一口气 菜花蛇 没有毒的 精灵圣母呵呵一笑 旋即显露真身 猎山 如可愿拜平道为师 猎山知晓 自己这是遇到仙人了 立刻欣喜应下 愿意 如此 精灵圣母完成了收徒 便在江水旁搭建了木屋 日常教导猎山 福西至世 无疑将人族带到了繁荣兴盛 一百余年 人族人口数量翻了数倍 人多 便意味着食物不够吃了 大江大河的鱼儿 被连年捕捞 数量锐减 猎山知晓 不能节则而鱼 但不捕鱼 族人就要饿肚子了 饲养的牲畜 产量不高 族人吃不饱 逐渐地 人族又陷入了饥荒 猎山想要改变这一状况 便每天早出晚归地去旷野里 寻找能吃的食物 寻了许多植物 要么是口感不好 要么就是有毒 无法食用 猎山十分苦恼 嗯 好像记得金敖岛 有生长着一片五彩神谷的 不知道精灵师姐注意到没 通天教主见日记又更新了 便立刻知晓 这五彩神谷是猎山所需 便即刻传召了金灵圣母 金敖岛东南角 生长一种灵植 名五彩神谷 可住猎山 金灵圣母闻言 立刻前往了金敖岛东南 采摘了一株五彩神谷 猎山这一日 照常外出寻找新事物 抬头看见了一只神鸟飞过 神鸟嘴里咸着一株五色神谷 五色神谷落地 即刻一分为五 变成了刀 鼠 祭 麦 书 猎山疑惑上前 盯着奇异的植株看了又看 楼下几颗穗子 尝了尝 粉状 微甜 且穗子十分饱满 这就是我人族的食物啊 猎山欣喜地带回了五谷 开始育苗种植 第二年 五谷实现了丰收 分羽部落族人吃了一部分 更多地用来粮种 第三年 江部落迎来了大丰收 在所有部落都在饿肚子时 江水部落已经开始种地 获得了充沛的食物 最主要的是 食物获取稳定 打猎 捕鱼 这是有几率的 人族 由鱼猎采集 变成农耕种地 无疑 这是巨大的进步 猎山十八岁时 便接过了江部落首领之职 率领着族人 率先迈入了农耕时代 两坤年后 江水流域种满了五谷 巨大的丰收 让江部落强盛无比 猎山之名 传遍人族 成都的福西 一听闻了猎山之名 便赶往了江水流域 面见了猎山 人族共主之职 责任重大 不可疏忽 福西对猎山做了充分的考教 感慨出声 猎山 必将率领人族 迈入空前的兴盛 福西随即带着猎山回了成都 亲自培养猎山 让猎山在人族推广 五谷种植之法 两年半后 人烟所至之地 皆迎来丰收 人族气运空前大涨 福西决定 善为猎山 赵令一出 人族各部首领 皆是赶往泰山 这一日 福西 猎山沐浴焚香 摆出了三声 祭拜天帝 梦 天之东 紫气东来 祥瑞万千 太清老子 其轻牛 而来 女娲欲惊凤而来 谋底满是期待 哥哥 终于要挣到了 原始天尊成九龙尘香 碾而来 气势辉弘 街影 准提 穿着破旧的道衣 爬云而来 泰山封善 人族天皇即将归位 诸圣虚前来观礼 当然了 通天教主不道 大礼是无法进行的 上清道运连衣环绕 通天教主从虚空走出 多宝 精灵圣母 恭敬大拜 老师 福西一恭敬大拜 弟子拜见上清祖师 猎山也跟着拜 弟子见过上清祖师 福西是多宝弟子 通天教主 自然便是祖师 猎山是精灵圣母弟子 亦是如此 准提流下了羡慕的泪水 太羡慕了 两任共主 都称通天祖师 为什么不是我西方啊 太清老子 面色古井不波 原始天尊阴沉着脸 心头十分不爽 女娲则出言催促 通天道凶 好 通天教主周身上 清道运勇动 迈出一步 圣威席卷洪荒 祭出空同印 赤令道 福西在位 一百五十载 节鱼网 训野兽 变革婚姻 发明器具 改善人族住所 创立八卦 使人族屈及避凶 造福人族 今日 功德圆满 轰 我 通天教主道运落下 空同印微颤 玉玺行使了 侧风之能 九天之上 落下一道粗壮无比的 气韵功德 其中四分归了人族 四分涌入 福西躯体当中 一分归多宝 最后一缕 则会入置空同印当中 轰 我 功德气韵入体 天皇道果 加持福西之身 福西周身气势 陡然大涨 天仙境 真仙境 玄仙境 大罗金仙境 准圣初期 中期 后期 直至巅峰 请客间 福西便达到了 准圣大远满境 蹭 虚空情名 极品先天灵宝 福西情 划破虚空归来 诸圣目光皆是 汇聚至福西身上 女娲忐忑 期待 缓身开口 哥哥 福西心底微叹了一口气 正是昭告洪荒 无为人族福西 当以人族为重 为之 大道诛灭 人族 给了福西一线生机 福西的命运 也与人族绑定 人族不灭 天皇不灭 世上 仅有人族福西 再无妖族西皇 这时 多宝周身 气势也开始攀升 以多宝塔 寄托自身执念 展 呜 呼吸间 多宝周身道运 从准圣后期 攀升至圆满 借助天皇之师 功德气韵 成功展却第三师 为四教弟子中 第一个准圣大圆满的修士 原始天尊阴沉着脸 原始身后的广城子 胸腔内 涌现一股污名之火 多宝不过一属贝尔 若无为天皇之师 必然也能展示 准题瞧着 多宝展却第三师 羡慕地直流口水 多宝 也是无西方弟子就好了 福西归位 天皇之师圆满 通天教主 与女娲的约定完成 嗡 便见着人族磅礴的气韵 陡然变动 女娲占据的三成人族气韵 流向了通天教主 下一刻 其余四圣红了眼 圣人不死不灭 不要面皮的争斗 不就是为了争夺气韵 天皇归位 人族气韵翻涌暴涨十倍 女娲竟将三成气韵 给了通天教主 皆引面色忧愁极苦 准题眼珠通红 可恶 凭什么不够西方啊 原始天尊 面色更加阴逸 太清老子 面色宛若枯木 眸底的贪婪 一转即逝 太清老子 为人叫教主 亦是占据着人族大气韵 通天教主得人族气韵后 面色淡然 缓开口 结教与人族交好 圣音落下 通天教主挥手 磅礴的气韵一分为三 一成还与人族 一成注入空铜印当中 余下一成 才流向了结教 气韵加深 无数人族皆感受到了 神识一阵清明 身体变得更加强壮 修行更加顺利了 再观结教气韵 再度膨胀 万仙来潮 气韵如海 通天教主又道 待三皇五帝结束后 空铜印将归还人族 空铜印 本就属于人族 诸盛争抢 三族无奈 才令北玄将空铜印 送往结教 通天得空铜印 掌握三皇五帝时代主动权 能分得天皇 帝皇 五帝之师位置 便已经知足 故而 阎明将空铜印还与人族 圣音落下 遂人士 有朝士 滋一士 皆是热泪盈眶 身躯忍不住的颤抖 朝着通天教主大败 感激涕灵 上清圣人高义 多谢上清圣人 圣母造人族 却不闻不问 太清立人教 却放任妖族屠戮人族 唯有毫无干系的结教 愿意在人族最危难之际 施以援手 并且将人族大契运 还给了人族 还要把至宝还与人族 这是何等恩情 福西如今已正到天皇 内心一时动容无比 如此磅礴的契运 直接还与了人族 且还要归还至宝 洪荒恐怕唯有上清圣人一圣 福西替人族 拜谢祖师 一旁 原始天尊面色更加阴逸 似有酸意 三帝既要做圣人 何必不将人族弃运 全部归还人族 还未等通天开口 人族三族便立刻到 结教与人族修其与共 一言 便对回了原始天尊的话 换言之 结教占据的人族弃运 是人族自愿的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 三族深深地明白 其余圣人包括洪荒万族 恨不得把人族吃丹抹尽 绝不会像上清圣人这般仁义 三族言人族 与结教修其与共 也算是给人族找了 依靠 太清老子 面色愈发枯木 谋底浮现 微弱怒火 结教与人族修其与共 那人叫呢 太清老子声音默然 带着不容智慧的圣人威严 直言 福西归位 正到天皇 当一举火云洞 镇压人族气韵 非无量量节不得出 大凶所言甚甚 接影 准提也忌惮三皇五帝出事 人族大兴后不好控制 便赞同点头 福西天皇当一举火云洞 非无量量节不得出 通天教主面色微变 与女娲对视一眼 谋底皆浮现出无奈 一举火云洞 非无量量节不得出 这就是变相软禁 女娲当然不愿看到 哥哥被软禁 但此刻 是四胜目标一致 就算与通天联手 也抵挡不住四胜强势 三组谋底露出大悲愤 亦是明白 四胜要软禁三皇五帝的意图 更好地控制人族 福西正到天皇 准圣大圆满修为 此刻心敌也生出巨大的无力 无奈 不成圣 终是蝼蚁 人族该如何反抗 福西起手行礼 福西仅遵圣 小爷 我成了 还未等福西说完 洪荒大帝 陡然响起一阵大笑 三青 接影 准提 女娲 三组 福西 以及洪荒万众大能 目光皆是看向生源处 那里是 玄水部落 樱渊此刻也在泰山关里 听着熟悉的音调 嘴角不禁微翘起弧度 眸底金芒闪烁 好 好 好小子 还真的让他成功了 看来今日 太清圣人想要求尽 三皇五帝的想法 要变成空了 玄水部落 便见着一身着麻衣的少年 走出山洞 少年周身 环绕着上青仙气 惊仙之静 少年迈出山洞 每走一步 周身的气势便增强一分 直至上青仙气完全内敛 转而流露出一种古怪的威势 人族出世 躯体孱弱 繁衍生息无数代 资质更是大步如前 修金丹大道 宛若水中捞月 南城仙道 五 人族 北学 今日便为人族 开辟一条全新的修行之法 轰 翁 翁 北学 北学声音落下 洪荒天帝猛然颤动 万里晴空 骤然间浮现黑色节云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接影 准提 女娲面色 皆是变得惊骇 孱弱至极 竟要为人族 开辟一条全新的修行之法 洪荒万众大能 目光也聚焦于玄水山洞 万般惊骇 一人族少年 竟引来如此的天地异象 开辟新路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通天教主 谋底金芒闪烁 开始期待 这难道 便是《阴冤图日记》里 所写的人族舞道 北玄一步迈出 九天响起雷鸣 此之道 未知武 人族舞道 人族出世 六岁便可习武 打磨身皮韧性 坚韧不拔 视为武者 对应先到地先之境 身皮坚韧 转而炼精炼鼓 掌握武术基础 视为武师 对应先到天先之境 炼皮 炼精骨后 磨炼周身气血 视为大武师 对应先先之境 甘对目 主精 开翘于目 火对心 主脉 开翘于蛇 人族舞脏 与先到武器朝圆 有一曲同工之妙 视为武皇 对应先到金线 皮 金 骨 血 舞脏六腑之后 视为炼髓 视武宗 对应先到太乙金线 武道炼髓圆满 即使只剩下一滴骨髓 亦可不灭 与大罗金线一般 游走中千无量 视为武尊 炼髓之后 精气神圆满 便可迈入武圣之境 武圣者 以武入道 以武成道 一拳碎山河 一拳碎日月 一拳汉乾坤 一拳碎山河 一拳碎日月 一拳汉乾坤 人族武圣 亦为混元金纤圆满 亦是准圣大圆满 乃至亚圣 北玄闭关 消耗完自身海量 气韵功德 同时借助武道至宝 也仅将武道体系 推演至武圣之境 至于以武道成就 真正的圣人之位 还是一头雾水 并没有多少思绪 故而提前出关 不出关不行了 再不出关 三皇武帝便要 被诸圣软禁了 北玄魂后的武道之音落下 立刻在平静的洪荒 掀起了惊涛骇浪 一言 石破天惊 一言 风起云涌 此子竟有如此大的野心 广城子冷声一笑 人族孱弱 愚昧 未开化 曲曲蝼蚁 竟敢妄言立下一道 人族武圣 比肩混元惊仙 荒谬 简直荒谬 他以真人 亦不屑摇头 玄都直摇头 北玄 乳秀未干 竟妄言为人族开创武道 老师修行老师的金丹大道 难道不好吗 洪荒万众大能 皆是摇头 北玄此子 狂妄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洪荒有灵史 便本能地吞吐灵气 直至红军步道洪荒 传下偏完整的修行之法 洪荒先道出力 从地先道圣人 这几乎是所有圣灵的共识 游鸣血海 明河老祖端坐在夜火红莲上 谋底金芒闪烁 人族武道 哼 有意思 本座倒是希望你能成功 明河 亦是富有冒险一搏的精神 否则也不会创阿修罗 立阿修罗教了 明河修为 圣过准圣大圆满 为亚圣 但在圣人面前 依旧是蝼蚁 故而 明河倒是希望人族少年能够成功 人族武道若能成功 不失为一条新路 明河便可在总结效仿 北明 妖狮宫 昆蓬妖狮脸上是固有的音译 节节 洪荒欲发有意思了 斗吧 斗吧 与老祖我无关 太山之巅 太清老子面色枯木 凝视着北玄 原始天尊面色不悦 人族胎生蝼蚁而已 皆引面色忧愁极苦 摇头 准提意识唏嘘摇头 无准提与师兄 生来身具大毅力 大悟性 大复原 才能从三千大道中 领悟八百旁门道法 这人族少年 不行 女娲谋底 亦是流露黯然 不会成功的 通天教主谋底 则愈发期待 有因缘归徒指点 说不定还真的能让她成功 北玄穿着人族 最时尚最新潮的布衣 再迈出一步 稚嫩的脸 稚嫩的眸 坚毅无比 人族 武道 烈 哄 哄 翁 九天节云浮动 雷声滚滚 人族玉立武道 想要逆天改命 改变孱弱的现状 自然要经过天道考验 九天之上 乌黑的节云聚集 跃动着黑色闪电 人族 武道 烈 北玄再次大喝 咔嚓 节云浮动 披下了一道黑色神雷 神雷蜿蜒着身姿 然若毒蛇一般 向北玄击射而去 北玄不必 主动迎上 哄 主动以神雷练体 体内疯狂运转 领悟出的功法 九重五圣诀 吸收神雷中的雷霆之力 炼体运神 九重五圣诀 脱胎于老师英渊所传的 九转玄缘弓 前者为人族粮身领悟 后者则是适用于 洪荒资质较高的圣灵 咔嚓 咔嚓 雷霆之力 被北玄全部吸收 周身气势非但没变弱 反而变得更加强横 北玄此刻处在武皇 惊仙 知敬 虽开创了至五圣的功法 但还未达到 而今日 北玄便要为族人同胞 先行蹚出一条武道之路出来 咔嚓 咔嚓 九天之上 连续落下五道神雷 相继轰击北玄躯体 来吧 北玄主动挺起胸膛 继续吸收雷霆之力 周身泛起了雷电火花 哄 嗡 截雷的数量不断增加 转眼便增到了27道 27道神雷 又名三九雷劫 显然 三九雷劫 奈何不得北玄 此刻北玄周身气势 已达到武皇巅峰 哄 四十九道神雷一起轰下 在北玄躯体内肆虐 嗡 北玄周身气势 实现了跃升 一举迈过了武皇智骨 达到了武宗 武宗 对应太已经先进 人族三组 伏羲看着北玄硬抗神雷 心底万分震动 武道 人族武道 一旦成功 无人族将彻底改变孱弱之势 人族三组激动 期待 忐忑 握紧了双拳 北玄 北玄 一定要成功 武圣面色则恢复了平静 天道的考验 才刚刚开始而已 四十九道神雷 又名七七雷劫 道家之术中 四十九已为极限 九天劫云 见神雷奈何不得 挑衅者 缓缓变了颜色 本来黑色的雷劫 浮现出了一缕紫色的电火 洪荒万众 大能瞧见紫色雷火 皆惊骇出声 竟是紫霄神雷 紫霄神雷 号称洪荒至强神雷 雷霆之势 催哭拉朽 传言 太清神雷 玉清神雷 上清神雷 三大雷法 就是观摩紫霄神雷而立的 因渊见此 心底也捏了一把汗 我这 徒儿太过逆天 竟把紫霄神雷都引来了 若是因渊 先天捏龙之体 抗一轮七七神雷 就已经化为截灰了去了 我这弟子 再次把老师 我摩擦了 紫霄神雷一出 洪荒万众大能皆是知晓 那人族孱弱少年 领悟得绝不简单 否则绝对不会引来天道紫霄神雷 广城紫眸底露出冷意 领悟得不简单 又如何 孱弱之体 绝对扛不住紫霄神雷 神雷落下 顷刻间化为结会了去 毫无用处 哄 咔嚓 九天之上 响起轰鸣 再次落下一道神雷 虽一道神雷 但却胜过四十九道黑色雷火 神雷是紫色的 蜿蜒着躯体 宛若凶猛毒蛇轰在了北玄身体上 哼 北玄脚踏虚空 硬扛了一道紫霄神雷 胸腔内不禁发出一声闷哼 驱 驱驱 紫霄神雷 也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北玄冷声不屑 将双手背到了身后 掌心 虎口已然被雷劈交 留着黑色的骄邪 再关手臂 已然皮开肉绽 紫色雷火在躯体内游走 已然将五脏六幅搅乱 而九天之上 结云浮动 已然开始孕育新一轮神雷 这次足足有两道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皆隐 准提 女娲圣人原神无所不查 已然知晓 那孱弱人族 接下一道紫霄神雷后 已然是强弩之末 绝无可能 接下来将落的两道紫霄神雷 那少年 死定了 明河惋惜摇头 眸底变得暗淡 嘴里泥南失落出声 不成圣 终是蝼蚁 没有成道之机 没有可能正道成圣的 此刻 因缘也急坏了 我这徒儿 不会命绝今日吧 通天教主 嘴角微翘起糊涂 英渊 弟子在 辱去把此物交于北璇 通天教主抬手 拿出一枚冰玉色灵宝 灵宝流转冰色阴晕 玄妙异常 形状轮廓 像极了老憋壳 英渊瞬间瞪大眼了 万般惊骇 老师 老师 这是 北璇他的本命灵宝 英渊盯着通天老师手中灵宝 惊骇无比 这是 通天教主淡然一笑 北璇的本命灵宝 今日也该还他了 灵宝流转着冰色阴晕 玄妙异常 手掌大小 轮廓无疑 是个老憋壳 英渊心头猛然明雾 北璇 北璇 北海玄规 错不了 定然是北海玄规 难怪 他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大功德契运 因为踏马的四肢 还在称天呢 天柱不倒 功德不断 且 北璇为了人族 消耗完了所有称天功德 不然天道敢降下神雷去劈北璇 行走的功德契运包 恐怕就算是圣人 都不敢打杀北璇 打杀北璇 滔天夜令 英渊双眸凝望着老憋壳 心底彻底稳了 这踏马 可不是一般的老憋壳 北海玄规未陨落时 可是准圣大圆满修为 死前将一身血肉精华 全部注入了龟壳当中 灵归类 本就以防御著称 准圣大圆满本源灌注之下 此宝丹论防御 恐怕便不属于极品先天灵宝 称天后 又有大气运功德注入龟壳 防御在点满的情况下 再次点满 极品先天大道 功德至宝 英渊未多言 结果老憋壳 纵身飞向了北璇 广城子咬牙切齿 披灵带甲 卵化失声 业力加深的孽障 还得了平道三枚金丹 当真死有余辜 准体模糊看了一眼聂龙影子 便连忙收回了目光 多看一眼 本作怕西方气运变弱 北璇站在虚空 身躯被雷火肆虐 连动都没法动一下 筋骨疼痛不可言 老师 你来干什么 老师 快走 您想为弟子挡神嘞 弟子心领了恩情 但老师 您真挡不住啊 北璇心底感动 音渊面色骤然一变 你他妈在这 哇哇大叫什么 给你挡神嘞 你屁股比脸还要摆 嘿嘿 北璇犯贱一笑 不被老师骂 人怪不舒服的 老师 弟子不笑 今日怕是要陨落了 弟子陨落后 老师切莫伤心 再收一个笛传弟子吧 北璇语气是玩去的 但言语间 却流露出了绝望 一道紫霄神雷 便已让北璇筋疲力竭 九天之上 即将落下两道 无论如何 是扛不住了 想死 阴冤嘴角 微翘起糊涂 昂 那有什么办法不死 弟子才等老师 修行了一千多年 弟子还很年轻 不想死 麻痹的 为师的三光神水 摆给你了 啊对对对 北璇挥手 祭出了一后天 几品葫芦 葫芦是多宝师伯随手送的 里边装着千八百滴三光神水 三光神水 乃疗伤圣物 几滴水下渡 北璇瞬间恢复 音约又缓上前 将老憋壳塞进了北璇手中 富尔宁声道 撑住 等回来为师 让你用三光神水洗澡 你若死 三皇五帝将永世被囚禁 人族将被四圣渗透操控 永无翻身机会 弟子 多谢 还未等北璇说完感激涕灵的话 便见着老师掉头就跑了 开玩笑 紫霄神雷马上落下来了 因冤不跑 难道留下跟北璇一块挨泪 北璇抬手一看 冰色郁润的壳子 神情瞬间愣住 一股血脉一体的亲切感涌上心头 这是 哇 两道紫霄神雷 终于继续玩了气势 轰然落下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接影 准提及洪荒万众大能 皆是摇头 此子 为结灰矣 人族三组双眸 亦失去了光泽 变得暗淡无光 福西叹息 北璇雨 人族之伤 通天教主则笑盈盈 注视着虚空 结灰 哼 谁叹马成结灰了 紫色雷火散去 北璇安然无恙地 静力在虚空 双手插着腰 身躯四十五度后仰 鼻孔朝着天 要多嚣张 有多嚣张 什么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两道紫霄神雷啊 洪荒万众大能 皆惊骇出声 嗯 武圣皆是察觉到了 那孱弱人族背后背了一件灵宝 冰色玉润 宝光阴晕 那是 北海玄规的 龟壳 刷 武圣目光揭齐刷刷 看向通天教主 没直接斩杀玄规 武圣立刻知晓 那孱弱人族少年 就是北海玄规转世 三帝 好谋划 老子谋底起了波澜 上清圣人 竟有如此谋划 洪荒震惊 龟壳 本就是北海玄规本命质宝 故而 自行认主 无需炼化 一经碑上 便能完全发挥出 质宝防御威能 北玄重得质宝 目中无人 鼻孔嚣张 望着九天杰云 缓缓竖起了终止 紫霄神雷 不过如此 哄 咔嚓 北玄 挑衅的手势 似乎激怒了杰云 这一次 九道神雷 一起落下 咔 哄 北玄不屑一笑 主动冲向九天 沐浴在紫色雷火当中 挠痒痒 挠痒痒 爽啊 爽啊 北玄武道修为 已然跃升至了武尊 大罗惊仙 静 咔 这一次 是四十九道 神雷轰鸣落下 依旧奈何不得 背着龟壳的北玄 苏麻麻的 我承认 紫霄神雷威力很大 很大很大 但破我的大宝贝 还差点 北玄立于九天 目光环视洪荒大地 人族各部落 既然都已经有幸 我北玄也该有幸 伏羲天皇 定督为臣 那我姓臣没什么问题吧 无尘北玄一生行事 何时俱过 莫说四十九道紫霄神雷 就算再来一百道 一千道 无道 我立定了 哄 窝 窝 九天节云被彻底激怒 骤然浮动 旋转 且颜色愈发深邃 漩涡 就像是一只巨大的天眼 傲视九天 俯瞰着洪荒天地 天伐之眼 天道动怒 天伐之眼 劫云再次变了颜色 由紫色阴晕 变成了灰色木矮色 混沌神雷 天道竟要落下混沌神雷 紫霄神雷 为洪荒至强神雷 而混沌神雷 则是混沌至强神雷 混沌神雷 乃毁灭神雷 神雷之下 阴灭一切 万物无存 弯曲不羁的北玄 也微微变了脸色 毁灭神雷 倒是瞧得起无人足 无尘北玄 是踏马把你天道给透了吗 竟不惜降下毁灭神雷 毁灭神雷 连圣人都忌惮的神雷 容不得北玄大意 人族三族见着此 与伏羲对视一眼 三族一皇会议点头 立刻大声道 而郎们 北玄正在为五等开创武道 武道若成 无人族便能真正强盛起来 天道不公 不然 竟不惜降下毁灭神雷 毁灭武道 其我人族孱弱 人族虽弱 但有血性 今日 无人族便同生同死 无论成功与否 北玄当为无人族无族 同生同死 遂人士 有朝士 自一士 天皇福西 率领亿万人族 发出了不屈服于毁灭神雷的呐喊 无族 人族第四族 便见着 无数人族气韵 汇聚至北玄道区之上 一族气韵加深 哦 我感觉浑身被充满了 北玄舒服地熬出了声 通天教主 一祭出了空铜印 寿命于天 既受永昌 天 既是人族至宝 当住北玄 北玄 是人族 但也是因缘的弟子 通天教主的徒孙 通天又岂会看徒孙陨落 空铜印再次调动人族气韵 汇聚至北玄躯体上 北玄一人 身兼着亿万人族同胞的信念 气韵 握紧了拳头 轰出了人族不甘的一拳 拖 毁灭神雷落下了 无上毁灭之威 席卷激荡洪荒 就在毁灭神雷相距北玄两寸时 骤然消散 天乏之眼 亦猛然消散 九天云海之上 浮现一道粗壮大气韵功德 彩云漫天 祥瑞万千 这是 大道气韵功德 天道有思 大道至功 北玄创立的五道 修行至五圣 混元精先 静 又不是什么逆天道路 硬扛过四十九道紫霄神雷 便已算成功 哇 粗壮的大道气韵 一分数分 分别飞向了北玄 人族 阴渊 人族气韵 再次暴涨 北玄周身气势暴涨 呼吸间便达到了五圣之境 碎人士 有朝士 自一士 福西 谋底揭露出兴奋精芒 大声开口 此乃无人族无族 猎山 亿万人族 皆是朝着北玄方向 恭敬大败 恭迎无族 无等拜见无族 北玄立于九天云海 谋底最深处 闪烁过沧桑 泥南出了声 曾经 我是北海玄规 而现在 仅是一名人族 老师的弟子 祖师徒孙 人族 五道 猎 北玄身着人族 最时尚前沿的麻衣 背着老鳖壳 处立于洪荒九天云海 周身迸发着强横的五道气息 俨然 一致五圣之境 混缘经仙境 虽处在初期 却不比准圣中期要弱 一念沧海 一念永恒 北玄修为达到五圣后 亦是找回了前世真灵 北玄朝音渊 通天教主大败行礼 老师 祖师 嗯 通天教主点头 随后 北玄目光又看向了三祖 福西 及亿万族人同胞 人族自此后 可修行五道 强身健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虽远必诛 三祖是看着北玄长大的 此刻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激动 虽远必诛 无祖 亿万人族同声呐喊 声势震散云海 太清老子面色古井不波 压根未想过 那人族孱弱少年 竟真的为人族蹚出了一条路 准提目光再看向北玄 谋底满是火热 手指着北玄 高呼道 北玄此子 天资绝顶 有大毅力 大悟性 大复原 竟真的为人族开辟出了五道 何该与我西方有缘 准提又下意识看了一眼淫渊 心底补充道 当然了 北玄之师 聂龙废体 与我西方无缘 太清老子稍作成瘾 太清圣人之威 席卷天地八荒 缓开口 人族五祖 亦当前往火云洞 为人族镇压气韵 非无量量节不得出 三祖言人族与结教修妻与共 无疑 这狠狠打了人教的脸面 北玄开创武道后 人族必将舍弃金丹大道 再次狠狠打人教太清的脸 且无祖意识不稳定的因素 想要操控人族 必须连同无祖一同软禁 原始天尊赞同点头 大兄所言极是 欲卿诏令 无祖当随三皇五帝 前去火云洞 镇压人族气韵 接影 准提图谋人族 再次投了赞同票 通天教主站出 大兄 二兄 北玄乃无结教弟子 太清老子面色漠然 他亦是人族 三弟难不成 想阻拦人到大兴 镇压人族气韵 乃必然之事 通天教主面色微臣 情况有些不妙 通天正欲开口 圣人于光威 瞥见了樱渊 他嘴角微翘起 神秘不可察觉的弧度 本作 这涅图跟北玄 肯定早有谋划 小银币的弟子 怎么可能不银币 九天云海之上 北玄嘴角一翘起弧度 石海里浮现出 先前与老师的对话 老师 人族武道成了 能把握自身命运吗 北玄问 阴渊 你怕是在想屁吃 那我人族 还有三皇五帝出事呢 再加上五道 难道还不行 北玄疑惑不解 阴渊缓摇头 圣人之下接楼椅 纵使有三皇五帝 人族武道出事 恐怕也会被勇士禁锢 北玄愣着 茫然无措 老师 人族真的没机会吗 阴渊沉思许久 缓声道 还有一条未曾设想过的道路 洪荒九天云海 北玄将五道气息提升极致 谋敌满是坚毅 大道在上 无乃五祖北玄 轰 龙 洪荒天地 惊雷乍响 洪荒六圣 极万众大能 皆是望向了北玄 他想干什么 人族 生来孱弱 处在天地夹缝中生存 处境艰难 今日 无以开创人族武道 愿以武道气韵 立人族祖地 人族各部落 皆可建立五庙 培养部落族人 学习七满后 佼佼者可入都城五庙 都城五庙学习七满 则优进入人族祖地 人族祖地 意为人族武道圣地 圣地不灭 人族永世不灭 哄 呜 武道出城 武道气韵如海 而北玄却拿武道气韵 立了人族武道圣地 大胆 放肆 太清老子谋底 终于浮现一缕怒火 太清老子当然知晓 齐立人族武帝的意图 大胆 放肆 还在后边 北玄冷笑一声 碎人士 有朝士 自一士 三祖 当入人族圣地 北玄大声道 三祖立刻会议点头 即刻昭告洪荒天地 无碎人士 有朝士 自一士 愿入人族圣地 镇压无人族器语 三皇武帝 当入人族圣地 北玄再度开口 天皇福西 立刻点头 昭告洪荒天地 三皇武帝 愿入圣地 圣地不灭 人族不灭 哄 天雷滚滚 数子 而敢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接引 准提怒声开口 四圣以言 让三皇武帝入火云洞 而北玄却另立了人族圣地 简直啪啪直抽打圣人的脸 人族生来自由 哪个敢高高在上 无有何不敢 哈哈 好 不愧是无通天的徒孙 徒孙 借宝 空铜印划破长空 落入北玄手中 大印正下风 镇刻着道文大字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天 旨大道 北玄手持着空铜印 便感觉能够调动人族器语 北玄此刻 当真想废了人教 废了女娲圣母 阴渊面色平淡 但心底却有些紧张 我这孽徒 不会给人族上难度吧 人教 必须得废了 圣母也得废了 但绝不是现在 不成圣 终是蝼蚁 废了人教 人族与太清圣人彻底对立 废了圣母人族将悲伤 不孝 知名 接影 准提虎视眈眈 原始天尊 瞧不起人族胎生之辈 此刻的人族 孱弱 压根没有反抗五圣的力量 北玄深吸了一口气 沉生大喝 以空铜印 镇压人族圣帝气域 圣帝不灭 人族不朽 人族武道圣帝 立 人族气韵翻涌 圣帝立成 大道承认 四族 三皇五帝 当入人族圣帝 而不是火云洞 太清老子双眸彻底变成枯木 看不出喜怒 挥动衣袖 撕裂虚空离去 人族圣帝 好 很好 原始天尊 呈九龙沉香碾离去 接影 准提面色忧愁极苦 哎 打秋风去吧 女娲贵为人族圣母 且伏西已转世 人族气韵如海 也是舒缓了一口气 哥哥 无须被囚禁了 女娲玉金凤 回了娲皇宫 通天教主甚是欣慰 不错 不错 激荡许久的洪荒 恢复平静 泰山封善 礼成 伏西朝着猎山笑道 皇帝 为兄在圣地等着你 猎山接过人族 共主之职 面色坚毅 绝不会让四族 皇兄 及亿万同胞失望 泰山封善 人族善让之礼 猎山 正是接过了 共主之职 开始治理人族 首先 便是在人族当中 推广农业种植 从渔猎采集文明 到农业农耕 绝对是人族大卖的一步 依靠农耕 人族可以获得 大量相对稳定的粮食 人族富足 安居乐业 人口数量再度膨胀 无数人族 尊敬称猎山共主 为神农士 而这一时期 亦被称为帝皇制式 农业大发展二十年 有些田地比较难开垦 猎山便拜见了精灵老师 观摩先天灵宝 发明了磊四 磊四耕地 让人族生产力 再度实现了跃升 人族生产力跃升的同时 猎山又传令人族各部落 组建武庙 孩童三岁 便可脱产习武 修炼的功法 便是北玄开创的九重武道诀 孩童习武 对肉食需求比较大 需补充气血 故而一个部落 仅能供养起三名孩童练武 这一时期 人族有十二万九千六百个部落 也就是说 仅有三十八万余名孩童 能够练武 三十八万 于无垠的洪荒 渺小不值一提 但对人族而言 却已是质的突破 修行仙道 是百万里挑一 能突破炼金化气境 更是在天才万里挑一 三十八万余名孩童 是人族武道的开端 九年后 孩童长到十二岁 进入都武庙学习 十二岁的孩童 苦修九仔 皆已成为预备武者 武者 对应的洪荒帝仙之境 九年 人族缔造了三十八万名帝仙 可谓是恐怖如斯 即刻在洪荒天地 掀起了惊涛骇浪 都武庙 努力修行六年 满十八周岁 然后开始武口 成绩优异者 十二万九千六百名青壮 进入人族武帝 学习 未能进入人族武帝的武者 则返回各个部落 为下一代孩童做武道启蒙 人族孱弱 资源有限 培养武道修士 是一件细水长流 星火相传的传承 急不得 猎山在位三十载 人族气运比先前翻了十倍 兴盛至极 兴盛之下 便演化出了交易 这时的人族 皆是以物易物 于是 猎山便专门开辟了市场 供有需求的族人交易 这一日 两名人族打了起来 事情闹得很大 猎山闻讯赶来 一名人族牵着一头水牛 一名人族牵着一头羊 一个想要牛 一个想要羊 但牛比羊大多了 牵着牛的人感觉吃亏 就想换三头羊 羊主人不愿意 这才打了起来 猎山一时发现了 以物易物的弊端 价值不对等 猎山一时也没什么好办法 则令两人不得再打 不愿意交换 便回家去 猎山心中郁闷 便出了城散步 走到河边 看到河边 有许多五颜六色的贝壳 精致 小巧 好看 猎山眼前一亮 能不能用贝壳 充当交易的媒介 例如 一头牛价值100枚贝壳 那一头羊 就是33个贝壳 猎山随即在市场中 用贝壳试验 效果拔群 人们用贝壳充当交易媒介 果然方便了很多 于是 人族的商业 开始大兴 无农不活 农业粮食收获 让无数人族生存活下去 无伤不兴 商业使得宛若一滩死水的人族 起了涟漪波澜 兴盛起来 农业 商业大兴 帝皇时期 人族空前繁荣 时间宛若细杀 一昆年转瞬即逝 猎山坐在都城处理公务 手下官员仓皇来报 公主 不好了 有数十个部落扼扼人 猎山惊汗 怎么会这样 今年风调雨顺 各部落不缺粮食啊 公主 据各部落首领来报 有几名穿着不依古怪的人 游走各部落 用贝壳换走了大量的牛羊马 粮食 什么 猎山治理之下 饿死了人 这是天大的事 猎山随即 前往族人部落调查 成都外 有一部落 名为羊部落 盛产肥美的羔羊 而出名 此刻 一名穿着半截僧衣 半截到衣外来人 正在与羊首领协商 一头羊是33贝壳是吧 听 我给你50贝壳一头 有多少要多少 当真 羊首领十分易动 当真 于是 外来人 用了一大堆精美的贝壳 换走了羊部落 一万头肥美的大羊 哈哈 人族真傻 等赶着羊出了十里外 外来人摇身一晃 变成了修士模样 身着半截僧衣 半截到衣 正是西方教 俯虎道人 俯虎道人修行旁门秘法 正需补充血气 偶然间知晓 贝壳能换人族的牛羊马 便起了心思 俯虎道人 此刻卡在悬仙巅峰境 正需血气修行妙法 跑到东海 随手一挥 便能获得百万枚贝壳 百万枚贝壳 能从人族换来无数血气 大转特转 俯虎道人将消息告知了降龙师弟 于是 西方教十八道人 便偷偷潜入了人族 做起了 无本 的买卖 没办法 西方太穷了 连只鸟毛都没有 拿贝壳收割人族财富 岂不美哉 不单是西方教弟子 洪荒野生的大妖也用贝壳 从人族换取解食 那道人 猎山从都城赶来 正看到俯虎恢复真身 一口吞下数百头肥羊 俯虎面露笑呵呵 怎么了 猎山沉着脸 扫过羊群 俯虎又笑道 这啊 平道拿贝壳换的 有什么问题吗 光明正大换来的 猎山顿感不妙 咬牙沉声 回都城 猎山回都城后 立刻召来了封前辈 劳烦前辈 即刻通知各部落首领 全面废除贝壳交易 是 公主 要快 人族有专门的传令人 皆是修炼有成的人族 宫人皇发号施令 第二日 全面废除贝壳交易的召令 便传遍了人族各部落 猎山又下令 各部落清点粮食储备 如实上报 两日半后 猎山看到禀报上来粮食储备 头皮阵阵发麻 损失惨重 洪荒修饰 用无用的贝壳 换走了人族大量粮食 猎山即刻开始整合资源 开都城粮仓 务必确保 不能再饿死人 假贝壳 风波 给正值兴盛的人族当头一棒 生产力至少倒退两年半 猎山很苦恼 便前去拜见精灵老师 精灵圣母刚从玄水部落走出 穿着一袭金色锦绣道衣 一双眉腿 匀衬光滑紧致 身材窑窍 绝美的脸蛋 滋容红扑扑的 一双灵动的美眸流连忘返 与阴冤小师弟论到一番 当真收获良多 货币是什么 本质是一般等价物 如何发行货币 货币秩序 精灵圣母听完小师弟讲解 当真耳目一新 弟子 十分苦恼 还请老师解惑 猎山寻到了老师 便直言了 假贝壳 风波 导致族人损失惨重 精灵圣母即刻与猎山讲解了 什么是货币 货币如何发行 猎山震惊 亢奋地听完 忍不住高呼 老师 真乃仙人眼 精灵圣母时海里 扶过阴冤小师弟 风神俊朗帅气的五官 温柔一笑 呵呵 使人牙会罢了 猎山听完老师所讲的 货币论 心底已然明白 发行贝壳 为什么会失败了 贝壳 就是老师口中的货币 充当交易媒介 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 仅在人族流通 还好 因为贝壳数量有限 而洪荒修士 稍微施法 便可获得无数贝壳 大量贝壳涌入人族 收割人族财富的同时 又会造成通货膨胀 猎山知晓 人族若想继续推行市场 就必须要发行一种真正的货币 这又让猎山犯了难 精灵圣母微微一笑 抬手祭出一件灵宝 灵宝是原形方孔 省有双赤 正是樱渊的落宝金钱 徒儿 如可以此为基础 铸造人族货币 猎山看到原形方孔的物件 石海就响起一阵轰鸣 这就是我想要发行的货币形状啊 樱渊与精灵圣母闲聊 并借出了落宝金钱 小事而已 还能凭着 借宝 分一些帝皇正道功德 何乐而不为呢 猎山回到都城 即刻命人采集首阳之铜 开始铸造货币 并取名为铜钱 且规定 即有都城可铸造铜钱 私下造铜钱者 按扰乱人族问责 铜钱出事 立刻完善了猎山开创的市场体系 人族商业再度恢复 且规模更大 比以往更加兴盛 转瞬 帝皇在位已超过百年 最核心的功绩便是发展农业 开创商业 带领人族继续繁荣 但 猎山感觉自己 还是没功德圆满 似乎还差了什么 猎山修上清闲法 年轻且充沛 第二年 妻子生下了一女 猎山为其取名为金卫 直至 有一日 属下官员再度来禀报 公主 属部落出现了疫病 死了百十个族人 哄 猎山愣着 石海里再度掀起金韬骇浪 人族虽兴盛了 但却一直受疾病困扰 无知泽 当然族人不再受疫病 这时候的人族 并没有大夫 医生角色 族人得病 只能硬扛 猎山幼时 便对药草十分感兴趣 只是当了公主之后 事业变大 至于整个人族上 想办法让人族发展兴盛 忽略了疾病 猎山赶往了属部落 观察族人症状 采集药草 为族人治病 待处理完属部落疾病后 猎山交代好证物 便开始游走大地 尝百草 记录百草陆体后的感受 并用麻布记录 画下药草模样 此刻 人族并无文字 只得图画 口耳相传 百草中 有许多剧毒之草 多次要了猎山的命 多亏金灵圣母救援及时 才将猎山救了回来 百草 只是统称 洪荒草木 何止百种 能堵死地先进猎山的草 不在少数 金灵圣母 不忍心看弟子中毒折磨 便回了惊傲岛一趟 请教吕月 吕月 修行瘟疫之法 擅长不读 解读 亦是后世出名的温仙 吕月听闻金灵师姐来意 呵呵一笑 分辨百草的妖心 这又何难 吕月大方地拿出一草木灵根 师姐 这是师弟种的灵植 明者边 只需稍微计练灵植 再用者边打在草木上 便可感知到草药功效 多谢师殿 金灵圣母笑着感谢 这便是好处 门中师弟 修行什么的都有 呵呵小事 小事 能帮到大师姐 师弟也很高兴 金灵圣母出了金敖岛 将这边交与了猎山 猎山欣喜至极 谢过老师 谢过吕月师叔 猎山计练完灵植后 便用齐来辨别草药功效 区分是否有毒 能否治病 五年时间 猎山走遍了万里大山大河 画下了数千种草药的形状 并将药效记录于心 无数人族也知晓 贡主在为人族做大事 风餐露宿 十分辛苦 便更加地尊重 尊好神农 人族不知神农手里的者便名称 便起了个相匹配的名字 神农齿 而就在猎山长百草时 西方 须弥山 一道虎啸响彻西方 准题乐呵 浮虎 有大毅力 大悟性 大复原 今日突破玄仙智谷 正到金线 可喜可贺 玄疾 准题又流出几滴泪 苦 实在太苦了 西方鸟不拉屎 贫瘠无比 苦了一众弟子 街影面色忧愁极苦 师弟 无西方定会大兴的 准题到兴躁动起来 师兄 人族立下五道 想偷偷度化人族 更困难了 想染指人族气运 难难难 街影听着师弟话 若有所思 师弟在谋划人族 准题点头 嗯 人族大兴 气运太浑厚了 但防备甚严密 师弟以为得先让人族乱起来 乱起来之后 方可浑水摸鱼 街影追问道 如何乱 准题看了一眼 八部天龙池 里边竟没有一条龙 嘴角微翘起弧度 师兄 师弟有一计 可一十二鸟 既可渡人族气运 亦可补充八部天龙池 准题说吧 摇身一晃 泛光闪烁 变了一副模样 凭道乃道德道人 与准题圣人又有何观 街影面色愈发忧愁极苦 师弟行事 且需小心 莫要被东方圣人发掘 节气翻涌 天机不显 师弟去也 撕裂虚空前往人族都城 准题目光瞄向了神农的小女儿 金卫 而与此同时 玄水部落 木屋里 樱渊苦修数千年 又借助北玄立武道的气韵 终于迈过了玄仙智谷 胸中武器涌动 视为金仙境 金仙者将胸中武器蕴养圆满 视为金仙巅峰 蕴养顶上三花 便可迈入太乙金仙之境 待胸中武器朝圆 顶上三花盛开 便可迈入大锣 樱渊成功突破 心情不错 随手开始写日记 突破至金仙境了 当真可喜可贺 通天教主第一时间看了更新日记 嘴角一翘起喜悦弧度 嗯不错 本座正念 乖佗 修行速度不慢的 把落宝金钱借给神农了 届时又可以得一波气韵功德 美芝芝啊 嗯 神农的小女儿 挺可爱的 金卫 金卫填海 我也说不准金卫是被淹死 还是西方礁的手笔 按照如今仁族底蕴 金卫若被淹死在东海 仁族必向四海问责 四海龙王老尼丘 金踏马看不上我淹渊 说我淹渊不属于龙族 忍不了一点 我虽然想投靠西方教 在日后的封神中保住一条小命 但真的不忍心看神农的小女儿 被淹死在东海 她才五岁 赶紧叫来北宣 希望可以来得及 日记写到这结束 通天教主竟坐在碧游宫 微微皱眉 操 该死的西方 竟还踏马 想挑起人族 与四海龙族大战 这还真像是准提的手笔 上清圣人神石扫过东海 正看到一名五岁的小女孩 在海里嬉戏玩耍 一道泛光闪烁 瞬间激荡起千层海浪 海浪将女孩吞噬 准提站在礁石上 面色忧愁极苦 竟看着海浪将女孩吞噬 通天教主神石扫过 阴沉着脸 怒了 操 对五岁小女孩出手 端得不要面皮 通天正欲出手 东海虚空 陡然震动 五道之威灵力 传来爆喝 无耻老贼 受死 东海之兵 虚空颤动 五胜之威降临 准提老贼 受死 北旋怒火滔天 轰出一拳 混原惊仙之威 直砸准提面皮 准提脸上的笑意戛然而止 周身泛起泛光 挡住了五胜一拳 发生 慎模式了 平道形势 已经小心在小心了 怎么会被人族发现 不对劲 十分不对劲 北旋邪怒火走出 又一缕紫气环绕 伏羲走出虚空 就下了溺水的精卫 伏羲站在海面 怒视着准提 如贵为圣人 竟敢谋害帝皇之女 岂我人族太甚 准提也不恼怒 轻笑道 两位道友说笑了 平道乃道德道人 与西方有大异力 大悟性 大复原的准提圣人 又有何观 无耻至极 北旋周身气势 提升至混原惊仙 纵身一闪 至准提身后 轰出两拳 准提嘴角带着笑意 侧身闪躲 拳头轰在宽松的道衣上 显得软绵绵的 北旋虽正得五胜 慧原精先初期修为 比肩准胜中期 但在圣人面前 依旧搂以罢了 北旋连轰出数拳 挨都没挨到准提 准提心中 则微叹了一口气 评到究竟是怎么被发现 人族既已察觉 再想挑起人族 与东海水族战端 怕是难了 准提摇头 便欲退去 北旋脚下步伐 陡然变得灵巧 与周天星斗对应 且每一动一步 都会为自身积蓄气势 带走过天罡 地煞108步 周身气势提升至了极致 便全围掌 一力横推 坑 一声嘹亮龙吟 一道金色气浪 从掌心迸发 准提未预料到这种情况 躲闪不及 被金色气龙正面轰重 连连退后了术步 身形略显凌乱 什么神通 五道 灵波微波 五道 降龙十八掌 五道 神像阵欲尽 好 好 好 此子当真有大悟性 何该与我西方有缘 准提暗暗道 准提通摸前来挑逝 自然不会暴露 又与北旋斗了几个回合 转身顿入虚空离去 北旋气氛万分 操 跑得真踏马快 伏袭见此 也无奈摇头 不成胜 终是蝼蚁 准提是不想暴露 故而未使用圣人之力 否则 凭北旋 伏羲 恐怕在他手里 走不过一招 北旋 伏羲 从东海救了金位 回归人族 樱渊见着北旋 成功救回金位 心底一松了一口气 此刻 樱渊已猜到了西方谋划 无外乎挑起人族与水族大战 浑水摸鱼 西方最擅长的 就是浑水摸鱼 西方 须弥山 菩提树下 准提百思不得其解 师兄 师弟行事 已经够谨慎的了 怎么就被人族 发现了呢 而且 此刻节气浮现 天机不险 诸圣根本推算不到 皆引面色忧愁极苦的摇头 师弟 继位成功 便不可再行事 留下把柄 是 师兄 哎 苦啊 实在是太苦了 人族 都城 猎山周游洪荒回来后 已闭关了两年 整理记录草药功效 无乃猎山 周游洪荒 尝遍百草 今日终于为我人族 记录下百草功效 自此后 无人族疾病 皆可对症治病 猎山的声音 传遍人族 无数人族 皆是神情振奋 一同高呼 神农 神农 猎山出关后 被传召到了人族五弟 听闻了小女儿溺水之事 猎山面露怒意 握紧了双拳 该死 三族张了张嘴 却不知该如何出言安慰 人族孱弱 面对圣人算计 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伏羲轻拍了拍猎山肩膀 猎山深吸了一口气 皇兄 我知晓此事无奈 人 啪 北旋猛然站起身 犯我人族者 虽远必诛 猎山 此事不算了结 我北旋一定为精卫讨回公道 北旋宁声 严肃开口 人族五道出力 力量还比较孱弱 但假以时日 五道有了足够的底蕴 必让西方百倍奉还 猎山向北旋大败 多谢五族 猎山出了人族五帝 回了都城 向人族贤者 口述草药功效 以此赚下神农本草经 人族便有了大夫 一生 擅置并救人 于是 人族的病死率 再度下降 农业蓬勃 市场生机盎然 病死率下降 人族再次迎来极大的兴盛 猎山自感功德圆满 便开始在人族寻找下一任大贤 让其可以接过贡主之职 与此同时 昆仑山 欲虚公 原始天尊高作于朱天庆云 底下是燃灯 南极仙翁 广成子等十二金仙 原始天尊扫过大殿 帝皇即将归位 人皇即将出世 无产教负责教导人皇 燃灯听罢 心头万般火热 那多宝不就凭借着天皇之师功德 成功斩了第三师 正得准圣圆满 人皇之师 有大功德器语 足以让自己斩师正宝 燃灯困于大罗金仙无数年 始终不得突破 见此机会 满怀期待 迈半步上前 恭敬行礼 老师 广成子 可谓人皇之师 还未等燃灯开口 原始天尊一言 定下了人皇之师 燃灯愣正在原地 傻眼了 原始天尊圣人 目光微瞥了一眼燃灯 如有何事 殿中 广成子渐燃灯迈半步上前 心底冷哼一声 竟敢觊觎人皇之师位 紫霄宫三千克 却迟迟不能斩师 废物罢了 广成子恭敬上前 大败 是 弟子谨尊老师赵令 定会教导好人皇 嗯 原始天尊偏心广成子 这是产教众所周知的了 慈行 文书 谱贤 聚留孙等金仙虽然极度 但却不留于外 而是笑呵呵的 恭喜师兄 这次必定斩却第二时 唯独小丑燃 愣正在原地 进退不适 燃灯心底浮现大悲愤 老师 为何不选我 我明明已经是大罗金仙巅峰 仅差半步 便可展示 正的准胜 燃灯双眸变得黯然 弟子无事 原始天尊又瞥了一眼燃灯 无事便好 燃灯失魂落魄地出了玉须宫 缓尼南出了声 平道 何时才能展示正道 猎山在位120载 治理下 人族空前繁荣 苍领族 而知荣辱 不同部落之间 摩擦日益增多 这是人族面临的新挑战 猎山知晓 此事要交与下一任人皇解决 有熊部落 有一女子 孕育九年零五个月 猎山与广城子 同时到达有熊部落 广城子身着华丽道衣 牟底流露着 仙人的优越与高傲 此子当为平道弟子 猎山微微皱眉 广城子的手上亦沾染着人族的血 待婴孩出世 子气东来 意想不断 婴孩 三日能走 五日能延 端地是大闲之姿 取名轩辕 待到轩辕五岁 广城子开始教授轩辕清闲法 礼法为重 人当分有三六九等 尊贵卑贱 年幼的轩辕听着 缓摇了摇头 可是首领说 大家都是同胞 没有尊贵卑贱之别 广城子听后不悦 我是老师 听我的 猎山见着广城子 如此教授轩辕 万般忧心 于是便偷偷摸摸教授轩辕 最令轩辕记忆深刻的 便是神农的一句话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坚持本心即可 轩辕十八岁时 随猎山前往了都城 开始接手人族事务 两年后 猎山 轩辕传召人族部落首领 泰山风扇 这一日 紫气东来 绵延天井 洪荒六圣 接降临泰山之巅 人族 再次成为洪荒天地的焦点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山 手持空铜印走出 上青道运环绕 猎山既为人族共主 教人族种植五谷 由渔猎采集至农业农耕 开市场铸造铜钱 激发人族活力 长百草 传神农百草精 今日 功德圆满 尊好神农 哄 通天教主圣音落下 便见着九天之上 陡然浮现粗壮的 气韵功德 其中四城涌入了 猎山身躯 三城归人族 一城归精灵圣母 一城涌入空铜印 最后一城 则飞向了音渊 驴月等相助过神农的修士 哄 猎山周身气势开始暴涨 地仙 天仙 真仙 玄仙 准圣初期 准圣中期 准圣中期 圆满 数个呼吸 猎山便从地仙之境 成长到准圣圆满境 岁仁氏 有朝氏 自一氏 北璇作为人族四族 此刻代表着亿万人族高声大呼 恭迎帝皇神农归位 猎山面色恭敬大败 见过四族 皇兄 皇帝 伏羲面露微笑 人族再添一名准圣大圆满修士 人族实力变强 伏羲 猎山目光皆看向轩辕 同声道 皇帝 五等在圣地等着你 是 泰山风扇 礼成 诸圣退去 薛元正是接过人族共主之职 开始治理人族 人皇以及前四弟 与结教没关系了 故而殷渊也随着通天教主 回了金敖岛 殷渊继续坐在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调万古 闲暇时写写日记 通天教主静坐庇游宫 翻看着日记 这乖徒说 人皇看都不要看一眼 多看一眼就会爆炸 也没说明原因啊 节气翻涌 天机不显 通天教主百思不得其解 混了点天皇 帝皇功德 修至金仙境 当真是美之之 人皇薛元出世 我是万万不敢在人族待了 待不好一点 就得命犯杀节 通天教主更疑惑了 命犯杀节 嗨 诸圣目光皆是放在了薛元身上 却是未发现人族东南部 薛元 主杀法 当以血杀 兵戈 初步统一人族各部 铲教先是万灵如草剑 难怪会命犯杀节 通天教主看着日记内容 圣人目光即刻看向了人族东南部 人族东南 山林旷野 有人烟踪迹 未知九犁 九犁各部 亦属于人族 但却不是那么纯粹的人族 而是人物混血 薛元出世的第二天 九犁部落亦诞生了一名婴孩 婴孩三日能走 五日能延 从小便表露出怪异 九犁部落为婴孩 取名为吃油 吃油也满脸的不可置信 打量着天地 我 我 怎么会复生 不但 复生了 还转世成为了人族 拥有元神 吃油出世 便能够吞噬天地间的凶煞之气 且还能够修炼元神 吃油万般激动 定是父神怜悯 吃油适应了人族生活 并知晓 人族正值三皇五帝时代 于是 心底诞生了一条 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无吃油 能否一统人族 借人族气韵 补育巫族 吃油坚定了想法 便开始展露了才能 十八岁时 接过了九犁部落首领之责 吃油 大力发展农业种植 并大肆储备粮食 寻找山间矿石 也练刀剑 制定严苛的刑罚 凝聚九犁部落 祝 来源吃油与法 九犁部落持续壮大 有统一人族东南部之事 功德气韵加深 三十岁时 吃油便重修 回了大屋之身 哦 山林间陡然响起一声唬笑 神兵琥珀 划破虚空而来 琥珀认主 吃油又前往了竹林 以雷霆手段 收服了石铁兽一族 并把族长抓来当做旗 石铁兽 黑白相见 模样凶猛 力大无穷 端得厉害 三十五岁时 吃油完成了人族东南部的统一 并号称东夷联盟 通天教主收回神时 心头万般震惊 五等圣人目光皆放在轩辕身上 却完全没察觉到 东夷已经被他统一 吃油 吃油 南部城 真是巫族吃油 通天教主神识扫过 察觉到吃油就是人族血脉 但躯体却万般强横 如果真是巫族吃油 广城子绝非吃油对手 难怪 那乖托说 多看人黄一眼 便会爆炸 轩辕在位二十载 征战荣马一生 统一了除东南部所有的人族 并传令九离各部 投降 吃油冷笑一声 直接竖起了东夷联盟旗帜 通令轩辕各部 将人族共主善位于我 于是 中原与东一部开始了紧张的对峙 东 东 东 战鼓 响彻了洪荒天地 薛原聚兵千万 兵发东一联盟 吃油聚兵百万 兵指中原 指人族中部地区 广城子身着一席华丽道一 指着逐鹿 陈生道 逐鹿地方 适合大规模征战 这个战场上 将决定人族的胜衰新亡 无论怎么讲 征战兵力是一千万对一百万 优势在我 逐鹿旷野平原 适合大规模征战 无论是轩辕还是吃油 想要捅一个步 就必须拿下逐鹿 轩辕身着兽皮兽甲 骑着骏马 手持长剑 领兵千万 行至逐鹿 吃油身披铜甲 手持磨兵琥珀 胯下 骑着石铁兽 领东以百万狼 列兵逐鹿 哄 窝 两军对峙 天地间的节气 凶煞之气 持续翻涌 席卷激荡 这竟是孱若人族 所爆发出的气势 怎么可能 兵哥杀气 震散了云海 吃油 坐在石铁兽上 身躯剑朔 牟底金芒闪烁 一缕一缕凶煞之气入体 滋养着大巫之躯 孙子兵法还未出世 故而两军交战 大家都是蒋武德的 轩辕拍马前行 吃油一起着石铁兽 出了中军大营 交战之前 两军主帅会面 吃油 战乱一起 无数同胞流血 一百万对一千万 你毫无胜分 轩辕多少有点 被广城子交歪了 深知此战 优势在我 吃油淡然一笑 轩辕 你想统一人族各部落 我吃油亦想统一人族各部 除非如主动善让 否则此战不可避免 一方是人皇子气 一方是巫族煞气 两气相撞 无分伯仲 人族五帝 北旋 福西 猎山 以及创始三族 都在关注着逐鹿战场 是啊 吃油所说的不错 此一任人皇主杀伐 要将松散的部落的联盟 初步统一 既要统一 流血便少不了 这一是人族部落联盟 向王朝过度的代价 Doom Doom 枪 枪 血缘部传来号角鸣声 赤油部响起战鼓声 由九天云海向下望去 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黑点 两拨蚂蚁开舍冲锋 传血缘共主令 全军冲锋 传令官百舰高声大喝 这一时代 没有什么战术 仅有人海冲锋 互相对侃 人多者占优 一千万对一百万 这一是广城子的底气 人皇主杀伐 统一 似乎也没什么难的 当两军相撞时 薛元部却傻了眼 便见着赤油锁部士族 揭披着铜甲 薛元部的士族 手里拿着骨刀 长矛 竟砍不穿赤油士族 反观赤油士族手里 接拿着矿石冶炼的铁刀 锋利无双 像切豆腐一般 撕裂薛元士族的 瘦皮瘦甲 驻赤油部 率先发展金属冶炼 科技领先 是可以查到的 不是湖州 什么 砍不穿 赤油士族宁笑一声 反手挥砍 仅一个状面 薛元前锋大军 便禁数倒于血泊当中 哦 石铁兽发出怒吼 力大无穷 模样凶猛 赤油骑石铁兽 身后是东夷八十一名大将 接骑着石铁兽 而狼们 随我冲杀薛元小儿中军率营 是 贡主 八十一名东夷大将 人高马大 武艺高强 且有石铁兽相助 神勇异常 如入无人之境 薛元部竟没有军队 可以挡住义合之力 保护薛元贡主 百剑总兵官 率领一队精锐士族 从营地杀出 阻拦赤油 薛元贡主 快退 赤油琥珀拖在地面 石铁兽快速前行 琥珀与地面 磨蹭浮现刀光火石 带冲到百剑面前 琥珀已然积蓄够了力道 一刀横劈 百剑被琥珀斩落 殒命当场 而狼们 杀 赤油锁过无敌 士族大军 已然撕裂大军防御 直逼薛元大赢 广承子也急红了眼 薛元绝对不能被赤油锁擒 薛元一旦落败 辅佐人皇便意味着失败 结教辅佐天皇 帝皇成功 广承子绝不接受 自己辅佐人皇失败 眼红的广承子 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祭出了翻天印 翻天印砸下 呼吸间 赤油部三万士族 尽数被砸成了肉泥 嗡 天地间黑色的洁气 骤然一变 血红血丝 悄无声息地涌入了广承子 石海当中 人族大兴 滥杀人族 命犯杀劫 冲入中军的赤油士族 尽数殒命 赤油及81名大将 孤立无援 被团团包围 赤油谋底涌现怒火 铲叫金仙广承子 骑我酒力 哼 赤油体内凶煞之气涌动 纵身一跃 飞身而起 挥舞琥珀 朝广承子面门砍去 广承子谋底露出不屑 区区孱若人族 蝼蚁也敢对平道出手 也罢 今日便一道斩杀赤油 助轩缘一捅 广承子抬手 再祭出翻天印 碰 琥珀与翻天印相撞 一个照面便击飞了翻天印 什么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广承子谋底露出万般惊骇 琥珀距离广承子面门 仅有一寸距离 广承子切实地感受到了陨落的恐惧 赤油 乃十二祖乌精血所化 虽是大乌之名 巅峰时 却有着祖乌实力 重新出世 担当共主 与轩缘争夺人族天下 自有大气韵加深 此刻恢复大乌实力 俨然已有堪比准胜的实力 琥珀更是乌族秘宝 其是广承子能够阻挡的 广承子恐惧 下意识侧身闪躲 死了 琥珀砍在了广承子道区上 留下一条深深的伤痕沟壳 咔嚓 玉清仙扶破碎 若无玉清仙扶之力 广承子已然陨落当场 广承子吃痛 立刻施展玉清仙法 顿逃 于是 薛园千万大军溃败 万里逐鹿平原上 赤油部百万士族 追赶着薛园千万士族 荡真滑稽 三日后 逐鹿之战结束 薛园部士族 允命二百万 赤油部允命五万 薛园大军一退再退 再往后二百里 便彻底退出了逐鹿战场 逐鹿 乃决定双方 兴胜衰亡之地 薛园一旦失去逐鹿 便只能陷入防守 再无发动攻势之能 人族五帝 北旋气得咬牙切齿 这广承子 太踏马无能了 唉 三组连连叹息 福西已然确定 沉声道 那赤油 恐怕便是巫族赤油 若被他统一人族 那无人族 巫矣 猎山也十分懊恼 我真傻 真的 早知道广城子 无能教导轩辕 我应该晚几年上位的 唉 惊傲到 必由功 通天教主 意在观察着逐鹿战场 皱着眉头 多宝或许能胜过赤油琥珀 但可能扭转不了败事 难怪 因缘乖徒儿 日记中 写不要多看人皇之师位一眼 这完全是天坑 轩辕中军 轩辕在安抚伤员 沉着脸色 这一战 损失超过二百万 且都是精锐士族 老师 咱们应该怎么办 轩辕面对赤油 心底涌现出无力感 尤其是对方八十一名大将 勇猛无敌 几乎无解 广城子面色阴逸 沉声道 为师这便回玉须宫 请辱师叔们下山 赤油 该死 九离该死 广城子化为一缕流光 回了玉须宫 再观赤油中军 风波前来禀报 共主 广城子回昆仑山了 应当是搬救兵了 赤油面色淡然 搬救兵 哼 赤油望了一眼幽冥方向 便看看 谁的救兵更厉害吧 昆仑山 玉须宫 原始天尊高座朱天庆云 见着广城子受伤 面色愈发阴逸 赤油 疑似乌族赤油 哼 不识天术 浮原浅薄 该死 南极 燃灯 赤金子 玉顶 太乙 慈航 文书 浦贤如等 便下山去吧 辅佐广城子 燃灯道人文言 心底生出大喜 帮助人皇 亦能得一二分功德奖励 十一昆仑金仙 亦是这般想法 可以分润广城子师兄 一些功德契运 是 无等谨尊老师赵令 而就在广城子 在玉须宫求援时 赤油周身 被一层凶煞之气包裹 走过了黄泉路 鬼门关 到了幽冥之内 赤油 请见后土 平行娘娘 不多时 木矮鬼气中 走出一身影 其穿着黑色地袍 周身散发着极其的鬼气 赤油大哥 封都 赤油一眼 认出了眼前同胞 正是后土部落的小巫封都 是我 巫妖大战 侥幸保了一命 奉娘娘法旨 做了幽冥大帝 封都 如今做幽冥大帝 气韵加深 俨然已是准圣中期修为 仅差半步 便可达到准圣后期 赤油见着此 沉默良久 深叹了一口气 二姐 为巫巫族保留了一线生机 二姐不负巫 玄冥祖屋是大姐 后土是二姐 赤油大哥 娘娘已知你来 赤油走过无尽的迷雾 走过七清与孤独 行至了平行殿前 殿门开着 后土静坐在大殿内 身着锦绣道衣 周身散发着人爱气息 深邃 不可查 赤油恭敬走进大殿 行礼参拜 后土 二姐 后土缓睁开眸 你还要睁 为什么不睁 天道不仁 玩弄乌乌足 赤油不服 我今日既真灵复苏 必须要争 辱若身死 万劫不复 只要能为巫族争的一线生机 赤油万劫不复 又有何妨 后土缓闭双眸 沉默了许久 去拜见父神吧 赤油玄机明白二姐之意 此战 无论胜负 白死不悔 说罢 赤油退出了平行殿 两久后 后土缓睁开眼 谋底浮现无奈 天道让赤油真灵复苏 究竟异域何为 洪荒中央大地 密邻深处 巫妖大战结束 邢天 香柳 九凤 带着残存的族人 退守盘古殿 赤油行至盘古殿前 邢天 向柳 九凤 已等候多时了 兄长慢 赤油出世最晚 故而称呼邢天 香柳兄长 香柳面露喜意 乳能复苏 真乃巫族之性 邢天性自烈 乐呵呵 上前与赤油勾肩搭背 实力恢复得不错 先拜过父神 众大巫一同走进了盘古大殿 参拜父神盘古 随后 赤油说明了来意 我欲与轩云 争夺人族共主之位 还请兄长相助 香柳会议点头 我与邢天随贤帝前往逐路 族人不可善动 九凤留守复神殿 赤油 闻言面露大喜 有邢天 向柳兄长相助 我必能做得人族共主之位 邢天 大巫之躯 彼肩祖巫 巫妖大战时 邢天五动甘期 一巫之力战平三大妖胜 强横无比 堪比准胜中期 向柳大巫 亦有着准胜出七的实力 赤油请到了邢天 向柳出手 三大巫即刻返回了逐路战场 这时 燃灯 南极仙翁 昆仑十一金仙 也到了轩辕中军大营 轩辕 整军 今日即可对赤油部 发动毁灭攻势 广城子沉生 是要报仇 轩辕有些愣证 老师 士气还未恢复 仓促发动大战 绝非赤油大军对手 广城子呵呵一笑 物要多言 今日决战 轩辕无奈 寻到传令兵 吹响号角 开战 八百余万轩辕士族挺进 直逼赤油大军 赤油麾下八十一将 领军出战 神勇无双 大军碰面 轩辕大军便出现了溃败之势 轩辕面露交集 老师 广城子面色淡然 诸师弟 助我 他以真人挥动浮沉 浮生无量天尊 九龙里火照寄出 火龙席下 一击吞噬了三名赤油大将 捆仙绳 据刘孙寄出三根仙绳 捆附住三名大将 旋即斩灭 盾龙庄 长红锁 呼吸间 赤油八十一名大将 便死伤过半 哦 石铁兽发出怒吼 赤油手持琥珀 走出 赤油面色阴沉 如等违产教道的真仙 竟对无族人下手 端得不要面皮 八十一名大将 乃人无混血 由赤油亲自培养 勇猛无双 说白了 还属于 普通人 犯愁 赤油没想到 昆仑金仙竟对普通族人 下如此杀手 他以真人冷笑一声 皆是些浮缘浅薄的蝼蚁 据刘孙敬丽云海 呵呵一笑 师兄 何须与他多言 看师弟擒踏 据刘孙抛出捆仙绳 一根捆仙绳 死死地捆附住赤油 盾龙庄 文书广法 天尊出了杀手 雕虫小剑 赤油周身凶煞环绕 陡然爆开 竟硬生生扯断了捆仙绳 下一刻 赤油手持琥珀 脚踏虚空 杀向了云海 刷 树道流光浮现 广成子 南极仙翁 燃灯 赤金子 玉顶真人等重金仙 何为赤油 昆仑重金仙 接手持着灵宝 谋敌涌现杀鸡 无道人黄龙除外 没灵宝 赤油丝毫不惧 广成子 这便是乳寻来的援兵 赤油 束手就擒 平道还能给乳流巨全尸 放入原神转世 敢说半个不字 定叫你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赤油呵呵一笑 缓伸出手 指向昆仑重金仙 你 你 你 还有你 不过土鸡娃狗之辈 找死 如广成子有援兵 我赤油就没有 嗡 嗡 嗡 赤油话音落下 便见着一把巨斧 划破长空袭来 碰 巨斧狠狠砸在了燃灯脊背 破 燃灯迭血 气息立刻变得沉弱 死 昆仑重金仙 面色皆猛然一变 看向巨斧砸来的方向 一浑身肌肉的男子走出 其周身散发着恐怖威势 眸底闪烁着战役 嘴角似笑非笑 这就是铲教副教主 连矮一斧子都扛不住 则则则 行天 昆仑重金仙 皆面露惊恐 行天五干七 猛之故常在 行天 巫族大巫 一巫占平妖族三大妖圣 大巫之身 实力堪比准胜中期 昆仑重金仙 压根未想到 吃油尽请来了行天 行天缓抬手 召回甘妻 迈开大步 冲上云海 挥舞甘妻 一斧子 劈在了九龙礼火罩上 破 太乙真人叠血 又一斧劈退了顿龙装 文书广法 天尊叠血 巨留孙叠血 御顶真人叠血 南极仙翁头顶被行天揍得 鼓起了一个大包 叠血 交手十个呼吸 燃灯 南极仙翁 昆仑十二金仙 尽数败下阵来 行天 广成子 燃灯退在云海 再看向行天 万般恐惧 行天则表示 来战 来战 俺还没热身呢 逃 逃 逃 行天实力 已然比肩足 昆仑重金仙 哪里是对手 哪里还敢再战 昆仑重金仙 化为流光顿曲 嗨 太没劲了 行天意犹未尽地 回了吃油大营 行天 香柳来时 收到了丰都的提醒 只可污对仙 不可对薛元不仁族出手 昆仑十二金仙败退 吃油即刻命 风波敲鼓 全军冲锋 于是 逐鹿大战上 再次掀起了碾压之势的大战 吃油大军 连追薛元百里 连斩俘虏薛元三百万大军 两次大战过后 薛元军仅剩下五百万 且精锐尽损 反观吃油大军 还剩九十万 俘虏二百万 充当杂役 五百万对九十万 毫无优势 薛元一退再退 仅剩百里 便要彻底退出逐鹿战场 又听手下总兵官来报 精锐尽损 心口郁闷 当场吐血 此战 无必败矣 中军后营 南极先翁 燃灯 广城子一众惊仙 街身带伤 面色铁青 因疫到了极点 巫族和该灭族 竟还敢不识天树相助吃油 该死 玉顶真人深叹了一口气 师爹还看到了吃油中军的项柳 项柳还未出手 无等已经不敌 大巫行天 项柳非无等可敌 广城子师兄 不如回山请教老师 广城子心头憋屈至极 怒火中烧 但又无可奈何 无这便回玉须宫 广城子化为一缕流光 回了玉须宫 向原始天尊哭诉 原始天尊面色阴逸 好胆 竟对无产叫弟子出手 原始天尊 玄疾赐下了盘古藩 盘古藩 先天至宝 混沌杀气 有无上之威 一击 绝对可以必杀行天 广城子得老是盘古藩 便回了薛原中军 今日必斩杀行天 广城子觉得 自己又行了 便要与行天单挑 行天 求之不得 广城子以翻天印 与行天纠缠两个回合后 猛然祭出盘古藩 混沌白光一闪 只取行天面门 行天谋底生出忌惮 但却未惧怕 嗡 一道木矮死气浮现 一本灰白色灵书 浮于半空 护住了行天 盘古藩杀气 再看到灰白色灵书那一刻 骤然消散 盘古藩 一消失不见 灰白色灵书 乃人书 生死部 后土立幽名灵宝 事关地府六道轮回 乃是地道之宝 不可煽动 毁了生死部 滔天夜立因果 绝非是原始天尊可以承受的 镇原子 哦 听说洪荒又多了一个道德绑架灵宝 这我熟啊 镇原子手握帝书 又名大帝胎魔 可沟通洪荒山川河海 寄出防御大阵 此阵防御第一 据传 圣人都破不了 真实 不敢破 破了帝书大阵 届时山川河海崩碎 夜立降临 圣人恐怕都要被打落圣位 生死薄 明人书 与帝书大阵 又异曲同工之妙 主打一个道德绑架 这也是后土保全乌族 最后大乌的手段 欲虚功 原始天尊面色铁青 十分不悦 后土 以化轮回 不复乌 竟还要插手洪荒之势 原始天尊 亦不敢击破人书生死部 因果业力太大 仅来个大乌 便让产教束手无策 这让原始天尊万般气愤 广城子 汝前往守阳山一趟 请汝玄斗师兄出山 是 老师 广城子前往了守阳山八景宫 拜见了太清师伯 请玄斗师兄出山相助 玄斗 人教敌传弟子 准圣中期修为 太清老子静坐蒲团 面色古井不波 玄斗出手相助广城子 自可分一部分功德 故而太清还是乐意上玄斗下山的 玄斗 如可下山相助 如广城子师弟 是 老师 玄斗法师 随广城子出了守阳山 前往逐鹿 玄斗脚踏虚空 走上云海 行天舞动干气 哦 安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人教玄斗 行天后仰四十五度 伸出一根手指左右摇摆 玄斗 你 不行 玄斗也不恼怒 周身准圣中期法力涌动 施展太清雷法 向行天打去 行天窥然不动 任凭太清神雷打来 轰在大乌之躯上 没破皮 泽泽 说了 玄斗你不行 行天又补充了一句 四教当中 也就多保算个人物 行天是会得罪人的 话音落下 广成子 太乙真人 赤金子 巨留孙 包括玄斗法师在内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多宝 不过一鼠背影 侥幸得道 浮原浅薄之徒 行天挥舞干气 大乌之力 轰向玄门面门 玄斗周身太清 仙气环绕 与行天站至一团 交手数个回合 完全处于劣势 干气凌厉之威 连劈数道 玄斗周身浮起艳色流光 一面火红旗帜 玄于身前 挡下了干气巨斧 离地燕光旗 极品先天灵宝 先天五方旗 防御无双 万法不清 行天连挥出了梁府 见着破不了玄斗防御 摇了摇头 缩头乌龟 没意思 转身跳下了云海 玄斗竟站在虚空 亦无奈摇头 广成子失地 师兄亦不是行天对手 玄斗 手握离地燕光旗 自保无余 却是无法拿下行天 更不用说 一旁还有香柳 吃油助阵 广成子面色不怎么好看 连玄斗师兄 都不是行天对手 玄斗无奈摇头 大乌之躯 比肩祖乌 三教弟子 怕无人是行天对手 行天也没说错 四教弟子中 景多宝是准圣大元满修士 有一战之力 玉顶真人弱弱出生 广成子师兄 不若去金敖岛 请多宝出山 广成子脸色阴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吴广成子 就算不是行天对手 不能助薛元正道 也不会去请多宝鼠呗 报 贡主 赤油大军全军冲锋 薛元贡主 我军前锋已然溃败 报 赤油大军 已杀至中军大英 薛元贡主 快走 逐鹿卧野平原上 薛元大军成大溃败之势 兵败如山倒 薛元心急如焚 看向广成子 老师 咱们该怎么办 广成子阴沉着脸 沉默不语 打又打不过行天 士族亦不是赤油大军对手 能怎么办 玄斗手持离地燕光旗 又与行天大战百余回合 自保无鱼 却难进攻 向柳大巫 一巫战昆仑十二惊贤 赤油骑着石铁兽 高歌猛进 落儿于麾下 薛元大军彻底退出了逐鹿 逐鹿 高于之地 旷野平原 兵家必争之地 薛元师逐鹿 丧失战争主动权 更丧失了一统人族的机会 嗡 九天之上 陡然落下两道黑色的节气 分别附着在了广成子 薛元身上 嗡 广成子顿赶胸口一阵闷恶 斩雀的一尸 几乎不受控制 俨然快要跌落准胜出七境 再观薛元 节气入体 周身人黄紫气衰弱到了极点 百邪入体 一并不起 节气 一时业力 业力深者 喝口水 都可能会被噎死 薛元师逐鹿 大道初步判定 人皇再无统一机会 故而降下业力 玉顶真人面露担忧 广成子师兄 这才只是一部分业力降临 若薛元兵败身死 届时恐怕会落下滔天业力 还会有人族业力反噬 玄斗面色平淡 一缓声开口 必打落广成子师弟准胜之境 广成子如鞭在喉 面色宛若猪肝 一般难看 玉顶真人诱导 师兄 这时候切莫意气用事 三清本一家 师兄若去金敖岛 必然能请多宝出岛 多宝不过一鼠呗 广成子面色阴逸 心头万般气愤 难不成不请来多宝 就没法助人皇归位 广成子虽看不上多宝 但更怕滔天业力加深 无便走金敖岛一趟 广成子说罢 化为一缕流光 飞往了金敖岛 而此刻 必由宫内 万先来朝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 目光环是殿中弟子 通天一关注着逐鹿战场 知晓多宝要来金敖岛 缓出声道 广成子不是吃油 行天等对手 欲请多宝出岛 多宝 你怎么看 多宝坐在蒲团 虽不惜铲教广成子 思索一二还是开口道 三亲一家 弟子愿随广成子出岛 击败吃油 通天欣慰点头 多宝是重情义的 金灵 你怎么看 大师兄所言甚是 无当 大师姐所言即是 赵公明坐在蒲团 谋底跃跃欲试 已然按捺不住 要打十个的冲动了 就等老师来问自己 通天教主 直接掠过了赵公明 看向狄传弟子英渊 英渊 你怎么看 弟子以为多宝师兄 不宜出岛 宣渊人皇主统一 欲统一 必少不了杀法 可能会徒增业力 英渊弱弱回答 就差直接告诉通天教主 辅佐宣渊一不小心 就会命犯杀劫 结教弟子安心 敬奉皇庭不就好了 淌什么浑水 通天教主点头又摇头 通天偷看日记 意识知晓 辅佐宣渊 可能会命犯杀劫 但广成子 若真来了今熬岛 结教弟子又岂有不相助之理 毕竟 红花百偶青荷叶啊 通天沉思 音渊静默不语 不多时 水火通子 走至大殿 老爷 广成子师兄请见 嗯 广成子走进大殿 目光环视良有不齐的结教万先 谋底的厌恶一闪即逝 拜见师叔 通天教主微眯着双眸 广成子谋底的目光 怎能逃过圣人敏锐的观察 广成子 瞧不上结教万先 通天教主淡然点头 诗书以知晓辱来意 多宝 如可愿出岛相助轩缘 多宝稍作沉思 弟子愿前往 通天让多宝出岛 帮的并不是广成子 而是与三亲之间亿万年的兄弟之情 以及 人族勤奋 结教想人族气韵 亦不会袖手旁观 坐看巫族窃取人族共主之位 狄传弟子作息上 因缘并没有意外 通天让多宝相助广成子 如果不让多宝出岛 那还是重情重义 坦率 真诚的通天教主吗 纵使与产教不合 但在危难之际 却愿意出手相助 这大概便是结教的魅力吧 通天教主会一点头 思索一二 又出声道 因缘 辱随多宝一同出岛吧 因缘傻眼了 啊 我 此次出岛相助轩缘 或多或少都会沾染业力 因缘只想更好地活着 若若道 老师 弟子才 今仙中期修为 能帮到多宝师兄吗 当然了 不是弟子推托 实在是怕拖累了多宝师兄 通天教主 心底呵呵一笑 不是推托 一本作看分明就是推托 这孽徒总想着不沾因果 为师偏偏让你随多宝出山 有孽徒在 肯定会想办法 规避一切因果 完全不用担心 他俩会命犯杀劫 不愧是本作 多宝卿拍了拍因缘肩膀 小道 无妨小师弟 此次出岛 就算随师兄一同游历洪荒 师兄定会保护好师弟的 啊这 又容不得因缘推托了 那 师弟听师兄的 谁懂啊 老老实实敬奉黄亭 钓个鱼修炼 这么难吗 多宝 因缘随广城子出了金敖岛 胆网逐鹿 一路就只是因缘与多宝交谈 广城子全程闭口不语 逐鹿之外 轩缘中军大营 广城子施号发令 多宝 如拦住行天便可 还请玄斗师兄拦住向柳 南极师兄 诸位师弟 拦住持游 无随血缘反攻逐鹿 对旋都称师兄 唯独直呼多宝 产教先丝毫不掩饰心底的喜恶 多宝意味放在心上 此行触导相助产教 是替老师解忧 亦是还人族勤奋 观广城子和事 因缘听着广城子施号发令 在座反攻逐鹿的安排 心底深深叹气 广城子踏马无能啊 人皇之师无能 累死三军 痛施逐鹿 士气降至冰点 以为这么便好攻回来 若能这般容易攻回来 施竹鹿也不会业力加深了 因缘来就是看热闹的 随广城子安排 轩辕大军 士气降至冰点 再次吹响了反攻的号声 士族稀稀拉拉地上了战场 多宝身着一袭朴素道一 脚踏虚空 行至云海 周身准圣大员满气势 激荡席卷天地 嗡 池油中军 陡然爆发无穷战役 行天舞动干气走出 某底战役盎然 目光死死盯着多宝 四目相对 没有任何言语 仅有高手之间的互相欣赏 跃跃欲试 行天战役滔天 挥舞起了干气 直接朝多宝面门劈去 多宝也不闪躲 轻贺一声 准圣大员满道运再次环绕 仅凭环绕的道运气势 便挡住了干气 行天更兴奋了 将大巫之力运转到极致 周身环绕凶煞之气 一跃而起 再次劈下一幅 多宝周身 骤然浮现万千灵宝光辉 一面下品 仙天灵宝环金盾 挡住了凶煞一幅 旋即 另一件后天极品灵 昭天应飞出 轰在了行天大巫躯体上 哈哈 老痒痒 后天极品灵宝 还破不了行天的大巫之躯 多宝嘴角微翘起弧度 哦 是吗 自爆 哄 碰 昭天应应声爆裂 灵宝爆炸 爆发出了恐怖威能 直接将行天吞噬 待爆炸风波过后 行天大巫之躯 受了轻微伤势 踏马不符合常理 多宝淡然一笑 你懂不懂 什么是多宝的含义啊 哦 刹那间 多宝周身环绕出千八百件灵宝 灵宝品级不高 但却有着极大的威慑力 流星宝 去 自爆 一气猪 自爆 主打一个灵宝自爆 吓死敌人 再加上多宝准胜大圆满的修为 直接将战意盎然的行天 打得没脾气 全程压着行天打 行天自出世以来 还从未如此憋屈过 直接放言 三教弟子皆是废财 唯有结教多宝 让吴行天落败心服 再观另一处战场 南极 燃灯 及十一惊仙 可就遭老罪了 昆仑十三线出手 才勉强与项柳大巫 打成了平手 处于劣势 广城子带着轩辕反攻 一时不敌赤油琥珀 两三个照面 败下阵来 本就士气低落的轩辕士族 被赤油大军一冲就散 樱渊站在山坡上 连连摇头 胆楷出声 嗯 早期人族打仗 实在太讲武德了 完全靠蛮力厮杀 难道就不懂变通一下 一群死脑筋啊 樱渊连连摇头 眼瞅着轩辕被赤油大军包围 再也忍不住了 喷 一声嘹亮的龙吟 响彻天地 樱渊显现黑龙之躯 就下了轩辕就跑 对人族出手 是不可能出手的 唉 只要我不对人族出手 就不可能沾染杀念 樱渊将轩辕带到山峰上 轩辕万般悲愤 先师 主帅岂可临阵退缩 我要回去 继续杀 樱渊呵呵一笑 临阵退缩 这是广城子教的 那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如若兵败生死 人族才是没了机会 且看看吧 那些是轩辕氏族 一处变溃 溃退之势 会导致兵败 宛若不周山倒塌一般 一发不可收拾 轩辕顺着樱渊的目光看去 自己的氏族 不是被杀了 而是面对持游大军的冲锋 像蚂蚁般奔逃 樱渊又延 行军作战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一鼓作气 扎衰 三而劫 逐鹿连番大战 已让氏族们 没了勇气作战 轩辕听闻樱渊的话 石海内微微颤动 似有一抹灵光闪过 望着溃散低氏族 嘴里不断呢喃 一鼓作气 扎衰 三而劫 随着战鼓升落 此战 轩辕不惨败 再退一百里 五百万氏族 约莫仅剩下了三百五十来万 反观持有主力大军 还余八十五万 俘虏超过四百万 兵力已然逆转 兵者 鬼道也 国之大势 死生之地 不可不查 广城子 轩辕 如等把战争荡城而戏 是普通氏族 生命如草剑 樱渊叹息摇头 好好一个轩辕 真的被广城子叫到歪了 别看了 回吧 赶紧回去整军吧 别生了滑辩 轩辕站在山巅 吹着冷风 失魂落魄 兵者鬼道也 死生之地 不可不查 战争不适而行 轩辕略有所思地 跟在阴冤身后 回了中军 行天不是夺宝对手 失败回营 南极 燃灯 及十一金仙 灰头土脸地回了中军 广城子不是赤油对手 受了些伤势 可恶 巫族 扶元浅薄之辈 昆仑一众金仙 皆是开口大骂 轩辕已经习惯了 有条不紊的传令兵关 安顿伤员 清点粮食 薛元处理好军中事务后 直接掠过了广城子 走至殷冤面前 恭敬行礼 接下来 薛元该如何行事 还请先师教我 薛元话音落下 整个中军大营陷入寂静 广城子脸色顿时变得阴逸 无才是薛元之师 薛元进去请教殷冤聂龙 昆仑仲金仙脸上皆露出恼怒 薛元此举 智产叫先于何地 多宝 殷冤有些慌了 薛元 不利于团结的话 不要讲 评道 虽是金敖岛必由公上清圣人 坐下嫡传弟子 是跟正苗红的悬门弟子 但本体 是一条先天聂龙啊 何德何能 殷冤微瞥了一眼广城子 他脸色比猪肝还难看 再无辜地看了一眼多宝 多宝笑呵呵的 眼神玩味 师弟 这次可算是把广城子的脸 给打肿了 不过不用怕 师兄在这 广城子踏马得给平道忍着 薛元色玉公 李玉智 仙师 是由大军虎视眈眈 我手下士族仙师逐鹿 再师关爱 再退 就要退回中原 将再无机会了 如何才能胜过吃油 恳求仙师教我 殷冤真的不想趟这趟浑水 但是到如今 就算自己不吭声 也肯定是把心胸狭隘的广城子 给得罪死了 广城子因意的谋 暗藏的杀意 也惹恼了殷冤 殷冤有多宝师兄 也不怕再得罪广城子 人皇怎可有两师 这样吧 平道就留在军中 给你当军师吧 薛元文言大喜 连忙大败 多谢军师 哼 广城子冷哼了一声 怒挥着衣袖出了大营 铲叫重金仙 意识恼怒地出了大营 军师 如今军中士气降至兵点 该怎么办 简单 辱去寻营 与士族们唠唠家常 看望伤员 军师 这样便能恢复士气 想多了 顶多能恢复一点 薛元立刻按照因缘嘱咐 去巡视军营 与士族唠嗑聊家常 看望伤员 人族贡主 放低了姿态 给士族一种信任 贡主还没有放弃无等 于是 薛元不识气有所恢复 薛元 传召所有传令官 清点军备 全线防守 是 军师 反攻 是没有能力反攻的 只能先防守 以防带打 培养出赶战的士族 接下来 便是 重整军备 吃油大军 列装了冶炼武器 兵戈锋锋利异常 五等士族也要装备 薛元占据人族中原 亦不缺矿产资源 薛元立刻以人族贡主之令 传召后方 开采矿石 发展冶炼 锻造锋利兵戈 结实的铠甲 开始广泛征兵 补充损失兵源 便是开始 大军整训计划 培养默契 战斗意志 银渊 不懂打仗 真的对打仗一点兴趣都没有 只是重生前 玩了五千小时的小胡子养成计划 而已 赤油大军 占据逐鹿后 多次向薛元部发动冲锋 薛元部凭借着优势地形 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 勉强守住 赢得了两年半的喘息时间 两年半时间 薛元大军恢复千万 揭裂装了锋利兵戈 士气兴盛 广承子身为人皇之师 寻到了薛元 如今士气已然恢复 辱才是人族共主 军师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薛元经过英渊的悉心教导 早已脱胎换骨 人皇天赋 对战争的认知更加清晰 思想也更加独立 老师所言谬无误也 军师 不可替代 薛元 广承子心头万般恼怒 英渊不过一头孽龙而已 竟将自己弟子 蛊惑到如此境地 真该死 又过了半月 广承子找到薛元 何时开战 广承子为人皇之师 亦十分着急 想薛元尽快战胜吃油 尽快功德圆满 薛元摇头 时机未到 吃油大军大营 吃油一百丝不得其减 薛元似乎不一样了 打仗方式 令人难以琢磨 共主 薛元部已经恢复实力 咱们可要扩军 风博担忧出声 薛元恢复兵力 吃油也补充了兵力 如今主力为一百五十万 吃油稍作沉思 传令九厘部 再征兵百万 这一夜 夜黑风高 便见着薛元部 十万骑兵 趁着夜色出了大营 十万士卒 一人两骑 身披着重甲 在关战马 亦是披着厚重铁甲 切着铁打造的眼罩 但与石铁兽交战时 捂住马眼 便不惧石铁兽的凶猛 十万众骑兵 飞迎而出 直扑赤油大军 以重甲骑兵之势 催枯拉朽 撕裂出了巨大窝口 但众骑兵未停下 转而继续穿插 突进至赤油腹地 赤油大营 传令兵慌忙来报 公主 轩缘部发动攻势 已骑兵已经突破了 我军侧面防御 赤油呵呵一笑 轩缘小儿忍不住了 传令 绞杀轩缘的先锋大军 报公主 轩缘骑兵大军 不与我军士族纠缠 继续朝逐鹿腹地杀来 什么 赤油大惊 轩缘骑兵部队 突破侧线防御后 竟不为了冲杀士族 而是继续朝逐鹿腹地突进 这是什么打法 赤油闻所未闻 报 公主 轩缘部族全军压上 沿着骑兵冲开的防线 对我久离而狼 实现了和为 赤油 反攻 反攻 撕碎轩缘大军 报 公主 反攻不了 轩缘大军数倍于无拘 轩缘大赢 应渊笑呵呵地 赤油五十万大军 已被分割包围 接下来 便由诸位师兄 分别挡住行天 香柳 赤油 广城子昆仑一众惊险 虽然恼怒 但此刻也未与因渊起争执 仁皇归位 广城子才能功德圆满 于是 多宝拦住行天 玄斗拦住了香柳 昆仑仲惊仙 河里拦住了赤油 待到天亮时分 已然能看到 一条宽阔的大河 横穿逐路 滋养着卧野平原 薛元骑着战马 引马逐路 此一战 分割包围 歼灭了赤油二十万大军 俘虏三十万 部族随骑兵冲锋 重杀进了逐路 重得四分之一逐路 看似还处在颓势 但已然有了反攻 统一人族之力 老师 此战术 叫什么 因渊嘴角微翘起弧度 不其邪同 又名闪电战 逐路卧野平原 正是和骑马砍杀 以骑兵撕开防御 数倍不足何为 而赤油的石铁兽大军 虽然凶猛 力大无穷 但身形太过笨拙 速度远比不上骑兵 故而 此战 大获全胜 薛元谋底露出崇拜 忍不住直呼 军师 真乃仙人业 广城子是什么臭鱼烂下 接下来 薛元部全线防守 石铁吃了败仗 自然要愤怒讨回 薛元部严阵以待 打阵地战 大胜之后 士气新盛 竟与赤油部 打成了2比1的战损比 赤油连攻两月半 人困马乏 因渊立刻告诉薛元 赤油大军士气已摔 全线反攻 为师 哦不 军师在让你瞧瞧 什么是大纵身穿插作战 赤油早有防备 以石铁兽大军 对突袭穿插而来的骑兵 实现包围 便见着十万骑兵弃马而下 手举盾牌 围成了原形 死守防御 赤油下令 歼灭薛元先锋 薛元可就这一只重甲大军 一旦歼灭 必能重创薛元 应渊 殊死防御 全军压上 徒儿 哦不 薛元公主看好了 为师 本军师只展示这一次 这一战叫做中心开花 八方合围 给我吃掉赤油的石铁兽大军 中心开花战术 一为诱敌战术 吸收敌军靠拢 同时以更加优势的兵力 在外围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 此战术 能够有效打出歼灭效果 石铁兵勇 但数量少 薛元大军列装锋利兵戈 后甲 战斗力也提升上来了 一打一打不过 那就十打一 人海冲锋 冲死石铁 老规矩 多宝 广城子 玄斗等拦住行天 向流 石铁 抱共主 突破不了薛元大军包围 抱 共主 石铁兽大军全军覆没 抱 共主 乌军被前后夹击了 中心内的骑兵 配合包围圈外的部族同时攻击 这便叫一点代元 中心开花 两月半后 薛元夺得三分之二主路 吃油不断败退 吃油大赢 吃油阴沉着脸色 谋底充满了疑惑 究竟 发生 甚么是了 薛元小儿 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 这么会打仗吗 吃油镜站在中军大营 面色阴沉 一众麾下降临 脸色也十分难看 我不理解 谈到逐鹿战场 如等为何如此害怕 仿佛注定了 我九黎儿郎 凶多吉少 两年前 我九黎部落新兵 踏上进军中原之路 所到之处 势如破竹 横扫无敌 那种勃勃生机 万物尽发的景象 游在眼前 公主 那薛元 太会行军作战了 咱们要是再败 就要失去逐鹿 退回东夷了 吃油脸色更加阴沉 鹤声道 咱们还有百万精锐大军 九黎部落两百万狼 也已经在路上 无论怎么讲 一百万对一千万 优势在我 公主 刚开始打的时候有优势 现在没优势了 动 动 动 吃油大营中 陡然响起厚重的鼓声 众将面色皆猛然一变 薛元又进攻了 吃油一咬牙切齿 薛元小二 这是要避其功于一翼 彻底占据逐鹿 连番战败 吃油士族士气 降至冰点 已不宜再战 风伯 起雾 是 公主 风伯 乃人乌混血 明风连 有乌族天赋 可控风控雾 大风起西云飞扬 风是袭来 斜着大雾 半个钟时间 便完全笼罩了逐鹿平原 能见度不足两丈 士气 正盛的薛元大军 瞬间迷失了方向 因缘见着此 无奈摇头 低防有诈 徒儿 公主退军吧 是 老师 远处 广城子谋底阴翼 心中怒火燃烧 这条涅龙 喊徒儿都不避着人了 好死 薛元大军 只能退后驻地 格物 与吃油大军对峙 两日后 薛元着急了 寻到了英渊 老师 欧布军师 这大雾起了 整整两天 还没有散去的痕迹 恐怕不正常 吃油定然趁此机会休养 补充九离汉勇兵源 将我军的士气拖垮 英渊听着薛元分析 欣慰地点了点头 人皇 还是聪慧的 只是被广城子交歪了而已 薛元大军士气正龙 虚趁士气兴盛与吃油决战 拖下去 士气会不断跌落 反观吃油能够养精蓄锐 所言不错 老 军师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恳求军师教我 英渊嘴角微翘起弧度 大雾影响我军视线 亦会影响吃油大军视线 如果我军可以在迷雾中变寻方向 吃油大军却不能变寻方向 薛元呼吸变得急促 必能给予吃油重疮 老师 咱们该如何变寻方向 英渊有意无意提醒 我在玄水部落时 曾见过一座矿山 飞铁 飞金 飞银 飞铜 时而相吸 时而相排斥 薛元为人皇 紫气加深 聪慧无比 谋底立刻浮现光亮 老师我知道了 那是磁石 磁石矿并不少见 逐鹿平原也有小规模的磁矿 薛元立刻吩咐士卒 开采磁石矿 然后制作成了战车 明曰 指南车 看了些资料 指南车结构非常非常精密 复杂无比 这里就简化指南针了 误喷 指南车 有马拉洞 一直指着一个方向 这样一来 大军便不会迷路了 冲 杀 杀呀 薛元打造了数百辆指南车 千万大军 对赤油发动了决战冲锋 冲杀声 震动天地 赤油大营 赤油满脸惊骇 发生甚末事了 起了大雾 薛元他是怎么辨别方向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薛元大军已杀至眼前 赤油大军处在迷雾中 像是无头的苍蝇 兵部之将 将部之兵 风波 快撤了雾 风波 风波紧忙施展天赋 撤去大雾 但为时已晚 兵败 宛若山川崩塌 一发不可收拾 千万大军 对赤油百万大军 完成了合围 赤油麾下四十余名大将 欲血而战 共主 吐围吧 咱们九里 还有两百万士族 赤油心敌涌现怒火 但又无可奈何 薛元 他竟如此厉害 吐围 再观薛元部 千万大军数倍兵力 合围赤油 分割包围 步步为营 黄昏下 雾散了 微风拂过 吹动了人黄的旗帜 此战 薛元大获全胜 杀敌二十万 俘虏五十万 赤油紧带着二十余万溃兵 逃了回去 此战 薛元彻底占据逐鹿 黄昏时分 传令官行至大营 来报 共主 俘虏五十万九里士族 该怎么处置 怎么粮食 不够了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薛元千万大军 每天所需的粮草是海量 广城子战于率营 面露不悦 这还需禀报 既是降兵 全部杀了便是 留着只是拖累 传令兵面色一变 有些惊恐 啊 五十万人全杀了 两军交战 杀敌是其实是少数的 冷兵器作战 伤亡达到一成 就算败了 三成就是大溃败 血流飘乳了 战场上都没杀那么多 薛元立刻变了脸色 不可 久离部落 亦使人足而狼 既以俘虏 便不能再杀 在薛元看来 无论谁胜谁负 死的都是人足而狼 是在消耗人足的底蕴 吃油是巫族之星 但九离部落狼 只是普通氏族 哼 广成子被薛元当众反驳 面色阴逸 冷哼了一声 这个孽徒 欲发不听话 薛元目光又看向了英渊 老师 军师 您怎么看 英渊不想沾染杀孽 肯定不能乱杀 军中伤兵转回都城 五十万降兵打散编入各军 充当仆从军 待大战过后 可放回原籍 军师 真乃仙人业 就按军师吩咐行事 薛元占据了逐鹿平原 立兵莫马 冰封直指赤油残部 赤油亲自率兵 守着一线天爱口 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薛元猛攻数日 折损两万大军 压根打不过去 薛元无奈下 又来寻英渊 军师 打不过去 您怎么看 英渊 躺着看 坐着看 侧着看 不是 谁懂啊 我只是你军师 不是老师 你不能去问广城子吗 呃 主要问广城子 问了也白问啊 军师 实乃仙人业 算你小子有眼光 让为师想想办法 怎么整死吃油 接下来 两日 英渊真的在认真思索 多宝师兄能打过行天 玄斗能与香柳打个平手 但 南极 燃灯 以及广城子十二金仙加起来 也打不过吃油啊 三点 就这一点突破不了 铲叫金仙 真废物啊 我结叫随便来个敌传 分分钟能把吃油手拿把掐了 丑死了 这军师当得有些累 等薛元归位后 可得多给分点功德哦 其实打败吃油挺简单的 结叫师兄弟们 再来个敌传就行 但 我也不确定 让师兄 师姐们下山 会不会害他们 保险起见 还是算了 我与多宝师兄 可能沾染了节气 还是别让师兄 师姐们沾了 天庭九天玄女 据说是天后瑶池的弟子 可以请下来帮帮忙 实在不行 引诱西方教弟子 下山命犯杀劫也行啊 呸 还是算了 留个好人缘 嗯 最 最关键的是 妖族手中 那把图乌剑 要是能变成轩缘人皇剑 必能破吃油 行天 香柳的煞气 必犹宫 通天教主看着日记 狠狠皱眉 本作呸 此孽徒贼心不死 还想给西方留个好人缘 妖族手中的图乌剑吗 可以 可以 一缕金色红光 袭过东海海面 入了金鳌岛碧游宫 小金乌鲁鸭身着一袭乌金色长袍 恭敬向通天教主大拜 弟子拜见老师 不知老师传召弟子 鲁鸭 不愧是帝郡皇者血脉 资质物性绝佳 统合了妖族残部 妖族气韵加深 已然突破太乙金仙智骨 达到了大罗金仙境 通天教主见 鹿鸭修为稳中有劲 便欣慰地点了点头 嗯不错 鹿鸭笑 蛤 满是敬佩 银渊师兄 真乃神人也 布置了周天星斗大阵 接引混沌星辰之力 如今妖族 已经在十万大山 站稳了脚跟 休养生息 通天教主一微微一笑 铲教金仙辅佐宣渊人 皇不顺利 如银渊师兄出道 相助宣渊了 如今被阻在一线天 那弟子如何才能帮到师兄 不若让白泽 祭蒙 殷昭出山 相助银渊师兄 鹿鸭直言道 通天教主摇头 无需如此麻烦 听银渊说 妖族有屠乌剑 通天教主打算 按照银渊真涅图日记中 所写那般 扶持个伪妖亭 宣称洪荒天庭正统 此刻还不宜暴露 妖族与结教的关系 鹿鸭立刻挥一点头 屠乌剑熬 弟子愿赠予银渊师兄 妖族屠杀了大量人族 炼制成屠乌剑 天大的业力 鹿鸭言明赠予 一是感激师兄 二是 希望能够借此 将屠乌剑还与人族 减轻业力 能减多少 减多少 通天教主 嘴角微翘起弧度 笑道 甚好 鹿鸭施展化红之术 回了十万大山 白泽 屠乌剑呢 白泽奉上屠乌剑 殿下要屠乌剑 鹿鸭神秘一笑 有大用 随后 化红再去了金鳌岛 白泽凝望着殿下离去背影 愈发疑惑 愈发不解 屠乌剑 乃专门对付乌族的 殿下何须用到屠乌剑 行天 香柳 蚩尤 在洪荒活跃 难不成胜来对付他们 相助圣人大叫 对付蚩尤 铲叫 结叫弟子 接在 不知道是相助哪位圣人 白泽轻摇了摇头 无论如何 殿下是在谋划了 殿下长大了 妖族兴盛 有机会的 逐鹿平原上 殿渊打了两只山鸡 穿在火堆上烤 滋滋冒油 香气迷人 多宝师兄 坐下一块吃啊 这可不是普通的鸡 而是山鸡 足足长了两年半 肉质肥美 好吃 殿渊乐呵呵地邀请多宝师兄 多宝在结叫是大师兄 封神中被太清老子所情 不得以化狐为佛 更是做了佛门如来佛祖 总之 跟多宝师兄搞好关系 绝对不会吃亏的 多宝笑着指了指殿渊师弟 师弟 你个小黑子 脸上都是木灰 快清洗清洗 老师传召 师兄这便回金熬岛了 便不吃了 老师传召 殷渊心头百思不得其解 这回人皇之战 正在关键时刻 老师传召回多宝师兄干嘛 多宝化为一缕流光 回了金熬岛 走进碧游宫 宫进大败 弟子 见过老师 嗯 相助人皇 可还顺利 多宝笑呵呵道 殷渊师弟真乃仙人眼 殷渊师弟仅略微出手 便教导轩辕 打得吃油溃不成军 现在兵祖一线天 不过以殷渊师弟智慧 想来用不了几日 便能攻破了 人皇轩辕统一 指日可待 多宝丝毫没有嫌弃 殷渊师弟是聂龙真身 言语间皆是赞赏 通天教主早就知晓 这殷渊有手段 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愧是小银币啊 不知老师传唤弟子 通天教主随手一挥 一把长剑悬于半空 长剑 无品级 但散发着恐怖的凶威 凶煞 似能听到冤魂哀嚎 多宝面色微微一变 老师 这是图乌剑 多宝与云霄偷摸就的 小金乌鲁鸭 结教上下 也仅有多宝 云霄知晓 小金乌鲁鸭败进了结教 故而见着图乌剑 只略微震惊 嗯 图乌剑 充满杀孽 沾染人族之血 如鹿鸭小尸地 有意将图乌剑 还与人族 图乌剑 可破乌族躯体 可助轩缘 是 多宝接过了图乌剑 切实感知到血沙环绕 亿万人族 鲜血灵魂浇灌而成 如今回归人族 也算能够慰藉一二 多宝 汝出岛后 先前往西方 请西方教弟子下山 相助人皇轩缘 多宝 通天教主嘴角微翘起弧度 补充了一句 嗯 用你因缘小尸地的名义 多宝 老师为什么呀 相助人皇 肯定有气韵功德 要分润给西方一些 这 多宝你小子 少打听事 是 弟子谨尊老师吩咐 多宝不理解 十分不理解 但老师如此安排 肯定有这么安排的道理 多宝奉赵 出了毕游宫 前往了西方 通天教主呵呵笑出了声 因缘宝贝徒儿 还想给西方留好人缘呢 为师偏偏要绝你的后落 盗魔大战后 魔祖罗侯引爆西方灵脉 炸毁了整个西方 多宝游走在西方大地 目之所及 满是荒漠 戈壁 以及千沟万赫 平吉 探马太平吉了 这是修士能呆的地方 不过 这与我东方有什么关系呢 多宝思索着用意 请西方弟子下山 还要用阴渊 失地的名义 怎么用啊 多宝摇身一晃 变成了阴渊模样 随后 拦住了路过的降龙道人 道友 请留步 降龙道人茫然转身 道友 平道乃杰教上青圣人 坐下弟子音渊 见过降龙师兄 降龙听闻是杰教音渊 眉头微微一皱 紧忙退后竖步 撇过眼神 看都不敢多看一眼 只因 准提老师说过 洪荒万灵万物 介于我西方有缘 唯独 那先天涅龙 业力得到的音渊 此子业力加深 涅障身后 与我西方无缘 多看一眼 都害怕无西方叫气韵边弱 音渊道友 你就站那 别过来 有什么事 讲 降龙心底大骂 刚出关 怎么就遇到这个摔星了 好叫降龙道友知晓 轩辕仁皇正统一人族大战 兵祖一线天 不得前军 铲教 结教无法突破 所以来请西方叫师兄 师弟们下山相助 多宝如实道 操你马 谁是你师兄 少给我频道套进货 降龙心底大骂 但面上还是客气道 嗯 频道知道了 先回山门禀明老师 嗯 好 多宝请过 便回了逐路 降龙 飞进了须弥山 说碰到了阴渊 准提猛然皱起眉头 阴渊涅龙 来我西方干嘛 麻痹的 还嫌我西方不够贫解 降龙 俯虎何在 把阴渊这丝 给我插出去 老师 阴渊请西方叫弟子 下山助轩辕仁皇 什么 有这好事 准提呼吸一下 变得急促 要知道仁皇归位 必能得功德气韵 助仁皇轩辕 这是给西方送气韵啊 快快 降龙 俯虎 齐路 禁私辱十八师兄弟 速速下山相助人皇 抢气韵功德 家业 冷男也去吧 通知天庭的弥勒 不要再打包了 要是也别中地了 统统去抢气韵 阴渊望着多宝带回的图乌剑 陷入了沉思 发生甚末事了 图乌剑 不是要妖族手中吗 多宝师兄 怎么弄来的 多宝支支吾吾 借来的 阴渊 还未等阴渊细细思 九天之息 飞来树里泛光 领头的是要师 弥勒 以及降龙俯虎十八道人 要师 弥勒笑呵呵的 多宝师兄 玄斗师兄 广成子师兄 然登副教主 西方众弟子 一一见礼 唯独漏过了阴渊 准题又交代了 千万别跟聂龙打交道 西方气韵不能再弱了 广成子见着西方众弟子 面色立刻阴沉下来 如等来干嘛 嗨 相助人皇 吃油 行天 香柳 不好对付吧 相助人皇 分明是抢气韵的 广成子冷哼道 要师 弥勒剑被拆穿 也不恼怒 笑呵呵道 广成子师兄 也不想宣言无法击败吃油 不能顺利归位吧 无等只是在一旁相助 气韵大头 还是广成子师兄 人皇之师的 人皇之师这个名头 抢不走 广成子闻言 面色微缓和了一二 人皇无法归位 这才是最大的伤 樱渊更猛逼了 西方教弟子 怎么都来了 卧槽 抢着来命犯杀劫 但玄疾 樱渊又想清楚了 西方教爱占便宜 准题定然是看到 有相助人皇的机会 故而才不愿放过 但他妈这是要命犯杀劫啊 樱渊弱弱道 要师 弥勒师兄 这不合适吧 劝走西方教弟子 未来的 同僚 们 要师 弥勒微皱眉 不自觉退后半步 冷声道 樱渊道有 切莫渐阅了 广成子才是人皇之师 广成子师兄都未说 让不合适 樱渊顿时雨色 嗯 啊对对对 这时 薛元走来过来 先朝着樱渊行了一礼 老师 军师 攻打一线天 弟子有一计 老师参谋参谋 看看可行 要师 弥勒 降龙 拂虎也傻眼了 西方教众弟子 望向脸黑的广成子 弱弱道 嗯 谁才是 人皇之师啊 师殿 多宝将图乌剑交与了樱渊 行军打仗师弟 与薛元讨论就行 多宝专门负责牵制行天 嗯好 樱渊与薛元进了中军大营 薛元 樱渊将图乌剑 递给了薛元 老师 这是 薛元接过了图乌剑 身躯猛的微颤 听到了无数族人的哀嚎痛哭 无数人足倒在血泊当中绝望 无助 薛元牟底 涌现一层雾气 泪花 泪水 是血色的 这是同胞族人们的血 浇注的剑 这是 让我无数人足弃血的图乌剑 樱渊轻拍了拍薛元肩膀 轻声道 上古时代 人足孱弱 惨遭屠戮 此事已经发生 无法改变 亿万人足之血 浇灌成剑 如今回归人足 在你手中 守护人足 薛元 此战若败 后果 您当清楚 樱渊语重心肠提醒道 薛元握紧了图乌剑 锋利的刀锋割破了薛元掌心 鲜血横流 弟子必统一 不可能再有族人被屠戮的事 必不可能 樱渊心未点头 嗯 此剑在妖族手中 名图乌剑 如今再如手中 便叫做仁皇剑 仁皇剑 接下来 樱渊与薛元商议 攻破一线天的战法 两日后 薛元大军后撤三百里 为吃油让出了五分之一的逐鹿 啃不动一块硬电 索性放出来打 同时 樱渊施展变化之术 悄悄潜入了吃油大营 寻到了石铁兽休憩的地方 石铁兽首领名叫铁锤 黑白相间 牙齿锋利 端得凶猛 铁锤闻到了陌生气息 立刻暴躁起来 樱渊紧忙拿出了一截紫竹 丢了过去 铁锤抱起紫竹就啃 嘎嘎嘎嘎 这是什么 好吃 吃完了一截竹子 樱渊又丢了一截竹子 这可不是一般的竹子 而是生长在金鳌岛的后天紫竹 竹笋十分嫩甜 樱渊靠近了石铁兽 笑呵呵道 你想不想以后天天吃上紫竹 石铁兽狠狠点头 只需 赤油与薛元交战时 乳故意败退 将赤油摔下来 嘿嘿 薛元仁皇承诺 奉入一族为人族之宝 天天有吃不完的竹子 嗯 俺考虑考虑 铁锤某底金芒闪烁 十分易动 跟着赤油混 三天饿九顿 可是当叛徒 不太好吧 但这竹子 真好吃啊 樱渊见着石铁兽犹豫 便又继续道 石铁兽一族 永不为奴 这话 彻底让铁锤坚定了 便宁众问道 投靠轩元 真的包吃包住吗 真多 好 赤油大军 粮草把手严密 率赢防守严密 但打死赤油都未想到 竟会有人打石铁兽一族的主意 樱渊悄悄地来 悄悄地走 此刻 赤油大赢 贡主 两百万族人 已经补充完毕 贡主 轩元小儿已退后三百里 石铁听着属下禀报 冷声一笑 轩元小儿 攻不破一线天 这是想与我吃铁在逐鹿平原上决战 风博面露担忧 共主 咱们兵力不占优势 不宜与轩元决战 石铁否决 想我九利二郎 一百万士族 便能灭轩元千万大军 如君有两百余万士族 必能再灭轩元千万大军 更何况 已做足了准备 一夜之间 石铁不俘虏 离弃失踪 死亡了百万 第二日拂晓 石铁骑着石铁兽 率领两百余万士族 重进军逐鹿 逐鹿旷野 轩元 石铁两步 再度陷入对峙局面 多 多 轩元步响起了号角声 动 动 动 石铁部响起了战鼓声 战令一出 人海洪流 在逐鹿平原上相撞 天地间的凶煞节气 攀升至了巅峰 人族圣地 北玄 福西 神龙 关注着逐鹿战局 此战是决战 薛元若败 赤油将窃取人族共主之位 多宝身着一袭 朴素道一 于行天站之一团 玄都牵制住大巫相流 广城子 燃灯等昆仑精仙 对赤油出手 赤油恢复大巫实力 持续凶煞运养 实力更加恐怖 手持琥珀 带着昆仑重精仙 一顿暴侃 广城子 吾来助你 要是 弥勒等西方众弟子 高鹤一声加入了战局 散发出的泛光阴晕 不经意震死了赤油麾下人族 于是 血色一缕一缕的节气 偷偷钻入了西方教中弟子的石海里 隐秘 十分隐秘 铲教 西方教加起来 几十名大仙 合力占赤油 赤油虽占据优势 但却无法击败众仙 赤油心底冷笑一声 土鸡瓦狗之辈 动 动 动 赤油大营中的鼓声 陡然变化 便见着逐鹿平原上 藏着有十二万名九黎氏族 每一万名氏族 合力推起来一根血色的长柱 一共十二血色长柱 出力在逐鹿平原上 散发着凶煞 恐怖 洪荒六圣 见着逐鹿平原上十二根血柱 面色皆是猛然大变 十二感旗帜 那哪里是雪桌 分明是百万人族鲜血浇灌的十二感旗 十二 都天神煞大阵 旗 吃油怒喝一声 轰 轰 天地间的凶煞之气 涌动环绕 以铺天盖地之势 朝十二根大柱涌来 最后汇聚到吃油躯体上 逐鹿 卧野平原 十二根血柱立起 洪荒天地间的凶煞之气 仿若有了源头 以铺天盖地之势 席卷汇聚至逐鹿的血柱之上 血柱凶煞之气 倒灌入吃油躯体内 哇 一道巨大的虚影 横根立在逐鹿平原 散发恐怖无上之威 广城子 南极 燃灯 药师等一众圣人弟子 望见虚空形成的巨人虚影 谋底皆是露出万般惊骇 盘 盘古 大神 当然 吃油取巧 以十二根血柱 替代十二祖屋 构建的都天神煞大阵 是盖版的 凝聚出的父神虚影 不及正宗的十二都天神煞大阵的十分之一 但尽管如此 对付铲教 西方教这些臭鱼烂虾 绰绰有余了 哼 吃油凝聚盘古虚影 挥动手中琥珀 纵批落下 广城子 燃灯 南极等昆仑十二惊仙万般惊骇 纷纷祭出至宝防御 西方教弟子 惊恐无比 没灵保护身啊 哄 呜 琥珀落下 仿若一道巨大的冲击波 有九天落下 狠狠砸在逐鹿平原 铲教 西方教仲仙 皆是被这恐怖的一击 先飞出去 狠狠坠在大地 体内法力紊乱 身躯到一郎被至极 凶煞之气 宛若风暴 掀起一层层涟漪 强大的气浪 将血缘士族吹得人仰马翻 难站稳身形 一击过后 赤油雄立于天地之间 扫视了一眼广城子 发出不屑冷声 土鸡娃狗之背 废物 广城子心底怒火中烧 赤油 平道岂能容你 翻天印 广城子体内法力涌动 祭出翻天印 席向赤油 赤油未躲避 手中琥珀再次披落 下一刻 广城子倒飞出去 狠狠镶嵌坏落大地 狼狈不堪 圣人弟子 就这 赤油不屑摇头 赤油又缓举起琥珀 沉声道 九狸儿狼 杀 动 动 动 战鼓声震天 九狸氏族 士气大震 发起了反冲锋 逐鹿之战 结束了 无赤油 才是最后的人皇贡主 我想 还没有 逐鹿天地 陡然响起魂厚的声音 声音坚定 坚毅 自信 赤油微眯双眸 便见着薛原身披着战甲 从逐鹿平原走出 薛原小儿 辱孱弱之力 改不了大事 赤油冷喝一声 周身巫族凶煞之气 便成滔天气浪 协向薛原 薛原凝望着滔天凶煞 气浪袭来 牟底浮现一抹精芒 吭呛 嗡 人皇剑出鞘 薛原单手握住人皇剑 纵身向前飞跃 死了 滔天凶煞气浪 竟直接被人皇剑割裂开来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薛原踏风而行 身韵紫气 邪人皇之剑已燃席至赤油面前 死了 薛原剑静止突刺 赤油记起琥珀 挡住长剑 哄 剑气迸发 轻轻划过赤油的脸 下一刻 赤油脸颊出现一道细小的伤口 渗出了丝丝血迹 这一刻 洪荒天地 万众大能看着这一幕 皆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轩原他凭什么能伤得了赤油 赤油恢复大污之体 又摆出了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无数凶煞之气护体 肉身应当无敌才是 纵使准圣大圆满 没有杀伐至宝 恐怕也破不了都天神煞大阵下的赤油污体 轩原 仅凭借剑气 便伤了赤油 赤油见着轩原长剑 谋底露出深深忌惮 一字一顿 吐息出声 涂污剑 洪荒震动 什么 竟是图乌剑 亿万人族鲜血 灵魂浇灌炼制的图乌剑 专门对付乌族肉身的剑 难怪 可以伤了赤油 洪荒万众大能 皆是震惊图乌剑重新出世 守阳山 八锦宫 太清老子微微变色 谋底无为起了阵阵波澜 图乌剑 在妖族手中 多宝却带来了图乌剑 三帝 与衰败的妖族有联系 他在谋划什么 昆仑山 玉须宫 原始天尊面色不悦 哪里能想到辅佐轩辕 竟会这般困难 铲娇面皮丢大了 蛙皇宫 女蛙见着轩辕手持图乌剑 面色复杂 心底说不出杂陈 亿万人族之血炼制的一宝 如今重回人族 也算一二分未解 西方 须弥山 街影 准提面色固有的忧愁极苦 图乌剑啊 好宝贝 要是西方的就好了 何该与我西方有缘 图乌剑一出 无疑震动洪荒天地 逐鹿平原 吃油的凶煞之气 巫族肉体 在轩辕人皇剑面前 变得脆弱不堪 轩辕周身 环绕着紫气阴晕 挥动人皇长剑 剑法轻盈 飘逸 却带着锐利 轩辕 轩辕的剑法 怎么这么像上清剑诀啊 啊 道友莫要说笑了 轩辕乃铲教弟子 怎么可能修行上清剑诀 你他妈自己看 我操 还真是上清剑诀 轩辕的剑法 是阴冤教的 当然 只是剑法 并不是完整的剑诀 但洪荒重大能 眼睛是雪亮的 一眼就看出了 上清剑诀的影子 吃油阴沉着脸 手持着琥珀 与轩辕一团 一是人族中原贡主 一是东义联盟贡主 两人皆是天命气韵加深 贡主vs贡主 轩辕虽仅是地先进修为 但借助人族气韵 却展现出了 不弱吃油的准胜气势 逐鹿 轩辕 吃油氏族再次发动了人海冲锋 在宽阔的平原上 殊死搏斗 多宝死死压着行天打 旋都钳制住香柳 广城子 蓝灯 钥匙 弥勒等恢复了些伤势 想趁早统一 便偷偷地对吃油氏族出手 镇压 吃油怒了 天地间的凶煞之气 通过十二道血柱 再次汇聚 而就在这时 一道嘹亮的龙吟 响彻九天 一条黑色巨龙盘旋而起 黑色鳞片在日光照耀下 熠熠生辉 智彼灵刺 黑龙盘旋 龙溪吞吐 一口龙溪 吹倒了一根血柱 十二溪 十二血柱 倒塌 倒塌位置巧妙 竟没有砸死一名九黎士族 盖板的十二都天神煞 大阵被破 天地间凶煞之气 骤然消散 吃油从半空而落 重新骑着了石铁兽 双眸恶狠狠地凝望鹰渊 咬牙切齿 鹰渊则看了石铁兽铁锤一眼 熠熠 石铁兽发出了凶猛的回声 回应鹰渊 大概意思是 说好了熠 俺叛变了 可得包吃包住熠 碰 碰 碰 石铁兽驮驮着吃油 撒鸭子奔跑 硕大的体型震得大地颤动 主动朝薛元杀去 薛元猛底露出忌惮 深知 石铁兽一族 凶猛无双 力大无穷 不好对付 故而 薛元周身人黄紫气 尽数涌动 双手握紧了长剑 纵身一跃跳起 朝吃油劈去 吃油骑着石铁兽 琥珀大刀拖地 蓄力待发 薛元小儿 究竟是乳的突兀剑力 还是无吃油的琥珀墙 人黄剑与琥珀相撞 哄 碰 人黄紫气 与凶煞之气碰撞 掀起了惊涛骇浪 而就在吃油在玉界里 爆发煞气时 定下的石铁兽眼珠一转 泛白 口吐白沫 下子瘫软倒在了地上 什么 吃油面色猛然一变 惊骇出声 石铁兽倒下 吃油身躯猛然势众 一个亮枪 摔飞出去 铁锤瘫软在地 口吐白沫 吃油老大 俺 俺可能是水土不服了 对不住了老大 吃油摔倒在地 刚想起身 人黄剑斜子气威势 突袭而至 死 锋利人黄剑气 直接贯穿了吃油的四肢百骸 将其体内搅得天翻地覆 嗡 常见挥动的声音 剑架在了吃油的脖梗上 薛原身披战甲 竟站着 凝望着吃油 你败了 吃油谋底露出大悲愤 想再战 却被涂乌剑重伤 琥珀也摔飞了出去 五 不服 吃油雄心壮志 纵使薛原小儿 祭出了涂乌剑 吃油也为恐惧怕过 两百万九离布鲁狼 与薛原大军熬战 谁胜谁负 也还未定 吃油也想过 可能会失败 但打死也未想过 竟败在了石铁兽 这个憨憨上 若非石铁兽 熊前尸体 吃油绝对有把握 击败薛原 吃油已败 东夷九离士族 速速放下兵戈 响者不杀 人族不骗人族 一众九离士族 看到吃油供主 被轩辕常见嫁住 已然落败 眼里揭露出恐惧 再无战意 供主败了 供主真的败了 逃啊 兵败 如山倒 九离两百万士族 或降 或逃 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吃油见着此 心底虽悲愤万分 终深深叹了一口气 大势已去 石爷 冰爷 悠悠苍天 何宝无足 苍天不公 天道不忍 一将圣勇追穷寇 圣者为皇 败者为寇 薛原大军成圣追击 以风雷不及迅尔之势 席卷横扫逐鹿 破一线天 战东以九离 天地间的凶煞之气 骤然消散 洪荒万众大能知晓 人皇统一之战 结束了 薛原圣 吃油败 洪荒六圣 及万众大能 瞧着这个结果 沉默久久 嗯 吃油败得有点突然 正在熬战 啪的一下 很快呀 就败了 吃油 大概不是败给了轩辕 而是败给了石铁兽 平道 平道 一直想问 这石铁兽的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铁锤躺在树叉上 仰望着苍天 泥南出声 老大 俺想你了 你过得还好吗 此处应有BG 然后美美地啃了一口竹子 俺真的服了 都说了是水土不服 窜西窜的 腿有点软 不行吗 你要问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别问 嗯 就是故意不小心的 统一之战结束 薛园占据逐路 横扫九黎 俘虏的九黎士族 收缴兵戈武器 铁甲 放回了九黎部落 并收缴九黎部落冶炼业 还欲出手营救 收到幽冶赵令 无奈摇头 退回了盘古殿 赤油被送往人族五地前 一直是沉默的 轩缘 辱出战时 宛若废物一般 毫无章法 之后却越战越猛 我想定有老师指点 无想见见辱的老师 轩缘点头 行啊 轩缘走进了军师大营 老师 赤油想见您 银渊 见我干嘛 赤油见到了银渊 双眸愣着 是你 黑龙 就是他 破坏了十二血柱 进而破坏了十二毒天神煞大阵 平道银渊 见过赤油道友 银渊面色淡然 赤油沉默许久 询问出生 辱那套战法叫什么 不其协同 大纵深防御作战 忠心开花 围点打圆 两久后 赤油谋底的悲愤消失 叹息直呼 辱为薛原老师 无赤油书的不冤 银渊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小心广城子告你诽谤 就是红军盗祖来了 广城子也是名义上的人皇之士 赤油被押送往了人族五帝 洪荒天地 凶煞之气落下 人族恢复了平静 人产节西方四教弟子 回了各自道场 现在便等轩辕在位 继续完善人族军队建制 找到下一任接任者 便能功德圆满 银渊坐在凌渊岛 背对苍生 独调万古 空军 人皇统一之战 终于结束了 我与多宝师兄 沾没沾上 沙节不知道 但广城子 燃灯 南极 钥匙 弥勒等一众仙 肯定是沾上沙节了 禅 西方两教弟子 对人族出手 真踏马不手软啊 他们不犯沙节 谁犯沙节 这波辅佐轩辕 立下大功 不知道能分多少功德 期待一波 美芝芝啊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不屑写日记 获得奖励 十二品竟是白莲 十二品竟是白莲 品皆未属 极品先天灵宝 防御无双 万法不清 可净化世间 一切不良状态 系统提示音落下 银渊十海里 多出了一朵 十二品白色莲花 散发着圣洁 净化的气息 极品先天灵宝 更美之之了 银渊沉浸心神 开始祭练灵宝禁止 而与此同时 幽冥深处 是无尽的木矮与七青 平心垫 后土静坐在蒲团之上 身着锦绣道衣 自容绝美 美眸复杂 四字顾泥南出了声 应冤 如提醒我 花开花落 朝起朝落 化六道轮回 给了洪荒万灵一线生机 给了巫族一线生机 持游战败 亦是乳的手笔 又亲自扼杀了巫族兴盛的一线生机 两久后 平心垫中 缓响起一声无奈的叹息 一切 皆是缘法 轩缘在位一百载 秉承福西 神农之志 统合人族诸步 将人族带上了前所未有的兴盛 轩缘开始寻找下一任大贤 再观广成子 回了昆仑山玉须躬 白鹤童子面露恭敬 行礼参拜 恭贺广成子师叔 相助人皇 功德圆满 待人皇归位 必能展示 广成子面色阴逸 直接无视白鹤童子 白鹤 南极仙翁坐下童子 披毛之辈 此行 文书 朴贤 聚留孙 亦是出言恭贺 广成子师兄 现在便全等人皇归位了 届时 无产教也能多出一名二师准圣 昆仑仲惊仙 回归各自道场 燃灯失魂落魄地 回了昆仑陵旧洞分洞 其实燃灯心底 还抱有一丝西记 相助轩缘 是否能分润 广成子一些功德 展示正道 老实不恭 与此同时 守阳山 八景宫 太清老子 缓睁开双眸 下一任贡主 即将出世 玄斗 如下山去吧 好好扶左下 一任人皇 五帝是道果 周朝之前 所有人族共主 都可称人皇 玄斗恭敬应声 是 弟子谨尊老师吩咐 辅佐人皇 必展却第三师 嗯 玄斗乃人教狄传独苗 独享人教滋元 且早已展却二师 帝皇之士功德 足以让玄斗展却第三师 玄斗出了守阳山 游走人族各个部落 人族有一部落 名高阳 高阳这一日 出世了一名孩童 孩童出世 子气东来 祥瑞万千 高阳首领 为其取名专须 玄斗入高阳部落 收专须为徒 开始教导第一帝 与此同时 高阳部落万里之外 有一部落名为苍 一旦生了一名孩童 孩童出世 十分异常 不哭也不闹 而是用着大眼睛 打量着天地 苍部落首领 为孩童取名为苍结 临渊岛 因渊陡然睁开了双眸 眸底金芒闪烁 无知元神 出世了 无土北悬 正德无祖 镇压人族万事不朽 亦当有文祖出世 文祖不出 人族文道 万古如长夜 苍结与专须同日出生 命运却截然不同 专须一出世 便被悬都收为弟子 从小便无需劳作 跟着先师修行 便可无忧 再观苍结 一家八口 吃饭的嘴多 劳动力却不够 三岁的苍结 便跟着父亲下农田干活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十岁时 随哥哥上山打猎 为家里获取肉食 十二岁时 便长得十分精壮 身高七尺有余 一百八十五 虽身着麻衣 却掩盖不住 风神俊朗的帅气英俊 苍结十分善于思考 经常观摩天地间万物万灵 然后拿着树叉 在地上笔画模仿 苍结十五岁时 就已经是十里八村的俊南了 文明数百里 苍部落首领 觉得苍结十分不凡 多次考教后 便欲把首领之位 善位给苍结 苍结摇头拒绝 我不适合当一部落首领 苍部落首领惋惜 将苍结颇具才能的消息报了上去 无部落苍结 有共主之姿 消息传到了成都 薛元坐在成都府底 看着各地报上来的大贤 一一思索过后 目光锁定了苍部苍结 高扬专须 薛元思索片刻 决定先去见见苍结 数日后 薛元赶至了苍部落 苍结正站在树荫下 手里拿着树枝 在地上画了画 便停了下来 注目沉思 薛元好奇一笑 走至了树荫下 待看清少年画的东西后 神情猛的一致 这是 薛元心底生出强烈的感觉 眼前少年画的东西 对人族至关重要 苍部落首领这时赶来 苍结 这是薛元贡主 苍结行礼 见过贡主 你便是苍结 苍结 你画的那是什么 苍结没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 薛元贡主 不觉得咱们人族少了什么吗 人族自出世来 一直是口耳相传 心火不断 当然了 我不是说口耳相传不好 而是有时候 口耳相传容易赚错 比如神农贡主 为咱人族传下了神农本草经 言明了 黄蒿可以治疗瘧疾 而一般的赤脚郎中 却传成了青蒿 效果大打折扣 青蒿素由黄花蒿中提取的 如果能有一种载体 能够记录下神农本草经 岂不是更好 薛元听着苍结话 石海内陡然响起轰鸣雷声 睁大了双眸 能有一种载体 记录人族之事 心火相传 永不熄灭 薛元得音渊亲自教导 早已不是广成子 愚昧杀比狭矮的弟子 见多识广 立刻道 妖族有妖闻 那我人族亦可以效仿妖族啊 薛元深知 苍结此举 乃关乎人族存亡 兴盛万古之事 苍结 如可愿随我回成都 薛元万般欣喜 欲让苍结 接下一任贡主之职 苍结摇头拒绝 得蒙贡主看重 不过小子 还是不适合做首领 贡主之责 十年内 小子愿为人族开文道 好 好 好 薛元连说了三声吼 苍结此子 有大志气 反观贡主之职 只会让其受政务所拖累 薛元在苍部落待了两天 才离去 苍结 必能为无人族开文道 薛元走后 苍结正式宣布闭关 全力参悟文字 薛元贡主 转到去了高阳 考教专须 专须有玄斗教导 异于常人 有聪慧 与苍结相比 却显得十分笨拙 不灵巧 专须其思想 更是偏重于无为而至 适合当圣士之主 绝对不适合做乱世之雄 薛元考教几日 终叹了一口气 我初步统一人族各部落 短期内不会生出乱端 专须无为而至思想 倒是适合 专须随薛元回了成都 开始跟在薛元身边 学习处理政务 薛元逐渐将手中权力 过渡给了专须 十年后 薛元宣布将善位与专须 这一日 人族各部首领 皆赶往泰山 薛元 专须 沐浴焚香 天之急 紫气东来 祥瑞万千 洪荒六圣邪弟子而来 通天教主祭出空铜印 上清圣鹰 响彻天地还宇 薛元在位 一百五十余载 秉承天皇 帝皇之圣 主杀伐 统一人族各部 将人族带领至新圣之巅 今日 功德圆满 哄 圣鹰落下 九天之上 垂下一缕粗壮的 气韵功德 气韵功德 比福西 神农还要深厚 便见着 四成气韵功德 涌入薛元躯体内 两成气韵功德 均匀散落飞向人族各处 战争死难者 得以慰藉 存活者 立下统一之功 当赏 一成功德 涌入图乌剑当中 洗涤图乌剑中 无数冤魂的哀吼 此后当位薛元剑 仁皇剑 一成气韵功德 涌入空铜印当中 还余下两成 原始天尊见着此 面色缓和许多 广成子能得两成功德 还算不错 胜过多宝 精灵 天皇之师 帝皇之师 也只得了一成功德而已 准提满脸期待 无锡方教弟子 助仁皇统一 总能分润点功德吧 功德来 来功德 余下 两成气韵功德 一成飞向了人族武帝 涌入了吃油体内 吃油率先发展冶炼 发兵戈 后甲 使人族生产力进步 不愧兵主之名 余下一成气韵功德 飞入了便宜老师 欧布军师因渊体内 多宝一分润了一部分 十成功德 瓜分完毕 这一刻 洪荒天地 陷入诡异的寂静 最后一成气韵功德 飞入因渊 多宝到区内 泰山之巅 洪荒天地陷入诡异的寂静 刷 原始天尊面色 瞬间阴逸到了谷底 广城子红了眼眶 眼角欲裂 握紧了双拳 怒不可遏 准提满脸的期待 变成了猛逼 这 这 难道就完了 一旁的药师 戳了戳准提老师 老师 您看 还没完 九天之上 叶力杀戮之气降临了 卧槽 叶力怎么来了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 接影 准提 女娲 及洪荒万众大能 纷纷抬眸 望向了九天 便见着一缕粗壮的 叶力杀戮之力降临 叶力一分数分 分别涌入了南极仙翁 燃灯 广城子十二金仙 药师 弥勒等西方众弟子躯体内 叶力杀戮加深 众仙神情皆是猛的一致 顿感体内法力运转不顺 心头涌现凶闷之感 叶力又分别落入英渊 多宝头上 及洪荒大地深处 英渊当血缘的便宜老师 驻血缘统一 易间接地造成了杀戮 多宝 行天 向柳 意识逃不脱 只是英渊 多宝 为直接对人族出手 来的叶力非常少 仅有广城子的十分之一 与得到的功德气韵相比 可以忽略不计 英渊瞬间拉胯下了脸 明明已经很小心了 很谨慎 很狗了 还是被天道算计了 麻痹的 主杀法统一 能不留血死亡吗 天道竟把叶力算我头上 我英渊 不服 多宝在一旁淡定多了 英渊小师弟 反正你都是叶力之龙了 这么点叶力哥你身上 还不如跳蚤大呢 原始天尊面色不悦到极点 宁望着通天 汝门下弟子 抢了广城子应得功德气韵 广城子心头低血 咬牙切齿 多宝 英渊 披毛代甲 卵化失声之辈 安敢抢屋功德气韵 准提眼角留下苦涩的泪水 我真傻 真的 本以为让弟子下山 能够分润一波气韵功德 功德没分到 招了一身叶力 不是说 好人还功德吗 叶力杀气怎么来了 肯定全都怪英渊这条涅龙衰星 弟子跟他挨得太近 倒霉 没好事 通天教主听二兄质问 脸色也不怎么好看 二兄不要忘了 是广城子清夜毕游功 请多宝出岛相助的 且多宝 应曰 只是旁住轩缘人皇 广城子 才是人皇之事 广城子无能 教导不好人皇 沾得一身叶力 关我结教何事 通天 如 原始天尊彻底脸黑 最要面皮 最骄傲得意的 莫过于门下十二惊仙 如今却被通天说无能 教导不好人皇 原始天尊安能忍呼 二弟 三弟 太清老子清赫出声 阻止了两人大吵 接应 准题 女娲及洪荒万众大能目光 皆会聚至泰山 三清内讧 岂不是笑话 原始天尊冷声道 通天辱弟子 抢了广城子 气运功德 第五尊地位 当交由无产教 通天听到这话 亦有了火气 三皇五弟之师 乃子萧公商议好的 二兄今日要反悔吗 三弟 太清老子面色古井不波 缓出声 二弟广城子 未能得气韵 倒是吃亏了些 不弱 通天教主见大兄 偏向于二兄 心底万般难受 谋底露出气愤 大兄 三皇五弟之师 有定数 产教弟子是弟子 无结教弟子 难道不是弟子 结教万仙弟子 分两皇一帝 本就不够 太清老子话被通天打断 波澜不惊的道心 意识起了二分怒火 接应 准题面色忧愁极苦地 看着三清内讧 逗呀 逗呀 最好直接打起来 女娲被通天劫走了 三成人族气愈 心底一不畅 此刻也并未帮通天说话 泰山之巅 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太清偏向于原始天尊 又如何 通天教主手握空同意 才是最后拥有决定权的 若通天教主强硬 便可直接截胡之后的五弟 全部让结教弟子 担任帝师 太清老子 沉默不语 原始天尊还剩一下第三弟 还未归位 面色阴逸 气愤 却又奈何不了通天 冷哼了一声 广成子受业力杀戮反噬 道心混乱 法力混乱 西记老师能再争夺一尊帝师住 自己承道 广成子见老师 并未争取到最后一尊帝师之位 气急攻心 猛然吐出一口黑血 轴身气势开始暴跌 请客间便从准圣初七 跌落至大罗金仙巅峰 禅教 再无准圣敬弟子 接应 准提心理偷笑 好啊 好啊 禅教跟我西方教一样了 太好了 原始天尊见广成子气急攻心 脸色顿时变得比猪肝还要难看 轩缘得气韵功德涌入 气势开始飙升 呼吸间便达到了准圣初七 准圣中七 准圣后七 准圣大圆满 福西 神农踏祥瑞现身 薛缘皇帝 当入人族五帝 薛缘行礼拜道 福西皇兄 神农皇兄 而就在薛缘欲踏上虚空时 人族东南部 陡然响起一道声音 闭关十年 今日终于成了 洪荒六圣 福西 神农 及洪荒万众大能目光 皆是望向人族东南 面露疑惑 唯有薛缘脸上露出狂喜 苍结 他成了 因冤心底甚是欣慰 无知原神 今日何该得到 为人族开辟闻道 苍不落 苍结 从木屋走出 身上穿着麻布衣裳 苍结并未有修行之法 如今已是中年模样 但不显老 依旧风神俊朗 帅气英俊 堪比一众读者老爷 打赏速来 无名苍结 今日有感人族传承不全 今日魏无人族开创闻道 大道见之 轰 轰 轰 洪荒天地 风云骤变 劫云浮现 苍结吸取了上次 北旋无祖开武道经验 这次直接绕过了天道 直接让大道见之 天道不然 大道至公 乌云浮动 顷刻间便形成了浓密的劫云 劫云中流转着紫色电火 没有试探 一上来便是五道紫霄神雷 洪荒六圣 及万众大能瞧着这一幕 惊呆了 出雷便是五道紫霄神雷 苍结 他 开辟的道 竟比北旋的还要逆天 人族创文字 当记录天地 岁月古今 沧海桑田浮屠 苍结话音落下 洪荒众大能 皆微微变色 文字 记录天地 人族苍结 此子竟要窥窃天地 一撇一捺 当围人 苍结朝着九天 挥动大手 写下了人字 彩色字 流转玄妙音韵 咔嚓 五道紫霄神雷落下了 人之一字 彩色音韵 悬于苍结头顶 随后又主动飞上了九天云海 咔嚓 五道紫霄神雷落下 狠狠地劈在人字上 人字未变得暗淡 反而更有色泽 苍结面容凝重 再次挥手 写下大字 此为天 此为地 玄黄 洪荒 日月 陈秀列章 寒来蜀网 秋收冬藏 呼吸间 苍结便已经写下了三千大字 三千大字 皆是散发着彩色光泽 阴云流转 悬绕拱卫着人字 九天之上 紫色节云浮动 已连续落下四十八道神雷 节云还在积蓄 新一轮神雷 乃道之极致 足足有四十九道 洪荒六圣 及万众大能 皆注视着苍结 脸上露出震惊 苍结 不过一缠若人足而已 奇创的文字 竟比昆蓬的腰纹 引动雷结的声势 还要浩大 人足文字 欲窃取天地 哄 嗡 四十九道 紫霄神雷轰鸣落下 未能无穷的一击 轰在了三千大字上 三千字 光泽变得暗淡 苍结提了一口气 双眸更加凝重地望着九天 还未结束 紫色的雷火 骤然一变 竟变成了木耳灰褐色 什么 竟是混沌 灭世神雷 这怎么可能 人足北旋 开创武道时 大道都为降下 混沌神雷考验 文道 竟引来了毁灭神雷 混沌神雷之下 万物无存 三组 三皇 接面露出大担忧 苍结 能否抗住毁灭神雷 北旋纵身一跃 化为一道流光 行至苍结身前 祭出了本命老龟壳 文族 我来助你 北旋大手挥动 老鳖可直接套在了苍结身上 咔嚓 一声雷霆轰鸣 灰色木矮的毁灭神雷 宛若一条巨蟒 蜿蜒着身躯 击射而落 哇 三千大字抵挡神雷 一击 三千大字被雷霆击溃散 毁灭雷火继续落下 轰在了苍结身躯上 北旋龟壳 散发出阴晕冰斓 无双防御 抵挡毁灭之雷 纵使有龟壳防御至宝 苍结身躯传来阵阵麻痹之感 呼吸时 五脏六腑都宛如针扎一般剧痛 毁灭神雷之威 不是容易抵挡的 再关九天云海 新一轮毁灭神雷正在孕育 这一次 足足有三道 远处 泰山之巅 银渊微微皱眉 扛过去 这三道神雷 文祖出世 扛不过去 身死倒消 通天教主哈哈大笑一声 人族已有五祖出世 想不到又来了个文祖 本作当真想看看 五祖 文祖一同镇压人族气韵的场面 银渊徒儿 结果空同意 是 银渊从老师手中接过空同印 显现黑龙真身 龙白尾飞向苍杰 苍杰眸底金芒闪烁 本尊 苍杰手握空同印 周身迸发文气 闻到气势磅礴 一步迈出 踏上虚空 人族当自强 苍杰轻贺一声 九天三千大字变换排序 组成五个大字 苍杰周身气势增强一筹 人族当自立 哦 苍杰周身气势再度增强 大胆 太轻老子 女娲在听到人族当自立后 面色皆骤然一变 苍杰此子 竟有如此野心 人族当自主 自强方能不息 人定胜天 苍杰声音宛若雷霆 响彻洪荒天地 周身闻到气势达到巅峰 四族 三皇街大声道 苍杰 当为无人族第五族 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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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万人族 皆朝着苍杰大败 败见文族 无边人族气韵 皆汇聚至苍杰 集三千大字上 三千大字 便大了百倍 千倍 迸发出比星辰 还要璀璨的流光 咔 三道毁灭神雷 积蓄够了威势 轰鸣落下 披在了三千大字上 嗡 嗡 人文之字 抵挡住了两道毁灭神雷 苍杰双眸坚毅 丝毫不恐惧 继续大喝 自强不息 人定胜天 来吧 轰 神雷轰在了苍杰躯体 被人族汪洋大海般的 气韵消融 软绵绵的雷火 对苍杰未造成任何伤害 三道毁灭神雷过后 九天结云缓缓消散 大道至宫 降下四道毁灭神雷 已达到了考验的目的 劫云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 无边的气韵功德 祥瑞万千 两道无比粗壮的 大道功德气韵 由九天而落 涌入了苍杰道区内 苍杰周身气势 骤然飙升 地仙 天仙 玄仙 大罗金仙巅峰 会员金仙初期 中期 后期 数个呼吸 苍杰便一跃成为了 会员金仙后期境的大能 会员金仙 对标的是 洪荒准圣之境 会员金仙巅峰 对标洪荒亚圣 而会员金仙后期 则是准圣大圆满 人族再增添一名 准圣大圆满修士 自此后 无人族亦有文字 可记录天地变迁 岁月更迭 古往今来 苍杰 谢过四祖 三皇 上清圣人 谢过同胞们 苍杰一一行礼 四祖 三皇 皆是大孝出生 文族无需多礼 北旋周深 散发混元金仙气势 大声宣告 今后 人族圣地 当为文武圣地 武祖 文祖 文武双全 人族磅礴的气韵 再次壮大飙升 俨然 待五帝归位后 人族磅礴的气韵 将达到史无前例的巅峰 泰山之巅 茵渊微闭双眸 嘴角翘起神秘的弧度 四字顾呢喃 原来 混元金仙后期 是这般的感受 磅礴 玄妙 深邃 苍杰为茵渊元神分化 本就一体 心神相通 感悟相通 苍杰正道文祖 便意味着茵渊一下子 拥有了混元金仙级的胆悟 哼 道徒当真是一片光明啊 茵渊先天聂龙之体 一出世便提心吊胆 唯恐乃日被古道热肠的 正派修士打杀刷功德了 好不容易败入结教 又担忧日后 风神化为结灰灰飞了去 至今日 终于有了一丝保命的底牌 如何不欣慰 泰山 泰青老子 面色古井不波 玄都 如好声教导专须 是 弟子谨尊老师吩咐 泰青踏入虚空 回了守阳山 原始天尊冷哼一声 脸黑地回了昆仑山 广城子气急攻心 跌落至大罗金仙巅峰 心头低血 怒瞪了一眼 樱渊雨多宝 心底恶狠狠 无必报此仇 街影 准提面色忧愁极苦 哎 好处没唠到 弟子惹了一身骚 呜 无西方道徒 当真是一片黑暗 苦 实在是太苦了呀 东海 临渊道场 樱渊静坐在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钓万古 今天运气比较好 钓到了一条小傻鱼 嗯 做个香精煎鱼 香吃捞饭吃吧 距离上次泰山风神 已过去了百年 百年光景 樱渊修为提升飞快 给轩缘当便宜老师 得了大功德气韵 樱渊未敢 善用功德提升修为 而是借助功德 催动祖龙珠 转化聂力 聂力转为一缕缕金色的龙溪 此刻 樱渊龙躯上 已有足足108片龙灵 由黑色变成了金色 灵片虽斑驳不好看 但实力却更强了 再加上有苍结误道经验在 樱渊修行十分顺畅 未遇到一丝稚故 已然是金仙后期之境 仅差半步便可到达到金仙巅峰 专虚帝在位百年 也快该功德圆满了 玄渊想借助帝师功德斩第三师 大概不可能 辅佐轩缘 沾得一身业力 专虚帝守成有足 进取不足 功德圆比不上三皇 四教当中 唯有多宝师兄 精灵师姐 是斩了三师的高手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 获得 盘古金蟹一 系统声音落下 应渊时海里 陡然多出一滴金银璀璨的道血 道血 蕴含着浓郁的法力 道运 比祖龙金血 更加玄妙 深邃 盘古金血 音渊修九转学员工 正需海量的资源 蕴养到区 这滴盘古金血 来得正是时候 吸烧 融合道区 盘古金血 融入了龙区 化为一簇簇暖流 滋养音渊四肢百骸 嗡 音渊周身气势陡然大涨 一下子便省去了数千年苦修 水稻渠成地达到了金鲜巅峰境 又因为有苍结道徒感悟在 故而音渊突破后 压根没有稚固 可趁势冲向太乙金鲜之境 嗷 嗷 嗷 音渊猛地睁开双眸 眸底金芒闪烁 化为一条黑色流光 跃入了茫茫东海 波浪三万里 黑龙时而浮游海底 时而跃出海面 日光映照 音渊龙区异议生辉 三百六十五枚金色的龙铃 晶莹剔透 霞光璀璨 周身迸发强横的龙溪 方圆三万里水族生灵 皆是匍匐低下了头 本能的恐惧朝败 突破了 胸中武器朝圆 开始蕴扬顶上三花 太乙金仙初期 哦 龙银响彻海迹 龙溪环绕 经久不散 修行数万载 终于踏马 迈入太乙金仙行列了 太乙金仙 可不是一般的太乙金仙 而是 太乙多如狗 大罗遍地走 的太乙金仙 还是炮灰的命 不过 这已经很好了 道徒 一步步走 惊熬倒 必犹宫 通天教主 静坐在蒲团上 看到了日记内容更新 意识感知到了 宝贝徒儿气势提升 嘴角不由翘起弧度 我这宝贝徒儿 修行速度不慢的 聂龙聂力 有影响 但影响不大 美芝芝啊 而就在通天教主 美芝芝的时候 东海汪洋最深处 那里的海水 无比的湛蓝 海越湛蓝 便说明海越深 四海洋流交汇的最深处 漆黑昏暗 日光难以照到 便见着一条竹色的龙 正趴伏在海沟上 舔湿伤口 竹色的龙区上 满是密密麻麻的伤痕 千钩万赫 触目惊心 龙膝衰弱 时而浮现 时而消失 深海之龙 正是龙汉时代龙族大能 竹龙老祖 竹龙老祖 虽侥幸保得一命 但一身本源寂静枯竭竭 满身不可逆的伤势 衰弱到了极点 呼 当年为混元金仙后期的竹龙老祖 是何等风华 现如今 却宛若一条死龙般 出气多 进气少 哗啦 深海逆流 哗啦浮动 竹龙似感知到了熟悉气息 猛地睁开了双眸 瞪大了龙眼 满脸的不可置信 嘴里不断呢喃 不可能 这 绝对不可能 竹龙大哥 早就陨落了 不 不可能是竹龙大哥 但 分明就是竹龙大哥的气息 哦 竹龙一跃出了深海 浮在海面上 一双龙眼四处观察 试图感知那气息 但竹龙大哥的气息 一转即逝 竹龙都不知道 方才是不是错觉 一双大龙眼红了 涌现泪水 深海无尽 只有一条孤独的龙影 龙汉三族大战 竹龙大哥陨落 映龙陨落 乾龙陨落 所有熟悉的兄弟都陨落了 唯独剩下竹龙 大哥 我好累啊 大哥是你回来了吗 求求大哥了 大哥你要是回来了 就见见我 竹龙声音愈发失魂落魄 最终深深叹了一口气 怎么可能是大哥回来了 竹龙化为一道竹色流光 行至东海龙宫 东海龙宫内 敖广舒服地躺着 美美地喝着酒水 身上有着一头柔软的棒筋 裹着 吸着 大殿中 还有数十名颇有滋色的棒筋跳舞 啪哒 数十名棒筋 猛然跪倒在地 身躯颤抖 敖广双眼迷离 打着酒格 接着奏乐 接着舞 怎么不跳了 敖广双眸微微睁大 这才看清了大殿中的龙影 哎哟 扑通 敖广瞬间下了个机灵 从龙座上跌倒下来 磕头砰砰大败 老祖宗 小龙拜见老祖宗 老祖宗 您怎么来了 竹龙有些恨铁不成钢 敖广身为东海水族之王 不思进取 白日轩迎 这踏马 还是龙族子孙 滚 赶紧滚 眉眼力尽的东西 敖广连忙大鹤 遣散了一众磅惊 随后露出惶恐 忐忑 谈媚 老祖宗 您请上座 竹龙淡然坐在龙座上 敖广惶恐地跪在殿中 老祖宗 您怎么出关了 难不成 龙汉大战后 龙族背负滔天夜力 不得已退出洪荒天地 退守四海 夜力加深 让龙族修行万般艰难 新生龙 很难卖过惊仙智骨 眼瞅着无复兴希望 敖广也随波逐流 摆烂了 当然 如果竹龙老祖宗 能够养好伤势 以老祖宗手段 龙族未尝不能再争一争 竹龙直接打断了敖广的话 最近四海可有异常 禀老祖宗 并无异常 四海水族 可有资质优越的儿郎出世 禀老祖宗 并没有 确定没有 敖广神情一愣 努力回想 哦 几万年前 有一条孽障之力化形的龙 想要加入咱们龙族 被子孙狠狠拒绝了 孽障之力化形 百废肢体 还想加入我龙族 简直痴心妄想 敖广不屑出声道 龙族业力已经够多了 不能再多了 一条孽障之龙 竹龙微微皱眉 心底落寞叹气 不可能是 祖龙大哥 那一缕熟悉的气息 恐怕 是无的错觉 专须在位120载 成三皇盛世 太清人叫无为而至的思想 继续带领人族兴盛繁荣 终于功德圆满 于泰山风扇 船卫帝库 这一日 紫气东来 祥瑞万千 玄都成就帝师 功德气韵 有九天落下 太清老子微微皱眉 帝师的功德 远比不上三皇 如阴约日记中所写的一般 玄都沾染杀结业力 帝师功德 压根不足以支撑玄都斩师 玄都依旧是二师准圣 只是修为从准圣中期 提升至了准圣后期 老师 弟子无能 请老师责罚 玄都惶恐请罪 太清老子 面色古井不波 回首阳山吧 帝库寄人族共主之位 第二尊帝师 轮到西方教了 准提红着眼眶 苦 实在太苦了 苦了亿万年 终于轮到无西方德气韵了 要师 如不可懈怠 万万不能像玄都那般无为 咱们西方教 就靠你展示正的准圣了 要师是一个大老师的修士 虽木讷了一些 但有大义力 老师 弟子一定 认真辅佐帝库 嗯 诸圣离去 要师抓住了机会 认真辅佐帝库 帝库主张 博爱于人 让名获利 强调以诚信 仁德 使天下智 帝库在位百年 当真是缔造了人族盛事 帝库自知功德圆满 便开始寻找下一任大贤 昆仑山 玉须公 原始天尊高作于诸天庆云 产世玉清仙法 广城子静坐大殿 原神内扶着屡屡黑红的 业力节气 辅佐薛原不利 滥杀人族 命犯杀劫 业力加深 打落准圣之境 仅为大罗金仙巅峰 且实感胸中烦闷 法力运转不畅 帝库即将归位 第三帝即将出世 原始天尊缓出生 底下南极仙翁 燃灯 赤金子 太乙真人 玉顶真人 慈杭 文书 普贤 据留孙听着老师道音 心底皆一阵火热 第三帝出师 帝师该铲教弟子辅佐 不知老师会让谁去辅佐第三帝 慈杭 文书 普贤 据留孙皆迪传 心底当然奢望成就帝师 获得气韵功德了 燃灯心底激动不已 这次该轮到频道了吧 燃灯自敢 真的只差半步 便可展示正的准圣了 就差一个机会 真的只差了一个机会 燃灯忍住激动的道心 迈不上前 弟子 实在是太想突破了 广城子 辱辅佐薛源不顺 遭夜历反噬 此次下山辅佐第三帝 切记不可大意 待功德圆满 自可回准圣之境 原始天尊厚渺的圣音 直接打断了燃灯的话音 于是 玉须宫内 重惊先接傻眼了 燃灯傻傻地愣在原地 眼眶红了 心底涌现无比悲愤 怎么会这样 怎么还是广城子 广城子听闻老师 让自己去辅佐第三帝 脸上露出激动狂喜 是 广城子辅佐薛源不顺 沾染了夜历 跌落准圣 心里当然想当第三帝师 但却不敢深想 弟子必定好好辅佐第三帝 恢复至准圣之境 原始天尊点头 嗯 玉须宫殿中 南极先翁心底叹气 南极先翁困在大罗金仙巅峰 也久矣了 底下 慈航 文书 朴贤 聚留孙 更是傻眼 怎么又是广城子 他是大师兄 昆仑十二金仙之首 仁皇之师 给他是合理的 但帝师位置 也该轮到五等了吧 五等也想进步啊 老师 为何不给五等一个机会 众金仙心头皆不是滋味 当然 最小丑的 还得是燃灯 脚已经迈出 话也已经说了 原始天尊连搭理燃灯 都为搭理燃灯 玉须宫 讲到结束 仲金仙退去 燃灯失魂落魄地出了玉须宫 心底是无比的悲愤 师生呢喃 我以为 会轮到我的 真的 我以为会轮到我的 老师不公 原始不公 一颗细小的种子 在燃灯心底发芽 再发芽 帝库寻到了下一任大贤 名为姚 考教结束后 将姚带回都城教导 五年后 太山风扇 帝库功德圆满 修为提升至大罗 惊仙巅峰 一缕功德气韵 飘进了药师体内 药师气韵加深 对道徒的理解更进一步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药师 一沾染了业力 帝氏功德差了一点点 药师未能成功斩湿 准体留下了苦涩的泪水 悠悠苍天 何苦西方 痛 广城子再次开始扶左摇 这一次 广城子收敛了许多 心底里依旧看不上人足 但隐忍未发 广城子 一想凭借着帝氏功德 重回准圣 百年后 姚功德圆满归位 天降气韵功德 姚修为提升至大罗金仙 在观广城子 获得帝氏功德后 仅冲散了原神内的一部分杀戮业力 距离重回准圣 还差得远 广城子傻眼了 脸色阴逸 比猪肝还难看 怎会这样 慈航 文书 普贤 据留孙幸灾乐祸 广城子无能 第三尊帝氏 给他也是白给 还不如给我等 燃灯心冷了 无 就差半步 原始不攻 广城子废物 做人皇 帝氏 反倒是越来越后退 原始天尊最爱面皮 见着爱徒广城子 未能重回准圣 面色阴逸 挥秀 回了玉须宫 皆引面色忧愁极苦 与众心肠的教导 弥勒 如也是大罗金仙修为 好好去辅佐第四帝 咱们也不想着展示了 能多劳点功德 就多劳点功德 弥勒恭敬点头 是 弟子景尊老师吩咐 顺计摇位 成为人族共主 开始了对人族的治理 与此同时 金敖道 碧尤公讲道 通天教主为万仙讲解 上清仙法 又猜测道 帝师功德 远不如三皇 不足以支撑修士展示 多宝 精灵 无荡等赞同点头 老师所言有理 通天教主目光 最后环视看向了阴渊 似在问 阴渊 你怎么看 阴渊立刻附和 帝师治理圣事 无开创之功 无统一之功 气韵功德 是不如三皇的 嗯 碧尤公论道结束 万仙弟子退去 通天教主 静坐蒲团 无结教还占有一尊帝师 帝师功德 无法支撑斩师 对无荡 归零 云霄 功名 就没太大用处了 就在这时 日记陡然更新了 第五尊帝师功德 与三皇功德气韵相比 不遑多让 通天教主旋即瞪大了眼 这小子 刚刚论道时 不还说帝师没什么功德吗 可恶啊 阴渊这孽徒 嘴里没一句实话 第五尊帝师功德 不弱于三皇五帝 怪不得这小子日记中 必须拿天皇 帝皇 五帝之师 通天教主 谋底金芒闪烁 观览着日记 天皇福西 乃人族人文始祖 开创人族兴盛繁荣之机 而第五帝 则是对人族再进行重塑 垫顶人族九州 日记内容结束 通天教主自顾尼南道 第五尊帝师不弱于三皇五帝 那无结教弟子辅佐 又可以斩一师 无荡 归零是二师准圣 云霄是一师准圣 倒是适合辅佐 不过 因缘宝贝徒儿 如今正德太已经先进 也可去辅佐第五帝 夯实大罗道基 通天教主思索片刻 心底便已有决定 宝贝徒儿因缘劳苦功高 何该为第五帝师 呵呵 想跑去西方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弥勒游走人族 辅佐新一任贡主顺 顺在位 虚怀纳简 惩罚奸宁 任贤使能 百业兴旺 无疑 带领人族继续兴盛 顺在位百年 人族皆是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直至这年 洪荒九天风云骤变 暴雨连绵不断 沟渠堵塞 洪水咆哮 吞噬了数个人族部落 人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水灾 顺座于都城 发号施令 最大限度的救治族人 但洪水却丝毫没有减弱之事 越来越多的人族 被洪水淹没 顺焦头烂额 弥勒也红了眼 彻底疯了 苦啊 为何轮到平道教导时 人族就发生了水患呢 弥勒不停歇地相助顺 转移人族而狼 大雨倾盆 顺站在河沟上 指挥着人族抢险 弥勒提心吊胆地候在一旁 冰冷的雨水 胡乱拍打着脸 图儿啊 以为师看 治水需要更专业的人来做 老师所言有理 顺回到都城后 即刻向人族各部 颁布了选贤举能的文书 治理人族水患 有重部落首领滚 知晓共主选贤举能 治理水患 便即刻赶往成都 接下了治水的重任 滚观察水势 在河岸边设立河堤 采用涨水方法治理 河堤涨水 有效地阻拦得泛滥的洪水 解救万民于水火当中 滚在民间的威望 一瞬达到了巅峰 盈盈有笔尖共主顺之势 弥勒见着此 心头一沉 坏了 滚 威胁到了吴帝师的身份 随着水势越来越高 洪水威力愈发恐怖 一举冲垮了河岸河堤 洪水再次袭卷来 弥勒寻到了机会 假传顺召令 滚至水不力 流放雨山 滚流放至雨山 站在山巅 望着肆虐的洪水 心情悲切 可惜 功亏一篑 差了一点 可 滚九年至水 心力憔悴 病入膏肓 流放雨山后 更是一病不起 顺被弥勒蒙蔽 过了一月才知晓 滚被流放的消息 心底万般气愤 寻到弥勒 为何要流放滚 治理水患 非他不可 弥勒深叹了一口气 傻图啊 滚为有虫部落首领 专须地敌血脉 与你更是同辈 若他治理好水患 岂不威胁你供主位置 顺怒了 老师 若能滚能治理好水患 弟子善让给他 又何妨 弟子要的不是供主权利 而是无人族同胞 安居乐业 自这日后 顺与弥勒之间 出现了隔阂 顺想再启用滚治水 滚却一并不起 再难起身治水 顺一夜挤白了头发 顺无能 无法治理好水患 与此同时 金敖岛 毕游宫 又召开了嫡传弟子会议 只是嫡传弟子没来全 通天教主端坐蒲团 底下仅有多宝 赵公明 随氏七仙 六尔 殷冤等 通天教主见着此 无奈摇头轻笑 无荡 归零 云霄没来 这是什么意思 多宝黑黑一笑 无荡师妹说 闭关参悟两仪阵呢 归零师妹参悟四项阵 云霄师妹 参悟九区黄河大阵 哪里是参悟大阵 实在是这几个弟子 太过谦逊谦让 想把辅佐第五帝的机会 让给师弟们 通天教主 又哪里不明白 徒儿们的心色 说结教弟子太多 万仙来朝 里边有许多品行不堪的弟子 这点没法反驳 但结教弟子间的 胸签地宫 这点也没法反驳 第五帝即将出世 该无结教弟子 初岛辅佐 通天教主说罢 目光看向多宝 阴渊 多宝是通天的小棉袄 立刻明误老师意思 弟子以为 阴渊小师弟 可以担起辅佐重任 混日子的阴渊 傻眼了 啊 我 坏了 怎么让我 去当第五尊帝师 通天教主赞同点头 阴渊急了 还请老师三思 弟子仅是一头 聂力化形的聂龙 何德何能 多宝黑黑一笑 师弟说这话 广城子听了 岂不是得拿头 撞昆仑山 师弟你辅佐轩缘时的能力 师兄可是 看在眼里哦 什么叫我辅佐轩缘 师兄 小心广城子 告你诽谤哦 阴渊真没想到 第五尊帝师 能落自己身上 第五尊帝师功德器运 不弱于三皇 阴渊才仅是 太以精先修为 且不打算 走展示正道的路子 要这么多功德 其实用处不大 老师 若是无荡 归零 云霄师姐辅佐 必定趁再展一师 阴渊弱若出生 通天教主 嘴角翘起一转 即逝的弧度 可是无荡 归零 云霄必关了呀 那功名师兄 也能辅佐呀 功名师兄 仅差半步 便可迈入准胜之境 赵功名猛地一拍大腿 老师 天庭才不有事找弟子 弟子先回天庭了 说吧 赵功名恭敬告退了 淫渊 淫渊目光 又看向随势七仙 乌云仙扛起大锤 老师 弟子要回去参悟太极阵了 禁锢仙 老师 弟子最近领悟了禁锢法则 灵牙仙 囚首仙 金光仙纷纷找借口推脱 离去 唯有长尔定光仙跃跃欲试 他半步上前 诸位师兄都不能辅佐的话 淫渊果断开口 老师 那弟子试试 淫渊生平 最看不起叛徒二五载 长尔定光仙 死积老 死叛徒 何该陨落 若非长尔卷走六魂帆 打了通天老师一个措手不及 万仙大阵 岂会败得如此惨 通天教主双眸微缩 点头道 好 那就让淫渊试试吧 通天教主心底美了 这宝贝徒儿 一看长尔要抢 也不谦逊了 果然是心细结教的 通天教主已然知晓 长尔是叛徒 但还没想好怎么处理这个叛徒 不急 先等等看宝贝徒儿的日记怎么写 出了毕游宫 长尔定光仙 身形勾搂 红着眼珠 笑呵呵道 恭喜师弟了 辅佐第五帝 必能得大功得契运 因渊心底忍住恶寒 多谢师兄吉言 师弟这便出金熬岛了 长尔定光仙 笑呵呵的态度 更是引起了因渊警觉 与他抢第五帝师 他不怒反而笑呵呵的 正应了一句古话 会咬人的狗从来不叫 只会趴扶着猛猛的撕下腿上一块血肉 长尔定光仙望着因渊的背影 透红眼珠红光闪烁 舔了舔嘴唇 四字顾泥难道 小师弟的身形可真优美呢 还未玩过龙 据说龙性本营 不知师弟在瘦的时候 会是什么姿态 阿帖 因渊显现黑龙真身 搏击大海三万里 穿梭东海之兵 猛然打了个喷嚏 麻痹的长尔 以后迟早找个机会整死他 长尔定光仙 判去西方后 太恶寒了 因渊穿梭东海海面 思索着 哎 老师让我扶走大雨 当真待我不薄啊 但风神中 太清 玉清 联合西方外人 围攻通天 仅老师一胜之力 压根不可能扭转战局 难 难 难 因渊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罢了 便先好好扶走大雨吧 哼 既然让我因渊出斗 便让四教弟子瞧瞧看 什么是教科书级别的帝师吧 因渊前往了羽山 拜见滚 羽山下 有两间木屋 滚就住在此处 可惜 因渊来得晚了些 滚已经病死 因渊行礼 滚至水九年 就万民于水火当中 虽失败 但却功勋卓注 因渊行坝礼 便在一旁等候 据传 滚死后三年 身体不腐烂 肚子孕育子气 大雨顺天命出世 因渊守在一旁 发现滚的肚子 真的大了起来 孕育了浓郁的子气 三年后 一声啼哭 响彻羽山 因渊淡然一笑 于 当为贫道弟子 因渊安葬了滚的尸身 然后开启了带娃之路 于 与寻常人族不同 哭声特别响亮 因渊抱着娃 游走山间 看了一头猛虎下山捕食 呵呵一笑 我看这头母老虎 也是风韵犹存啊 母虎已诞生灵质 视为妖 感受到龙溪龙威 立刻匍匐在地 据传 龙信本应 求仙师怜悯 小妖 已经生了一窝 三个小老虎 他脏了仙师 因渊 喂奶 好好喂 因渊寻刚生产的母虎 是给羽爪奶吃的 不然你们想什么呢 哦 原来是喂奶啊 仙师早说啊 母老虎眸底变得失望暗淡 据说龙的原羊 是大补之物 可惜 可惜 雨饭量很大 趴在母虎身上允许吃饭 母虎面露为难 仙师 小妖还要喂孩子 因渊随手丢出一颗 在金熬岛 捡的万年山餐 好好喂 不白喂 母虎吃的山餐 极大滋补妖身 我感觉我又充满了 就是仙师你也吃点 也绰绰有余了 因渊 这枚山餐 只是甜头 喂养未来的人黄大禹 亦可得一份功德奖赏 大禹吃饱了 不哭也不闹 挺乖的 然后就拉了巴巴 很多很多 因渊头都大了 人黄 竟也会拉屎的吗 谁懂啊 我才只是一个活了几万年的孩子 待娃好难啊 毕游功 通天教主正在与云霄讲解九区黄河大阵玄妙之处 感知到十海内日记内容更新 嘴角微翘 这就很难了 通天教主看了一眼云霄 徒儿 你因渊师弟辅佐第五帝 遇到难题 你出道帮一帮吧 是 弟子谨尊老师吩咐 于山 因渊 母老虎听着雨嘹亮的哭声 头痛无比 因渊哪有带娃经验 母老虎也没带过人类幼海 三小只萌萌的小虎 被虎妈带出来 哄小雨都不顶用 因渊用法力探查了雨幼小的躯体 非常健康 没有一点毛病 那怎么一直哭 哇 一缕流光阴晕 落到了雨山 因渊微愣 上前行礼 云霄师姐 您怎么来了 云霄师姐 今日穿着一身白色的仙裙 完全衬托出窈窕曼妙的身材曲线 一双美眸明亮 宛若午后平静的湖泊 美而迷人 一头秀丽的紫发 更增添了韵味的气质 绝美女仙 尤其是一双美腿 修长 匀衬 紧致 白 知晓师弟遇到困难 师姐来助你 云霄声音十分温柔 因渊无奈地看了看雨 这小子使劲哭 不知道怎么回事 云霄温柔一笑 接过雨 抱在怀里 轻轻拍了拍雨的后背 便见着雨打了两个奶格 然后就不哭了 师弟 人足又还 喝完奶 不能平躺着抱 有奶格的 云霄边说边轻拍着雨 哄孩子玩 刹那间 仿若有一层璀璨霞光 映照在了云霄的身上 母性的光辉 仙人也会有吗 因渊沉浸在云霄的温柔美感当中 又强 一个九区黄河大镇 废了昆仑金仙 又美 又温柔 简直 是理想型白月光 有云霄帮因渊带娃 因渊也轻松了不少 在雨山下 重新搭建了两间房屋 周围种了许多花草 环境很典雅 因渊躺在木造的老板椅上 晒着午后柔和的日光 看着花园里 云霄温柔笑着逗着小雨 一时间 因渊的道心很平静 祥和 今日无事 赏花 赏心悦目 母老虎趴在因渊脚下 仙师 您别盯着仙子看了 都快成丁漆狂魔了 因渊呵呵一笑 哦 你这老虎说话很有水平哦 评到爱听 便指点指点 你修行吧 还有 让你三个儿子好好表现 若是仙子开心了 说不定会收为寄名弟子 母老虎眼睛都亮了 仙师与仙子 当真天造地设的一对道理 呵呵 因渊浅浅地笑了 看着他在花中 微风中微笑 脸颊两侧 露出温柔的窝泥状 云霄要是能当妻子就好了 龙生足矣 给我因渊什么都不换 毕游宫 通天教主看着日记内容 暴怒 好小子 让乳师姐帮你 乳竟敢打师姐的主意 还什么都不换 本座呸 等一下 什么都不换 西方教也不换 通天教主 似乎真的看到了一条 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云霄 云霄 应渊 似乎 似乎 还真的挺般配的 时光宛若细杀 三年过去 鱼已经会跑了 采集了许多花朵 云娘 送给你 云霄温柔微笑 俯下身姿 接过了鱼的鲜花 远处 因渊做好了饭 师姐 小雨吃饭了 仙人无需吃饭 但因渊比较阴啊 故意快吃饭 能营造出一家三口的氛围 老师 大雨先行礼 然后再上饭桌吃饭 云霄是温柔母亲 角色 那因渊就是严厉 父亲 角色 师弟 何时带雨去游走人族 教导人皇 肯定是要游走人族各部落 尤其大雨重任 要治理水患 更要了解各地水文情况 明日吧 雨已经三岁了 平安顺遂 无忧无虑地成长了三年 但人族此刻 却处在水深火热当中 雨得早些扛起人族的重任 第二日 雨红着眼眶 辞别了云娘 随因渊开始游走人族各个部落 仕途二人每到一地 都要考察当地水文情况 观察水势 记录山川地形 夜晚时 因渊又会教导滚流下的治水心得 十五年后 雨满十八岁 已经长成了精壮的人族青年 很英俊 很帅气 修老师传授的上清仙法 九转玄红 如今也已是地仙之境 雨考察完了各地水势 心头已有一个清晰治理水患的方法 便去了成都 面见顺公主 顺得知雨是滚的儿子 且得结教仙人教导 是要治理水患 很是欣喜 便让雨接过了治水重任 雨在人族各部落 征兆儿郎 开始治水 并在父亲治水的经验上创新 提出了 赌不如输的治理方法 开垦水渠 将肆虐洪水 分别引向四海 逢山挖山 玉河搭桥 无疑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且十分艰难 有些妖族住在大山 人族要挖山 妖族不肯 雨出面游说 给大妖好处 请求其给人族行个方便 一有穷凶极恶的大妖 趁着人族挖渠时偷袭 吃人血肉 雨率领五道修士 斩杀吃人大妖 开垦水渠 很顺利 直至 到了淮水分段 淮水宽阔 乃饮水必经水段 水里住着一名大妖 其形状向猿猴 他鼻子 秃额头 白头轻身 火眼金睛 急擅长控水 抬手便可掀起惊涛骇浪 修为不俗 五名五皇静 惊仙 巅峰的人族大能 对淮水大妖围剿 都未能占得一丝便宜 雨站在淮水岸 见着五位五皇落败 不敌大妖 无奈摇头 此淮水大妖 恐怕是太以惊仙之境 有擅长控水 不好对付 雨无奈之下 只能去求助老师 因缘此刻 已经在庇犹宫了 六尔师弟 师兄给你送大造化要不要 只要师弟开金口 六尔弥猴 混是四猴之一 资质绝顶 苦于法部传六尔 无修行之法 才一直魂恶 修为不行 拜入结教后 得上清仙法 九转玄缘弓 再加上经常听圣人讲道 修炼起来 一发不可收拾 如今已然是太以惊仙后期 距离巅峰 仅差半步 见过师兄 见过师兄 六尔弥猴 穿着素色道衣 略显滑稽地 给殷渊行礼 若不是殷渊师兄指点 六尔此刻 还是山间小野猴呢 或者去往了西方 当然了 不是说拜入西方不好 只是待在结教 当上清圣人的嫡传弟子 更加海阔天空吗 六尔非常感激殷渊师兄指点 师兄 吃香蕉吗 什么大机缘 六尔恭敬地 给殷渊 奉上香蕉瓜果 恭敬地请教 怀水流域 无知其 无知其 或者说之无奇 洪荒修士 或许不知其身份 但殷渊知晓 无知其 亦是混世四猴之一 赤鲎马猴 小阴阳 会人士 善出入 必死延生 混沌魔猿四分之一本源 德蒙老师不切 将第五尊帝师 给了殷渊 殷渊一想回报老师 回报结教 同为混世四猴 让六尔出道 制服无知其 吸收赤鲎马猴本源 或可恢复一半 混沌魔猿本源 六尔弥猴 入结教 被老师当作护法来培养 成长起来 绝对能成为结教助力 六尔听着师兄讲来 急得抓耳挠腮 心笔产生了强烈的直觉 如果能吞噬无知其 俺一定能蜕变 多谢师兄指点 多谢师兄指点 六尔弥猴大败 随即 六尔弥猴随殷渊出了金敖岛 前往淮水 通天教主静坐必忧宫 应渊一回岛 就密切关注着 见着带六尔出岛不本源去了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殷渊 实乃为无通天宝贝徒儿 果然是心细结教的 云霄 彻底拴住应渊 怀水流域 六尔及时拂过水面 手持着晴天白玉棍 猛地劈向水面 激荡起水浪 晴天白玉棍 位属中品先天领宝 乃通天老师所赐 威能不俗 哗啦 水浪浮动 无知其福在水面 六尔弥猴与赤鲍马猴一见面 便红了眼 心底皆产生一股强烈念头 吞噬对方 应渊在河岸旁观战 赤鲍马猴会必死言生 那为何没算到阻拦与治水 会引来杀身之祸 难不成 是劫气作祟 影响了他的天赋 怀水上 两猴呲牙咧嘴 周身皆是迸发 太乙金仙威势 六尔是太乙金仙后期 吴之其太乙金仙中期 前者略胜一筹 六尔运转九转学员弓 鼓足了力气 挥舞打向吴之其 便见着吴之其伸手 从怀水里 也捞出一根金色璀璨棍子 棍身流转玄妙阴 隐隐可见到文娟客棋上 碰 两棍相撞 掀起了惊涛骇浪 音渊微微皱眉 那吴之其修行的什么功法 竟不弱于九转学员弓 还有 那根棍子 怎么有些眼熟 呼吸间 六尔便与吴之其 交手了数百回合 修为略胜一筹 占据了一些优势 哦 吴之其大喝一声 周身浮现出了红色战意 一身修为暴涨 呼吸间便达到了太乙巅峰 战之法则 他已经先进 就领悟了法则之力 六尔神情威愣 吴之其战意盎然 挥动金色铁棍 砸向六尔面门 压着六尔打 扭转了颓势 音渊双眸注视着吴之其 缓摇头 应当 应当不是法则之力 而是魔员天赋 狂暴天赋 吴之其 竟传承了混沌魔员的天赋神通 资质 恐怖如斯 怀水宽阔无垠 六尔手持擎天白玉棍 将九转学员弓运转到极致 却依旧显出颓势 音渊站在岸边 体内法力涌动 师弟勿急 师兄助你 师兄 且慢 六尔扯下了身上的道医 呲牙咧嘴 握紧了擎天白玉棍 俺要堂堂正正胜过他 六只耳朵随风而动 能够轻易捕捉到 吴之其灵力攻势变化 狂暴天赋 俺倒要看看 如能狂暴多久 六尔大喝一声 施展上清仙法中的法天向地 身躯膨胀 牟底金芒闪烁 一入出无穷战役 哄 嗡 两者交战 掀起万丈水浪 淹没附近的河岸 音渊继续淡定地观战 六尔斗战天赋 亦不比吴之其要低 已渐渐地适应 越打身上的战役越强 真不愧是天选护法 正如六尔所猜的一般 吴之其施展狂暴天赋 仅能持续一段时间 咔嚓 一声清脆地声响 六尔周身气势 陡然暴涨到太乙金仙巅峰 本就达到了太乙后期 仅差半步便可突破 这场势军力敌的对战 是对六尔最好的魔力 六尔突破至太乙金仙巅峰 在关吴之其狂暴之后 境界竟跌落至了太乙金仙中期 胜负悬念一分 哗啦 吴之其竟站在水浪上 身上的战役骤然消散 谋底很平淡 看不出情绪波动 辱赢了 辱胜过我 六尔溢落在水面 按比你幸运点 败来的好师父 师兄戴安也极好 吴之其自嘲一叹气 我住在淮水 见证了乌妖两族兴盛 又衰亡退出天地 见证了洪荒变迁 大势洪流 滚滚向前 永不停息 无等分 则永无出头之日 天地为局 万灵为奇 不成圣 终是蝼蚁 今日 你来了 无论谁圣 另一个都会消亡 吴之其说罢 陷入了沉默 远处何低 因缘面色平淡 亦是听明白了 吴之其的意思 因见证过洪荒变迁 故而不想做蝼蚁 吴之其若胜 会吞噬六耳 补充本源 吴之其若败 则会甘愿童话 融合本源 无他 不想做时代洪流中的 一枚棋子 难怪 赤考马侯善 必死言生 却依旧待在淮水 他是专程在等六耳 六耳一明白了 吴之其所想 踏水浪缓上前 指尖放在了 吴之其的手臂上 吴之其淡然一笑 此后 你我一提 哼 融合 吴之其轻贺一声 怀水上空 迸发璀璨的光亮 两久后 璀璨光亮消失 水面上 仅剩下一只毛发 金灿灿的六耳 以及金色璀璨玄妙的长棍 六耳随风而动 微闭着双眸 呲牙咧嘴 忍不住抓耳挠腮 我 我 感觉我浑身被充满了 哄 我 一股大锣 惊仙道运 席卷激荡 且 不是一般的大锣金仙 而是一举跃升至大锣金仙中期 仅差半步 便可迈入后期 阴渊站在岸边 面色凝重 沉思片刻 才试着开口 我 应当叫你比课 还是那每刻 阴渊师兄 您说什么 六耳化为一道流光 飞至阴渊面前 阴渊轻笑摇头 没什么 眼前的六耳 给阴渊焕然一新的感觉 拥有聆听 善查理的天赋 一通小阴阳 善必死言生 且能感知到 其周身流转站之法则 阴渊之道 结教当增添一味资质 天赋 悟性绝顶的大护法 而就在这时 西方 须弥山 菩提树下 准提正经作悟道 猛地睁开了双眸 苦啊 接引 师弟 你 抽什么疯 准提控制不住地流下苦涩的泪水 师兄 我也不知道啊 就突然感觉心里好苦啊 就好像我西方失去了一个大复原 痛 太痛了 接引 六耳同化了无知其后 对阴渊师兄更是感激不尽 连连道谢 没有师兄 就没有俺 师兄有什么事 直接招呼 嗯好 阴渊欣未点头 这个师弟是高情商的 可以处 也不枉阴渊为其谋划一番了 那啥师兄 没事的话 师弟先回金鳌岛了 千年内打算冲击大罗金鲜巅峰 阴渊 操人民币 哦对 师兄 这个是无知其的灵宝 赠与师兄了 六耳说着 便将金色长棍 递与了阴渊 长棍 凹凸不平 十分有质感 金色阴暈 猴子类 大概都爱用棍子之类灵宝 但六耳已经有晴天白玉棍了 阴渊看清长棍上捐刻的五个玄妙道文 微微一笑 雨智水能用到此灵宝 师兄便不与师弟客气了 阴渊接下了金色长棍 雨智里人足水患 饮水开垦沟渠 正好缺了一根凉定水位的钉子 无知其手中灵宝 正好拿来给徒儿丈量水位 淮水水患 解决 雨有了无知其灵宝相助 便有了凉水之物 轻而易举便能知晓水深 大大提高了智水效率 瞬间这雨才能 十分欣赏 便将小女儿嫁给了雨 雨智水太过匆忙 曾三次路过家门 而没有入 于是 人足中便有了 三过家门不入 得典故 五年后 何去疏通 肆虐的洪水 被禁树引入四海 困扰人足多年的水患 终于解决 无数人足振奋 尊称雨 为伟大的雨 于是 便有了大雨尊称 大雨在人足中 威望不断提升 瞬间这大雨智水成功 便也放心了 决定将人足共主之职 善让给大雨 两年后 泰山风扇 九天降下祥瑞功德 顺德功德气韵 修为瞬间攀升至 大罗惊仙巅巅峰 再观弥勒 因为流放滚 导致相当长一段时间 无人治理水患 视为过错 但辅佐顺 有功 功过向底 得到了一缕微弱的 气韵功德 连个小境界都没能突破 准提这回真哭了 弥勒 弥勒 你让为师怎么说你呢 好好教导顺 就是了 为什么要插手人族事务 悠悠苍天 何苦西方 凭什么轮到我西方的时候 人族就爆发洪水了呢 苦 太他妈苦了 呜呜呜 与阶顺共主之位 正式开启了大雨时代 大雨在位 二十年时 向人族各部首领 发布赵令 与屠山相会 赵令一出 人族各部首领 皆是赶往屠山 这一日 大雨身着法符 守直玄规 站在高台之上 底下 众部落首领 朝大雨骑手行礼 大雨站在高台之上 骑手回礼 就在这一刻 人族的气韵 骤然翻倍 浩瀚浩渺如大海 人族气韵翻倍 震动了洪荒天地 洪荒六圣 及万众大能 皆惊骇地看向屠山 大雨不就是指在屠山开个会吗 人族气韵 为何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究竟发生甚末事了 屠山 郁郁葱葱 环境优雅迷人 樱渊正在逗弄 一只火红色的狐狸 她毛发柔顺明亮 眼睛炯炯有神灵动 体态小巧优雅 雅 实在是太雅了 不如就脚雅雅好了 樱渊看着站在屠山高台之上的大雨 呵呵一笑 发生甚末事了 大雨屠山之会 只是标志着 人族由原始部落制度 迈入丰邦建国制度而已 天皇帝皇时期 人族生产力跃升 人皇时期 完善兵制 初步垫顶统一思想 苍结出世 人族文化出世 专须 帝库 帝遥 帝顺时代 生产力 文化 进一步发展 至大雨 屠山之会 丰邦建国 塑造大夏 此之后 无论人族王朝再如何更迭 皆会称自己为大夏之名 毕游宫 通天教主从女娃娜 割了三成人族气韵 一成还与人族 一成诸入空同意 余下一成 手中紧握着一成原始谷 已经长风了 气韵浩瀚如海 美之之啊 英渊宝贝托 时乃无节 教福星 大雨建立大夏王朝 人族由原始部落 过渡至丰邦建国时代 这是巨大的进步 但大雨始终觉得 人族缺少了什么 但又说不上来 大雨明思苦想数日 去拜见了英渊 还未等大雨开口 英渊便点头道 为师以知晓辱来意 传召人族 采集守阳之铜 万寿之铁 须鱼之鸡 大雨听老师一言 瞬间明悟 弟子明白了 大雨回到都城 即刻发布诏令 开采各类矿石 运到都城 人族开启了大冶炼时代 洪荒万众大能 瞧着这一幕 皆十分好奇 大雨 他在干什么 采集矿石 冶炼 人族在密谋什么 时光宛若细沙 转瞬 大雨在位 已超过五十年 这一日 大雨身着礼服 守执玄规 于都城召见了各大诸侯 共同见证 大雨一步迈出 洪荒九天 风云骤变 便见着九座 玄青色大顶 盘旋人族气韵之上 那是 九顶 人族倾尽全族之力 打造的顶 以人族炼气技艺 那顶连灵宝都算不上 人族究竟想要做什么 大雨迈出数步 已然走至九天云海 周身人黄紫气环绕 沉生开口 此为人黄顶 轰 咔嚓 天雷轰鸣 劫云浮现 落下树道天雷 轰击在了人黄顶上 若是普通器件 遭天雷轰击 早就化为了碎片 但人黄顶 有人族气韵护佑 自始无余 大雨面色凝重 再度沉生 人黄顶 又名九州顶 无为人黄 今日当定下人族九州 顶上住着各州的山川明雾 秦亦寿 九顶 代表着九州 其中中央顶最大 亦代表着人族都城 及圣地所在的中央神州 亦是人族权力中枢 九顶定乾坤 人族大一统 人族一统 高于王朝一统 九州顶一出 九天节云骤然变色 浮现紫色电火 紫消神雷在线 神雷邪无上威势 朝大雨及九顶劈去 阴冤踏步 徒二 皆空同意 五族北旋 抛出了本命老别克 地狱 接住大宝贝 文祖苍杰 寄出了三千大字 护在了大雨身躯上 文道气韵 静加地雨之身 碎人士寄出了碎火 死火 当为地雨照亮黑暗 伏羲琴滑破长空而来 玄妙道音 护佑地雨 神农邪神农耻 薛元人黄剑 一同献身 宝光漫天 气韵加身 共同护佑大雨 这一幕 看傻了洪荒六圣 及万众大能 首先是准题猛逼 不是 无锡方教弟子 辅佐地顺的时候 遇到困难 怎么不见人族始祖 出来帮忙 原始天尊面色阴逸 孱若人族 广成子打不过吃油时 为何不见人族始祖 出手相助 现在 大雨祭练九州顶 预定九州 人族老祖都出来了 不是 凭什么 准题留下苦涩的泪 殷冤既然要做教科书及帝师 又是狗道唯一真主 当然是要为弟子 做足了准备 宝贝徒儿定九州 要抗天节 只有九成八的成功率 那与宋死有何意 殷冤早就连夜回了金敖岛 向通天老师求来了空同意 并偷偷传音 狄传大弟子北玄 如小师弟要定九州了 你看着办呗 北玄 我可就这一个狄青的师弟 帮 必须帮 文祖苍结 又是殷冤的元神 五祖 文祖提出帮帝宇定九州 岁人士 有朝士 姿一士 福西 猎山 薛元三皇及四帝 自然是赞同的 于是 紫霄神雷还未落下 帝宇已经领保护身 气运加深了 姻冤表示 洪荒光靠打打杀杀是没用的 出门在外 要有背景 这些都是人情事故啊 人族五祖 三皇四帝现身 帝宇定九州 成功率十成十 便见着大雨滑破指尖 一滴鲜血 滴融入了九顶当中 各大诸侯皆纷纷效仿 滑破指尖 滴血融进了九顶当中 亿万人族 皆是滑破指尖 无数血珠涌动 汇聚成一条条血色丝线 融入至九顶当中 大雨划定的九州 并非拘泥于东海 或者是天地一角 而是以人族名义 重新定义了洪荒 凡人烟所至之地 皆为九州之土 亿万滴血珠汇聚 将玄清色的九顶 浸染成了血红 九顶秉承着人族统一的意志 人定胜天的意志 人族当自强的意志 九顶列 九州列 以九州顶 在阵人族气运 轰 呜 人族本就磅礴的气运 再次翻倍 洪荒天地之主角 异族气运 予见洪荒万族气运之和 守阳山 八景宫 太清老子 面色古井不波 人族气运 大涨 并且有九州顶镇压 不可撼动 三皇五帝时代 并未歌人教的气运 故而太清老子手中 有原始谷 亦是长风了 昆仑山 玉须宫 原始天尊高座庆云 面色不悦 产教看似唠叨了一个人皇之师 一尊帝师 但实际上毛都没捞到 还舍了广城子修为 西方 须弥山 街影 准题面色是故有的忧愁极苦 苦 但比产教好一些 也行吧 蛙黄天 女蛙微微叹了一口气 还剩两成气欲 还好 Doing Doing 地狱在位百年 中功得圆满 于泰山风扇 传位于义 诸圣降临 观礼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山走出 最后一次行使空铜印之能 地狱治水 就亿万人足于水火当中 有大功 变革人足制度 此指的便是地狱屠山之会 丰邦建国 塑造大夏之功 打造九鼎 定鼎人足九州 今日功德圆满 哄 窝 九天之上 陡然垂下一缕粗壮的气韵功德 此气韵功德 堪比三皇功德 六成气韵功德 飞入大鱼体内 呼吸间 大鱼修为攀升至准胜后期 一成气韵功德 注入空铜印 一成功德归人足共有 其中虎妈未养过大鱼 得了一份功德 云霄抚养大鱼三年 也得到了功德奖励 半成功德 涌入金色铁棍当中 即刻间变成了后天功德至宝 定海量水神针 因缘独得一成半气韵功德 没法 又当爹又当老师 给弟子铺路 实在太操心了 多拿点气韵功德 相当合理 地顺功德圆满 第五帝归位 亦宣告着人足三皇五帝时代结束 人足 由孱弱愚昧 走向了强大开化 金敖岛 临渊道场 山崖之巅 忙碌了百余年的音渊 终于可以休息片刻了 背对苍生 独掉万古 空军 空军不空军的 无所掉位 辅佐地语 独享一成半气韵功德 这才是最大好处 以功德气韵 催动祖龙珠 加速转化体内的聂力 如墨之幽黑的鳞片 一片片转成了金色 金色传说功德 加深气韵护体龙 指日可待 今日无事 想去三仙岛 找云霄师姐论岛 欣赏眉腿 嗯 吴云渊一心向道 不知道什么叫美色 对美色丝毫不感兴趣 但 不得不说 云霄师姐的腿 可真匀成 可真白啊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 获得坚持不懈奖励 盘古精血一 美之之 云渊再次闭关修炼 准备冲击太乙金仙后妻之境 龙共就收了两个敌传弟子 一个成五祖了 如今是会员金仙修为 一个是人族人皇准胜修为 五帝 亦可称人皇 两个弟子修为遥遥领先 姻渊这个老师 没法呀 修仙不努力 封神榜里做兄弟 三皇五帝时代结束 红荒并不会迎来太久的安定 紧接着便是令修士窒息魂恶的封神大姐 毕游公 通天教主静坐在蒲团上 看着日记内容更新 微微皱起了眉头 三皇五帝时代结束 接下来就是封神大姐了吗 修仙不努力 封神榜里做兄弟 毕游公内沉默良久 上清道运环绕激荡 通天谋底露出坚毅 万物皆有一线生机 无创力结教 视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 不知这次 能否为无结教 截取一线生机 地顺善未于义 一颇有才能 但大禹之子起更有才能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且其有野心 从小跟着父亲时 便谦逊有礼 与强大的诸侯王 打好了关系 亦在未尽半年 便无奈叹息 无知才能不如其 善未于其 于是 地狱之子 其继承了人族共主之位 这一世家天下的开端 其死后 传位于子 开启了人族大厦的第一仙朝 时代洪流 滚滚不息 不以修饰意志 而停留不动 斗转心仪 沧海桑田 大厦仙朝 已传承了五千年 由新盛开始转衰 衰败 不是从一任君主开始的 而是几任君主的量变 最终会引发质变 质变的结果 便是大厦灭亡 但此事并未引起 人族文武圣地的关注 天道有常 万物皆有规律 王朝更迭是规律 无论怎么变 都还是人族先朝 人族统一的局面 天庭 因渊座中坛元帅 统领武营 统预百万天兵天将 朝九晚武打卡上班 已得到了大量功德契运 胸中武器朝圆 顶上三花盛开 仅差半步 便可挣得大罗道果 大罗精先 须领悟法则 法则三千 因渊也不知晓 该走哪一条路 三千代指无穷 法则并无强弱之分 但因混沌魔神强弱 法则间便有了强弱 流传 时间为王 空间为尊 命运不出 因果称皇 还有一句 力量至上 即将迈入大罗 因渊也需考虑后续道徒了 准圣之法 不行 力量正道 不妥 走会员精先 会员大罗精先之路 因渊早就 想好了的 难难难 到最难 因渊端座率辅 参悟十海内上清仙法 九转玄缘弓 纪念混沌中 十二品竟是白莲 以及祖龙珠 而就在因渊 纠结修行哪条法则时 祖龙珠微微颤动 一股无比精纯的 皇者霸主气息 流转十海原神 哦 哦 哦 嘹亮的龙吟 宛若九天神雷 在因渊十海内炸响 因渊神情一阵恍惚 好似以第一视角 带入了祖龙 重回了龙汉亮节 祖龙身着领宝战甲 风华无双 傲立于四海之上 龙族的儿郎 随本作杀 灭了七灵 云凤一族 凡灵甲一族 皆是属于龙族 祖龙统一的种族 何止超过数万 尽显皇者霸气 风华绝代 闭逆傲视 洪荒天地 因渊以第一视角带入 切实地感受了一波祖龙的霸气 陡然间 混沌中微微震动 释放出一缕璀璨 因渊眼前画面一转 看到了一颗炽热的大火球 温度之恐怖 足以焚烧万物 这是 这是 太阳星 我这是 又带入帝郡 东皇太一的视角了 帝郡 太一 乃太阳星天生 玉玉皇者 统玉有灵异族 建立妖族 建立天庭 皇者霸气 映照诸天万剑 许久后 因渊心神回归 道心久久不能平复 祖龙 帝郡 太一 天生皇者 这是想让无修行皇道法则 不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贫道多狗啊 修行皇道法则 绝对没有好下场 祖龙 风华绝代 奥立天帝 可依旧不是化为 结会会飞了去了 帝郡 太一 统玉千亿妖族精锐 霸气威武 皇者子气 照耀万劫 不也是嘎了 活着 才有闪耀的未来 谁懂啊 快挣到大罗了 皇道法则竟然露头了 我 音约 就算被产教仙弄死 在大劫中生死上榜 也修不了一点皇道法则 大道三千 狗道为王 无必然修行 狗道法则呀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 获得特殊奖励 狗道法则领悟两成半 皇道法则领悟两成半 音约听着系统提示音 感觉石海里对大道的感悟 骤然清晰明了 愣整住了 奖励 皇道法则情有可原 但狗道法则是什么鬼 物超 法则三千 还真有狗道 狗道与皇道并立 双法则同修 那这算怎么个事 狗皇 领悟法则 大罗金仙的标志 领悟双法则 便意味着同境界的大罗金仙 底蕴更强 实力更强 但同样的 修行双法则的难度 是几何倍增的 不过不打紧 都修行狗道法则了 还怕修行慢 音渊继续在天庭打卡上班 混功得奖励 遇到是 三思熟虑 对敌避错谷扬灰 不留痕迹 手里多被指人 成功率只有九成八 那与送死有何意 别说 还真的让音渊的摸到了狗道的精髓 短短千年光景 便将狗道法则领悟到了三成 毕游功 通天教主看着日记内容 紧皱着眉头 音渊宝贝徒儿 想走法则正道 稍微有点难 诸盛也曾想过法则正道 但难度太大 展却三思后 却发现三思压根不能合一 无法正道 法则太难 展示不行 退而求其次 才是立下大教功德成圣 音渊徒儿 怕是走错了路 不行 无得找机会提醒提醒徒儿 还有 黄道法则 修炼黄道紫器 辟逆天地 还可以理解 狗道法则 狗道是什么道 本族为何从来没听闻过这个道 通天摇了摇头 确实没听说过 人族大夏王朝 已传承了六千年 由盛转衰 昆仑山 广成子费死了尽修炼 依旧被卡在大罗金仙巅峰 迟迟不能重回准盛之境 太清老子坐在守阳山 修无为无情之道 再观西方 荒凉平吉 鸟路过 都夹紧了定 不愿拉屎 西方教门中 唯有要师 弥勒 修行至了大罗金仙巅峰 像十八道人 家业 阿南 天佑道人 大多卡在太乙金仙 金仙之境 修炼十分艰难 平吉啊 穷啊 准题已经筹得三千年没合眼了 人族现在有文武二祖 三皇五帝坐镇 实在是不好搞气韵啊 四海龙族 还有个竹龙老不死的 平道偷了整整一万年 才给八部天龙池 凑了五条小杂龙 哭 实在太苦了 准题忍不住叹气 目光瞄向了结教与天庭 三皇五帝时代 结教占足了好处 气韵如海 街影一只小师弟心思 面色忧愁极苦提醒道 师弟 通天可不好惹 若偷结教气韵 怕是诸仙剑阵 要摆到须弥山了 准题气愤至极 诸仙剑阵 这也太逆天了 会把诸仙剑阵给了通天 街影若有所思 缓声道 无西方忌惮通天的诸仙剑阵 太清 欲轻易忌惮 师弟勿及 无西方是有机会的 哎 西方何时才能大兴啊 准题深深叹气 结教的主意 目前不敢打 那就只剩下了个天庭 浩天看门童子当天帝 统御诸天万界 也积累了不少气韵功德 准题流着口水道 师弟已有想法 师兄 师弟且去试试 准题摇身一变 变了一副模样 笑眯眯道 平道乃黄连道人 与西方教有大悟性 大毅力 大幅员的准圣圣人 有何关系 准题右心开了个马甲 化为一缕泛光 偷偷溜进了天庭 没敢从南天门过 只因音约聂龙 当天庭的中坛元帅 统御武营 职责镇守南天门 准题从南天门过 怕沾染了聂龙的业力 就算这聂龙 得了一成半的地域功德 那也还是聂龙 一天是聂龙 一辈子都是聂龙 这点永远洗不掉 俗称 一聂被聂 一缕泛光 悄无声息地 潜入了天庭的浩天殿 浩天殿 是在原来妖黄殿遗址上建立的 是浩天上朝一世大殿 大殿当中 有数根金白色玉柱耸立 相当奢华 此玉柱何该与我西方有缘 当然 准题此行 不是为了玉柱 而是缠绕盘旋在玉柱的三首蛟龙 三首蛟龙 乃洪荒一种 资质不俗 他以惊仙巅峰修为 被浩天镇压收服 充当浩天殿的门面 三首蛟龙 盘绕在玉柱上 闭着双眸 陡然间 闻到了一股一箱饭香 紧接着 便是泛阴阵阵 三首蛟龙心底最深处的欲望 被无限放大万倍 吐出的蛟龙溪 都是淫迷粗乱的 龙性本营 蛟龙毅然是龙 欲望被激发出来 瞬间便红了眼 哦 浩天殿中 响起嘹亮龙吟 三首蛟一口吞噬了 浩天殿正中的龙珠 一个白尾逃窜出了大殿 准提施法 故意诱导三首蛟 从西天门逃窜 并暂时扰乱天机 屏蔽了浩天与姚池 三首蛟一路奔逃 途径四重天遇见 镇守此戒的是浩天的亲妹妹 姚姬 姚姬 是与浩天相连的混沌玩时 浩天化行后 便将诞生灵智 还为化行的妹妹 带到了紫霄宫蕴养 化行后 到了天庭 视为天庭长公主 镇守御界四重天 为战神女仙 太乙金仙巅峰修为 姚姬正在修行 突然听到龙吟 美眸微微一变 三首蛟逃了 那道霞光 是大殿龙珠 善离之手 偷到龙珠 大罪 三首蛟 修逃 姚姬身着红色战甲 手持长剑 化为一道流光 朝三首蛟追下去 三首蛟不敢在天庭久留 便逃往了洪荒大地 姻渊碰巧正在南天门巡逻 道友们 辛苦了 无等拜见元帅 不辛苦 呼的 姻渊感受到了一股银迷的龙溪 若姻渊未正到大罗前 肯定是感受不到这股龙溪的 但现在正到大罗 又有祖龙珠 对龙溪一类 十分敏锐 姻渊施展上清仙法中的法眼 向远处的云海望去 嗯 穿着火红色灵宝战甲的仙子 卧槽 那不是姚姬吗 姚姬再追一条蛟龙 三手蛟 卧槽 西方又双来导尸了 姻渊纵身化为流光 朝姚姬追去 并高声喊道 长公主 请留步 仙子 请留步 准提藏匿于云海 冷声一笑 这聂龙倒是敏锐 竟还想 坏我西方好事 不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范音节见 一缕范光 悄无声息地困住了姻渊 姻渊以大罗金仙修为 施展纵地金光 飞了许久 却发觉离姚姬越来越远了 心头立刻明雾 坏了 掌中世界 西方教旁门神通 麻痹的 真要让西方教得逞啊 姚姬 要被暗算 被西方教弟子糟蹋了 茵渊摇头叹息 准提有备而来 以我之力 怎么可能突破圣人的限制 拦不住姚姬了 可惜 太可惜了 这么漂亮的女仙 被西方教糟蹋 还不如被我 呸 悲愤交加的茵渊 只能拿出了小本本 就算我想加入西方教 但也不想看着姚姬 被西方弟子糟蹋啊 还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嗯 不太认同西方教这个 利用女修士的手段 生米煮成熟饭 道德绑架浩天 本质还是为了想天庭弃雨 有心阻止 无力回天 哎 准提困住了应渊涅龙 见着姚姬追三手交 到了洪荒大地 嘴角翘起糊涂 天庭长公主 何该与我西方有缘 回西方 安排天佑蹲点姚姬 美芝芝啊 准提转身回了西方 与此同时 金敖岛 毕游宫 通天教主看到日记内容更新 双眸微微一致 连忙道 水火 快快 快传照 宝 多宝 是 水火童子 心底虽疑惑万分 但紧忙传老爷法旨 传多宝干嘛 还能干嘛 结教 不结胡锡方交 那还能是结吗 多宝应照令 急促快步走进碧游宫大殿 面色恭敬 不知老师 传照弟子何事 多宝十分疑惑 不对劲 有些不对劲 通天教主圣人 双眸凝视多宝 仔细打量 然后挥一点头 嗯 不错 多宝 老师 想无结教敌传大弟子 准圣大圆满修为 扶原身后 悟性绝顶 这波是浩天高攀 多宝更猛逼了 什么高攀 通天教主嘴角微翘起神秘弧度 笑道 宝啊 为师觉得 乳缺了的道理 多宝瞬间瞪大了双眼 满脸惊骇 连连摇头 弟子由老师教导 更有一众师弟师妹 并不缺道理 不 为师觉得你缺 老师 我真不缺啊 老师说你缺 你就缺 通天教主 语气颇严厉 好吧 弟子可能缺 宝 且福尔过来 为师教你 通天笑呵呵道 片刻后 多宝化为一道流光 飞出了金鳌岛 前往了洪荒大地 与此同时 准提撕裂虚空 回了虚弥山 脸上洋溢着笑容 西方大忌 已成功一半 现在便可安排天佑前去 英雄救美 街影面色忧愁极苦 周身泛光闪烁 西方有妙法 可隐蔽元神 法力 街影一挥手 一道泛光笼罩在了弟子 天佑的身上 请客间 便掩盖了天佑的太乙 精先初期修为 元神法力波动 与普通人族 没有任何区别 街影面色忧愁极苦道 转世入轮回 不确定因素太大 以西方妙法遮掩 非准圣大圆满修士 不能看透天佑 准提面露欣喜 师兄所言甚是 街影端坐在十二品 功德经联上 抬手从菩提树上 摘下了一枚菩提子 泛光笼罩在菩提子上 菩提子 可助修士宁神静气 精炼法力 辅助悟道 但经过泛光继炼后 便成了一枚丹药形状 天佑 此丹名为何欢丹 修士福之 可增长数千年法力 且能提升悟性 同时会激发修士 到心深处最本能的阴阳之欲 非亚圣修士不可抵挡 天佑 如可便宜行事 街影说罢 便将何欢丹赐予天佑 准提引佑姚姬离离开天庭 并借三手交暗算姚姬 让天佑英雄救美 这是一计 同时 街影再次何欢丹 算是给天佑再增加一份底牌 此计 西方必成功 天佑双手微颤地接过何欢丹 谋底露出银鞋的浴火 是 弟子必不辜负老师厚望 那姚姬是谁啊 天庭长公主 浩天天地的亲妹妹 可谓是洪荒最尊贵修士之一 一想到 即将能把姚姬压在胯下 让其如鹦鹉般婉转提枯 天佑身躯都颤抖了 难以压抑的兴奋 天庭长公主又如何 依旧要沦为给西方生子的工具 窃天庭气运的眉间 天佑接过菩提子 化为一缕泛光 赶往了洪荒大地 姚姬追拿三手交 从天庭追到了北海 又从北海追到了南海 最后追到了洛霞山外围 三手交被范香激发心底的欲望 此刻有些浴火焚身 飞至一山峰 吐出淫密的龙溪 恶狠狠地盯着姚姬 姚姬 既然你送上门来了 我便不客气了 哦 一声嘹亮的龙吟 三手交化为一条三头黑色蛟龙 杀向姚姬 姚姬身着红色战甲灵宝 手持仙剑 身形飘逸清零 飞身突刺 蛟龙力爪 布满了坚硬鳞片 砰的一声与仙剑撞击 太乙惊仙威势 在一方天地迸发 蛟龙之尾 宛若独刺 白尾抽向姚姬 姚姬以仙剑抵挡 呼吸间 两者交手百余回合 姚姬略战上风 这时 一缕上清仙气 悄无声息地落进了落霞山 姚姬长公主 多宝凤老师照令出道的目标 就是为了救她 三手交浴火焚身 与姚姬斗法 愈发不计较后果 我命打法 姚姬面色平淡 先力轻盈 毫不费力地抵挡 无论怎么看 优势都是在姚姬 远处 多宝则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三手交 原神似乎有些不正常 姚姬恐怕要半 半空 三手交龙摆尾 直冲姚姬 姚姬手持仙剑 施展飞天一剑 噗哧 仙剑贯穿了三手交的躯体 而三手交的交龙爪 却停在姚姬胸口一寸之处 姚姬冷声 三手交 如已败 速速更无回天庭领罪刃 三手交被仙剑贯穿 脸上非但没露出痛苦争鸣表情 嘴角反而翘起一抹诡异糊度 长公主 高兴太早了 黑龙碎心掌 便见着交龙爪 停在姚姬胸口一寸处 骤然释放出强横的法力 旋转半周 咔嚓 清脆的破碎声 姚姬美眸猛的一缩 周身先利 宛若海潮般消失 修士 有道心 三手交一爪 直接掏碎了姚姬的道心 远处 多宝眉头皱得更甚 不对劲 十分得有十二分不对劲 三手交虽是洪荒一种 但修为却不如姚姬 一爪 掏碎一名太乙金仙巅峰的道心 不对劲 多宝准圣大员满法力涌动 双眸环绕着上青霞光 凝望着三手交召 神情猛的一致 那是 一缕 泛光 果然 是西方交 难怪老师让吴初倒 截胡西方交 截胡 频道还是很擅长的 姚姬宛若断线的风筝坠落 跌落大地 狠狠坠在大地 心口处 渗出鲜红的血迹 三手交谋底势 无边的浴火 贪婪地舔了舔嘴角 拖着重伤之躯 一步步逼近了姚姬 扇离指手 偷到龙珠 再加上一个玩动长公主 不知是什么罪名 浴火 让三手交生出了无边恶胆 已经不在乎后果了 姚姬道心破碎 已然无力抵抗 谋底是无尽的冷意与绝望 而就这时 一名青年的修士 从山林中走出 尴尬地愣住在原地 对不起 频道走错了 既然走错了 就把命留在此处吧 三手交嘴里喷出交毒 喷向青年修士 哄 一击 青年修士倒飞出去 不知砸落了多少碎石 姚姬微闭双眸 那修士 仅有悬仙修为 怕是活不成了 三手交解开了身上的道衣 俯身 欲扯下姚姬身上的灵甲 操泥麻痹 我只是走错路了 你竟想杀我 青年修士穿着青色道衣 拍了拍身上尘土 骂骂咧咧地从碎石堆里站起身 肥嘟嘟的小脸蛋 十分生气 好好好 你先杀频道的 频道反击了 三手交惊呆了 一个悬仙缠若蝼蚁 挨了我一击交毒 竟然没死 难不成 是我受了伤 法力弱了 言语间 青年修士周身悬仙法力涌动 祭出一件领宝 砸向三手交 并嚷嚷着 让你瞧瞧 俺师门领宝的威力 多宝塔 伪装成后天下品领宝 慢悠悠砸向三手交 三手交双爪横推 什么垃圾领宝 话还没说完 三手交脸上 就露出极大的扭曲与痛苦 垃圾领宝蕴含暗镜 一个照面 三手交就感觉双手骨头 军裂寸断 扮猪吃老虎 三手交谋底浮现大惊骇 感受到了极大的死亡恐惧 三手交哪里还敢再战 连连后退 显现蛟龙真身 朝远处顿逃 多宝呵呵一笑 逃得倒是挺快 姚姬也茫然了 有些不确定 道友 是寻仙修为吗 多宝又淡然一笑 上卿道运流转 显现了真身 平道多宝 见过长公主 姚姬见着 竟是多宝道人 谋底的一律彻底消失了 多宝 经熬岛庇佑宫上卿圣人 坐下狄传大弟子 展却三师 准圣大圆满修为 且是天庭的子卫大帝 又是福西天皇之师 多谢 多宝师兄 姚姬气息十分孱弱 浩天与三亲是同辈分的 姚姬作为浩天之妹 称呼多宝为师兄 并无错误 多宝抬手 将一缕精纯的上卿仙器 度给了姚姬 姚姬伤势有所恢复 恳请师兄 姚姬本想求多宝 送自己回天庭的 话还未说完 便见着多宝 面色微微一变 来了 多宝在随手一挥 布置出一座结界 隐蔽了两人身影 便见着 一穿着白衫 背着香笼 牵着一头毛驴 路过了此处 二十来岁人族模样 小白脸 较为秀气 姚姬面露不解 师兄 他不就是个普通人族 姚姬并未看出什么不对劲 多宝呵呵一笑 他是人族 穿着白衫进衫 身上却没有一丝尘土 这正常吗 小白脸 毫无秀为波动 牵着一头驴 就敢伸入大山 这正常吗 方才无来时 方圆千里无人族踪影 却突然出现一名人族 师妹还觉得正常吗 多宝三问 姚姬面色微微一变 师兄的意思 多宝静默不语 双眸悬光阴晕 注视着白山人族 揭引施法为天佑 隐去身形 非准圣大圆满不可发觉 但不好意思 咱结教的宝 恰好是准圣大圆满修为 平道一眼就看出 他不是人 姚姬面色再变 他不是人 杨天佑牵着毛驴 看似在山间闲逛 但却有着目的 不对啊 姚姬应当在此处的 怎么不见了身影 姚姬去哪了 难不成是老师推算错误 被三手交带走了 应当不会 三手交中了老师秘法 带不走姚姬 杨天佑搜遍了整个落霞山 都未寻到姚姬的身影 百思不得其解 师兄 他似乎在找什么 这荒山野岭的 能找什么 只能找师妹这个大美人 嗯 师兄的意思 也就师妹这个仙子 值得修饰惦记 好像 也不对 姚姬意识聪慧 听多宝这么一说 立刻便知晓 有人算计自己 且昊天哥哥不知晓 能瞒过昊天哥哥 准圣大圆满修为 那只可能是圣人 姚姬面色微沉 师兄 他是哪教弟子 有泛光阴晕 西方教 杨天佑多多转转许久 依旧未寻到姚姬身影 愈发暴躁 抬手拿出了那枚合欢丹 冷声道 可恶 姚姬究竟在哪 若是让平道寻到他 必亲手为他吃下 平道导要看看冰清玉节 高贵尊贵长公主 能不能扛住要力 变成一个荡妇 结界内 姚姬面色阴沉 双眸冰寒 以路杀意 西方教 多宝一微微皱眉 歹毒 太特么歹毒了 多宝又看向姚姬 师妹 想不想出口恶气 姚姬忍住杀意 缓摇头 多谢师兄 此事不应牵扯师兄 他是西方教弟子 若多宝师兄出手教训他 必会惹怒西方牵扯上因果 多宝淡然一笑 借北玄师侄一句话 吴多宝一生行事 何时怕过 要知道 封神援助中 多宝可是敢直接对太清圣人动手的 教训个西方教弟子怎么了 要是有机会 多宝还想亲自教训教训准题呢 多宝准圣大员满法力涌动 随手一挥 山林间便陡然刮起了一阵怪风 怪风拍灵打夜 目标直指天佑手中那颗荷欢丹 碰巧地吹落了荷欢丹 在碰巧刮进了其身后野驴的嘴里 啊 呃 阿姨饿 野驴惊恐大叫 天佑面色一变 走 怎么被这头孽畜给吃了 啊呀 呃 野驴叫声便成了欣喜若狂 何欢丹 乃菩提子所变 十之悟性大长 可得数千年法力 刹那间 野驴便开启了灵智 悟性大增 生出法力 啊啊啊啊啊啊 驴叫声再变 这是驴子的求爱之声 野驴已经红了眼 目不转睛地盯着主人杨天佑 留下了口水 杨天佑怒不可遏 孽畜 该死 杨天佑抬手泛光闪烁 便欲打杀着孽畜 禁锢 多宝轻贺一声 准圣法力 悄无声息地禁锢了杨天佑法力 杨天佑一击拍在野驴身上 软绵绵地 非但没打死野驴 反而让野驴更加癫狂 什么 无的法力呢 杨天佑惊恐无比 杨天佑抬眸 正与野驴的眼睛对视 看到了无边的浴火 不好 跑 杨天佑暂失去法力 转头就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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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子的求爱之声不断响起 拥有了数千年法力 跑起来飞快 朝着杨天佑后背 猛地蹬出两蹄 扑 杨天佑顿感五脏六腑一味 眼貌惊心 磕磕绊摔摔摔倒在地 还未等杨天佑转身 野驴便已经压在了杨天佑的身上 驴嘴无情一扯 将杨天佑身上衣裳净数撕碎 一只驴蹄狠狠摁住杨天佑的头 一只驴蹄狠狠摁住其脊背 后边两只驴蹄 分别死死置住其双腿 不让其翻身 狠狠禁锢住 啊 不 一道惨绝人寰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响彻山林 远处结界内 多宝提早俯身捂住了姚姬的眼睛 缓声道 师妹 可还解气 姚姬轻轻点头 声音细弱蚊虫 纵使是天庭长公主 也没见过这么报复的 难免红了脸蛋 嗯 多宝带着重伤的姚姬 回了惊骚岛 山林间 惨绝人寰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足足响了两日半 第三日 日月交替之际 一缕日月精气霞光落下 洒在了野驴的躯体上 野驴化形 星红的眼珠 这才恢复了正常 发生肾磨事了 完了 坏事了 驴子没灵质前 只是一头野驴 被杨天佑捕捉到 自己可能惹事了 八大 一道奇妙的闷响声 驴子逃窜进了山林 并自号约 无为野驴道人 野驴得道 不敢留在洛霞山 只能向北陶 经妖族道友介绍 加入了十万大山 成为了白泽挥下一名妖王 号约 脚白无暇 穿过层层树叶 映照进了山林 便见着一名沙迷 趴在地上 口吐白沫 眼珠泛白 浑身满是驴肯过的硬痕 于清 乌黑发紫 寂静的黑夜 蟋蟀 昆虫发出提名 四边支撑了一首月儿的歌声 菊花蚕 满定伤 你的笑容已泛黄 显然 天佑已经出气多 进气少了 法力被禁锢 若非有着太乙惊仙的躯体 早就该魂归地府了 悲愤 痛苦的眼泪 划过天佑的眼角 痛 实在是太痛了 半月后 天佑挣扎着起身 恢复了些伤势 我 我 要回西方 我要把那头该死的野驴 碎尸万段 天佑下了落霞山 便见着一条宽阔大河 哦 两岸圆声提不住 杨天佑听着两岸圆声 身心更痛了 不敢回头望山林 痛 嗦嗦 两岸绿音晃动的声音 便见着钻出了两头浑身雪白的圆猴 两只圆 目不转睛地盯着天佑 天佑牟底露出万般惊骇 惊恐 这 这是何圆 何圆 哦 两只何圆 发出兴奋的叫声 逮到了天佑 并将天佑带回了何圆山洞 里边有三十多头铜族 于是 随后的一年 每天山洞里 都会传出惨绝人寰的哭喊声 何圆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有眼就行 须弥山 菩提树下 准提圣人元神 沉浸天道推算 嗯 并无甚异常 哼 想必天佑现在 已经得手了 只带摇姬玉玉铲子 届时 无西方便能共享天庭气域 准提笑呵呵道 与此同时 惊吼道 碧游宫 结教浩瀚如海的气韵 尽数加持在通天教主身上 上清圣人之力 尽数涌动 干扰天机 通天教主 嘴角微翘起弧度 就你西方教会干扰天机是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更不知受何人影响 通天教主形式愈发的没了 底线 亦或者说 底线 变得更加灵活 水火童子在碧游宫殿后 与奎牛开心地玩耍 时不时地听到老爷 嘿嘿 的笑声 心中万般疑惑不减 老爷真的变了 多宝带着瑶姬 先回了金敖岛 刚进金敖岛 便遇到了精灵师妹 新收的弟子文仲 文仲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少年 资质尚可 见着多宝 恭敬行礼 见过大师伯 嗯 不错 多宝随手拿出一件灵宝 雌雄双边赠予文仲 拿着玩具吧 雌雄双边 乃两条恶蛟龙锁链 分阴阳 有二气 算是一件小玩意 奶蒙道 谢谢大师伯 大师伯 您身后是大师奶吗 文仲好奇地看着瑶姬 你小子可别乱说 撒尿活你玩去吧 乖 瑶姬面色微红 静默没说话 跟在多宝身后 朝碧游宫走去 路上 遇到了乌云仙 乌云仙扛着大锤 正在叫受外门师弟们 混圆锤法 大锤一百 小锤八十 连环锤了几下 小呵呵见里道 多宝师兄 乌云师弟 乌云仙也注意到了师兄身后瑶姬 瞬间会议 见过师嫂 乌云仙你小子疲痒了 嘿嘿 错了错了师兄 下次还敢 随后又遇到了金箍仙 金箍仙恭敬行礼 见过大师兄 见过师嫂 多宝 金箍师弟 别乱说 多宝领着瑶姬 继续朝碧游宫走去 连连开口解释 乌云师弟 金箍师弟就爱开玩笑 整日打去频道惯了 师妹 物放在心上 瑶姬轻轻点头 结交弟子的氛围 可真随和啊 挺好的 精灵圣母 云霄这时从碧游宫走出 多宝放心一笑 嗯 金箍师妹平时很严肃 从不开玩笑 云霄师妹也是 很温慧 不会乱开玩笑的 多宝先行笑着开口 金箍师妹 云霄师妹 见过师兄 金箍 云霄 微笑打招呼 然后 金箍 云霄便有意无意地看了瑶姬一眼 然后金箍 云霄 玩耳一笑默契道 见过师嫂 多宝 发生甚末事了 怎么连金箍 云霄师妹也 瑶姬面色微红 见过金灵仙子 云霄仙子 多宝打完招呼 便领着瑶姬进了碧游宫 请老师 为瑶姬恢复破碎的道心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 见着多宝成功结合了瑶姬 脸上露出和善家长式微笑 不错 上清圣人之力流转 一息间 愿帮瑶姬治好了伤 瑶姬恭敬行礼 多谢上清圣人 无妨 瑶姬 如感觉无结教怎么样 通天教主为拉近距离 故意自称本座 结教师兄师弟 谦卑有礼 其乐融融 有一家人感觉 一家人感觉 不错 不错 不急着回天庭 可以让多宝带着你在金熬岛转转 多谢圣人 多宝面露为难 偷偷传音 老师 东南海域有一件下品先天领宝出世 弟子要去为师弟们寻宝 不准 老师 洪荒南明火山外 有一族无主的南明礼火 正适合给罗宣师弟祭炼火压 弟子请求外出寻宝 不准 老师 弟子寻宝是天赋啊 这天赋不用 岂不是白瞎了 瞎了就瞎了 寻宝什么时候都能寻 先领姚姬在金熬岛逛逛 若失了礼数 唯你是问 多宝心底微叹气 无奈下 只能带着姚姬去金熬岛游玩 通天教主静坐在蒲团上 露出了老父亲般的笑容 姚姬这孩子资质不错 本作既要当老师 又要帮弟子找道理 可真难啊 与此同时 殷渊隔天亭上班上烦了 便撬了班 回了金熬岛 听说了吗 多宝师兄领回了一个师嫂 我见了 我见了 跟多宝师兄般配 你怎么就确定是师嫂 而不是道友呢 糊涂 多少万年了 你见过多宝师兄 领过女仙回金熬岛 物操 你别说 你别说 还真没有 殷渊听着一众师兄 师弟 津津乐道 也乐了 想不到多宝师兄 竟会找道理 结教 又不是人教无为无情 修有情道 找道理 也挺正常的 哼 就是不知多宝师兄 看上了哪家的女仙 殷渊笑 朝毕游宫走去 回岛 先行拜过老师 这是尊师 然后便见着多宝与姚姬 一千一后 走出毕游宫 殷渊眼眸瞳孔微微张大 满脸不可置信 姚姬 怎么会是姚姬 怎么能是姚姬 姚姬不是被西方叫暗算了吗 怎么会跟多宝师兄一块 多宝师兄找的道理 竟是姚姬 殷渊真的傻眼了 洪荒 剧情 他妈有点不正常啊 怎么会这样 姚姬 不是去追三手交了吗 怎么会被多宝师兄给就到 卧槽 似乎 众师兄 师姐们都挺看好这一对 乱了 全都乱了 那以后有孩子 该叫什么 多捡 多交 多缠 殷渊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发生甚模式了 见过多宝师兄 殷渊主动走上前行礼 师弟好 多宝呵呵笑着回礼 然后转身 与姚姬介绍道 这是频道小师弟殷渊 见过殷渊道友 殷渊微笑见礼 这一刻 殷渊脑海里 涌现千百种叫法 天庭长公主 姚姬仙子 殷渊见过师嫂 话到嘴边 脱口出 殷渊你小子 怎么也打去师兄 多宝眼神微浮动 与殷渊眼神交流 殷渊呵呵一笑 便不打扰师兄了 师弟先去见过老师 去吧 去吧 多宝领着姚姬 去逛金敖岛了 殷渊身着一袭黑色道衣 走进碧游宫 恭敬行礼 弟子殷渊 见过老师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 见宝贝徒儿一回岛 就来先拜见自己 嘴角不禁翘其隐秘的弧度 缓点头 正到大罗了 不错 全仰仗地狱之师 功德为弟子 夯实了道姬 多谢老师 无论怎么说 殷渊感激通天老师 给自己辅佐人皇机会的 大罗者 乃先知极致 开始领悟法则 大能之间斗法 不再依靠单纯的法力 而是法则道运 通天教主 开始为殷渊讲道 殷渊静坐通天老师 对面的铺团上 得上清圣人 一对一金牌私教辅导 洪荒修仙哪家墙 那指定是东海金敖岛 结教弟子 出类拔萃 随便拎出一名敌传 都能把十二金仙 打得抱头数窜 欲须十二金仙 眼高手低 图有虚表 只修法力 不修道德 顶多算是个 昆仑职业技术学院 通天教主讲道 子气阴云 地勇金莲 祥瑞万千 阴冤周深散发着 玄妙道运 继续夯实道基 时光宛若细杀 五年过去 西方 须弥山 街影 准提 静坐在菩提树下 面色忧愁极苦 天佑徒儿 怎还未传来消显 按理说 应当成功了 准提圣人元神沉入天道 仔细推算 并无甚异常啊 师弟切莫着急 天佑未传来消息 想必是进展顺利 准提神叹了一口气 这一次 能否偷盗 呸 共享到天庭气韵 便全看天佑能否拿捏摇姬了 落霞山 合园山洞 一沙弥 身上的道衣 尽数破碎 铁链搬粗的藤腕 分别锁住了沙弥的脖梗 四肢 牢牢捆腹住 图片EJPG 龟甲腹 什么龟甲腹 不懂 周深法力 被神秘力量禁锢 沦为和元一族的玩物 两眼珠泛白 身后糜烂 已然是生无可恋的姿态 五年 整整五年 泪流干了 喉咙哭哑了 这一日 和元一族 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 只见其穿着四人的道衣 背后背着斗笠 灰尘扑扑掩盖了 其身上金色的毛发 和兄 咱们一别有百年没见了 是啊元兄 咱们有一百年没见了 和强 正是和元一族的族长 拿出了族群精酿的酒水 热情招待元兄 显然 元兄也是元猴 只是羽和元不是一个种族 两猴用木质的瓢喝酒 喝了许酒后 和强热情地拉住了元兄的手臂 兄这次来 可要多住几日 前几年族人 捉到一人族 细皮嫩肉的 那滋味嘖嘖嘖 最关键的是 怎么弄都弄不死 元兄摇了摇头 和兄 现在人族鼎盛 各都城皆有五道高手坐镇 还是莫要招惹人族了 和强不惧 反而哈哈大笑 他人族兴盛他们的 关我们什么事 最近的人族都城 都还离落狭山万里呢 元兄 见着和强不惧的姿态 只能无奈摇头 和元一族 生有灵志 但修为却不怎么高 只有族长是地先之境 其余族人还未入仙境 元兄在和元山洞 站住了几日 每晚月上烧头时 仅能听到银迷的声音 心底愈发生出不安 直至 偶然间 元兄看到了沙米惨状 神情一阵颤动 某底露出惊恐 那是 那是 太乙惊仙的道区 法力被禁锢了 但 其的确是太乙惊仙境的道区 坏了和元 一族惹上了灭族之祸 元侯心底彻底不安 便向和强提出了告辞 和强热情挽留 元兄 何不再留几日 以后还有机会的 元侯哪里还敢再留 临走前 元侯沉吟许久 缓出声 和兄 那仁族 怕是不简单 留得久了 必生事端 届时 务必处理干净 最好能灭杀元神 元侯隐隐地提醒 哈哈 元兄多虑了 元侯严禁于此 告辞离开 出了落霞山 头也不回地顿入山林 拐了数百个弯 才赶回眉山 不错 元侯 来侯族生灵 自名为元侯 元侯离开的第三日 天佑终于不堪其辱 绝望之下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舍弃一身修为皮囊 选择了兵捡 嗡 一缕元神 魂归地府 西方 须弥山 菩提树下 接引 准提 同时睁开双眸 面色大惊 天佑为何魂归地府了 究竟发生甚末事了 准提转身 踏入虚空 去往了幽冥 在鬼门关 接引下了天佑的元神 天佑 发生了何事 如为何生死盗消 准提沉声发问 天佑见着老实清灵 身躯忍不住的颤抖 背后时不时传来撕裂的患痛 眼泪 鼻涕一大把横流 缓缓伸出五根手指 五年 五年 整整五年 老师 你 知道 弟子这五年 是怎么过的吗 痛 太痛了 实在是太痛了 求老师为弟子做主 天佑哭得极其悲惨 向准提老师 讲述了悲惨之事 饶式准提 此刻都听得一阵头皮发麻 竟有此事 竟有修士 但暗中坏无西方交好事 谁 究竟是谁 准提随手挥动 圣人法力 以西方妙法 为天佑重新塑造了道区 只是天佑法力没了 空有境界感悟 只能重新修炼 设立之法 求老师为弟子做主 我 下一刻 准提携天佑 降临至若霞山 圣人原神蔓延 感知此地气息 推测演化 竟将空间 踪迹全部抹除 这是圣人手段 竟有圣人 暗中阻拦我西方 谁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 还是女娲 天佑邪无边怒火 降临山洞 以雷霆手段 灭杀了和元族群 拘魂 平道受得苦 平道要如等百倍 千倍偿还 西方设立真火 天佑报复极强 拘了和元一族原神 以设立妙火烘烤 是要烘烤万万年 凌渊到场 因渊静坐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掉万古 周身散发玄妙音韵 彻底稳固大罗精先初期 开始冲击大罗中期 圣人老师一对一开小灶讲道 真的 很难不进步神速啊 修炼之余 因渊心底 隐隐有些担忧 叹气写日记随笔 多宝师兄 究竟是怎么救回妖姬的 难道真是碰巧遇到 多宝救了妖姬 岂不是坏了西方教好事 西方教 怕是要记恨上老师 封神大劫将临 西方二圣把劫教弟子 当成西方弟子 虽不会下杀手 但肯定不于竭力地对付老师啊 有点难受 因渊在劫教数万年 早就把劫教当成家了 一众师兄 更是兄弟姐妹 但 封神大劫 劫教道统覆灭 却愈发压得因渊喘不过气 仔细想想 因渊为何动起了 加入西方教想法 西方二圣虽然无耻了些 但起码 未对劫教弟子下杀手 原始天尊那踏码是真杀呀 随意打杀劫教弟子 跟年死楼已一般 毕游功 通天教主翻看着日记 周身环绕上清道运 西方二圣 本作又有何聚 臭鱼烂虾 纵使一对二 优势也是在本作 玄疾 通天教主心头又微微一沉 诸仙剑阵非四圣不可破 三清原本是一家 大兄 二兄 会联合外人 破我的诸仙剑阵吗 通天教主还是不确信 泥南出声 消息怕是要藏不住的 结教有西方教卧底 长耳定光仙 多宝就遥及消息 怕是要藏不住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 触发暴击奖励 盘古精血时 怎么又是盘古精血 还十滴 不过频道喜欢 盘古精血 蕴含精准法力 盗蕴 效果拔军 若非因冤是聂龙荒骨废体 一滴盘古精血 怕是都能修行到大罗精线 唉 努力修行吧 封神大劫 保命机会大一些 与此同时 西方 须弥山 准提带着天佑 回了山门 师兄 酷 大苦 咱们西方 又双弱卓被截胡了 苦涩的泪水 划过准提的脸颊 街影一面色忧愁极苦 随即 两圣元神沉入天道 何力推演天机 究竟是谁截胡了我西方 天道显示 一片空白 苦 苦死我也 定是四圣之一 街影叹气道 太清老子 实力高深不可测 又有太极图至宝 能够轻而易举扰乱天机 街影做出了推测 玉清原始银币一个 素来看不起我西方 又有至宝盘古番 亦可扰乱天机 女娲 也极有可能谋划阻拦我西方 一旁 药师若有所思 老师 结教气韵如海 上清圣人又有诸仙四剑 亦有手段扰乱天机 有没有可能是 街影 准提听着钥匙分析 同时摇了摇头 恐怕不是 通天道兄姓格率直 没什么城府 应当不屑于背地里 做这些见不得光的勾当 当然了 亦不能排除通天 若是三清合力 哎 街影面色愈发忧愁疚疾苦 失地 是该唤醒我西方的暗奇了 嗯 准提点头 一缕泛光 顿入了虚空 金敖岛 笔灵陵渊道场 是长尔定光仙的道场 长尔定光仙 使海内的菩提子泛光闪烁 牟底微微一变 偷偷出了金敖岛 行至茫茫大海 施展西方旁门之法 传信与西方 多宝救摇机 望圣人知晓 与此同时 必犹宫 通天教主翻看着日记 长尔定光仙 圣人无所不能 更何况 还是在金敖岛圣人道场 通天教主自从知晓 长尔是叛徒后 便在其身上 留下了一缕隐秘印记 时刻掌控其举动 想给西方传音 哼 通天教主 本想直接阻拦 长尔传出的信息 但不知受哪个小银币 影响太深 悄悄修改了 长尔传出的信息 三清节摇机 望圣人知晓 将多宝修改成三清 这是通天做的尝试 就是要告诉西方 三清一体 莫要再生出 不该有的想法 同时 西方既恨上三清 亦是断绝西方二圣与大兄 二兄联手的可能 当然了 通天教主绝对想不到 西方二圣 拥有无比的任性 以及隐忍 为了大兄 一切都可以让步 接影 准提 收到了长尔传来的信息 面色瞬间难看 三清节摇机 真踏码是三清联手 不对啊 三清是怎么知道 无西方图谋的 无形是已经够隐秘的了 且 三皇五帝时代 三清明明起了争执 为什么还会联手 准提痛声道 接影深叹了一口气 三清为什么要联手 是要对付咱西方啊 傻师殿 苦 大苦 天佑受尽了哲乳 还舍弃了一身修为 西方算是蛇了一名弟子 这次 输妈了 而且 天佑受的哲乳 绝对不能让洪荒修饰之小 否则 西方叫脸面何存 不巧 十万大山 独物最深处 野驴道人混得如鱼得水 与妖王兄弟喝酒喝多了 一时吹牛逼 参加过巫妖大战兄弟 你还能活下来 真的强 俺就不一样了 俺只强上过圣人弟子 强上圣人弟子 你就吹吧 几名妖王虽是这么说 但此刻心底都生出好奇 继续吹 野驴道人嘿嘿一笑 那三天三夜的滋味 嘿嘿 第二日 野驴道人醒了 坏了 应该没乱说吧 洪荒没有不透风的墙 各种消息加工过后的段子 传遍了洪荒 则则则 西方叫弟子天佑啊 细皮嫩肉 被驴 一时 西方叫沦为笑柄 当然了 大家都是偷着笑 不敢明面上 对圣人大叫不敬 天佑傻眼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有知晓 天佑恨得眼珠子透红 咬碎了后槽牙 无必杀遍天下野驴 街影狠狠叹气 那野驴 如今以龟白则麾下 天佑不可煽动 西方叫沦为笑柄 再动手杀一头野驴 会更掉威严 且 白则是上古妖亭 十大妖圣之首 是妖族目前的化世人 拿捏白则不难 但背后的女娲 才是接引 准提忌惮的 女娲绝对不会坐看 西方叫对妖族出手的 三清联手阻拦西方东径 此刻在得罪女娲 不是明智之举啊 洪荒势力盘根挫杂 不是靠打打杀杀 就能办成似的 长尔定光仙 施展西方旁门妙法 传递完信息后 便不动声色地绕路 回了惊骚岛 丝毫不知 长尔的一举一动 已然置于上清圣人的 神石监控之下 樱渊静坐道场 正看到一缕流光飞回 双眸微微一皱 长尔 这次从金鳌岛外回来 怕是 已经给西方传过信了 该死的二五仔 嗡 一道流光 落至凌渊道场外 长尔道场 比邻凌渊道场 红着眼珠 笑呵呵道 樱渊失地 樱渊此刻心底 已经在想办法 整死长尔了 不动声色 长尔师兄 师殿 你好香啊 恶寒 一阵阵恶寒 师兄哪里去了 萧行有点不畅 到东海游历了一番 长尔笑呵呵道 长尔与樱渊简单交谈了片刻 便回了道场 宣布闭关 完全看不出 半分心虚的模样 樱渊继续静坐山崖之巅 长尔辞子 二五仔 出卖结教 何该陨落 我樱渊踏马想盼望西方交 只是想保命 只是想保命 到底该怎么提醒老师 一众师兄们 长尔是叛徒呢 毕游功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山 静坐蒲团 注视着日记内容更新 呵呵一笑 本座已然知晓 长尔是叛徒 留着长尔 比直接斩灭他 价值更大 人族大夏王朝 已传承七千年 显露衰颓之事 但人族却依旧是兴盛之姿 这一日 九天之上 陡然浮现三道玄妙生机 落入了洪荒桃山 飞入了桃妖腹中 桃妖怀孕 孕育生命生机 玄妙生机 所造成的威势 皆是被洪荒六圣所查 天命之子 即将出世 身有大气韵 杨帖又暗算姚姬不成 自然没了杨娇 杨茧 杨禅什么事 多宝与姚姬处在 道友 关系上 感情循序渐进 天命三子 迟迟无法出世 故而只能落入洪荒 好巧不巧地 钻入了桃妖腹中 桃妖怀孕十月 生育二子一女 二子一女 一出世 周身便自带大气韵 哭声震天动地 端地异常 桃妖 本体是杨桃树 便给三孩子取名杨娇 杨茧 杨茧 哄 六圣气息同时降临桃山 目光皆是锁定在了桃妖三子身上 接应 准替连忙开口 此三子 有大复原 大毅力 大悟性 何该与我西方教有缘 原始天尊面色阴逸 三子 再无东方出世 关入西方和事 三子 并悬门气韵将士 当为悬门护法 太清老子 一时看中了杨娇天赋 缓出声 此子 可谓无人教护法 女娲目光则看着杨茬 开口道 此子 当入蛙皇宫 哄 嗡 桃山之巅 六圣气势交锋 道运冲击 鸡荡席卷 洪荒天地 洪荒万众大能惊骇之下 目光皆看向了桃山 阴渊 亦是看向了桃山 然后整个龙震惊住了 发生甚莫逝了 桃妖 生下三子 杨娇 杨茧 杨茧 杨禅 乌草 三杨终究还是出世了 西方教未能暗算成姚姬 三杨却出世了 这是天道规律的修正吗 小事虽变 但大事不改 多宝救下姚姬是小事 但三杨悬门护法出世的结果 却未改变 桃山之巅 三秦宇皆影 准提大打出手 四在争夺杨娇 杨娇此子 最先出世 是为老大 资质定最好 女娲目光则盯在了杨禅身上 并未在争夺杨娇 隐渊见着此 不禁叹息摇头 随笔写下日记 都盯着杨娇 就没人关注关注二哥吗 封神中 杨茧拜铲交御顶真人为师 修八九玄弓 七十二遍 于封神大战中大放异彩 肉身成神 司法天神 显身二郎真君 堂堂二爷 难道不配得圣人关注吗 据传 杨娇早妖 嗯 就算不早妖 成长起来 潜力估计跟杨茧也差不多 要是老是能收杨茧 吴杰教 必定再添一名大护法 音渊是有些趣味的 届时 杨茧身着战甲 手持三尖两刃刀 修一身玄渊弓 自曝姓名道 玄门三代 杰教二代弟子 杨茧请站 桃山之巅 通天教主正在于准体打嘴炮 陡然察觉十海内日记 更新了 哦 杨茧 于封神中大放异彩 险胜二郎真君 肉身成神 通天教主便主动退让 杨茧辞子 何该与我结教有缘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看重老大杨娇 见通天主动退让 便还点头 嗯 接应 准提心头悲苦 通天道兄 你说的全是西方的词啊 通天收杨茧 女娲收杨禅 还剩一个杨娇 太清老子 记出了太极图 原始天尊 记出了盘古番 直接威慑西方 苦涩的泪水 划过准提的眼角 苦 好苦啊 接应面色忧愁极苦 若有所思 传音准提 师弟 我看那桃妖 准提瞬间鸣雾 对啊 三清 女娲收三杨 吴西方何不直接收了那桃妖 那桃妖可是三杨母亲啊 收了三杨母亲 还担忧三杨不主动来西方 师兄 妙啊 接应 准提依旧降嘴道 杨娇 何该与我西方有缘 暗地里 目光则瞄向了桃妖 接应 准提又与三清争了许久 便叹气道 罢了 罢了 三杨与我西方无缘 但 桃妖与我西方有缘 接应 准提说罢 便施展西方旁门妙法 将桃妖带回了西方 操 不要面皮 洪荒万众大能沉默许久 皆被西方无耻地举动震惊 女娲则带着杨禅回了蛙皇宫 桃山 仅剩下三清与杨娇 大兄 杨娇该为无产教护法 原始天尊出生 洪荒万众大能皆是沉默 欲清 原始素来 最看不起暖化胎生 披毛代甲之辈 这杨娇算起来是胎生 还是桃妖之子 哦 争夺契运好处嘛 不寒沉 太清老子 无为 见着原始天尊态度强硬 沉默良久 便还点头 转身踏入虚空 回了守阳山 通天教主 则带着婴孩状态的杨俭 回了金敖岛 Doem Doem 经中声响 必犹宫义事 万仙云集 皆至必犹宫 大殿中 万仙皆是好奇地盯着婴孩看 此子 身上有大气韵 端得不凡 他是什么血脉 妖族 天命气韵之子 是为先脉 通天教主圣人之力 已探查了杨俭右驱 果然如宝贝图日记中所写的一般 杨俭虽是后天出世 但资质绝不弱于先天生灵 资质 根骨 皆是绝顶 万仙文言 皆面露笑意 恭贺老师 无结教在天一鸣天骄 撞灾 音渊 老师 真的把杨俭带回结教了 卧槽 这是洪荒剧情吗 不对劲 十分不对劲 哇 哇 小杨俭哇哇大哭 一抛尿字在了通天教主的道一上 通天教主 重徒儿 先别撞灾了 何人可谓杨俭之师 多宝身着一袭素色道一 连忙起身 恭敬应声 弟子以为 弟子可为 通天教主摇头 多宝你就算了 通天教主还指望着多宝 赶紧与摇姬成道理呢 现在让多宝当老师带娃 太耽误正事 老师 给弟子一个机会啊 没机会 多宝信信地退坐了回去 精灵你怎么看 通天看向精灵圣母 精灵圣母实话实说道 弟子身上更经杀器重了些 怕是吓到了杨俭 无当圣母还在闭关 参悟大振 并未来 通天教主便看向了龟灵 龟灵拿手指头 戳了戳小杨俭嫩滑的皮肤 老师 这小孩真好玩 再观赵公明 啊 打十个 频道可以打十个 老师 弟子可以带 赵公明主动请鹰 已然按捺不住带娃的冲动了 不妥 通天教主摇了摇头 让赵公明带杨俭 可以预料 千年后 杨俭 我要打十个 通天教主目光又看向云霄 云霄温慧 柔声道 因渊小师弟 曾抚养地狱人皇长大 有带孩子的经验 那太好了 因渊 杨俭便交于你了 通天教主淡然一笑 看向因渊 因渊 啊 我 什么叫我有带娃经验 秦老师三思 不是弟子不愿意带 只是先前是云霄师姐帮忙带的 弟子最不擅长与万灵又在沟通 因渊弱弱道 哦 是吗 通天教主嘴角微翘起弧度 机会不就来了 云霄 如可以帮因渊一同带小杨俭 杨俭 算辱二人的弟子 云霄轻柔点头 是 老师 因渊更傻眼了 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让杨俭拜我为师 顺便让云霄帮忙带娃 最后算两人共同弟子 共同弟子 这不算通天首创 西方教就是这般 接引准提为西方弟子共同的老师 因渊越想当个小透明 却于深陷结教当中 看了一眼云霄 秀丽的紫发 精致绝美的五官 温柔优雅的气质 一双美腿 修长云衬紧致 白皙 带不带杨俭 这是小事 主要是能与云霄师姐朝夕相处 那弟子试试 通天教主嘴角微翘起神秘弧度 心底呵呵一笑 为师连最宝贝的云霄都抛出来了 还怕掉不上来你个 孽徒 有人背对苍生 独掉万古 殊不知 早已被恩师掉成了翘嘴 毕游功议事结束 殷渊又开始了带娃之路 带小杨俭修行 于是 结教中便经常能看到 殷渊 云霄 杨俭一家三口 在云海散步 修炼完 漫步在西洋云海 又一同在东海里 嬉戏玩闹 温馨 和谐 今日无事 带娃 今日无事 静坐赏云 赏兴月幕 再观元始天尊 将杨娇带回了昆仑山 朱弟子 谁愿做杨娇之师 元始天尊高坐庆云 出声询问 广城子还未回准圣之境 心烦意乱 未应声 一众弟子 皆看中了杨娇身上的大气韵 有意收徒 玉顶真人有敢与杨俭有缘 但其被带回了结教 无可奈何 玉顶真人 心底微叹一口气 走上前半步 弟子可以试试 嗯 玉顶变为杨娇之师 元始天尊满一点头 玉顶真人 乃盘古牙齿所化 跟脚颇高 扶原身后 同样得元始天尊喜欢 是 弟子绝不辜负老师期望 今熬岛 小杨娇已经五岁了 因缘明面上 教导杨娇八九玄弓 暗地里则偷偷教导九转玄弓 前者是残缺 后者是完整弓法 施法时 并无甚区别 修士无法分辨 饶士云霄 都未察觉 简而修行弓法玄妙 只敢其修出的法力 浑厚无比 杨娇 资质悟性 确实气高 一日祝得道基 三日仙道 知下圆满 七日正得地仙 短短十年 便已经修行至 真仙巅峰之境 因缘静坐山巅 看似独调万古 实则已经开始 为弟子谋划了 我这弟子 长得愈发 与印象当中的 娇书神色了 身着一袭 银色战甲 黑色披风 帅 神通广大 法力高强 嗯 就是差了一件 衬手的兵器 三手骄啊 三手骄 和该住无途大放异彩 西海 三手骄 被摇姬长剑贯穿了躯体 便躲进了深山养伤 蛟龙 姓本营 养好了伤势 便来到了西海 在无垠西海 开了一道场 捉了数十头棒筋 整日轩吟 哗啦 一阵雨水落下 远处云海 有一头粉龙穿过海面 龙过落下 稀稀利利的小雨 三手骄舔了 舔嘴唇上的雨水 猫底立刻被浴火占据 龙息 还是辞的 三手骄 在观身后 一众妖艳的棒筋 索然无味 小母龙 哈哈 我来了 三手骄纵身一跃 显现骄龙真身 向远处云海追去 粉龙 乃西海龙王三公主 名敖寸兴 一千八百岁 在龙族当中 刚刚成年 自出世 便一直待在西海 太无趣了 这次偷偷背着父王 归丞相 出了西海龙宫 准备前往洪荒游历 小美人 这是去哪里 三手骄穿过云海 骄龙真身盘旋在云海上 牟底满是浴火 肆无忌惮地盯着敖寸兴 不管你是 让开 粉龙开口 跟哥哥一块玩吧 三手骄贪婪地舔了舔嘴唇 骄龙找灵力 一找摁住了敖寸兴咽喉 敖寸兴不过是天仙境 哪里是太已经先进 三手骄的对手 三手骄请了敖寸兴 便欲潜入大海 宣泄浴火 九天云海 陡然响起一声大喝 放开那位女修士 不关你事 让开 敖寸兴为西海龙王三公主 骄羊长大 岂会将一头骄龙放在眼里 呵呵 还是一头性子烈的小母龙 我喜欢 三手骄愈发贪婪地舔了舔嘴唇 黑龙擎天掌 三手骄周身法力涌动 一道黑风朝敖寸兴席去 紧一击便攥住了气搏梗 小母龙 随哥哥走吧 放开那条龙 九天云海 骤然响起一声大喝 便见着一少年 身着银色战甲 黑色披风 踏出云海 眉心浮现一道银纹 射出强横白光 直袭三手骄 人人皆有天眼 无外乎就是需要岁月磨练 杨俭修上清仙法 天赋异禀 已然修炼出来了天眼 哇 一道银白色悬光 击中了三手骄躯体 三手骄恶狠狠地瞪着云海青年 区区悬仙境修士 也敢坏无好事 三手骄显现蛟龙真身 盘旋着身姿 宛若一条毒蛇般 朝杨俭击射而去 杨俭十五岁时 修得真仙境圆满 十八岁时 修得悬仙境中期 展现出绝顶的修炼天赋 擎龙 杨俭体内法力涌动 全力运转九转玄元弓 并施展了天罡地煞 108种神通中的擎龙 杨俭身形灵活 躲开了蛟龙突袭 反而一脚 站在了蛟龙躯体上 挥舞起拳头 宛若狂风骤雨般 朝蛟龙轰去 三手骄痴痛 扭曲着躯体 不断翻滚 冲入大海 再冲上云海 试图打落脊背上的青年 杨俭悬仙境中期 与三手骄缠斗了几个回合 便已是极限 变 杨俭捏动法绝 便成了一只鹏鸟 由九天俯冲而下 声势浩大 找死 三手骄黑肘 散发出阵阵黑气 我这一找 开山碎石 杨俭自知不敌 故而在靠近三手骄时 再度施展变化之法 便成了一只体态轻盈的麻雀 目标 是就那条小母龙 云海浮动 杨俭顺利就下了小母龙 三手骄痕的牙痒痒 可恶 这青年 法力并不高强 但却精通各种神通术法 尤其是将天罡地煞神通用的 炉火纯青 杨俭不再与三手骄熬战 就下了熬寸星 便施展腾云驾雾 朝海岸顿去 休走 翻沿着蛟龙躯体 向杨俭追去 敖寸星得救 一双大龙眼睛芒闪烁 目不转睛地盯着小杨俭 你叫什么名字 你好厉害 杨俭眉头微皱 杨俭 杨俭 我叫敖寸星 哦 知道了 你好厉害 这头蛟龙真可恶 我回去一定要禀告父王 杨俭愈发烦躁 这小母龙 可真能急歪啊 烦死了 说谢谢 快说 谢谢你敖杨俭 不客气 杨俭带着个小拖油瓶 自是飞不过三手蛟 杨俭带着敖寸星 刚落到西海岸上 三手蛟便站在了远处蛟石上 三手蛟面色猙獰 跑 还想往哪跑 杨俭随意地摊了摊手 跑 小爷压根没想跑 福生无量天尊 远处云海 陡然响起一声高呼 然后便借着音渊慢悠悠地赶到 目视三手蛟 悲愤道 道友 何故追杀平道弟子 好叫道友知晓 平道音渊 生平最不喜打打杀杀 但辱今日弱弟子 实在气龙太甚 平道安可留米 上青雷法 五雷烈狱 音渊大罗金仙法力涌动 挥手雷火闪烁 化作无边雷霆 哦 哦 请客间三手蛟便被雷火轰得皮开肉绽 音渊面露悲苦 为什么要追杀平道的弟子呢 为什么呢 非得逼平道出手 上青雷诀 拉满 音渊丝毫没有手软 一旁 杨俭两眼冒猩猩 崇拜道 不愧是老师啊 永梦无双 曾几何时 音渊只是一条孽龙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加入了结教 有了圣人靠山 有了神通广大的师兄师姐们 有了辅佐人皇机缘 也缓慢地成长进步了 已然是大罗高手 这波就叫 坏了 大能竟是我自己 音渊大罗金仙初期 修炼狗道 黄道法则 一身法力浑厚无比 与洪荒老牌修饰相比 虽还是弱鸡 但收拾个太已经先进的三手骄 还是相当轻松的 上清雷火 持续轰击着三手骄 三手骄皮开肉战 奄奄一息地哭诉求饶 错了 错了 三手骄知道错了 求前辈饶命 求前辈饶命 音渊不为所动 错哪了 我不该对前辈弟子出手 小龙不该对前辈弟子出手 我呸 看来你还是不知道错哪了 三手骄痛苦哀嚎 前辈您定 您定 您说我错哪了 就是错哪了 算了 我懒得说 你不配听 懒说配听 懂 音渊手中上清雷法 持续拉满 小羊俭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若不是我手里缺一件衬手的兵器 岂用老实出手 一旁音渊双眸微瞪 故意拉高了声音 兵器 要什么兵器 雷火炼狱中的三手骄 连忙哭喊求饶 恳求前辈饶命 小的可以变成兵器 甘愿当前辈弟子手中的兵器 音渊抬手收了雷火 哦 是吗 三手交赞得了生机 不敢再生出小心思 连忙摇身一遍 嗡 一把银色的三尖两刃刀 悬于半空当中 刀刃锐利 散发着凌厉沙士 刀柄绵刻着玄妙纹路 凹凸不平 握之十分有质感 小羊俭一看到三尖两刃刀 便彻底挪不开眼了 好宝贝 好宝贝 羊俭纵身一跃 单手握住了三尖两刃刀 搭配着身上的银色战甲 可谓是帅出新天际 堪比一众读者老爷 英渊谋底金芒闪烁 这下没错了 年轻时候的教书了 杨俭手握三尖两刃刀 身形飘逸 行云流水 一身战力 至少暴涨背鱼 英渊满一点头 上天有好生之德 平道最不喜欢打打杀杀 入妓院当平道徒儿的兵器 平道就给你个机会吧 杨俭学得了控制三手 教本体的法咒 使着兵器 爱不释手 嘿嘿 谢谢老师 呵呵 英渊欣慰一笑 一大一小两只狐狸 笑呵呵地回了金鳌岛 唯独留下鳌寸心 傻傻地站在海岸上 怎么 感觉这师徒两个 像是伤了吼的一样 英渊 杨俭 前脚刚离去 玉顶真人便带着杨胶 赶到了西海 望着一望无际碧蓝大海 缓叹了一口气 平道 来晚了半步 玉顶真人教导杨胶八九玄宫 一感觉杨胶缺了一件 衬手的兵器 故而也打上了三手交的主意 千算万算 还是来晚了半步 无可奈何 杨胶仅比杨俭大了几个时辰 年满十八 由玉顶真人悉心教导 如今修炼至真仙中期 天资 天赋 天赋意识绝顶 但却比英渊教导的杨俭 略差了些 玉顶真人深深叹气 又带着杨胶回了昆仑山 英渊与杨俭 回了金鳌岛 杨俭立刻拿着新武器 跑去向云娘 炫耀 去了 师娘 杨俭乐呵呵的 好用就成 爱不是手 云霄身着一袭紫色的衣裙 轻柔的阳光 洒在她绝美的脸蛋上 带着温柔温慧的微笑 美帝不可方物 对于师娘这个称号 倒是默默接受 英渊 我可没叫杨俭这么骄傲 完全是这小子 自己想这么叫的 再观 挖皇宫 杨禅拜入挖皇宫 得女娲悉心教导 如今也是真仙境修为 更得圣人领宝 宝莲灯 一身法力虽不强 但实力却不俗 短短十八年 三兄妹 两真仙 一玄仙 不愧是天命三阳 时间宛若细杀 总在不经意间流逝 距离杨俭的三尖两刃刀 已过去了千年光景 杨俭修九转学员功 稳中有静 如今已是金仙后期修为 千年光景 杨俭成长了许多 欲发明事理 思索许久后 于山崖之巅 寻到了老师 因渊静坐山崖之巅 独掉万古 修为意识顺利突破至大罗金仙中期 老师 弟子想出道 因渊看了一眼杨俭 并未开口 不瞒老师 弟子想去西方解救生母 弟子一出世 便拜入结教 得老师 师娘悉心教导 扶原生后 但生身之母 却在西方受苦 弟子不忍 杨俭恭敬贵岛在地 恳求道 因渊会一点头 笑 乃高贵难得品德 为师允许你去救母 但为师也要告诉你 西方教 无底线 舅母这一条路 注定充满了艰难险阻 因渊宁重道 弟子知晓 但 弟子觉得 不论多难 都要去 好 只会你师娘一句 想去便去吧 是 杨俭前去拜见了云霄 便出了金敖岛 出了东海 前往西方 因渊默默地掏出了日记本 自古忠孝两难全 我要是西方 定会借此事威胁三杨 想救母亲容易 加入西方 只要加入西方 就能救母亲 届时三杨该如何选择 平道虽然想盼望西方教 但杨俭不行 杨俭成长到金仙境 是想的结教资源 还有云霄师姐的心血 绝不能让云霄师姐的心血 付诸东流 叮咚 恭喜宿主 坚持写日记 获得奖励 虚空乱流 垂掉机会 一 虚空乱流 垂掉机会 倒是有无数服员 自行顿入了虚空乱流 例如 黄中里 久久散破葫芦 最最关键的 是一缕鸿蒙紫气 麻痹的 不知道平道空军了数万年 啥也掉不到 就不能直接给我 算了 还是想办法先助养检吧 这是 得先找多宝师兄参谋参谋 因缘和上日记本 便前往寻多宝 必由功 通天教主 正在与多宝讲道 讲道妙处 戛然而止 听得多宝心仰难耐 老师 通天教主倾壳一声 好了 就先讲到这吧 宝你先回去吧 嗯 教中若是有师弟寻求帮忙 多宝 那还用老师提醒 大家都是亲兄弟 必然得帮啊 多宝回了道场 因缘寻到了多宝 并未拐弯抹角 直言道 师弟请多宝师兄出手相助 好说 好说 许久后 因缘出了多宝道场 又去寻了三大圣母 请师姐帮忙 精灵 无荡 归零三大圣母 师弟客气了 一定帮 因缘又寻到了赵宫明 宫明师兄 师弟有一事相求 赵宫明周身法力膨胀 浑身肌肉凸起 像急了一个得字 师弟且慢 师兄就问一句话 对方有十个吗 因缘微微一愣 然后缓缓吐出一个字 有 啊 啊 十个 十个 妥了 赵宫明连连点头 谋底露出跃跃欲试的精芒 因缘把师兄师姐们请了个遍 嗯 目前成功率仅有九成 杨简与宋死合一 不妥 因缘思索再三 施展纵地金光 飞往了昆仑山 不周山倒塌后 昆仑山变成了红荒第一巍峨圣山 昆仑山并不只有欲须铲教 还有许多势力 比如说 西王母宫 西王母子宵宫三千大能之一 并非是天庭王母 昆仑山下 还有无数仙山 因缘目的便是 玉泉山京霞洞 玉顶真人正经坐在道场修行 忽感知龙膝降临 脸上露出疑惑 因缘怎会来落玉泉山 玉顶真人走出道场 因缘落下云海 先笑呵呵行礼 因缘见过玉顶师兄 玉顶真人一面露微笑 师弟安好 玉顶真人倒是昆仑十二金仙中的 奇葩 盘古牙齿画形 跟脚齐高 却没有像原始天尊 广城子那般天天嚷嚷着 披毛带甲 卵化师生之辈 玉顶真人有一颗冷静 睿智的道心 也正因此 昆仑仑仙 接身县九屈黄河大镇 被削去了顶上三花胸中武器 唯独玉顶真人屁是没有 师弟怎有空来了师兄这 盈缘微叹了一口气 为平道的孽徒杨茧而来 杨茧已经初岛去西方救母去了 师弟不让他去 他不听 非得去 这一去 怕是要凶多吉少 盈缘无奈 玉顶真人 神情微微一愣 你杨娇师职 也已经下山救母去了 哦 是吗 兄弟两人 说不定会遇到 可是师兄啊 西方 端弟不要面皮啊 师弟怕西方借三养母亲来要挟 让他们叛玄 哦不叛禅 结叫 此刻西方还未另立山门 未属玄门 还谈不上叛玄 玉顶真人微皱眉 听师弟这么一说 还真像是西方圣人的手笔 玉顶真人思索许久 出声询问 此事 师弟你怎么看 阴冤嘴角微翘起神秘弧度 简单 发兵须迷山 哦不 师弟的意思解 铲 陈兵须迷 嗯 威慑须迷山 女娲圣人 你也不想悉心培养的阳禅 被西方拐了去吧 阴冤出了玉泉山 便直奔挖黄天 平道阴冤 见过金凤道友 请见女娲娘娘 阴冤师弟请稍等 金凤这边前去通报娘娘 片刻后 阴冤走进了挖黄宫大殿 阴冤 见过女娲娘娘 女娲穿着一袭锦绣道衣 竟站在大殿之上 打量着阴冤 转了转眼珠 哦 你就是阴冤 阴冤 阴冤看到了圣人光着脚 又拿脚蹭了蹭小腿 毫无圣人的威严 平道正是阴冤 嗯 没听说过 不打紧 看看你的能耐 然后便见着 女娲 纵身飞来 寄出一根火红色长枪 突刺阴冤面门 阴冤侧身闪躲 又看到了一条火红的丝带 乾坤圈 金色圈子飞出 再次突袭阴冤 好好好 原来是这熊孩子 阴冤周身法力涌动 五行擒拿术 阴冤出手极快 虚影漫天 便收了熊孩子的魂天灵 乾坤圈 一把攥住了熊孩子 将其夹在了大腿上 死死禁锢住 阴冤一抬手 挤出了形状酷似板鞋的灵宝 啪啪 抽在了女娲 定绑上 一吸其便现了真身 四五岁穿着红肚兜的熊孩子 阴冤连抽十几下 熊孩子屁股抽红 可恶 你这道人 太可恶 金凤姐姐 救命啊 娘娘 快来救命啊 这熊孩子便是哪吒 更准确的来说 是转世前的哪吒 灵珠子 顽皮 熊孩子一个 竟敢变成女娲圣人模样 捉弄阴冤 足以见其胆大包天 不好好管教 岂不是无法无天啊 这时 女娲现身 身着锦绣道衣 身姿窑窍 曼妙无双 滋容绝美 静静地看着音渊 用腿夹着灵珠子 拿灵宝抽打屁股 非但没有半分阻拦的迹象 反而牟底 露出一丝丝愉悦 似在说 打得好啊 一旁的金凤 也是偷笑 多少万年了啊 终于碰到 有能制住灵珠子 这小子修饰了 灵珠子心智不熟 在蛙皇宫简直是 小霸王般的存在 十分顽皮 女娲与金凤 十分头疼 错了 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灵珠子哭得哼唧唧的 错了 错哪了 我不该捉弄前辈的 啪啪啪 音渊又连抽打树下 错 大错特错 捉弄平倒是小错 你千不该万不该 变成女娲圣人模样 侵犯娘娘的圣仪 娘娘的光辉 胜过日月 胜过星辰 岂是辱可以随意变的 不得不说 音渊拍的彩虹屁 十分有水平 言外之意 自己被捉弄了不打紧 但却不可冒犯娘娘 我出手打你 是替娘娘出口气 饶视女娲圣人当前 也只会觉得身心愉悦 音渊说得对 音渊雷霆手段 暴揍灵珠子 滚棒 对付熊孩子 效果还是有的 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音渊这才松了手 整理整理了道一 恭敬上前 音渊见过女娲娘娘 圣人面前失疑 请娘娘赐罪 无妨 女娲见灵珠子委屈巴巴 老实多了 心里别提多余悦了 音渊 如来见本座 有何事 禀娘娘 杨娇 杨简 以下山救母 想必娘娘弟子杨禅 也以下山救母 女娲点头 不错 查尔以邪宝莲灯 下山救母 娘娘 您也不想苦心培养的弟子 被西方威胁度化了去吧 音渊弱弱出生 女娲微微皱眉 音渊 她语气为何与通天如此相似 果然一脉相传 通天拿福西威胁女娲时 亦是这般口吻 何解 女娲语气颇冷 西方教恐怕会以三杨之母威胁 胁迫三杨转入西方教 西方岂敢 女娲圣人道运蔓延 音渊退后半步 娘娘 西方 穷惯了 没有什么不敢的 本座知晓 是 频道告退 音渊目的已成 遍布久留 临出蛙皇宫时 余光瞥了一眼灵珠子 灵珠子浑身一个机灵 吓得躲在了金凤腿后 金凤无嘴偷笑 小灵珠啊小灵珠 你也就回窝里横 音渊下了蛙皇天 深深叹气 我这老实当的 可真是操碎了心啊 杨禅 杨娇 被胁迫加入西方教 观音渊何事 音渊操心的 只有小杨简啊 音渊与云霄一把屎一把尿 好不容易把杨简拉扯大 要是被西方胁迫杜化走了 那可就亏大了 云霄师姐会伤心的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该做的都做了 回金熬岛 钓鱼 势必要掉到一条俏嘴 而就在音渊前往蛙皇宫时 御顶真人到了玉须宫 拜见原始天尊 老师 杨娇已下山救母 弟子怕西方会借此事 胁迫杨娇 御顶真人担忧道 原始天尊冷哼一声 西方教 怎么敢谋划无产教弟子 御顶 传御须诏令 召集辱师兄师弟 走一趟须弥山 无道要看看 西方怎么敢 是 老师 西方 须弥山 菩提树下 准题面色 宛若黄连悲苦 天命气韵之子出世 我西方连根毛都没捞到 苦啊 杰影面色忧愁极苦 带回了三杨之母 也不算一无所获 准题转背为喜 呵呵 借助三杨之母 必定能胁迫三杨 让其放弃产 截身份 转入西方教 什么 三杨不愿意 身为人子 难道就忍心看着生母 被压在须弥桃山下受苦 只要愿意加入西方教 立刻母子母女团圆 这是西方教的阳谋 美芝芝啊 美芝芝 降龙道人 化为一缕金光 落至须弥山中 丙老师 杨娇 杨简 杨禅 已经到西方大地了 哈哈 来了 吴西方教 即将再添三名家徒 降龙 再探 再报 是 老师 降龙隐藏在九天云海 偷偷窥探着三杨 陡然间 一道黑色板砖 从云海中伸出 狠狠地拍在了降龙道人脑勺 啊 呃 降龙一下子被拍昏了过去 旋即 广城子拎着被拍晕的降龙 从云海中走出 身后是南极仙翁 玉顶真人 太乙真人 赤金子 文书 朴贤 慈行等重金贤 另一侧云海 多宝为首 身后是金陵圣母 无荡圣母 龟陵圣母 三骁 随氏七仙等 金凤 灵珠子 从另一侧云海偷偷走出 赵公鸣盯着被拍晕的降龙 嘖嘖叹气 一难平 十分一难平 平道刚想出手 广城子 下黑手推快了些吧 须弥山 菩提树下 拂虎道人慌乱的面见接影 准提 老师 不好了 不好了 准提静坐蒲团 你看 又急 老师好得很 杨娇 杨姐 杨禅都到咱们西方来了 有什么不好 不是 老师 是广 城子 广城子领着产教仲仙 从北边打过来了 杨颖 准提 瞬间变色 什么 服务你说什么 齐路道人也慌乱跑来 老师 不好了 不好了 多 多宝 领着结教万仙 从南边打上须弥山了 家业也慌乱跑来 老师 不好了 金凤带着灵珠子 从东边打过来了 卧槽 怎么敢的 杨颖 准提 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敢置信 铲叫 结叫 挖皇宫弟子打过来了 怎么可能 怎么敢打上圣人道场 药师站在一旁 感知到仲仙法力波动 连忙开口 老师 是真的 弟子感觉到了 咱们西方 好像 好像 被万仙包围了 药师 你别说话 是 药师抬手 施加法力 闭住了自己嘴 祥龙捂着脑袋 哭诉回了山门 老师 产教仙不讲仙德 偷袭弟子 这时 广城子领着重金仙 行至须弥山门 淡然开口 平道广城子 见过街影 准提圣人 多宝身着一席道医 周身散发准圣大元满道运 领着万仙师弟 平道多宝 见过街影 准提圣人 见过圣人 结叫万仙同时开口 声势浩大 金凤领着灵珠子 见过街影 准提圣人 街影 准提 瞧着这阵仗 妈了 彻底妈了 广城子 多宝 金凤 如等擅闯西方山门 想干嘛 多宝 广城子 金凤同时开口 凤老师法指 前来与西方教弟子 论道一番 老师说 大家都是玄门弟子 西方教弟子 有大悟性 大毅力 论道一番 互相精进 接影 准提 咬牙切齿 谁家论道是这么论的 我 欲清仙气 上清仙气 划破虚空而来 女娲亦是降临西方 通天教主笑呵呵道 接影 准提道有 许久不见了 咱们去混沌论道一番 诸仙见阵 气 我 谈古番 先天至宝 杀伐之力 陡然架在了西方山门 极品先天领宝红袖球 遗落在了西方山门 接影 准提面色忧愁极苦 苦 实在太苦了 能不论道吗 可以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 女娲圣人之躯 就立在虚空 默默地凝视着接影 准提 结 产教弟子 默默地凝视着西方弟子 赵宫明 要师兄 弥勒兄 降龙兄 俯虎兄 咱们论道一番 没事 你们一块上也行 要师 弥勒 不了 不了 接影 准提苦逼地望了一眼诸仙见阵 盘古番 红袖球 不敢动 压根不敢动 西方山门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与此同时 杨娇 杨茧 杨蝉 已然深入西方数万里 西方荒野戈壁 黄沙漫天 灵气枯竭 无声灵踪迹 贫瘠荒凉无比 大哥 二哥 咱们母亲就是被镇压在这里吗 杨长红着眼眶 心痛道 杨娇 杨茧 也红了眼眶 此行 无论多难 一定要救出母亲 三杨下山后 目的都是西方 自然便相遇了 初相见 便感觉血脉相连 有天然的清净感 且皆是为了救母 三杨互诉忠肠 热泪盈眶 这才相认 相认后 便一同踏上了西方大地 杨茧万般谨慎 老实言 此行凶险无比 必须小心 但是杨茧三兄妹 深入西方数万里了 除了看到贫瘠 还是贫瘠 说好的凶险呢 怎么没有啊 杨茧三兄弟 继续深入西方 直至行至了须弥山下 有一座山散发着泛光阴晕 明曰灵山 乃皆引施法所化 桃妖便被关在灵山正中 杨娇 杨茧 杨缠 望着灵山 有些无措 此山定是圣人所化 五等该怎么破开 杨茧修为最强 鉴与母亲相近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大哥 三倍 让我先试试 杨茧运转九转学员功 金仙法力竞术涌动 一跃飞起 祭出了三尖两刃刀 朝着灵山劈了过去 须弥菩提树下 街影 准提见着杨茧 竟想用金仙境法力劈开灵山 呵呵一笑 此山乃二圣之力所化 居居金仙境蝼蚁 也妄想劈开灵山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纵使是圣人 无杀法至宝 也破不开灵山 然而 下一刻 一缕盘古番杀器 朱仙杀器附着在了三尖两刃刀之上 随杨茧力道落下 哄 嗡 灵山开始崩塌了 地动山摇 杨茧瞧着这一幕 彻底傻眼了 发生肾魔事了 老师不是说 会很难 很难吗 我就轻轻一劈 就真的劈开了 苦涩的泪水 划过准踢眼角 雾草 还带这样呢 不讲圣德 娘 杨娇 杨茧 杨茧 一同飞至临山中 就出了母亲 桃妖 名杨桃 修行两千载 人族二十多岁女子模样 身着一袭粉红长裙 身材娇好 修为仅有天仙之境 三子 乃桃妖怀胎十月生育的 无论他们是否秉承天命出世 在桃妖看来 就是自己的子女 三杨救了母亲后 未敢久留 便立刻回了东方 杨茧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 也没有凶险啊 须弥山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 女娲三圣 见弟子成功就会逃妖 这才离去 多宝 广城子同声道 打扰了 赵公明恋恋不舍 惋惜道 哎 又没打成十个 须弥山 菩提树下 准提眼角 划过苦涩的泪水 痛 实在太痛了 若是只来一个通天 我西方还不太怕 就算加上的原始天尊 我西方也能斡旋一二 女娲为什么也来了 三打二 西方毫无优势啊 怎么会这样 三圣凭什么会联手 打死街影 准提也未想到 三圣会联手 携带各自弟子 威逼须弥山 西方意图通过 逃妖胁破三杨的计划 算彻底泡汤了 痛啊 街影面色忧愁极苦 深叹了一口气 师弟 我西方迟早会有大兴的一天呢 惊讶到 樱渊回了道场 继续坐在山崖之巅 独掉万古 唉 这次坏了西方好事 万万不能让西方二胜知晓 不然就是反向投名状了 长尔定光仙 又偷偷溜到东海 施展旁门妙法 向街影 准提传信 樱渊奔走 联系万仙弟子 通天教主截取到了信息 嘴角微翘起神秘弧度 未做任何更改 本作 这次 什么也不知道 消息传到了西方 街影 准提 咬牙切齿 原来是樱渊这条 聂龙出的歹记 害我西方 业力加深 百涅附体 就算全洪荒修士 都死光了 这条歹毒的聂龙 与我西方都是无缘 此因果 先记下 必清算 金敖岛 临渊到场 樱渊微微叹了一口气 这次联系众师兄弟们 怕是瞒不过长尔这个叛徒 西方圣人应当知晓 是我在位弟子谋化了 不过问题不大 西方荒凉贫无比 二圣求贤若可 无忧是堂堂大罗金仙修为 西方二圣只会觉得 我樱渊善谋化 有大毅力 大悟性 何该与西方有缘 继续静坐山崖之巅 独掉万古 不过这次樱渊的鱼钩与众不同 是由系统之力所化 樱渊坚持写日记 获得了一次锤掉虚空乱流的机会 这一次总不能空峻吧 樱渊甩动了鱼钩 便见着系统之力化成一只玄妙长钩 自行顿入了虚空乱流 锤掉了许久 樱渊赶至钩子一沉 嘴角微翘 掉到了 这次没空峻 缓慢拖回长钩 便见着了一件火红色的灵宝 灵宝三尺三寸长 火红晶莹剔透 是一个葫芦 樱渊望着火红的葫芦陷入了沉默 这 难道是传说中的九九散破葫芦 布州山下 曾有一株葫芦藤 接了数个先天葫芦 被重大能瓜分 红云得了一个红皮葫芦 内敛煞气红沙 葫芦浮动 可喷出红沙 可消失修饰法力元神 又名散破 还真是散破葫芦 怎么掉到红云这个倒霉蛋的葫芦了 樱渊感知到了葫芦上传来的凶煞之气 确定了 就是九九散破葫芦 极品先天灵宝的葫芦 威能颇为不俗 也可以了 樱渊满一点头 法力流转 开始祭练灵宝先天静置 樱渊元神沉浸至葫芦中 神情猛的一致 惊骇无比 不对劲 十分得有十二分不对劲 这波 是掉一赠一 不对 是掉一赠二 樱渊的元神 清晰地看到了散破葫芦正中 飘旋着一缕紫气 流光樱渊 玄妙异常 散发着无上道徒的魅力 见到紫气 樱渊的元神 产生了一股莫名的悸动 冲动 似有声音在回响 炼化紫气 炼化紫气 只要炼化了紫气 未来道徒将是一片光明 承圣可欺 不错 散破葫芦里 飘旋着的一缕紫气 正是承圣之机 鸿蒙紫气 当年红军赐下最后一缕鸿蒙紫气 言 有缘者得知 然后便让红云这个老好人给得到了 红云得到红蒙紫气后 并未闭关静修 而是辞别了 即有镇原子游历洪荒 昆蓬联合明河 帝骏 太医 截杀红云 红云不敌 自曝元神陨落 久久散破葫芦 自行顿入虚空乱流 红蒙紫气 也彻底消失在洪荒 阴渊紧皱着眉头 念动上清兵心诀 稳固道心 强制压下了元神融和红蒙紫气的冲动 红蒙紫气 乃成圣之机不假 但其更是一种夹锁束缚 成圣 乃洪荒取巧的做法 红蒙紫气 便相当于修饰联系天道的媒介 正道成圣 将元神寄托天道当中 不死不灭 看似尊容 却给自己套上了一刀大枷锁 永远被天道禁锢 阴渊双眸微缩 面色凝重地 看着红蒙紫气 缓声嘀喃 这是一把双刃剑 算是最后的选择 我有日记系统 仅差苟着发育 是有机会正道的 如果苟着发育不成 这鸿蒙紫气可以当作最后的退路 阴渊知道 此刻若是取巧融合鸿蒙紫气 帮助悟道正道 日后就没有选择了 或者说 现在愿意被天道禁锢 日后想摆脱的难度 将困难十倍 乃至百倍 这旅鸿蒙紫气 只可当最后无路可走的备选 绝不是最优选 阴渊不动声色地 将飘旋着的鸿蒙紫气 收入了日记系统空间 日记系统 自带屏蔽天机之能 不会被任何生灵窥探发现 吊一 赠二 这久久散破葫芦当中 除了一缕鸿蒙紫气 还有一物 活物 一缕微弱到极致的残魂 残魂魂恶永眠 生命力微弱到被风一吹 就会溃散的状态 阴渊凝望着一缕残魂 不得不感慨 大到五十 天眼四十九 顿去其一 万物皆有一线生机 红云虽自爆陨落 但却留下了一线生机 葫芦中的原神残魂 便是红云的一线生机 嗯 红云给西方二圣让位 西方二圣似乎还欠了红云因果 如果我将红云残魂 献给西方教 让西方二圣 翘无声息地了断因果 算不算给西方 纳了一个投名状 必然算 当然了 不是说把红云残魂 交给镇园子不好 而是给西方圣人 那投名状更加地海阔天空吗 因缘实在是太想 活命 继续坐在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调万古 修行上清仙法 与九转玄渊宫 龙溪环绕 开始冲击大罗惊仙后期之境 时光宛若细杀 总在不经意间流逝 人族大夏王朝 传承至9900年 彻底衰颓 下军残暴 导致人族各诸侯部 怨恨四起 一条大河 横跟穿过中原 属大部落沿河而居 其中有一部落名为商 其祖器 曾参与过屠山之会 被地狱赤封为商诸侯王 商部落中 有一名少女 名为简笛 天气闷热 简笛正在河边洗澡 而这时 洪荒九天之上 陡然浮过一缕五色悬光 一只五彩斑斓的神鸟飞过 其围雨散发着五色神光 无以正得亚圣之境 后续该如何突破 成圣之道 好似完全闭塞 已绝路 五色神鸟 形态像极了无数元会前的凤一族 却不是凤 而是孔雀 其名孔轩 孔轩 乃元凤之子 出世后便一直在南明不死火山前修 孔轩继承了元凤的资质 悟性 天赋极强 至到魔大战后 修行至今 已然修行至亚圣 欲正道 却敢道徒一片黑暗 压根无法突破成圣 无奈下 便听了凤族长老凤之的建议 游历洪荒 稳固道心 拓展阅历 五色神光包裹着孔轩 孔轩进入悟道状态 有九天而落 正好 落在了河里 简笛受到了惊吓 穿衣离去 许久后 去而复返 简笛远远地看到了 河边散发着五彩的光芒 好奇趋势 简笛凑近打量 光芒竟是从一枚蛋中发出的 这是什么 简笛伸手触碰彩色的蛋 嗡 彩色的蛋化为一缕流光 钻入了简笛体内 简笛身体并未产生异常 对未知产生恐惧 害怕地回了不足 这日后 简笛怀孕了 十月后 简笛生育良子 长子取名为汤 二子取名为轩 孔轩醒来 并未显现真身 而是选择亲身体验洪荒百态 这或许便是吴的原法 简笛孕育十月 当是生育之情 伤汤为凶 吴当诱杀 这便是天命玄鸟 降而生伤 大夏王朝君主 结继位 对人族各部更加横征暴敛 于肉百姓 残暴无道 各诸侯苦劫久矣 汤于商丘之地 起兵讨伐夏节 商汤连战连胜 将战线推至伯蒂 于伯蒂 向各大诸侯传信 各大诸侯闻讯 皆赶往伯蒂会蒙 一众诸侯 推举商汤为新主 夏节十五年 商汤定都伯 正式拉开了灭夏之战 孔轩 虽为简笛二子 商汤之地 但为人却十分低调 随商汤出征 仅充当亲卫 庇护商汤安全 讨伐夏节之战 持续了二十年 商汤问鼎中原 终灭夏节 由于商汤以武力灭下 打破人皇永定的说法 从此人族历代王朝 皆如此更迭 三千诸侯拥护 商汤于泰山祭拜 传召天帝 登人族贡主 一人皇位 继续定都伯 后迁商丘 多次迁都 资料太多 开创大商王朝 哄 窝 商灭下 人族气韵骤然一变 洪荒万众大能 皆是感知人族气韵变动 心底惊骇 人族气韵又变强了 恐怖如斯 商灭下 乃人族王朝更迭 人族亦是大一统 且商取代衰退的下节 进一步确立分封制 这是人族的进步 洪荒五圣 及万众大能 知晓人族王朝更迭 才导致的气韵变化 并未怎么在意 但通天教主 殷冤 却心头压了一块巨石 商灭下 距离风神亮节 欲发尽了 通天教主 偷看殷冤日记 做出了诸多改变 但依旧没改得了大事 人族三皇五帝是大事 大下建立是大事 商灯灭下 亦是大事 阴冤静坐山崖之巅 面色凝重 摇头叹息 写起了日记 吴杰教仙 已然到天庭任职 如此一来 天庭便不会出现 无神可用的局面 风神大劫 不知会怎么开启 斗转星移 沧海横流 大商王朝 又传承了数千年 洪荒天地 风平浪静 天道清明 修士修行顺畅 而洪荒六圣 却微皱起了眉头 天地间浮现洁气了 怎会如此之快 巫妖良节 这才过去了多久 幽冥血海 血浪滚滚 鱼虾不兴 明和老祖亚圣修为 对凶煞洁气 亦十分敏锐 洁气又起 洪荒又要乱了 乱了也好 太过稳定 无看不到一丝成道之机 北明妖施宫 昆鹏静坐在蒲团 发出固有阴翼冷声 乱吧 乱吧 与老祖无关 焦复海 老师 要是再有修士 来借河图洛书怎么办 闭嘴 别说话 万寿山 武装冠 这原子身着性黄色道衣 竟站在人参果树下 泪眼婆娑 失魂呢喃 贤弟 贤弟啊 果树又结果了 你何时来吃啊 贤弟 为凶无能 不然贤弟不会陨落 煽然泪下 天庭 浩天高坐天地坐 头疼无比 大殿中 赵公明浑身肌肉爆起 该死的弥勒 盘桃我才咬了一口 你就说平道不吃了 当垃圾打包了 敢从无财不抢东西 无赵公明 岂能容你 请天地批准 我赵公明 要和弥勒单挑 不出意外 弥勒被赵公明暴揍 打得鼻青脸肿 下次不敢了 不敢了 公明道兄 下手轻便 待弥勒养好伤后 嘻嘻 平道还敢 浩天一十分头疼 西方教弟子 太不要面皮了 自从药师 当了盘桃园土地神后 天天报备有桃子烂了 可恶 端得不要面皮 浩天头疼之时 虚空之中 陡然浮现一道紫色照令 浩天神情一震 老爷传照 浩天宣布下朝 便急忙赶往了混沌紫霄宫 轻车熟路地 进入了紫霄宫 磕头大半 浩天拜见老爷 老爷安好 嗯 红军身着一袭 朴素道一 静坐蒲团上 谋底 有人性化色泽 此为红军 不为天道 不知老爷传照小童何事 浩天恭敬出声询问 红军谋底略显出无奈 缓出声 童儿 天庭缺神用了吧 浩天面露笑 哼 不缺神用 多亏了通天师兄 第一批结叫嫡传弟子 足足来了三百 后续又来了一批寄名弟子 足足有三千 极大的填补了神位空缺 弟子治理洪荒万界 得心应手 老爷替童儿操心担忧 真好 浩天满满的感动 红军谋底的无奈更甚 沉吟了两三息后 继续道 童儿 天庭缺神了 浩天 不缺啊 红军 你再仔细想想 缺还是不缺 浩天 真不缺啊 红军深吸了一口气 老爷说 你缺 道音刚落下 红军谋底的一丝人性化 彻底消失不见 冰冷无情 声音冷漠 带着无上大威压 天庭缺神 天庭乃洪荒天地之天庭 岂可由结叫弟子 占据神位 浩天见着老爷 周身气势陡然一变 知晓其不是老爷了 急得都快哭了 可是 通天师兄雪中送炭 在结叫最危机的时候 拆弟子前来相助浩天 浩天哭诉 天庭真的不缺神了 红军声音愈发冰冷 此为大事 大事不可改 大事不可为 即日遣回结叫弟子 择日封神 浩天被无上大威压 压得喘不过气来 弱弱出声 弟子 弟子 仅遵诏令 红军身影消失 浩天百思不得其解 天庭真的不缺神啊 为什么啊 浩天回了天庭 坐立难安 不停叹气 无愧对通天师兄 但这是道祖诏令 浩天不得违抗 也不敢违抗 思索再三 浩天化为一缕流光 飞往了金敖岛 水火童子恭敬禀报 老爷 浩天请见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山 静坐蒲团 周身上清仙气环绕 身躯微微一颤 心底微叹了一口气 纵使本座提早布局谋划 依旧不可抵挡大势 浩天身着华丽地服 走进了碧游宫大殿 脸上满是愧疚之意 师弟见过师兄 师弟 我 浩天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天庭一穷二白石 是通天师兄仁义 相助自己 如今天庭气云日渐壮大 却要恩将仇报遣回 结教弟子 实乃无耻之举 通天教主面色凝重 师弟有何话 直说吧 啪 师弟真该死啊 对不住师兄 道祖诏令 结教弟子归岛进修 天庭缺神 择日封神 浩天愧疚出声 通天教主听浩天所言 沉默良久 应渊 徒儿日记中所写的封神 终于要来了 通天没有怒气 没有多言 没有拒绝 不如说早就知道大事如此 会有这一日 水火 传上清诏令 即日起结教弟子归金敖岛 敬送皇庭 上清诏令传到了天庭 应渊正在中坛元帅府 收到上清诏令 结教弟子 即日回京老岛 敬送皇庭 操他妈的大事 天庭明明满园了 非得整着死出事吧 强行无神可用 该死大事 这究竟是天道的意思 还是红军的意思 此刻 天庭已经混乱了 多报 精灵圣母 无荡圣母 归灵圣母 暴脾气的穷霄 赵公明已然到了浩天殿 大声质问 大天尊 这是何意 当初天庭还是废墟时 无等前来相助重建天庭 如今天庭气云日渐强盛 要开除我截教先是吧 浩天面露大愧疚 太白金星 陈在 截教众弟子任职期间 尽心尽力 当有大赏 美仙十枚盘桃 紫文盘桃 陛下 紫文盘桃九千年一熟 怕是没那么多 太白金星惶恐到 浩天咬牙 开天庭宝库 必须给 不必了大天尊 无截教先 惦记你天庭那点烂桃子 无截教先行事 全凭义气 罢了 截教万先 随无回导 多宝猛的一挥衣袖 转身走出大殿 哼 截教众先 接跟在多宝身后 气愤离去 浩天一下子 弹坐在大殿座上 怅然若失 痛 太痛了 我浩天是讲义气的 我不想这样的呀 啪 真难受 浩天流下了苦涩的泪水 真的搞不懂 老爷抑郁何为 蓝天门前 姚姬化为一缕霞光落下 姚姬听闻 兄长开除截教众先 便火急火燎赶来了 多宝师兄 多宝文英略抬眸 退后了半步 见过姚姬仙子 生分了 多宝师兄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这边去问兄长 姚姬出生 不必了 家师赵令已出 五等这便回京熬岛了 长公主告辞了 多宝心头一怅然若失 才刚刚跟姚姬有了些情愫 罢了罢了 说罢 结教众先化为一缕流光 回了京熬岛 圣人弟子 有大骨气 这个官 不当也罢 姚姬急忙行至 浩天殿 兄长 为什么 浩天无奈叹息 道祖之令 为兄无奈 这时 樱渊还走之大殿 太白 盘桃各拿领 九千年一熟的子文盘桃 还是比较珍贵的 不领白不领 多宝师兄不明所以 生浩天的气 可以理解 但樱渊确知 这与浩天是无关的 完全是红军那个老银币谋划 请元帅随我来 樱渊随太白金星 去领子文盘桃 足足了数万枚盘桃 有灵官向浩天禀报 陛下 要是又有汇报 又烂了几枚盘桃 浩天火气正大 踏马该死 这可是人水盘桃 怎么会天天烂 开除哦 开除哦 让西方教弟子 从哪来回哪去 是 陛下 于是火 要是 弥勒 也被天天开除了 樱渊领完了盘桃 出了南天门 沉思许久 并未直接回京熬岛 而是偷偷前往了西方 风神在即 是时候和西方接触接触了 拿出红云残魂 再拿出十枚子文盘桃 成功率高达九成九 毕竟西方穷惯了 樱渊拿出来的 可是足足十枚人水盘桃 不怕西方不许诺个 佛祖 知味 须弥山 菩提树下 街影 准提脸上生出怒气 什么 浩天竟把药师 弥勒给开了 岂有此理 简直是不把我西方放在眼里 莫急 为师这边去找浩天理论 就算给开了 至少也得赔偿千八百个盘桃吧 什么 结交弟子 也全给开了 那没事了 街影 准提陷入沉思 究竟 发生甚末事了 不对劲 十分得有十二分不对劲 浩天怎么敢的 街影面色忧愁极苦 失地 洪荒节气浮动 怕是要乱了 浩天开节叫弟子 怕就是个契机 不行 纳乌也得向浩天讨个公道 不赔偿千八百枚盘桃 这是不算完 而就在准提欲往天庭之际 降龙前来禀报 老师 音渊在山门外求见 准提猛得皱眉 这条孽龙怎么来了 操他嘛 没事来西方干嘛 西方气韵若是再变弱 他全责 老师 那件还是不见 街影面色忧愁极苦 毕竟是通天的弟子 见一下吧 不多时 降龙领着音渊 走至菩提树前 音渊恭敬大败 音渊见过街影圣人 准提圣人 嗯 有事 准提皱着眉头 音渊自信一笑 开口道 好叫圣人知晓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音渊先放出了禅意诗句 先震惊一下接影 准提 然后立刻道 弟子深感西方旁门之法精妙 愿随两位圣人 修行旁门妙法 我 音渊 实在是跟西方有缘啊 只要两位圣人 开尊口音渊 弟子愿献上红 云 音渊已经准备献上 红云残魂 及十枚子文人水盘桃了 聂龙 住嘴 准提听闻音渊 此子说与西方有缘 便猛地皱起了眉头 明显地感觉到 西方气晕弱了一二分 如先天聂力化形 罪孽附体 夜力深厚 荒骨废体 竟敢再次狂言 什么与我西方有缘 真是甜不知耻 可笑至极 而以为西方虽大 能容你这聂龙呼 准提冷声呵斥 一天是聂龙 一辈子都是聂龙 与我西方无缘 底下 自信满满的音渊彻底呆住 有些不可置信 准提圣人 说什么 说我甜不知耻 可笑至极 痴心妄想 与西方无缘 音渊真的傻眼了 周身龙溪涌动 大罗金仙气势 显露无遗 我 音渊 堂堂的大罗金仙 竟然与西方无缘 准提圣人 音渊刚开口 聂龙住嘴 要是 弥勒 把这丝聂龙 给为师插出去 准提又大声呵斥 这聂龙 歹毒至极 竟还想 坏我西方气域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音渊被要失 弥勒 联手插出了西方山门 西方不欢迎聂龙 叫你一声失地 是给上青圣人面子 你撒泡尿罩罩 还敢高攀我西方 下次再来西方 休怪无等不可遣 彻底打肿了音渊的脸 一点面子都没留 音渊心底 生出万般愤怒 主要是脸上挂不住 好好好 万物 都与你西方有缘 唯独我音渊无缘是吧 西方叫 气我太甚 西方就像是洪荒的收容所 洪荒稍微有点滋质的生灵 都与西方有缘 而西方二圣 竟直言音渊是甜不知耻 痴心妄想 与西方无缘 无疑 没给音渊留一点面皮 无情扯下音渊身上 最后一块遮羞布 被西方看不起了 竟然被西方给看不起了 奇耻大如 奇耻大如 好好好 西方不忍 便别怪我音渊了 音渊化为一缕流光 回了惊傲岛 弟子音渊 请见老师 通天教主竟坐在碧游宫 上清仙气环绕 这宝贝徒儿 最近请见得有些勤快啊 嗯 大罗金先后期了 距离巅峰 警察半步 不错 可要为师再给讲讲道 音渊面色十分凝重 缓摇了摇头 弟子 有一事不知 该讲不该讲 通天教主见音渊面色如此凝重 心底不禁微微一颤 坏了 这涅徒 难不成想提出脱离结教 涅徒叛教之心不死 通天教主面色一沉 音渊 为师待你如何 自是极好的 洪荒重大能接嫌弃弟子 是涅龙 百废之体 对弟子喊打喊杀 唯有老师愿给弟子一个机会 让弟子拜尽结教 通天教主心底欣慰 还算这涅徒有良心 通天继续板着脸 一众弟子待你又如何 多宝师兄关爱弟子 精灵 无荡 归灵师姐热心 时常与弟子讲解道法 云霄师姐更是人美心善 音渊如实道 通天教主依旧沉着脸 抛出了诱饵 本座倒是觉得 你与云霄挺般配 音渊 发生甚末事了 聊得好好的 老师怎么突然会提这个 一时间 把音渊给整不会了 都忘了来的正是 用着热切的目光 呼吸略急促询问 老师说的是真度 通天教主嘴角略翘起 不可察觉的神秘弧度 老师岂会框你 当然了 为师只是这么觉得 最终还是要看你小子本身 老师在上 请受弟子大败 音渊咚咚大败 欣喜 震惊 老师是默许的意思 前提是 音渊能追上云霄 那可是温慧 极致温柔的云霄仙子啊 西方教 狗都不去 欣喜之余 音渊面色又变得凝重 老师 弟子来 不是为这事的 通天教主微微一愣 用云霄也没能调住音渊 真涅图是王八吃乘驼 铁了心的要去西方 音渊 如 还未等通天教主说完 便微微睁大了双眸 眸底浮现震惊之色 便见着 音渊双手托着一个火色红皮葫芦 恭敬奉上 老师 弟子游历洪荒时 偶然间捡到了这个 与传说中的久久散破葫芦 十分相似 但弟子不能确认 老师您怎么看 音渊恭敬出生 通天教主 心底万般惊骇 游历洪荒 捡到了极品仙天灵宝 还踏马是红云至宝 要知道 红军步道红荒 传下斩三师正道之法后 便在红荒掀起了灵宝杀节 杀人夺宝 如家常便饭 因为斩师 必须要用仙天灵宝 通天教主曾与红云一同分葫芦 又怎会不认识 久久散破葫芦 通天宁众点头 不错 这便是凶名赫赫的散破葫芦 当年红云自报后 散破葫芦 顿入虚空乱流 不知所踪 徒儿你在哪捡到的 啊这 就在洪荒的一个山窝窝里 通天教主见阴渊支支吾 便没在追问 真涅徒连仙天至宝混沌中都能捡到 捡个极品仙天灵宝怎么了 只能说 我这宝贝徒儿 浮原身后 老师 这葫芦里 似乎有一缕微弱的生机 通天教主圣人元神无所不查 在阴渊拿出葫芦时 便察觉到了 葫芦内部有一缕微弱的残魂 通天不禁微微一愣 嘴里低声呢喃 洪云自爆元神 尚且还有一线生机 风神未开始 无结教亦会有一线生机 老师 您说什么 英渊没听清圣人低语 洪云道友 古道中长 一生行事 乐于助人 却落得这么结局 当真令人唏嘘 通天教主再出声 老师 弟子疑惑 问 洪荒传言 洪云与镇元子 激情拉满 是真的吗 英渊旁敲侧击提醒老师 可借助洪云拉上镇元子这条线 通天谋底一惊芒闪烁 对啊 若能让镇元子欠下本座因果 届时封神时 还怕镇元子不相助结教 不成圣中是蝼蚁 镇元子虽无对抗圣人之力 但 踏马镇元有地书 道德绑架大阵 绝对能相助到结教 通天嘴角又翘起神秘弧度 英渊 不愧是宝贝徒儿 浮原身后 实乃无结教福星 徒儿 传召多宝 精灵 吴荡 龟灵 三肖 功名恩 还有随士七仙 余化 十天君 长尔就算了 让他继续在金敖岛 因冤疑惑 通天淡然一笑 去拜访镇元子 他还能不管 我结教弟子吃喝 不愧是老师 树旅上青仙气 出了东海金敖岛 悄无声息地 飞往了万寿山 万寿山 仙雾缭绕 仙天灵气浓郁 与圣人道场相比 也不遑多让了 山中 有一道宫 道宫 有对联 分别是 长生不老神仙府 与天同受到人家 横批 吊得一批 武装冠 武装冠 后院 镇元子身着一袭 杏黄色道衣 站在人参果树下 望着新接出的人参果 再度落泪 贤帝 红云贤帝 为兄想你了 都怪为兄 唉 俨然 红云陨落 让镇元子愧疚的 都快成了心魔 这时 清风 明月走至后院 恭敬出声 老师 结叫弟子 与上门请见 镇元子恢复了些仪态 结叫弟子 请进来吧 清风 明月有些为难 老师 足足来了几十号仙 怕不是掐准了 咱们武装冠的果子要成熟了 来混吃混合的 镇元子微微皱眉 叹气道 红云贤帝吃不到果子了 红云贤帝不在了 老师 镇元子再度深叹气 请进冠来吧 是 清风 明月不情愿地应声 不多时 多宝为首结叫众仙 走进了武装冠 行之大殿 行礼 多宝 见过镇元大仙 无等见过镇元大仙 镇元子 乃道德真仙 有大福元 与三清同辈 结叫众弟子 自是虚礼带 多宝失职 精灵失职 如等不在金敖岛进修 则有空来了平道的武装冠啊 多宝茫然摇了摇头 我也不到啊 隋老师一块来的 什么 上清圣人利灵 镇元子心底更疑惑了 上清仙气浮动 圣人之力环绕 通天教主笑呵呵走进大殿 镇元道友 安好 见过上清圣人 镇元子行礼 圣人称道友 那是自迁 若也跟着称道友 那就是不懂人情事故了 清风 明月 娶金鸡子来 为师侄们各打一枚人参果解渴 是 清风 明月心疼应声 结叫几十位弟子 这不得把武装冠给吃穷了 这人参果 乃极品先天木林根 三万年一开花 三万年一结果 再三万年成长 足足十万年 方能长成一批 可谓是珍贵至极 通天教主倾笑道 镇元道友 这人参果太过珍贵 如此给平道弟子解渴 属实浪费了些 众师之远道而来 通天道兄又亲自立临 平道不可得招待好 一些果子罢了 无妨无妨 红云贤弟不在了 这果子给谁吃都一样 镇元道友 不愧是道德真仙 平道钦佩 通天道兄 许久未见了 论道一番 论道一番 多宝 英渊等一众弟子 跟着清风 明月去了后院 一棵古树参天 郁郁葱葱 散发着浓郁的 仙天木之灵气 人参果树 并非镇原子本体 而是其半生灵根 位属极品仙天 清风 明月 极不情愿 给结教仲仙 打了果子 便开始吹嘘 果子如何玄妙 普通人吃了 能白日非生 英渊吃一口人参果 顿时一股浓郁的 木之精脆在体内荡漾开 持续蕴养胸中武器 顶上三花 便听着咔嚓 一声清脆 英渊的桎骨破碎 法力道运气势 一举飙升至 大罗精先巅峰 已然达到极致 这人参果荡 真是好宝贝 恭喜英渊师弟 迈入大罗巅峰 多宝笑呵呵道 饶是多宝 也只听闻过人参果 并未吃过 今天倒是尝了个仙 穷霄 必消 吃着人参果 疑惑出声 多宝师兄 老师怎么突然 带咱们来武装罐啊 多宝面色茫然 师兄也不到啊 难不成就专门 蹭个人参果吃 一旁 因渊笑而不语 可以说 通天老师清夜武装罐 是自己一手促成的 交好镇圆子 为日后风神大劫 拉上一些盟友 武装罐大殿 上清道运 与绵延厚重的 土之气息相会 阴云玄妙异常 镇圆子 一出世 便有极品先天灵根 灵宝半生 有大福元 资质更是绝顶 同为紫霄宫中三千克 早已斩去了三师 如今是准圣大远满修为 许久后 镇圆子撤去了道运 无奈摇头 通天道兄 道法玄妙高深 平道拜福 上清道运缓缓消散 镇圆兄 道法亦是玄妙无双 平道亦收获良多 通天道兄 镇圆兄 互相收获良多 这个就叫做商业互吹 镇圆子又无奈摇头 自龙汉末史 图修行了这么多年 不成圣 终是楼椅 平道连红云贤帝 都救不了 哎 镇圆子感伤叹息 一旁 通天教主 谋底金芒闪烁 果然 镇圆子与红云激情无限 通天稍作沉吟 缓声道 镇圆兄 天地间节气浮动 大节降临 何不在节中 争上一争 镇圆子的确感受到了 天地间节气变化 怕是大节又要来了 自嘲一笑 平道淡然惯了 争不动了 镇圆子 手握地书 道德绑架大阵 以身入节 连圣人都可不怕 此刻 却说争不动了 通天猜测 红云陨落后 镇圆子倒心崩塌 心灰意冷了 呵呵 通天教主淡然一笑 镇圆子争不动了 那本作便给其动力 本作这有一物 不知镇圆兄还记得否 老了 怕是 记不得 镇圆子刚笑着摇头 神情却猛地一致 浑身像是触电一般颤抖 身躯颤抖幅度越来越大 满脸不可置信 双眸底涌现一层泪花 目不转睛地盯着飘悬在半空的火红灵宝 声音颤颤巍巍 嘶哑 因激动地说不出话 通通 天道凶 死雾 通天淡然一笑 平道有一家图 明音渊 徒儿游历洪荒时 捡到老友遗物 故而平道特来归还 镇圆子已然红了眼眶 散破葫芦 散破葫芦 想当年 还是我与红云贤帝 一同炼制的瓷宝 镇圆兄 不妨看看葫芦呢 通天教主笑着出言 哄 镇圆子又猛愣挣住 石海内掀起惊涛骇浪 石破天惊 难不成 难不成 镇圆子到心 万般忐忑 以原神之力 向葫芦内部望去 彻底愣住 因狂洗泪水 划过脸颊而不自知 红云 红云贤帝 虽然只有一缕残魂 但真的是 真的是红云贤帝 大道怜悯 大道怜悯 无红云贤帝 竟得了一线生计 镇圆子仰天泪水 倒心激荡 万般欣喜 通天教主并未多言 周身上倾道运之力 涌入葫芦口 以圣人之力 滋养恢复红云残魂 镇圆子谋底 露出前所未有的感激 随手擦拭泪水 准胜大圆满之力 涌入葫芦当中 滋养恢复红云残魂 后院 殷渊感知到了正殿老师 与镇圆子道运波动 嘴角一翘起弧度 应当是在救治 红云残魂了 哼 西方 瞧不起我殷渊 今日瞧不起我 他日无殷渊让西方高攀不起 无殷渊就算身死上榜 也要拉几个西方弟子 当殿背的 不知过了多久 红云残魂 这是哪 镇圆兄长 上青圣人 红云自曝 顿入虚空乱流后 残魂一开始 还是有意识的 但却未经得住岁月催世 日渐魂恶 红云残魂 亦忍不住颤抖 泪流满面 大道不绝我红云 请再次与镇圆兄相逢 多谢上青圣人活命之情 通天教主撤去上青法力 微皱眉 红云残魂万不足一 饶式圣人之力 也难恢复 镇圆子可管不了那么多 道运源源不断地涌入葫芦内 即使消耗本源 也在所不惜 兄长不可再消耗本源 镇圆子无视红云所言 大道怜悯 让你我兄弟再逢 今日就算无耗干了本源 也在所不惜 红云残魂 眼眶通红 泪流满面 声音哽咽 兄长 我 贤殿 休要多言 镇圆子沉声一鹤 周身浮现浓郁本源之力 大法力源源不断酝酿 恢复红云残魂 一旁 通天教主瞧着这一幕 恍然失神 亿万年之前 三清才刚刚化形 游走洪荒 遇到大兄险时 大兄总是会祭出玄黄玲珑塔断后 让自己与二兄先逃命 红花白藕青荷叶 三清是打断骨头 血脉元神还相连的亲兄弟啊 这也是通天相信 阴冤日记中所有内容 唯独对四圣破诸仙见证 还曾怀疑 通天不愿 也不想相信 大兄 二兄 为联合外人 欺负自己亲兄弟 镇圆子 宁愿舍弃一身本源 也要救回红云 此等兄弟情义 当真令通天羡慕了 不经呢难自语 不知从何时起 无等 便渐行渐远了 上清圣人道运再次环绕 通天与镇元子 合力酝酿 恢复红云残魂 镇元子准圣大圆满气势 已然跌至了准圣后期 还在继续下跌 红云着急了 兄长 不可再消耗本源了 本源损失过多 这是不可逆创伤 任后兄长道徒 再无精进的可能 镇元子无动于衷 救不了贤帝 我镇元子要这道徒 又有何用 通天教主面色凝重 出声 纵使你我联手 红云道友 恢复不足千分之一 就算镇元兄 辱将本源消耗一空 恐难让红云恢复百分之一 红云也彻底急了 能再见兄长一面 已是滔天之幸 若我归来 却换得兄长本源受损 我红云还不如身死盗销 自报 红云悲愤开口 贤帝不可 为兄 为兄 镇元子红着眼眶 收回了法力 镇元子日夜思念 大道怜悯 好不容易给了兄弟二人 一线生机 红云自报威胁 镇元子自然不敢再 消耗本源救治 贤帝 你做什么傻事 镇元子无奈叹息 帝 绝不会做看兄长本源受损 绝不可连累兄长日后道徒 正殿中 一姓黄袍 一红袍 泪眼婆娑对望 许久后 镇元子恭敬朝通天大 多谢通天道兄 送回红云贤帝 此恩情 镇元永世不忘 红云亦恭敬大败 多谢上卿圣人 为平道截取到一线生机 通天教主嘴角微翘起神秘弧度 呵 平道一只是顺手而行 要谢 应当谢谢殷元那孽徒 镇元子双眸露出敬佩 通天道兄过谦了 早就听闻通天道兄教徒有方 结教门人 各个扶元身后 品性高洁 实乃洪荒修士模范 通天道兄若是不弃 平道愿与应渊结拜为兄弟 日后应渊之事便是平道之事 通天教主微愣 应渊 俺家老师牵称您为镇元兄 您称老师为通天道兄 我镍龙之体 何德何能啊 镇服得真心爱结拜元子 无疑了 抛开结拜之事不谈 镇元子谋底又露出恳求神色 通天道兄 您以正道成圣 吸尽洪荒之事 可还知晓有什么法子 能为红云贤帝 截取一线生机 通天教主缓叹了一口气 摇头 镇元子谋底愈发暗淡 深深叹气 诗神呢喃 是啊 能得万分之一残魂 便已是一线生机 女娲以为圣人 也没有办法让福西恢复 不得已才让福西转世轮回 通天教主与镇元子 当然想过 让红云残魂转世轮回 重修道徒 但红云残魂 比当年福西还要孱弱 纵使恢复了一些 但绝对是扛不住六道轮回之力 转世后 恐怕再也找不回真灵 那还是红云贤弟吗 通天教主 确实没什么办法 而此时 武庄观后院内 结教一众师兄弟 吃了人参果 大多都先行回了金敖道 修行物道 因冤得一枚人参果相助 已然突破桎梏 达到了大罗金仙巅峰 在后院等老师 闲暇无聊时 拿出了日记本 随笔 正殿传来的老师 与镇元大仙道运 怕是在救助运养红云残魂 红云残魂离弱无比 风一吹就消散的地步 不知老师 与镇元子可有办法 万物皆有一线生机 考验皆有情的时候到了 听说人参果树式 先天极品木之本源 对于运养恢复大有必义 突然有了一个 未曾设想过的大胆想法 以人参果本源 运养红云残魂后 让其转世到未来的大伤 岂不是 嘿嘿嘿 这么简单截取 一线生机的方法 我能想到 老师也一定想到了吧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 获得奖励 黄中礼一 卧槽 石海内多了一枚灵果 其蕴含精纯的法力道蕴 果子正中 有道文娟客 名 黄中礼 传说中的黄中礼 美芝芝啊 美芝芝 音渊乐呵呵地 看了一眼人参果树 微风拂过 人参果树微微颤动 四再说 你不要过来啊 正殿当中 通天教主感知到 石海内的日记副本更新了 微微皱眉 咦 本作 怎么没想到呢 妙啊 通天道凶 镇元子面露疑惑 通天教主 面色再次变得凝重 严肃开口 评道的确 想到了一条 从未设想过的方法 镇元子面露狂喜 通天道凶 通天教主缓声道 此方法 虽不会伤及镇元凶本源 但也很伤 只要有办法 我镇元子在所不惜 通天教主转身 圣人眸子 凝望人参果树 镇元子 亦顺着通天教主的目光望去 以人参果树本源 酝养红云道友 待时机至时 转世入轮回 哼 通天教主之话 宛若九天神雷 在镇元子石海中炸响 对啊 红云连忙摇头 兄长不可 人参果树 乃兄长半生灵根 我红云 何德何能 不行 绝对不行 镇元子直接无视了红云 谋底迸发生机光芒 兴奋道 人参果树 乃极品先天目之灵根 绝对能蕴养贤帝一部分元神 届时能扛过六道轮回之力 转世重修 寻回真灵 威风再次扶过后院 参天大树 浓郁的木枝灵气环绕 瑟瑟发抖 你不要过来啊 人参果树 那是什么 那是灵根 不能诞生灵质 那就是死物 区区一株极品先天果树而已 能救红云贤帝 那是它的荣幸 于是 人参果树本源流干了 以至于接触的果子品质大大下降 仅需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成长 在三千年成熟 仅需一万年便能长成 镇元子亲自笑呵呵地 宋通天教主 阴渊出了武装罐 阴渊贤帝 什么时候有空 再来武装罐做做 镇元子十分热情 阴渊 镇元大仙 当真折杀小辈了 你与老师是道友 怎可称小辈为贤帝 镇元子依旧笑呵呵地 不妨是 各论各的 临走镇元子 又往阴渊怀里 塞了四五枚人参果 十万年一熟的 阴渊知道 人参果树本源受损 这恐怕是仅存的极品 先天果子 老师 这 通天教主淡然一笑 收下吧 是 几个果子而已 若非通天教主拦住 镇元子当场就找 阴渊结拜为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了 阴渊随通天教主 回了金敖岛 镇元子又站在 人参果树下 浑然没了先前的颓势 心灰意冷 牟底露出精芒 握紧了双拳 劫气浮动 大乱之事即将到来 这一次 便让咱们兄弟两个 好好争一争 镇元子手握地书 道德绑架大阵 客观地来说 六圣都不敢对 镇元子出手 与此同时 西方 须弥山 菩提树下 监影端坐在 十二品功德金莲上 准提静坐在 破烂的蒲团上 猛地睁开双眼 苦涩的 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苦啊 实在太苦了 我怎么感觉 西方又多出一个 大因果呀 监影这次 没再说师弟抽风 面色一时忧愁极苦 苦不堪言 监影一时察觉到 西方多出一个大因果 更准确地来说 两圣自身 多出一个大因果 谁懂啊 人在家中坐 因果从天上来 准提哭的声音很大 接引一百丝不得其解 因果何来 节气浮动 再加上是通天教主 亲自出手 西方二圣自然推测 不到武装观 打死西方二圣 也想不到 陨落无数元会的红云 竟死而复活了 人死如灯灭 因果一了百了 但活着就不一样了 让蒲团圣位 这是天大的因果 须得偿还 痛 太痛了 西方还没大心 又多出大因果 同时间 昆仑 中南山 玉柱洞 云中子猛然从修行中醒来 元神猛地浮动 有星际之感 怪灾 云中子福德真仙 大罗金仙修为推算一番 却什么都未推算到 洪荒之中 发生了何事 贫道竟会产生星际 怪灾 惊熬道 凌渊到场 因缘回来后 便静坐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掉万古 吃上童子奖励的黄中礼 煞时间 磅礴的灵力 在体内荡漾开来 持续滋养 因缘四肢百孩 龙息不断壮大 法力变得更加凝练 大罗金仙巅峰道基 变得浑厚无比 据说 就算一名普通人族 吃了黄中礼 也能请客间 得到大罗金仙境的法力 当然只有法力 没有到过 可想而知 一枚黄中礼 蕴含的法力有多浑厚 因缘的龙躯上 再次多出数百枚金色灵片 因缘原神微动 此刻已有预感 可借助混沌中 或造化鼎 亦或者祖龙珠 斩去善师 斩却一师 请客间便能正到准圣之境 迈入 大能 行列 因缘压下了斩却一师的冲动 准圣斩师之道 在洪荒掀起了灵宝杀劫 无数修士 未得斩师灵宝 杀人夺宝 但因缘确知 斩三师何以成圣之法 实乃骗局 斩却的三师 是不可能合一的 斩三师 须三剑先天灵宝 寄托自身善恶自我执念 善恶自我三念可以合一 但三剑灵宝本源不同 怎么能合一 先天灵宝 不是路边大白菜 珍贵无比 岂是容易得的 更不用说 本源相同的三剑灵宝 就算有三剑本源相同的灵宝 那三师一定可以合一吗 不一定 破镜难重圆 亘古不变之理 开天斧 破碎 化为太极图 盘古藩 混沌中等 但再想融合成开天斧 几乎不太可能 因缘推测 盗祖红军 恐怕是借助玄妙至宝 造化御碟斩却的三师 再以造化御碟之力 令三师合一 这也是所谓的 学我者生 伺我者死 故而 因缘选择大罗金仙 混缘金仙 混缘大罗金仙之路 当然 此道艰难 洪荒万众大能 包括六圣在内 皆是走的准圣正道之法 因缘走这条路 宛若摸石头过河 灯下黑 达到大罗金仙巅峰后 因缘修为 似停滞不前了 难 难 难 究竟该如何突破 至混缘金仙 乃至混缘大罗金仙 毫无头绪 算了 看腿去 云霄师姐 今日好美 一块讨论了一番阵道 风浪太大 鱼不咬口 可恶 钓鱼老无罪 打窝难道不是魏鱼 无量功德才是 我操 穷霄 毕霄怎么绑架我呀 因缘隔三差五 往三仙倒跑 这一日 穷霄 毕霄拿出一根仙绳 绑住了因缘 穷霄周身大罗法力激荡 祭出了金胶剪 搁在了因缘底下 老实交代 不老实 直接剪了 因缘快哭了 两位小姨子哦 不 两位师姐 让师弟交代什么呀 毕霄摩拳擦掌 师弟 你是不是忠意我家大姐 啊这 因缘很想说没有 但这太违心了 但又不能承认 那话怎么说 承认喜欢了 那要是没成道理 以后再见面 岂不是很尴尬 表白承认喜欢 只是胜利的冲锋号角 兵姐 扑 一阵白烟飘过 因缘施展了止盾数 逃 师弟 你跑什么 我俩又不吃了你 穷霄 毕霄分别祭出灵宝 在因缘身后追 谁懂啊 两位小姨子 太暴躁了 逃 必须逃 必由功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上 乐呵呵地翻看着日记 因缘这小子 一年能去三百回三仙岛 也不怪穷霄 必消心生好奇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 获得 法则正道之法 因缘用了三重指钝之术 才摆脱了两位 小姨子 的逼问 嗯 法则正道之法 看看是怎么个事 法则正道之法 顾名思义 通过领悟法则 正得混元大罗金先道过 大罗金先进 开始领悟法则 法则领悟至四成 可正混元金先 四成半 混元金先中期 五成 混元金先后期 比肩准胜大圆满 五成半 混元金先巅峰 实力略强于洪荒亚圣 法则领悟至六成 正混元大罗金先道过 混元大罗金先 对标洪荒圣人 圣人更像是天道之下的道过 元神寄托于天道 法力无穷无尽 不死不灭 而一旦离开洪荒 便没了圣人道过加持 简单来说 混元大罗金先为圣人 圣人不为混元大罗金先 无数玄妙道文 涌入因缘十海 心底已然熟悉 如何法则正道 因缘嘴角不禁微翘起弧度 法则正道之法 妙啊 因缘突破大罗时 领悟双法则 合称狗黄 当然了 因缘这个狗龙 修行狗道速度快一些 黄道法则领悟两成半 狗道法则领悟三成半 如此看来 只需将狗道法则 先行领悟至四成 便可迈入混元金先之境 混元金先 对标的是洪荒准圣 准圣 大能的代名词 嗯 先多练几个指人 以后出手 鸡蛋都得咬散黄 蚯蚓都得竖着劈 确保不能留一丝证据 多叠几层甲 再向老师讨教修行化身的法门 五行顿术还得多练 正道必须得精通 因缘为自己制定了修炼规划 老师 简儿回来了 杨俭旧母归来 回了金老岛 因缘见着杨俭回来 谋底不由微微一亮 没去拜见你师娘呢吧 正准备去 太好了 一块去 因缘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去看腿了 五千年时光荏苒 时间很长 长到沧海桑田 人族繁衍生息树带 当年商汤于博帝会盟 推翻夏朝 建立商朝 生机盎然 如今五千年过去 大商王朝也难免由胜转衰 五千年时间很短 短到大能仅打个盹 便一下子过去了 这五千年来 洪荒并无甚大事发生 但天地间的凶煞节气 却愈发浓郁 纵使金仙境的小修士 也能清晰地感知到节气压抑 因缘静坐山崖之巅 周身环绕着浓郁的法则之力 狗到法则 领悟四成半 黄到法则 领悟四成 五千年积淀 因缘水盗渠成的 修至混原金仙中期 比肩洪荒准圣后期修为 嗡 节气浮动 因缘缓睁开了双眸 凝望无垠的海面 波涛汹涌 海浪滔天 起风浪了 风神节日趋近了 平道 因缘 先天念龙 无路可退了 龙族不认 人叫不要 产叫喊打喊杀 就连西方踏马都说 与西方无缘 操 平道 唯有与节教共存亡 动 洪荒九天之上 垂下六缕紫气 玄妙深邃 微言 紫气分别飞向 守阳山 昆仑山 金敖岛 须弥山 挖黄宫 紫气浮动 化为道文 紫霄宫义室 此乃红军道祖 由混沌传下来的义室诏令 红荒六圣见诏令 即刻踏步 迈入混沌虚空 前往紫霄宫义室 六圣到紫霄宫时 浩天已恭敬地 后在道祖身旁了 红军穿着一袭灰色道衣 双眸无神 声音漠然 无甚感情 因浩天天庭无神可用 产叫 西方叫弟子 辅佐人皇 命犯杀劫 亮节已至 不日开启封神 红军道音落下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接影 准提 女娲武圣 接面露大惊骇 亮节 亮节真的这般快变来了 乌妖亮节才过去了多久 龙汉亮节与乌妖亮节之间 至少还隔了几十万元会 通天教主听到祖言 亮节已至 不日开启封神 道心却显得平静了许多 通天早在乌妖亮节末 便已从宝贝图日记中知晓 封神之节 甚至道祖少说了一个原因 天庭 强制无神 可用 是封神直接原因 禅教 西方教弟子 在辅佐轩辕 征战赤油命犯杀劫 是封神的主要原因 而封神的根本原因 是天地间节气演化堆积 不得不开启亮节 这是英渊宝贝图里日记所写的 但通天教主 却觉得 开启封神的根本原因 应当不是天地节气演化堆积 根本原因 似乎是道祖 亦或者天道 刻意开启的 通天教主 却推算不到更深层次的缘由 听闻产教弟子命犯杀劫 原始天尊面色阴逸 不悦 接影 准题面色忧愁极苦 怎么就犯了杀劫呢 苦啊 准题恭敬开口 天庭无神可用 简单啊 我西方教弟子 有大福元 大毅力 大悟性 可谓天庭四方天地 八不正神 红军老师 依弟子看 便没有封神的这个必要了吧 接影 准题 所言甚是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罕见的点头 准题惊喜万分 太清 欲清道凶 竟然也觉得 无西方弟子有大义力 有个屁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用看智障的眼神 看了一眼准题 老师 人叫弟子玄兜 可谓子卫大帝 太清言 原始天尊开口 广城子 御顶真人 太乙真人 可谓东华帝君 长生大帝 勾臣大帝 其余弟子 可入主天庭八部 没必要封神了吧 浩天脸色一下沉了 着急 万般着急 铲教弟子 只修法力 不修德行 上了天庭 岂不是一群大爷 万万不可 当然 浩天不敢当着 原始天尊的面 给盗祖告状 红军面色冰冷 谋底无神 缓抬手 祭出一灵宝 天书 宝光流露 玄妙异常 此为封神榜 四教弟子愿上榜者 可签名 我 我 我西方先签 准题着急忙慌 想为弟子捞个好神位 原始天尊咒眉 天庭封神 关入西方和事 要签 也是大凶人教先签 原始天尊以退为境 人教就选都一名敌传弟子 顶多占据一个大帝神位 剩下的 皆归产教义 太清老子还点头 知晓二帝之意 未出言反驳 人教确实仅有玄斗一人 可当大帝 西方先签 人教先签 再轮到产教 西方先签 准题彻底不要面皮了 面皮才值多少功德啊 只要能为弟子捞个好位置 还怕没器运功德 封神一起 浮原身后者 待陨落后 一缕真灵上封神榜 重塑神区 可得神位 次者 陨落入六道轮回 再受轮回之苦 浮原浅薄者 形神俱灭 化为截灰了去 红军倒阴 机械 冷漠 不带有一丝感情 冷阴落下 紫霄宫寂静无声 准题脸色 顿时变成苦瓜 啊 还得身死上榜 塑造神区啊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对视一眼 沉默不言 通天教主双眸猛地微缩 不对劲 十分得有十二分不对劲 怎跟五宝贝图儿日记中 写得不一样 缺了一个肉身成神 老师 过 盗祖 他在激化封神 故意而为之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接影 准题 还想着让自己弟子 学结教弟子那般 上天庭当个闲散的大帝 吃天庭的 喝天庭的 想天庭气韵 但就是不给天庭办事 绝未想到 这次盗祖言 封神 竟然要陨落上 那天输封神榜 进了封神榜重塑道区 岂不是要受那封神榜禁固 圣人弟子 尊贵无双 身份傲然 欺可入封神榜 当个奴役 故意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接影 准题 都静默不作声了 我 西方弟子 没有悟性 也没有大义力 浮原更是不行 实在与天庭神位无缘啊 接影 准题面色忧愁极苦 哭道 哼 原始天尊面露不悦 怎么不抢着签了 西方弟子 又没浮原了 接影深叹了一口气 原始道兄 您怎么不抢着签了 禅教昆仑仲经线 资质 跟脚 悟性绝顶 与天庭大帝智位有缘 准题补充道 数子准题 当真以为 本作盘古番不利否 原始天尊冷声 哼哼 开个玩笑 原始道兄 别生气 别生气 准题假笑着赔礼 一旁 太清老子面色宛若枯木 古井不波 闭口不提 再让玄斗上天庭任职 紫霄宫大殿 陷入了寂静 可以清晰地听到 真落的声音 红军身着一袭道衣 面色冷淡 声音漠然 如等可有决意 让哪些弟子上榜 接影 准题哭诉开口 道祖 西方穷啊 就几个弟子 还要传承道统 太清老子缓出声 老师 弟子门下 仅有敌传玄斗一人 须传承道统 女娲倒是置身事外 老师 弟子未立大叫 门下无弟子 红军冰冷的目光 又凝望看向了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 原始天尊恭敬出声 弟子门下 众仙资质 悟性 根脚不俗 实在不适合上榜 道士三弟结教 万仙来朝 一众弟子只修法力 不修德性 扶原浅薄 和该上榜封神 通天教主听着原始天尊所言 心底涌现一丝怒火 二兄 如产教弟子是弟子 无结教弟子 便不是弟子 还有 我结教弟子 哪里浮原浅薄 多报 三圣母 三肖 赵公明 随氏七仙 温仙 十天君 哪个不是气韵加深 哪个不比二兄产教惊仙 要有德性 通天反问 原始天尊面色微沉 声音一时带了怒气 披邻待甲 卵话失声 皆是些不识天术的孽障 二兄 通天心底 涌现无名怒火 望 望 谁也未察觉到 随着六圣争吵 天地间的节气陡然增强 浓郁了许多 红军冰冷的眸底 似有一缕金芒闪烁 转瞬即逝 并未出言阻止六圣争吵 太清老子沉默了许久 向红军问道 老师 不知道要封多少神 上四步雷 火 温 斗 下四步群星列宿 三山五月 不与星云 善恶之神等 合计三百六十五位正神 掌格斯 暗部周天 道阴落下 五圣皆是皱起了眉头 要封这么多 太清老子摇了摇头 走上前 在封神榜签下了十个名字 这些都是人教的记名弟子 随后 太清老子 看向了通天教主 三弟 人 产 西方三教弟子加起来 恐怕也填不满空缺 通天教主见 大兄也向自己发难 心底更加悲愤 大兄 难道我结教弟子 就该身死上榜吗 不然呢 福元浅薄之辈不死 难道让吴昆仑金先死 原始冷生 二弟 修有多言 太清出声打断原始天尊 空缺如此之大 需要靠结教弟子填补 通天深叹了一口气 走上前 在封神榜上 签了五十余位弟子 这些弟子 资质不太够 修行仙道难有成就 入天庭成神 未尝不是一条新路 通天教主签罢 原始天尊又走上前 签下了四五个名字 皆是产教厅 都未听过的记名弟子 到西方了 接影 准提面露大悲苦 走进了封神榜 手颤巍巍 就是写不上名字 物草 手怎么不听使唤了 签不了 真的签不了 西方本就人丁吸手 弟子皆是接影 准提劳心劳力 一一度化来的 舍不得 压根舍不得 三教皆已签过封神榜 别忘了 辱西方弟子 也命犯杀劫 三清缓声开口 苦 实在是太苦了 准提颤颤巍巍 写了一位弟子的名字 然后打死也不愿签了 西方踏马平级啊 穷啊 无西方都签过了 如等还想怎样 非得对无西方 感情杀绝吗 好好 那就先送平道上封神榜 想让西方弟子上榜 先杀了平道 准提伸出了白镜的脖子 一副老赖的姿态 三清对视一眼 哦 是吗 哦 太极图 盘古番 清平剑 同时祭出 接影慌了 联盟出声 三位道兄 莫当真 莫当真 准提也踏马慌了 误草 你们是真傻 真不给拼到面子 接影 准提化身老赖 怎样都行 但就是 不让弟子上榜封神 太清老子 原始天尊 也拿西方俩无赖没办法 无奈只能又看向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微皱眉 结教在千三十 四教凑了又凑 上榜的也未到一百 空缺极大 太清老子微叹气 看向红军 老师 红军似乎早就知晓 会是这结果 声音冷淡 百年后 再来紫霄宫一试 说罢 红军身影消失 百年时间 是给五圣缓冲时间 想清楚 让哪些弟子上榜 亦或者说 百年时间 激化矛盾 让节气更加浓郁恐怖 五等恭送老师 拜罢 六圣转身下了紫霄宫 回归各自道场 金敖岛 凌渊道场 银渊静坐在山崖之巅 凝望着波涛大海 感知到了老师气息 从九天混沌落下 便知晓 紫霄宫一意结束了 定是没商议出什么结果 哎 风神 终究愈来愈近了 嗯 风神快开始了 风神亮节 保命第一准则 听见 道友 请留步 千万别回头 别回应 能跑多快 跑多快 一欲公报摔三年 回头闭上风神榜 保命第二则 听见 宝贝请转身 位正准胜圆满 跑 赶紧跑 碧游宫 通天教主刚从紫霄宫归来 便看到了日记更新 不禁皱眉 听到道友请留步 千万别回头 能跑多快 跑多快 一欲公报摔三年 回头闭上风神榜 雾草 竟如此玄乎 这公报 难不成是心境大能 比圣人还要言出法随 宝贝请转身 本座倒是知晓 后者是东皇太医 在布州山 收取先天葫芦 炼制飞刀 白光一闪 可定住修士 斩灭其肉身原神 嗯 东皇太医隐落 斩仙葫芦四被女娲收走了 宝贝徒儿的意思是 提防斩仙葫芦 提防女娲 女娲也会对我结教出手 通天教主微叹了一口气 水火 敲金钟 是 老爷 动 动 金钟声响 万仙皆是赶至必由公 五等拜见老师 万仙来朝 声势浩大 不必多礼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山 端坐在蒲团上 沉声道 亮节将起 哄 我 一语激起千层浪 碧游宫中 万仙皆是面露震惊 身为圣人弟子 还谈不上恐惧 怎会 巫妖大劫 这才过去多久 亮节又要来了 赵公明肌肉爆起 出声喝道 肃静 外门大师兄 结教纪律委员 还是很有威严的 帝游宫 恢复平静 一众嫡传弟子 早就知晓 节气浮动 但不敢确定是亮节 今日老师出言 才确定亮节要来了 多宝 恭敬出声 老师 亮节规模多大 比之当年龙汉 乌妖如何 通天教主摇了摇头 为师也不到啊 紫霄宫一意 道祖锦说封神 还未言亮节规模 通天教主 余光威瞥了阴渊一眼 好似在说 宝贝图儿 下次写清楚些 今日召集如等 便是要告诉如等 亮节将至 不可再随意游走洪荒 做道场敬送皇庭 通天嘱咐道 是 谨遵老师法旨 多宝留下 众弟子退去 是 多宝文言狂喜 果然 老师还是爱我的 老师 又双药给我开小灶了 待众仙离去后 多宝搬起了小铺团 挪到了老师面前 认真道 老师 弟子准备好了 通天教主 不是要给弟子开小灶吗 嗯 为时有见识交代 此事须隐秘一些 通天教主面色凝重 认真道 多宝就更加兴奋了 老师请假 辱去偷偷告知门中弟子 听到有人背后喊声 别回头 千万别回头 能跑多快 跑多快 通天认真嘱咐 是 然后呢 没了 啊 这 多宝猛逼 十分猛逼 老师 这就没了 通天晨音片刻 又到 传到长尔纳 应当是 听到背后有人喊自己 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头 多宝 宝 去吧 好好办 还有汝银元小师弟呢 为师已经嘱咐过了 便无需专门跑一趟了 是 老师 多宝虽然疑惑 但还是坚冠贯彻老师的意志 多宝悄悄地传递消息 莫回头熬 三大圣母 三霄 赵公明 好的大师兄 不回头 长尔 好的大师兄 一定第一时间回头 这一日 银元飞往了三仙岛 远远地便望见了云霄师姐的背影 紫色秀丽长发 仙气飘然的裙摆 一双白皙精致的长腿 美 美到极致 云霄师姐 银元乐呵呵地从背后喊了一声 云霄身躯一愣 刚想回头 又想起大师兄的嘱咐 不能回头 跑 云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听大师兄的就对了 云霄不回头 离去 银元 发生甚末事了 云霄师姐 怎么不理我 难不成我惹师姐生气了 卧槽 难不成师姐知道了 忠一堂 刻意要避嫌 穷霄师姐 留步 云霄又看到了穷霄 拿出了一枚人参果 想找小姨子打探打探消息 然后云霄傻眼了 穷霄师姐 你跑什么啊 碧霄师姐 理理我啊 是我呀 三仙 没一个回头大理云霄 卧槽 云霄知晓了 刻意与我保持距离 连两个小姨子都不跟我玩了 怎么会这样 唉 云霄惆怅悵地回了道场 功名师兄 赵功名头也不回 越走越快 连大舅个 都不理我了 难不成 众师兄 师姐知道 亮节中不能回头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音渊路过长尔道场 看到长尔师兄 稍作沉吟 出声喊道 长尔师兄 请留步 长尔第一时间回头 身形勾搂 眼珠透红 脸上露出猥琐的微笑 怎么了 师弟 没 没什么 师弟 你好像啊 去师兄道场做做 不 不了 音渊道辞 回了林渊道场 心里更惆怅的 果然 云霄师姐 两位小姨子 功名大舅个 故意不回头 是为了与我保持距离 云霄师姐 不喜欢我 态度再明显不过了 于是 音渊便发颠了 我晒干了沉默 悔得很冲动 一段暗恋忠意 无疾而终 苦 实在是太苦了 痛 实在是太痛了 与此同时 西方 须弥山 菩提树下 街影 准题定期 从长尔纳 打探结教的消息 第一时间回头 街影 准题 陷入沉思 为什么啊 街影 准题圣人之力 沉浸天道当中推演 也未推演出为何 听到有人背后喊 一定要回头 无妨 小事罢了 西方教便跟结教学习吧 于是 西方众弟子 接收到了师门之令 听到背后有人喊自己 第一时间回头 当务之急 是赶紧去东方度化修士 无论啥样的都行 百年后 紫霄公在议室 三清必定在逼迫西方 准题摇身一变 换了一副模样 凭道苦经道人 东方修士 与我西方有缘 一缕金色红光 落置了金敖岛 凌渊道场 陆鸦刚进师兄道场 便闻到了浓郁鲜酒韵味 师兄 您怎么喝这么多鲜酒 樱渊盘腿静坐蒲团 心如止水 笑呵呵 何以解忧 唯有鲜酒 师兄调整好了 没一点事 金与师弟无须担忧 陆鸦微皱眉 师兄 您真的没事 放心啊 真的没事 陆鸦这才放心点头 既然师兄没事 师弟也就放心了 嗡 下一刻 樱渊狠狠地握住了金与师弟的手腕 面色悲苦 黯然神伤 痛 实在是太痛了 师弟能陪师兄喝点吗 背对苍生 师九临海 陆鸦陪鸦鸦小拙了几日 情绪到了 陆鸦连连叹气 望着大海失神 尼南出声 我这一声 如履薄冰 师兄 你说 我能走到对岸吗 鸦鸦举着预展 淡然一笑 师弟 你看 又急 无知结教教义 截取一线生机 时刻保持冷静睿智的道心 会有一线生机的 师兄 妖族转站到十万大山 休养生息许久了 如惊天地间节气浮动 恐怕乱世将至 师兄 这是妖族的机会吗 陆鸦牟底金芒闪烁 露出西记 呵呵 来吧 陆鸦面露狂喜 当真 不怕死的 便来吧 鸦鸦带着九亿笑道 这踏马 可是风神大劫 正到准圣算个屁 在劫中 依旧是炮灰的命 决战时 纵使是圣人都要入劫 大打出手 妖族这个时候 想出山入劫 无疑是老兽星吃劈霜 闲活得久了 鸦鸦酒一上头 冷声道 金玉师弟 师兄之辱 还在为白泽笑礼 金玉替师兄 给白泽带句话 陆鸦面露疑惑 师兄 带什么话 奉劝那位妖族太子 陆鸦老实些 亮节制 老老实实 待在十万大山 若敢用钉头七剑书 暗算无解较门人 上穷必落下黄泉 虽远 必诛 我嗯 鸦鸦为控制气息 会员金仙中期气势爆发开来 充满了灵力杀意 赵公鸣师兄 手握二十四颗定海神珠 勇猛无双 当真实现了打十个的愿望 一己之力 打得昆仑重金仙 抱头鼠窜 必战不出 昆仑金仙恐惧赵公鸣实力 陆鸦道人行进周营 献上毒计 以钉头七剑书 暗算死了赵公鸣 着实可恶 陆鸦心底惊骇无比 悟草 不愧是师兄 天天钓鱼空军 近洞西洪荒所有事情 连我会觅法 钉头七剑书都知道 暗算结教门人 怎么可能 陆鸦怕是没那个胆子 敢暗算圣人弟子 陆鸦并未暴露身份 直接摇头 就算陆鸦没拜圣人为师 也绝对没胆子 敢暗算圣人弟子 音渊冷声一笑 没那个胆子 那位妖族殿下 胆子可大得很 陆鸦面露苦涩 师兄 您是不是对陆鸦 有什么误解啊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回去转告白泽 提醒你那位妖族太子 莫要自悟 是 师兄 师弟警戒 音渊提前打了那位妖族太子一棒 又抛出了一枚甜枣 斩仙胡落 招妖帆是在女娲手上吧 白泽 纪蒙 应招 鬼车奉陆鸦为妖族之主 当一妖皇身份 向女娲讨回 如若女娲不给招妖帆 便可以帝君 太医正统为名 再不给 便可以拿西皇之士来威胁 陆鸦听得一愣一愣的 牟底金芒闪烁 一直想讨回斩仙飞刀 招妖帆 师兄逐一妙啊 音渊周身杀意并未收敛 无事放了善意 白泽为妖族妖圣之首 是个聪明修士 若陆鸦执迷不悟 便修怪无音渊 拼着身陨倒霄 也要踏平十万大山了 陆鸦连连点头 是 是 是 师弟一定把师兄的话带到 白泽会做出正确选择的 嗯 去吧 是 师兄 陆鸦临走前 又关心地看了一眼 师兄 您真的没事了吧 哼 师兄能有什么事 没一点事 那师弟就放心了 告辞了 说吧 陆鸦飞出了凌渊岛 连金乌化红的本命神通都没敢用 阴渊背对苍生 十九灵海 师姐疏远我了 疏远我了 难受啊 痛 实在是太痛了 索然无味的一天啊 陆鸦出了金敖岛范围 才敢施展金乌化红之术 钉头七剑书 暗算结教门人 这什么跟什么啊 陆鸦百思不得其解 师兄是不是九吃多了 说错了 暗算铲教 或者西方教 才对啊 嗯 暗算广成子 太乙真人 或者西方教要师 弥勒 我看行 陆鸦回了十万大山 召集了白泽 纪蒙 应招 鬼车等妖圣 沉生道 无欲向女娲娘娘 讨回斩仙葫芦 招妖番 白泽稍作沉思 点头 斩仙葫芦即招妖番 本就是帝君 太医陛下炼制 陛下归于五行 智宝何该还与殿下 纪蒙 应招 鬼车一赞同点头 是啊 殿下早就该去讨回智宝了 嗡 树道流光 飞出了十万大山 前往蛙黄天 金凤恭敬禀报 娘娘 鹿鸦 白泽 纪蒙等囚见 女娲美眸微皱 节气浮动 鹿鸦 白泽这时候来 难不成再想替妖族争一争 非明智之举 传诏 是 不多时 鹿鸦 白泽 纪蒙 鹰昭等一众 走进了蛙黄宫大殿 鹿鸦身着一袭乌金色长袍 眉宇间与当年帝君十分相似 净显皇者气息 鹿鸦进了大殿 即刻上前 红着眼眶 恭敬大拜 小时拜见娘娘 小时与巫妖亮节中 侥幸宝的一命 早就该来拜见娘娘了 请娘娘赎罪 无妨 女娲声音轻柔 鹿鸦又哭诉道 小时魂恶醒来 父皇 叔父 西皇 九位哥哥 皆贵于五行 就只剩下娘娘一位亲人了 呜呜呜 女娲未成圣前 为妖婷娃皇 亦是看着十名金屋出世的 鹿鸦言就剩一位亲人 倒也合理 提及西皇 女娲一是感伤 更多的是无奈 伏羲哥哥虽得一线生机 却仅为人族伏羲 再不为妖族伏羲 小时 倒是受苦了 无自会必护入安全 女娲恻隐开口 多谢娘娘 鹿鸦唱完了白脸 便轮到了白泽 白泽恭敬上前 见过娘娘 白泽妖圣 不必多礼 谢娘娘 娘娘 帝郡 太一陛下归于五行 西皇虽转世为人 但万幸得一线生机 昆蓬妖师叛逃 妖族处境艰难 殿下得一线生机 当为妖婷正统继承人 假以时日 登天地位 统御整合妖族 女娲点头 该如此 仅剩下鹿鸦 其确实是唯一正统继承人 娘娘 十万大山生存环境艰难 且洪荒万族皆忌惮妖族 臣蹉跎一生 依旧未能正准圣大员满静 故担忧护佑不好殿下 女娲美眸微皱 已然听出了白泽之意 先帝在世时 曾炼制了招妖帆 先皇在世时 曾炼制了斩仙飞刀 若殿下能得此二宝护身 安全必无余 能更好地统育起妖族 白泽行礼大败 女娲微皱着眉头 鹿鸦 白泽制蛙皇宫 竟是想逃走妖族至宝 女娲稍作沉思 纤细手指挥动 圣人道运流转 祭出一黄皮葫芦 葫芦 葫芦约三尺三寸 晶莹剔透 葫芦口流转着恐怖杀气 这便是传说中的斩仙葫芦 念出法咒 宝贝情转身 葫芦口内喷出一道白光 定住修士道区与原神 飞刀一闪 亿万年苦修化为一旦 斩仙飞刀 乃太医炼制 小时辱行走洪荒 可将其作为保命底牌 鹿鸦接过斩仙飞刀 一股亲切的熟悉感涌现 谋底涌出泪花 太医叔父威严道音 似在耳边响起 小时 妖族以后便交于你了 苦了折儿 女娲还回了斩仙飞刀 但招妖番却闭口未提 招妖番 乃妖庭巅峰 鼎盛之际炼制 其中收集了亿万大妖精血 及一缕元神 招妖番动 群妖响应 皆要前来蛙皇宫听候诏令 更准确地来说 群妖要受制于招妖番 斩仙飞刀若是杀伐领宝 那招妖番便是代表的妖族的质保 女娲又岂会将此质保还回去 白泽色玉宫 李玉智 出生 娘娘 没有招妖番 恐怕殿下威望不足 难以统一整合混乱的妖族 女娲心生不悦 妖族上有辱白泽在 纪蒙 应召 鬼车听令 怎会难以统一整合妖族 还是说 如等只认招妖番 而不尊弟子 白泽面露为难 娘娘 时代变了 我白泽虽为十大妖圣之首 但却仅有准圣中期实力 而如今的洪荒风云变幻 大能天骄备出 白泽亦是天地大势洪流中的一只蝼蚁 昆鹏叛逃 雄聚北名 建立妖师宫 传妖族血统 未尝不是在争妖族正统之名 纪蒙 应召 鬼车对视一眼 皆同声开口 娘娘 殿下长大了 有能力掌控招妖番了 女娲微微叹了一口气 白泽 如等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洪荒基于招妖番的修饰不在少数 妖族已不负妖族鼎盛 若怀有至宝 只会给妖族带来无穷的祸端 洛亚德因缘指点 目光视野极大提高 岂会被女娲一席话给恐吓到 对招妖番 势在必得 娘娘 你也不想天皇福西 就是往日妖族西皇的事情 在人族广为流传吧 罢了 无等多谢娘娘 这便前往人族 找西皇 论往日旧情 洛亚说着 边行李告退 女娲面色冷了下来 小时 如敢威胁本座 找福西哥哥论往日旧情 自是往日西皇之情 福西转世为人族 仅为人族福西 不为妖族福西 但若白泽 计蒙 应召 鬼车 拿往日西皇说事 逼迫哥哥 以哥哥秉性 恐怕自枪当场 洛亚连忙请罪 小时不敢 只是当前妖族处境 实在艰难 父皇 叔父 九位哥哥归于五行 妖族重任 敢于小时身上 我白死不惧 但害怕不能重振妖族 统领不好妖族 更无颜面告慰 父皇 叔父 白泽 计蒙 应召 鬼车 同时开口大败 殿下至纯至孝 五等必辅佐殿下 重振妖族 请娘娘归还招妖番 女娲沉着美眸 目不转睛地 盯着路压及白泽 蛙皇宫大殿 陷入了寂静沉默 两久 两久 罢了 小时已长大 可掌控招妖番 招妖番虽是至宝 但对女娲而言 只是一件相对重要领宝 远比不上福西哥哥 今日招妖番归妖族 昔日蛙皇 西皇与妖族因果彻底了断 女娲挥手 浓郁的妖气骤然浮现 激荡大殿 便见着一面大旗 旋立于蛙皇宫大殿 光分五彩 锐印千条 藩杆如纳宫殿大梁 翻面招展 其上空空蒙蒙 似有黑白二气 黑白二气之中 有碧绿蝌蚪小文来回游动 小文正视妖闻 招妖番出 号令洪荒群妖 例如 妖神虎鹰 惊血及一缕元神 收入招妖番中 虎鹰虽在巫妖谅节中陨落 但其族群并未灭绝 待招妖番挥动时 虎鹰一族 异妖受到禁锢 听候招妖番主照令 小时 多谢娘娘 陆鸭接过了招妖番 牟底金芒闪烁 不愧是阴冤师兄 足不出道 天天空军 紧须勾勾手指 这么简单 便已然探知 女娲娘娘的深浅极限 师兄 真乃仙胜眼 陆鸭得斩仙飞刀 招妖番后 便带着白泽等妖圣告退 下了蛙皇宫 女娲凝望着陆鸭离去身影 缓摇头 小时 竟也与那对师徒一般的口吻 某某你也不想 某某受到受伤害吧 纵观古今 这句话好用 非常好用 惊熬倒 凌鸭到场 鸭鸭从宿醉中醒来 微微皱眉 头有些晕眩 痛 实在是太痛了 透过水面 映照出鸭鸭风神俊朗 见眉心目帅气的脸蛋 眼神带着淡淡的忧郁 一种碎了的质感 增添了一抹独特的气质 我竟如此憔悴 被酒色伤如此之深 今日起 借酒 酒 乃鲜果酿汁的鲜酒 喝得越多 法力欲浑厚 百利而无一害啊 当然了 酒不醉人 人若自醉 那就没办法了 静坐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掉万古 孤独 寂寞 节气愈发浓郁 快子消宫二亿了 地心女蛙宫静香 是风神开启标志 静香后性情大变 暴虐残暴 定是有人 对地心做了手脚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影响地心 唯有圣人 哪位圣人如此不要面皮 暗算人皇 西方教准提 地心被准提暗算 性情大变 因此 提下迎师 孤儿女蛙 以招妖帆 召来轩缘坟三腰 霍乱成汤大伤 说我姻渊与西方无缘 其我太甚 是可忍孰不可忍 西方还敢想这好事 必送西方教 弟子上榜 我姻渊说的 道祖也拦不住 必犹宫 通天教主光明正大翻开着日记 脸上已经乐开了花 什么 与西方无缘 本座这孽徒 什么时候和西方接触的 哈哈 好啊 好 大道有眼 这孽徒业力加深 荒谷废体 孽障身后 还想拜入西方教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老师给本座在结教待着 嗯 无结教缺了一位小教主 老爷 路牙请见 水火恭敬禀报 嗯 传照 不多时 路牙身着一袭乌金色长袍 走进碧油宫大殿 双手奉上一面番旗 弟子以为这质保 待在十万大山不太安全 恳求老师替徒儿保管一段时间 求老师怜悯 通天教主双眸微微一缩 有些微愣得看着翻棋 这 是招妖番 通天打量着招妖番 陷入了沉默 百思不得其解 这招妖番 不是在女娃手中吗 徒儿 乳是怎么拿到的 路牙牟底金芒闪烁 露出敬佩神色 多亏了师兄指点啊 弟子 才能拿回斩仙飞刀 与招妖番 阴渊师兄 真乃先生也 路牙狂热道 哦 那没什么问题了 通天教主嘴角翘起弧度 有阴渊指点 路牙拿不回招妖番 那才不对劲 通天教主点头 为师便替乳保管这招妖番 乳随时可来拿 是 弟子多谢老师 路牙恭敬退去 通天教主收下招妖番 嗯 宝贝徒儿日记中写 女娃拿招妖番 招来了轩缘坟三腰 去霍乱商汤江山 而现在招妖番 却到了本座手中 是 变了 通天教主 谋底金芒闪烁 风神 无节教必有一线生机 不多时 多宝走进碧游宫大殿 老师 弟子最近修行不畅 请老师讲道 多宝已是准圣大圆满修为 有疑惑 但疑惑不多了 还天天追着老师 让讲道 当然是为了营造 热爱 修炼的人设了 嗯 通天点头 多宝自带小铺团 坐在老师对面 老师 最近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哼 亮节将至 哪有什么高兴的事 那老师您 笑什么呀 哼哼 老师笑了吗 笑了呀 没什么高兴的事 哼哼 物草 老师脸都乐歪了 还说没什么高兴的事 多宝万般疑惑不解 通天还真的没什么高兴的事 就阴冤涅图想败入西方教 被西方教嫌弃不收了而已 宝贝图啊 老师待在结教吧 讲道 时光荏苒 距离紫霄宫一亿 已过去了百年 洪荒天地 表面上平静无比 暗地里 波涛汹涌 激流涌静 天地间的凶煞节气 不断翻涌 积淀 给洪荒万众修士 释放一个极强的信号 亮节 真的来了 紫霄宫一事 九天之上 再度落下道祖诏令 洪荒六圣收到诏令 皆赶往混沌紫霄宫 洪军身着一席朴素道一 竟站在高台之上 五等拜见老师 六圣恭敬行礼 洪军淡然点头 并未说话 挥手祭出了天书封神榜 可商议好何人上榜 太清老子面色古井不波 走上前 再次签了两位新收的寄名弟子名字 原始天尊签了四五个新收的寄名弟子 通天教主 再签了十位寄名弟子 轮到西方 街影 准提面色忧愁极苦 这百年 倒是新度化了七八名弟子 但度化的弟子 都有大悟性 大福源 大毅力 舍不得签啊 准提手颤动的幅度越来越大 犹犹豫豫 好不容易度化的 凭什么送入封神榜 给浩天小儿当奴役 签不了一点 当然 街影 准提不敢明着这么强硬 泪流满脸的哭诉 道祖 西方荒凉贫瘠啊 穷啊 穷怕了 真的没有弟子了 西方不愿签 女娲卫力大叫门下无弟子 距离填满封神榜 还差了许多 红军变色冷淡 冰冷的目光 扫过五盛 大殿当中 寂静无声 太清 红军默然出声 太清老子枯木般的毛子 一露出些许无奈 老子作为悬门首席弟子 这时候 却不得再沉默 只能顺着红军老师意思 量劫既起 便是大事 诸位师弟都不愿千锋神榜 那便等量劫开始 似叫弟子入节 何人上榜 全凭原法 太清老子缓声道 哄 窝 谁都未察觉 太清老子道音落下后 天地间的节气 骤然翻涌 汹涌被鱼 原始天尊点头 便一大凶的 昆仑精先 资质 根脚 悟性 浮原皆是身后 必然不会上榜 通天教主知晓这是大事 嗯 便听大凶的 女娲卫力大叫 故而没发表意见 接应 准题面色忧愁极苦 知晓这是道祖的意思 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行 吧 紫霄宫商议出了结果 风神节气 似叫弟子入节 至于谁上榜风神 便全看原法了 天地间的节气 再度暴涨 敢问老师 量节规模 太清老子出声询问 红军道音漠然 未入准圣者 节要入节 那还好 此量节规模 比乌妖量节小得多 乌妖量节 帝郡 太一 福西 十二祖乌 何等风华 皆是陨落节中 可知量节凶险 风神 未入准圣者 才要入节 显然规模 比乌妖小得多 通天教主听闻道祖所言 不禁微皱起眉头 道祖 他在撒谎 未入准圣者 才会入节 宝贝图儿日记中所写 准圣修士 在节中也不过是炮灰 最终诸圣都会大打出手 连圣人道统都会负面 规模比乌妖量节小得多 分明是比乌妖量节 要凶险十倍 通天教主愈发肯定 道祖撒谎 似乎 是在故意诱导诸圣 降低戒备之心 如果吾不知宝贝图儿的日记 听道祖说 准圣才入节 虽会忌惮量节 但绝对不会太放在心上 回金熬岛主妇图儿 无视莫行走洪荒便可 吾都不放在心上 教中弟子 恐怕会更加有恃无恐 如此便会造成 结教先一个接一个出道 十天君陨落 功名七窍流血惨死 吕月 罗轩陨落 三肖惨死 细思极恐 道祖 他意欲何为 更准确地来说 天道意欲何为 通天意味想清楚这点 敢问老师 这风神榜 该归哪教哪有 原始天尊出生询问 显然是 盯上了风神榜 准提连忙出生 当然是与我西方有缘 何该归我西方掌管 太清老子微皱眉 四教 人产节皆在东方 岂能有辱西方掌管 风神亮节 风神榜自然是极其重要之物 皆引忧愁 正欲开口争夺 红军缓出生 洪荒天地 当有阴劫之子出世 劫子败入哪一教 风神榜便归哪一教 老师 那劫子何时出世 五等又如何知晓是劫子 劫子 当有飞雄之相 待劫子出世 自会选择败入圣人大教 如等留意便可知晓 红军说罢 身影缓缓消失 是 五等恭送老师 六圣对视一眼 皆转身离去 仅留有风神榜 散发着宝光玄妙 飘悬在紫霄宫当中 待劫子归位 风神榜自会飞入圣人大教 飞雄之相 虎生双翅 视为飞雄 金敖岛 临渊道场 银渊身着一席黑色道衣 竟坐在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吊万古 哗啦 哄 狂风斜着海浪 拍打着礁石 今天风浪太大 所以钓不到鱼 非常合理吧 天地间节气持续翻涌 风神大劫愈发尽了 拒绝无银渊 西方还想大兴 甭想了 生为结教仙 死为结教雄 在家敬送黄庭有用的话 结教道统还会覆灭 和上日记本 银渊纵身一跃 化为一缕黑色流光 朝人族都城飞去 自教导完语 银渊已许久未去人族都城了 大夏传承万年 被商汤取代 商传九千余年 如今再为人黄鸣地义 黑色流光落至了昭歌城 昭歌城 乃人族第一大都城 净显巍峨气势 银渊走进了昭歌 城内街道干净整齐 房屋零次致笔的排列 无数商贩 难来北往 叫卖声不绝 生活气息浓重 空前繁荣 银渊感知着市井气息扑面而来 一时微微一笑 走进了一家客栈 客观是想住店呢 还是吃饭 店小二热情招待 吃饭 银渊说着 便从腰间拿出了一两种的金子 龙喜才 这玩意海底到处都是 店小二见着稀罕的金子 更热情了 雅渐一味 不多时 好酒好菜端了上来 有黄焖鱼翅 烧鹿金 荷包礼祭 樱桃肉 百鸟嘲讽 菜品繁多 色香味俱全 物考究作者也没吃过 银渊边吃着小菜 边饮着人族酿造的酒 坐在雅渐 凝望着客栈人员流动 得到了总结 大商虽成颓势 但还不至于王朝 若无人干涉地心 大商至少还有千年契运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银渊出了客栈 朝太师府走去 太师府离王宫很近 巫舍俨然 三进三出 修建得很有气势 隐隐间暗和上清仙法风水之布局 银渊行至太师府门前 请两位通禀一声 太师府门前有守卫 穿着战甲 周身隐隐散发着五道威士 与仙道天仙境差不多 两守卫见着银渊 穿着打扮不俗 便应声道 客人请稍等 我这便前去通禀太师 银渊刚才的话还未说完 劳烦二位通禀一声 让文仲前来见吴 两守卫顿时变了脸色 好胆 竟敢说文太师来见你 文太师乃先帝托孤重臣 两朝元龙 如好生无理 速速离去 两守卫斥责一声 并未对银渊发难 银渊淡然一笑 果然 如今的人族是有素质的 想装逼打个脸 好难 平道银渊 劳烦二位通禀一声 银渊再出声道 等着 显然 银渊对文太师不尊重 得罪了守卫 一名守卫进府通禀 太师 门外来了 客人想见太师 不见 文仲刚辅佐地登基 为当朝第一太师 政务相当繁忙 没有功夫见闲杂人等 守卫恭敬点头 是 属下这便回禀了那银渊 文仲正焦头烂额的处理政务 陡然变了面色 不确定道 你说叫什么 禀太师 府外客人叫银渊 快 请 快请 文仲急忙出声 立刻慌乱朝府外跑去 太师 太师 你还没穿鞋呢 守卫只好拎着鞋追去 哈哈哈哈 师叔 师叔您怎么来了 人未到便听到了文仲的大笑声 文仲出府 立刻朝银渊恭敬大拜 师侄 拜见师叔 小文仲 刚刚师叔可听到了说 不见熬 银渊笑盈盈道 文仲 乃精灵圣母弟子 资质还可以 凭借着毅力 竟真的修出了天眼 文仲与杨俭也十分熟络 时常斗法切� 英渊还抱过小时候的文仲呢 只是文仲天命在商 出金熬岛游历洪荒 便选择入商为官僚 官海浮屠百余仔 成为了大商重臣 文仲连忙请罪 这不是不知道是师叔来了吗 要是知道师叔历临 文仲早就百里相迎了 师叔 请进府 文仲修行时 得英渊师叔指点许多 早就看成是自己的老师了 英渊跟着文仲进了太师府 两名守卫看得一愣一愣的 太师在朝 素以威严著称 很少笑 太师 您的邪 文仲亲自为英渊泡了茶水 师叔请 茶香四溢 呵呵 手艺不错 师叔既然来了 便在师侄这住着吧 嗯住着呗 师叔 尝尝人间美食 文仲亲自去张罗做饭了 可以看得出来 对英渊到来 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待小住了几日后 英渊又寻到了文仲 师侄帮着两个人 文仲有些疑惑不解 师叔手段通天 连师叔都找不到 节气已起 天道归隐 天机不显 莫说师叔 就算祖师在此 也推算不出 英渊笑着解释 这时 王朝的力量 是要胜过先生之力 文仲会一点头 大商域内 最多消耗些十日 想找谁都能找到 还请师叔明示 一约 宋一人 二约 江子衙 英渊来昭歌几日 已走遍了昭歌城内 却未发现两人踪命 且节气浓郁 推算不到两人踪迹 亦有可能还未出生 文仲默默记下了名字 师叔 且等上一等 文仲即刻回朝 召集了手下官员 以王朝国家机器的力量 寻找二人 几个时辰后 文仲恭敬前来禀报 师叔 找到了 在昭歌城外 宋家庄 音渊会议点头 一缕黑色流光 出了昭歌城 宋家庄 在昭歌外三十里 宋府外 便见着两人正在送别 大哥 紫牙心意已决 上山修行 将紫牙身着素敬衣裳 二三十岁模样 正直壮年 宋一人十分不舍 紫牙 修什么道啊 大哥略有家产 咱们兄弟二人 富贵一生不好吗 再说了 隔壁马云外家的小女儿 看上你了 说 非你不嫁 哥哥明日便可去提亲 乖 听兄长话 就算想去修道 那也得先给老江家 留个种再走 兄长 紫牙治不在此 岂能耽误人家姑娘 兄长珍重 江紫牙辞别了宋一人 离开了昭歌 踏上了修行之路 江紫牙是逢山便拜 西纪有道人看上自己 收为弟子 兜兜转转 便是两月半过去 音渊一直跟在江紫牙身后 并未现身 音渊寻江紫牙 并不是为了江紫牙 而是齐天命的对头 身攻报 这一日 江紫牙走在齐驱的山路上 隐约听到 背后有人在喊自己 道友 请留步 江紫牙茫然回头 躲在暗处的音渊 双眸猛的微缩 惊骇 来了 来了 洪荒最恐怖的一句流传 便见着 江紫牙回头后 头顶上骤然多出一缕 黑褐色的节气 隐秘 十分隐秘 气韵 节气这个东西 玄之又玄 气韵强者 天道眷顾 出门随意捡饱 修行事半功倍 相反 节气加深 小丑本丑 被杀夺饱 修行艰难无比 一句 道友请留步 江紫牙回头了 头顶竟真的多出了一缕 隐秘不可查的节气 回头闭上吧 洪荒摔神深功报 当真名不虚传 江紫牙茫然转头 你诗 齐驱的山路中 走出一青年男子 其身着一袭黑衣 五官较帅气 面带着笑呵呵 深功报见过道友 最近几日 看到道友欲删便拜 是想拜入仙人门下吧 江紫牙点头 江紫牙见过兄台 深道友 不瞒道友 我的确是想拜仙人为师 平道化行后 独自修行数年 敢艰难无比 也想拜仙人为师 修一场逍遥自在 深功报 乃山间也报化行 自姓深 明功报 紫牙兄 若不嫌弃 咱们两个便结伴行 一同去仙门拜师如何 深功报热情地邀请 江紫牙文言欣喜点头 甚好 与兄长一同前去仙门拜师 路上也能多个招印 于是 江紫牙 深功报便结伴行 仿仙山 拜仙师 暗处 阴渊暗暗观察着 日记随笔 果然 天命杰子之间 有相互的吸引力 蹲江紫牙 必然能蹲到深功报 一句道友请留步 让多少先生陨落 化为结徽了去 深功报 若能为结教所用 先喊住产教众仙 再喊住西方众仙 岂不美哉 必由功 通天教主正在与多宝讲道 感知元神内日记本更新 嘴都笑歪了 本座这宝贝徒儿 终于开始为结教谋划了 哈哈哈哈 多宝面露疑惑 十分不减 老师 您究竟在笑什么 通天 为师身为圣人 自有威仪 一般情况是不会笑的 哈哈哈哈 多宝 除非忍不住 多宝瞬间紧张起来了 难不成老师在外边养的小弟子 突破到准圣大圆满了 我突破时 老师可没这么高兴过 完了 我不是老师最爱的宝了 江子牙 深宫暴结伴而行 无明确目的地 但却一路向东方而行 而且 空间规则发生了某种奇妙变化 江子牙明明是凡人之身 深宫暴仅有炼虚和道径 两个菜鸡 一月进走了百万里 不对劲 十分不对劲 天道之力加持 让其二人往昆仑山走去 因缘知晓 不能再拖了 便先行飞至两人 正前方百万里处 于无明大山当中 建造了一座道宫 道宫左右两侧 有一副先锋浓郁 道骨蒸蒸的对联 约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尽风光在显风 横批 至尊无极功 阴冤摇身一晃 化为了一先锋道骨的修饰 静坐在仙雾 缭绕的山巅 等待有缘人 两日后 江子牙 深宫暴浑然不知 两人行路时 缩地成寸 两日时间 走出数万里路 紫牙兄 你饿了吗 饿了 呵呵 那我去搞点吃的 深宫暴虽无修行之法 但有一些小法力 搞些吃食 还是十分容易的 不多时 深宫暴捉了两头野山鸡 把毛串在木棍上炙口 滋滋冒油 香气迷人 两人正吃着 深宫暴神情微微一致 紫牙兄 你听 江子牙有些木呢 听什么 山顶上传来的 江子牙 深宫暴放下吃食 竖起耳朵 我仔细听 微风 祥云 拖着道歌落下 难难难 道最难 莫把金仙坐等闲 不欲至人传妙诀 空眼口困舌头干 深宫暴听清了道音 脸上露出狂喜 莫把金仙坐等闲 不欲至人 哈哈 紫牙兄 咱们扶元道义 江子牙木呢道 怎么了 山顶必有仙人 咱们不就是要寻仙人拜师吗 紫牙兄 咱们快去拜师 也顾不得吃了 深宫暴拉着江子牙 便朝山顶飞奔而去 透过飘渺的云海 看到一座道宫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尽风光在显风 山之巅 便是无尽风光所在 至尊无极功 好霸气的道场名字 深宫暴即刻拉着江子牙 磕头大败 弟子深宫暴 江上 想拜仙人为师 恳求仙人怜悯 璀璨的光映照在云海 瑰丽壮阔 深宫暴瞳孔微缩 拨开云雾 看到了风华无双 帅气英俊 堪比一众读者老爷的面孔 尤其他周身散发着玄妙阴晕 深邃不可查 动 动 深宫暴心跳都加速了 恳求仙人怜悯 江子牙也跟着大败 恳求仙人怜悯 平道道号忽悠子 清静惯了 不收徒 殷冤随口忽悠道 深宫暴一听不收徒 更着急了 色欲公 礼欲至 恳求仙师怜悯 无等修行不易 若能拜进仙师门下 小暴必定努力修行 不坠仙师威名 殷冤是忽悠 这深宫暴一能说会道 甭管这忽悠子有多大能耐 总归是仙人就对了 先拜其为师 学到神通术法再说 江子牙一脸着急 但嘴笨 不知怎么说 俺也一样 殷冤故作思索 两久后 无奈点头 如二人能寻到本座的至尊无极功 也算远法 本座便先收辱二人为记名弟子 讨教一番 新成者 可敬为敌传 深宫暴 江子牙恭敬大败 弟子多谢老师怜悯 就这般 深宫暴 江子牙败入了忽悠子门下 殷冤 忽悠子收的图 与结教殷冤合观 准题 对啊 黄连道人 苦经道人 又与有大义力 大悟性 大复原的准题圣人 有什么关系呢 每日清晨 第一缕子侠浮现时 深宫暴 江子牙都会与老师在山巅 打一道动作 动作简单 名曰 七彩阳光 此动作 可令修士密一缕子侠入体 孕养道区 端地是不入流功法 打完动作 沉毒 涵养星星 午时 小气一个时辰 中午不睡 下午崩溃 下午 体能训练 转眼 便是七年过去 江子牙愈发不确信 公报兄 咱们老师 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啊 修炼了几年 法力丝毫不见长了 深宫暴 我都已经正道地线了 老师教的 还是很有用的 那我怎么 深宫暴面路无奈摇头 不若 等老师讲道时 再问问 好 这一日 英渊讲道 底下江子牙 却一脸愁容 鼓起了勇气 出声道 还请老师 传授五等真本事 英渊神情一愣 玄疾看向江子牙 子牙 辱败近山门多久了 江子牙恭敬道 弟子亦不知过了几个年头 只知山顶的杏术 开了七次花 哦七年了 也不短了 道有三千 不知子牙想学什么本事 全凭老师教导 为师交辱个数字门道 如何 数字门道 怎么说 请先扶鸾 问不屈及避凶之礼 可得逍遥长生否 不能 那不学 那为师交辱留字可好 可得逍遥长生否 不能 那不学 那为师交辱镜字如何 不学 那为师交辱奇门遁甲 行军打仗 不学 银渊故意拉着个黑脸 这也不学 那也不学 朽木也 边说 便敲了江子牙 头顶三下 江子牙心底叹气 这老师 浪得虚名 没什么真本事 一旁 申公报 眸底金芒闪烁 敲三下 背着单手 走进侧门 半夜十分 江子牙已经在收拾行李了 这老师所传 皆不可逍遥长生 怕是没什么真本事 公报兄 你也知江上之至 只愿正道成仙 逍遥自在 待在此处 既不能得到 便是浪费时间 我今日便下山了 公报兄 愿意起吗 江子牙出声询问 申公报急了 子牙兄别太着急啊 说不定老师是在考验咱们 才上山七年 别急 申公报参悟了老师临走的动作 但却不敢直接告诉子牙兄 这定然是老师给子牙的考验 自己若是说了出来 就不灵了 江子牙摇头 公报兄 子牙不过一介烦人 又有多少个七年可以消耗呢 子牙 再等等吧 老师真的 江子牙在摇头 公报兄无须多言 子牙去意已绝 说吧 江子牙背着行囊 走出了道场 月色正浓 脚白如滑 江子牙朝着至尊无疾宫门大败 多谢老师收留 公报兄 山水有相逢 希望咱们下次再见时 皆以逍遥长生 子牙 珍重 申公报一行礼告别 江子牙是申公报划行出山后 相识的第一个朋友 相识于微末之情 总是更加珍贵 待江子牙下山后 申公报从侧门 走进了老师进修之地 老师 紫牙下山了 申公报若若出生 紫牙未能参透为师玄妙 算无缘吧 因渊静坐蒲团 到因浩渺空灵 申公报神情一阵 果然是老师的考验 敲三下 意思是三更十分 背着单手示意 这是给江子牙一人的机缘 侧门 便是让其从侧门进 紫牙失地 未能参透 老师深意 当真惋惜 申公报虽猜透了老师深意 却不敢告诉紫牙 因为老师 动作示意很清楚 将上一人机缘 因渊缓睁开双眸 眸底玄妙深邃 凝视着申公报 辱之资质不错 倒是可修无上妙法 老师 什么妙法 申公报激动颤威出生 驱邪妇媚 保命护身 三魂永久 破无丧青 洪荒内外 为道独尊 广修一劫 道气长存 申公报文言 使海掀起惊涛骇浪 惊喜无比 保命护身 三魂永久 为道至尊 广修一劫 道气长存 这不就是逍遥长生 纵横天地的真本事 报儿 如可愿学 愿意 愿意 弟子愿意 徒儿且复尔过来 为师传儒法门 是 因渊传授的 自然是九转玄缘弓 以及山减板上清线法 徒儿 汝德法门 先不及修行 可继续打磨道区原神 老师 为什么 以后便知 从明日起 为师传儒奇门遁甲 行军打仗之法 深宫暴得了无上玄妙法门 知晓此法乃无上宪法 但却谨记老师主妇 未敢先修行 第二日清晨 因渊开始传授 深宫暴奇门遁甲 行军打仗之法 报儿 兵者何意 深宫暴然 兵者 鬼道也 许久后 深宫暴弱弱发问 老师 这样打仗 会不会太不讲武德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你死我活 讲什么武德 老师所言甚是 今日为师交辱后勤统兵之术 是 今日为师交辱大兵团作战 今日为师交辱闪电战 决战计划 优势兵力 火力 人海突击之法 深宫暴之志也在先到 但老师传完宪法后 怎会尽数教一些人间行军打仗的本事 不理解 十分不理解 但深宫暴虚心好学 一股脑全学了 距离江子崖下山 已过了两年 这一日 深宫暴在山下捉了几头野鸡打牙剂 吃完回山门 却惊骇地发现 山门空了 老师 连道工都不见了 深宫暴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若非已学的一身本领 还以为这几年的经历 都是幻境 假的呢 虚空之上 有一枚原神印记 辱之天命 不在此处 下山去吧 去追江上 心血还来缔解 今后 不可透露为师半个字 否则 抽筋八股 魂魄扁于九幽之下 扑通 深宫暴恭敬跪下 眼眶寒泪 是 弟子谨遵老师吩咐 不知弟子何时才能再见到老师 一切皆有原法 山水有相逢 下山去吧 下山去吧 弟子辞别老师 还有一件事 遇到修士 多喊道友请留步 道音落下 因缘最后一缕 原神印记彻底消散 不留一丝痕迹 处在劫中 谁也推测不出来 樱渊曾与深宫暴 将紫牙接触过 是 待浓郁的云雾散去 深宫暴置身于荒山野岭当中 至尊无极弓 好似从来未存在过 深宫暴在朝着云雾后大败 转身走下了山 朝东方追去 警戒老师的话 或许还可以追上紫牙 深宫暴迈步 天道之力 陡然降临附着在他身上 山穿河海 缩小数倍 一步迈出 咫尺天涯 走向了昆仑山 因缘尽力于飘渺云海 凝望着深宫暴远去 天道引导 江紫牙 深宫暴 同去昆仑 而原始天尊宿 不喜披毛之辈 天道故意诱导 一缕黑色流光 飞向了人族文武圣地 而与此同时 蛙黄天 蛙黄宫 女蛙 金凤 终于对灵珠子忍无可忍了 再嚷嚷着去洪荒玩 信不信本座学那音缘揍你 谅结一起 洪荒凶险无比 稍不留神 便可能陨落 灵珠子非但为恐惧 反而露出七代神色 娘娘说的是真度 那岂不是更有意思了 娘娘 您就让我去洪荒玩吧 我都已经是大罗金仙修为了 灵珠子可怜兮兮道 女蛙无奈摇头 灵珠子修书万年 心智还是不成熟 空有大罗金仙修为 却难以发挥出来 或许 可以让灵珠子 转世入轮回历练一番 女蛙若有所思 罢了 便与你转世入轮回吧 金凤 送灵珠子去幽冥 是 娘娘 嘻嘻 谢谢娘娘 谢谢金凤姐姐 灵珠子转世入轮回 等待时机出事 同时间 昆仑山 玉须宫 原始天尊高作于朱天庆云 道祖言 未入准圣者 皆要入劫 南极 广成子 太乙如等 辅佐人皇不利 命犯杀劫 封神之劫 不可避 即日 便可收下弟子 传其神通术法 以替自身杀劫 欲虚功 南极先翁 广成子 太乙真人 慈行 文书仲先 面色揭露惊骇 恐惧 原始天尊沉着脸 我不理解 谈到杀劫 怎好像就注定了 我铲教弟子凶多吉少 术元会前 如等进入昆仑拜师 那种生机勃勃 万物尽发的境界 游在眼前 无论怎么讲 如等服缘 资质 跟教 皆要胜过杰教弟子 更无需担忧 量劫凶险 原始天尊沉声开口 稳定产教道心 即日起 如等便可收下弟子 传各自道统 待时机致识 以替杀劫 是 无等谨尊老师法指 广成子 太乙真人 赤精子 据留孙仲经先 听到可以收徒代替自己杀劫 这才骤然松了一口气 无论怎么说 昆仑仙要比杰教先有福源 杰教皆是些批邻代价 卵化师生 不识天树之辈 何该身死上榜 而与此同时 江子牙得天道之力加持 两年时间走过千山万水 终于走到了昆仑山下 昆仑山绵延无尽 巍峨之势直通九天 仙雾缭绕 灵情飞舞 端帝是仙家福帝 圣人道长 江子牙心生大喜 这次 总算寻对了吧 江子牙朝昆仑山 玉须方向走去 天道之力使然 似想让申公豹 与江子牙一同拜师 故而 申公豹走了几日 便追上了 先走了两年的江子牙 申公豹身着一袭黑衣 远远地便望见了 紫牙兄 面露喜意 没想到这么快 就又相逢了 紫牙兄 申公豹刚想开口喊 但想到老师临走前 最后交代的 遇到修士多喊 道友请留步 话到嘴边 陡然一遍 道友 请留步 江子牙茫然回头 随后是惊喜疑惑 公豹兄 哈哈 是我 紫牙兄 申公豹三步 并坐两步 走上前去 两年未见 紫牙兄你沧桑了许多 吃不饱 睡不好 却是沧桑了许多 道是公豹兄 怎也 江子牙心生疑惑 那日说什么公豹 都不愿随自己下山 申公豹得 忽悠子 老师真传 又不敢透露 老师交代之事 便支支吾 学完了 就下山了 万幸 江子牙是个老实人 哎 子牙早说了 那便宜老师 是没真本事的 申公豹 啊对对对 今日重逢 当真是天大的喜事 咱们兄弟二人 一同去昆仑山拜师 据说昆仑是 玉卿圣人道场 若能得圣人看重 必能得无上妙法 逍遥自在 申公豹点头 是啊 两人同行 走至了玉须宫外 拜师 原始天尊 正在与弟子讲道 感知宫外来人 神情微微一致 随后眸底金芒闪烁 一人一腰 一穿着白衣 一穿着黑衣 正朝着玉须宫 恭敬大败 看似平平无奇的 一人一腰 原始天尊却看到了 两者身躯头顶 形成了两道虚影 一头白虎 虎生双翅 一头黑虎 虎生双翅 虎生双翅 是为飞熊 道祖言 风神英杰之子 当有飞熊之相 原始天尊英义的脸 终于露出了微笑 飞熊 英杰之子 竟有两位 且同时到五产教拜师 洪荒四教 接来产教拜师 这个叫什么 有眼光 众所周知 原始天尊最爱面皮 两位飞熊的到来 让原始天尊更有面皮 南极 南极先温会议点头 引江子牙 深宫报 进了玉须宫 江子牙磕头大败 江上 拜见圣人 深宫报拜见圣人 原始天尊高作于诸天庆云 圣人眸子 打亮两飞熊 江子牙 这儿八经人族 资质一般 深宫报 披毛之辈 披毛带甲 卵化师生 若强行排列一下 原始天尊最厌烦的 便是带毛茸茸的生灵 其次便是带灵片 矮子里边选将军 江上比那什么报要好些 江子牙木呢 便有深宫报开口 弟子走过千山万水 风餐露宿 今日中 见玉须圣人真荣 圣寿无疆 还请圣人怜悯 深宫报有老师 其实不想说这些 二五载之话 主要是得替江上说 江子牙连连磕头大半 俺也一样 原始天尊听着深宫报之话 微微皱眉 心底对其印象更差 瞧嘴滑舌 溜须拍马 谄媚奉承 承剑 是一座大山 第一眼 便有了承剑大山 无论对方再怎么努力 都显得苍白无力 原始天尊虽不喜 但却不会放过 飞熊应劫之子 飞熊应劫之子 皆在禅教 封神榜 地归禅教 便可以主持封神大节 原始天尊 威严出生 江上可为 玉须公嫡传弟子 深宫报为 记名弟子 江上听闻 圣人道音 面露大喜 深宫报听着 心里却不是滋味 若若出生询问 圣人 一旁 广成子很皱眉 自然知晓 深宫报想问什么 冷声呵斥 孽障闭嘴 老师收辱入教 便已是圣恩 辱就因感激涕零 还想如何 大罗金仙道运 激荡环绕 威压深宫报头顶 深宫报瞬间 下得面色惨白 连连磕头 弟子多谢老师圣恩 广成子 为什么最讨 原始天尊喜欢 根脚资质好 同时也是原始嘴涕 当原始不喜时 广成子能立刻揣摩 替圣人深斥训诫 一旁 江子牙正欲开口 替宫报求情 被广成子瞪了一眼 兴兴地闭了嘴 深宫报的忽悠子教导 圣人面前不可多想 否则会被圣人察觉 深宫报一上来 被区别对待 又被广成子呵斥 有些难受气愤 却不敢表露分毫 尽力让道兴 原神空无一面 原始天尊高坐沁云 再度出生 广成子 辱父则教导紫牙 南极 辱父则教导深宫报 是 弟子谨尊老师吩咐 原始天尊身影影去 广成子领着江子牙离去 其余众先接出宫 留下深宫报 猛逼 怎么没人管我啊 深宫报望着仲仙离去背影 心底更加悲愤 老师让南极教我 可哪个是南极啊 深宫报深吸了一口气 紧记老师忽悠子的嘱托 望着仲仙离去背影 高声喊道 道友 请留步 欲虚宫门前 铲叫仲金仙 本能地转身回头 嗡 无尽虚空 涌现数捋 连圣人都察觉不到的节气 附着在了回头仲仙身上 回头闭上榜 洪荒最强诅咒 岂是愣得虚名的 不过一批毛畜生 浮原浅薄之辈 安敢称吴等为道友 当真无自知之明 产叫仲金仙皆皱眉 不悦 深宫报若若出声询问 南极师兄 老师让您教师弟的 南极仙翁面色淡然 不屑出声 哦 忘了 乳随频道来吧 广城子教导江子牙 南极仙翁教导深宫报 数日后 广城子傻眼了 这江子牙 究竟是什么百费之铁 吃了五几十颗金丹 修为静还只是炼神反虚静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仙境之下 分别是炼金化器 炼器化神 炼神反虚 炼虚和道 这可是洪荒 这可是洪荒 稍微有点资质的生灵 稍加修行 至少都是仙境 广城子给江上的金丹品质 虽不行 但也是实打实的金丹啊 就算路边一条野狗吃了 也早该修炼之真仙境了啊 树颗金丹入江上渡 竟如牛毛沉入大海 为掀起一丝波澜 这江子牙 分明就是一根朽木 不可刁眼 一个神通术法 广城子给江子牙讲了二十遍 江子牙露出恍然大悟的模样 广城子欣喜激动 子牙 你终于悟了 不 请师兄再讲一遍 师弟没学会啊 操 广城子从未见过 如此废物的修饰 再观深宫报 南极仙翁领了深宫报后 给了其一预检 里边是残缺的预清仙法 大概是十分之一的预清仙法 当然 只是最皮毛的 吴昆仑预清一脉 核心修行功法 深宫报资质不俗 又是阴桀之子 有大气韵加深 修行很快 便掌握了皮毛仙法 南极师兄 能再传授师弟点法门吗 南极仙翁冷生 好高骛远 贪多嚼不烂 深宫报无奈 只能回了自己道场 继续打磨原神道区 忽悠子老师所传仙法 竟比南极所传的预清仙法 还要高深 死 深宫报法力修为虽不行 但一对比 就知孰优孰劣 心底万般惊骇 知晓自己走了滔天大运了 因缘所传的 可是九转学员功 乃是无上道法 其中包括且不限于 修行功法 神通 秘法等 报生在世 冷暖自知 在铲教受尽了白眼 这份苦楚 只有自己知道 在想到忽悠子老师 只有老师 是真心带自己的了 总感觉铲教收我 是有目的的 深宫报 安分守己地修行 当然 没忘了老师嘱托 碰到铲教的师兄们 先高喊一声 道友请留步 后续推脱为 师兄对不起 看差了 还以为是紫牙师兄吗 将紫牙为敌传 深宫报仅为记名 身份地位差距已显 何该一声师兄 铲教仲先 不知被深宫报 喊回头了多少次 愈发厌烦这个孽处 这一日 广成子终于忍无可忍 跑到玉须宫 找老师哭诉 老师啊 紫牙师弟 当真是洪荒警戒的废物啊 吃了弟子一百枚金丹了 才堪堪恋神反虚敬 想要修得仙道 还不值得多少年 原始天尊微微皱眉 圣人之力推算 一片浑恶 封神应节之子 可能亦如人族三皇五帝那般 不重修行 天命在大劫当中 修道意图 差不多便可 广成子会一点头 又摇头 南极师兄 只传了深宫报南涅杖残篇仙法 南涅杖都已经得仙道了 一白虎 一黑虎 皆是非雄之相 二虎相争 广成子的话 提醒了原始天尊 二虎相争 除非一雄一词 否则必有一伤 广成子 如好生教导子牙 日后让其主持封神 是 老师 二虎相争 俨然 原始天尊仪 选择了江上 而另一个呢 自然是成为牺牲品 而就在深宫报 拜入玉须宫时 殷渊化为一缕黑色流光 已然行至了人族文武圣地 虽然是 有朝事 自一是 笑呵呵热情道 殷渊先师 妖族屠路人族时 殷渊随节叫万仙出岛至东海旧 三族印象深刻 万分感激 永不敢忘 五族北旋 周身散发着五道灵力气势 呦 这不是老师吗 几年未见 怎么这么拉了 弟子 都已经会员惊仙仙后期了 老师 您才中期 中期啊 殷渊 嗯 灭徒怎么个事 这是要欺师灭祖 甭管三七二十一 先给北璇这丝扣帽子 北璇顿时吓尿了 连忙上前 给殷渊锤被捏腿 一脸谄媚 老师 徒儿这力道可还好 嗯 不中不清 力道好极了 帝皇猎山恭敬行礼 弟子见过师叔 猎山神龙 乃精灵圣母弟子 是殷渊师侄 其正道帝皇 道果堪比圣人 却依旧摆低了姿态 恭敬行礼 这个就叫做尊师重道 应渊授伴礼 随后还礼 师之安好 仁皇轩缘在一旁 急不可耐了 正儿八经行尸之礼 弟子轩缘 拜见老师 应渊授伴礼 小心广城子 告你诽谤哦 轩缘身后的地狱 不乐意了 轩缘皇兄 你成弟子了 那是 我 于 才是老师弟子 敌传 亲的 应渊抚养地狱长大 在地狱眼里 先是父 再是师 于是恭敬行礼 师父 一旁 文祖苍结 那是应渊原神分身 一个人族文武圣地 皆是应渊的人脉 应渊不得不摇头 我真傻 真的 都已经成大能了 还想着去投靠西方 看不起我应渊 呵呵 淡然一笑 西方生死难料 老师 您怎有空来了人族 应渊笑呵呵看向轩缘 想请轩缘徒儿 哦不 人皇帮点忙 嗨 老师传令便可 弟子必第一时间去拜见老师 轩缘恭敬道 应渊见轩缘态度 十分欣慰 没白教这个弟子 也没什么大事 不知轩缘徒儿 可还记得麾下总兵官 应渊出声询问 轩缘神情一愣 谋底露出些许感伤 弟子第一任总兵官百健 与赤油初次交锋时 百健为掩护弟子 被赤油所杀 百健应当已转世入轮回了 不知老师 轩缘疑惑 应渊目光透过三皇五帝 看向了圣帝站在边角角的赤油 赤油兵败 被押送至人族圣帝 其发展冶炼 开人族兵戈 视为人族兵主 又称兵族 为了人族气韵 人族圣帝审判后 确定让赤油入圣帝功德灵学习 不得随意出 勇士镇压人族气韵 赤油对于输给轩缘这件事 耿耿于怀 天天嚷嚷着 若非石铁兽叛变 无绝不会输 轩缘有种 再跟我兵器推演一番 赤油站在边角角 插着胳膊 摇头 轩缘辱剑时还是太浅薄 百剑死于琥珀之下 琥珀煞气极重 魂魄无法转世 轩缘顿时红了眼 抽出轩缘剑 尼玛 赤油麻痹的 你怎么不早说 这么说 百剑兄弟还在受苦 赤油耸了耸肩膀 你也没问我呀 我以为你们都知道的 早就帮他们转世了的 北海 海面无垠 波涛汹涌 轩缘已在北海 寻了两月有余 得知百剑兄弟还在受苦 轩缘急得夜不能寐 得老实因缘指点 来北海寻百剑灵魂 轩缘踏浪而行 穿梭海面 骤然停下 目不转睛地盯着远处 便见着一群海妖 围着一道虚幻王魂 正在撕咬 玩弄 王魂已经非常虚幻 孱弱了 面目呆滞 魂恶不清 嘴里不断呢喃 我来挡住吃油 公主快走 公主快走 轩缘见着此 瞬间红了眼 百剑 我 轩缘见出窍 划破海浪 树头围攻百剑的海妖 顷刻丧命 百剑残魂虚幻 在看到轩缘后 双目恢复了一丝神智 随后露出死智 属下挡住吃油 公主快走 轩缘挥手 一股精纯的法力 涌入百剑体内 替其酝养灵魂 轩缘很愧疚 很心痛 百剑是为自己而死 被吃油虎破而杀 死后宛若无根之瓶飘浮 受尽漂泊之苦 无法转世 轩缘将百剑 带回了人族圣地 老师 可有办法恢复百剑元神 轩缘出声恳求 阴渊会员精先法力探知 百剑元神状态 虽受损 但却还好 阴渊牟底精芒闪烁 负责建造风神台 主管借引魂魄入风神台 天命在身 就算无不出手 天道也会修补其元神 阴渊抬手挥动 一滴神水 悬于半空 散发着日光 星光 月光 三光神水 洪荒第一疗伤 孕养圣物 用一滴少一滴 阴渊也就只剩下一点点了 三光神水 涌入百剑灵魂 一吸 其元神便开始恢复 三吸后 两眼恢复了光泽 这是 薛元公主 属下拜剑公主 薛元搀扶起百剑 兄弟 你受苦了 是我这个公主不称职 百剑暂时留在了人族圣地 阴渊行人族圣地 指点薛元前往北海救下百剑 实乃图谋 封神台 人族圣地 阳光正好 微风和煦 阴渊沉思着 日记随笔 不知道洪荒有没有一种阵法 能够悄无声息地改变封神台建造布局 那种 封神时 能够短暂控制主持封神之人的 大阵 退一万步来讲 结教师兄不幸身死上榜的话 也必须得封大帝 没身死上榜 那更好了 直接肉身成神 反正封神过后 浩天都得退位回紫霄宫的 大天尊之位 何该与我结教有缘 毕游宫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山 静坐在蒲团上 翻看着日记 惊呆了 这封神还没开始呢 凭到这宝贝徒 就想着让浩天退位 结教弟子做大天尊之位了 好好好 不愧是本座宝贝徒 玄节 通天教主又皱起了眉头 摇头叹息 我这宝贝徒儿 见识还是太浅薄 封神亮节 封神榜 以及劫后封神 此乃天道大事 大事不可改 何人成神 更是天定远法 徒儿想着 建造封神台时动手脚 控制主持封神节子 怎么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人族圣地 哎 到底有没有这种阵法 回头得仔细问问多宝师兄 叮咚 恭喜宿主坚持写日记 获得奖励 三千阵道 系统提示音落下 樱渊十海内 顿时浮现了无数玄妙道文 天爵阵 地裂阵 洪水阵 九曲黄河大阵 天地人三才阵 诸仙剑阵 万仙大阵 啊 啊 痛 我感觉浑身被充满了 元神石海阵阵刺痛 令樱渊痛出了声 五罗青烟大阵 无杀伐之力 阵法玄妙无双 大阵启动 可营造无边情趣 专攻女修 阴阳和欢阵 许久后 樱渊缓睁开了双眸 眸底深邃无边 充满了智慧 五罗青烟大阵 阴阳和欢阵 评到发誓 真的没有钻研 十天君师兄们的阵法 有很大漏洞啊 九曲黄河大阵一事 远达不到困圣人的境界 嗯 诸仙大阵可以继续完善 万仙阵也是 北璇看着老师自顾呢喃 嗯 有点说不上来 老师似乎 更阴了呢 老师 好 很好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维师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现在 维师强得可怕 请叫维师的新名字 阴金色传说 气韵家深阵到大师渊 阴渊沿袭习三千大阵 当真发现了一座大阵 名为满天过海 强制寝取大阵 可通过改变风神台建造布局 布置出强制寝取 配窃取大阵 届时 风神台建筑成功 风神榜归位 旋立于风神台阵中 强制窃取大阵 便会满天过海发力 以玄妙之力渗透风神榜 请取窃取炼化风神榜一宝中的禁制 风神榜 为天道一宝 其内有四十八层禁制 大阵炼化禁制 便等同于阵主炼化禁制 风神亮节中 悄无声息地炼化了风神榜 等大劫后风神 那还不是风神榜主人说的算 因渊不开口 哪个敢风神 哪个可以风神 想到此处 因渊原神微微颤动 因渊谋底露出一丝悸动 亮节果然恐怖 平道差点得意忘行了 平道多狗啊 这秦曲大阵 绝对不能与平道绑定 谁爱炼化风神榜谁炼化去 只要是结教师兄弟们都行 反正不能是平道 狗道有真意 法则领悟再进一步 距离混元精先后期 仅差半步 必由功 通天教主看着日记内容 摇了摇头 本作都不会这种大阵 问多宝 问了也是白问 道爷 我成了 嗯 谁适合炼化大阵呢 老师最合适啊 反正老师都会被四圣围攻 也不差吸引这点火力了 嗯 还需要一缕头发丝 回金熬岛薅 老师头发去了 蒲团上 通天教主 真涅图 竟想薅本作头发 岂有此理 不过 这宝贝图窝 什么城了 参无那种大阵了 不多时 殷渊恭敬走进碧游宫 拜见老师 通天面不改色 嗯 可是要为师讲道了 啊 请老师讲道 然而殷渊双眸 一直在盯着大殿地面 有没有老师掉的头发呀 显然 没有 圣人怎么会掉头发呢 殷渊说 薅头发 当然是口嗨 圣人威严 自己不过一孽龙 何德何能 赶好老师头发 殷渊听着老师讲道 索然无畏 怎么搞到手啊 通天教主也在沉思 该怎么偷偷不动声色的 把头发丝 交给宝贝图儿呢 各怀心思的师徒二人 老师 随口瞎讲 图儿左耳进右耳出 通天教主余光 看向了水火童子 率先打破了僵局 图儿 老爷 水火恭敬上前 图儿 乳不是 想学变化身外化身之法吗 今日叫如 水火童子一连猛 啊 我什么时候 是 多谢老爷传法 通天又开始讲道 总结下来 普通修士变化身外化身 须自身一枚戒 血滴 毛发皆渴 水火童子 跟着通天教主亿万年 如今也已是大罗经先进高手 简单神通 一听就会 多谢老爷 童儿懂了 通天摇头 童儿 乳只懂了皮毛 未摸到精髓 这样吧 为师给你演示一番 说着 通天教主取下一根发丝 我 上清道运环绕 一根发丝 变成了一青年模样 神态 气势 竟与通天教主一模一样 平道乃清平道人 水火童子认真学习 悟了 一旁 阴渊眼睛都放光了 水火师兄来得可真及时啊 头发丝 这不就有了 许久后 讲道结束 通天回了后殿 阴渊 不瞒水火师兄 师弟也想学这个神通 阴渊拿到了老师的头发丝 美滋滋地出了金敖岛 再致人族圣地 通过轩辕 寻到了百剑 百剑兄弟 老师 有一桩机缘要送你 若是能成 兄弟 可得一尊神位 想洪荒轻浮 这不就叫 拿你的神位 办咱的大事 百剑顿时激动了 全凭共主 皇师吩咐 百剑上刀山 下火海 纵粉身碎骨 亦在所不惜 阴渊心未点头 伸手一指 将瞒天过海 强制请取大阵之法 传与了百剑 阴渊面色凝重交代 百剑 如养好了元神 还需回北海去等 等有元人 届时重任加深 建造高台时 便可偷偷布置此阵 百剑认真点头 那谁才是有元人 借时便知 是 百剑养好了元神伤势 便偷偷溜回了北海 在北海上空游荡 等待天命劫子下山 而与此同时 昆仑山 深宫豹穿着一袭道衣 正在偷考着仙鹤 仙鹿 最近深宫豹 以九转学员功打磨道区 需要海量灵气 天天肚子饿 故而打向了仙鹤 仙鹿的主意 悄无声息地搞几只 烧烤 香香的嘞 宫豹师兄 你在吃什么啊 白鹤童子被香味吸引 白光落下 然后猛地愣在原地 浑身气都冷 深宫豹 贼 好胆 深宫豹傻眼了 不好 被白鹤童子发现了 师弟 你听师兄狡辩 解释 这可不是仙鹤 这是野鸡 祖祖长了两年半的野鸡 白鹤童子怒不可 贼 贼 哪里是野鸡 分明我鹤一族 白鹤童子怒而飞 去找南极仙鹤告状 深宫豹急了 师弟请留步 白鹤请留步 道友请留步 少请后 欲虚宫 原始天尊高作于诸天庆云 产教重金先位列大殿 皆沉着脸 南极仙翁冷声呵斥 孽障 汝怎赶在昆仑山行凶 一旁江子牙叹息道 公报师弟 你呀你 怎么能这样 深公报声音微弱 解释天地万物 诞生神志 方可称灵 弟子捉的鹤 并未诞生灵志 即未诞生灵志 那与人族所食的鸡鸭鱼牛羊 没什么区别的 残害生灵 才会有业力加深 大胆涅徒 死到灵头 还敢狡辩 南极仙翁冷声呵斥 偷吃几只鹤而已 无伤大雅 但成见是一座大山 往往很小的事 就会被无限放大 上纲上线 以至于说出了 死到灵头 之话 南极仙翁恭敬行礼 老师 深公报这孽障 烈性难消 胡作非为 残害生灵 实在有损无产教德行 请老师重罚 深公报匍匐身躯 张了张嘴 想开口 却不知该如何 渺小如尘埃 败入大教后 人人嫌弃 鄙夷不屑 深公报即便开口求饶 又有何用呢 原始天尊微皱眉 这深公报乃劫子 无法打杀 扁出铲教 又恐便宜了其余三交 罚 镇压麒麟牙底 每三日受雷劫 七日受仙剑穿心 欲清圣人道音 威严无双 不容智慧 南极仙翁应声点头 是 深公报匍复着身姿 闭口未一言 江子牙感觉刑罚太过严厉 便紧忙开口求情 老师 公报师弟只是吃了喝 不至于如此刑罚 求老师开恩 怜悯 放肆 一旁广成子大声呵斥开口 圣人诏令已出 紫牙辱 其胆为老师之意 此事 绝非是偷吃喝那么简单 而是其烈性难消 老师用心之苦 是消其身上烈性 江子牙无奈 深公报被南极仙翁 镇压在了麒麟牙底 麒麟牙底 地处昆仑边缘 较为荒僻 牙底更终日不见光 阴暗潮湿 寒气清洗道躯 第三日 雷劫降临 欲清神雷轰鸣 宛若一条一条毒蛇 蜿蜒着身躯 钻入了深公报道区 肆虐 毁坏着深公报躯体 可 深公报受不住雷劫 可出焦黑的血 雷劫轰鸣了七个时辰 深公报宛如一条死狗一般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孱弱的呼吸 静一口气 五脏六腑 就宛若被细密的针头扎过一般 剧痛 深公报额头腾出了冷汗 第七日 七把仙剑悬空 嗡 白光一闪 连续穿透深公报的心 肝 皮 肺 肾 将体内硬生生撕成肉末 原神亦是被撕裂成碎片 啊 前所未有的痛苦 深公报痛得蜷缩住了身躯 气息欲发弱 但其又是劫子 风神未过 想死都死不成 只得经历一遍一遍痛苦 原始天尊 并未说刑期多少年 嘴里混着焦黑血迹 深公报无助绝望 心底生出滔天大恨 铲叫 铲叫 没一个 好 先 我 我要死了吗 深公报感觉好冷 眼皮特别沉重 死了 也好 再也不会痛了 下辈子 我再也不要休闲了 而就在这时 深公报涣散的瞳孔 似看到了一道虚影 公报 我来助你 师父 深公报眼眶流下泪水 虚弱出声 师父宁宁来了 命中注定难靠自己 受得此恶 不必惊慌 为师自有安排 我 深公报 石海最深处 有着一潭神水 散发着日光 月光 星光色泽 一滴神水 流经深公报四肢百骸 运养恢复深公报伤势 徒儿 还不运转九转悬缘弓 等待何时 深公报有三光神水相助 即刻运转九转悬缘弓 重创的倒躯 开始恢复 破而后立 九转悬缘弓下 心长出的血肉 更加强横 时间无情 深公报已在麒麟崖底 待了足足四十九日 受了七次雷劫 七次仙剑穿星 每一次都是血剑当场 但石海最深处 有一潭三光神水 每次都会及时运养道区 撕裂 恢复 撕裂 恢复 四十九日 深公报不退反镜 竟一举突破 致了真仙之境 这一日 深公报刚受过仙剑穿星 浑身血淋淋的 正欲恢复 眉头微皱 无力地倒在地上 凝望着远处 便见着远处 走来一位道人 骑穿着黄色道衣 道衣上 镌刻着龙形纹路 唉 道人深叹了一口气 周深太乙精先法力涌动 汇入深公报到区内 随后道人又拿出几枚灵果 化为水灵之气 未给深公报 道人做完这些后 悄悄转身离去 深公报缓睁开眼 凝望着他远去 黄龙 师兄 接下来半年 深公报每受完穿星之苦 黄龙真人总会现身 以法力为其恢复伤势 为一些灵果 黄龙师兄 为什么 深公报中疑惑问出了声 黄龙真人沉默许久 师弟好好养伤 黄龙真人见着深公报处境 何尝不是看到了自己 老师不喜 自从败入产教后 便一直是个小透明 无法力 无灵宝 无弟子 无功法 更无战戒 同是天涯伦落人 黄龙心生侧影 才选择出手相助 师兄 为什么 深公报每次都会问 黄龙一次次沉默 师兄 不是在救你 而是在救当年的黄龙罢了 深公报被关进麒麟崖底 产教清净资源 培养江子牙 无数天才地 保进了江子牙肚 江子牙修为飙升 连破数个境界 终于达到了 炼须河道巅峰 距离仙境 仅差半步 但这半步 却宛如天倩 无论如何 都难以突破 无奈 相当无奈 废铁 当真是与仙道无缘 紫牙天命在节 广城子转教紫牙 奇门遁甲 人族军士 封侯败相的本事 是 弟子谨尊老师吩咐 于是 广城子开始教授 江子牙心法 深公报 正在回味老师教授的 闪电 决战计划 优势兵力 火力 人海突击时 广城子正在教授 江子牙打呆仗 可以称轩缘第二 时机已至 混沌 紫霄宫 封神榜应天道之势 化为一缕流光 飞往了昆仑山 落入原始天尊之手 洪荒武圣 神情皆是一致 皆看到了封神榜归产教 太清老子 面色古井不波 阴节之子 竟已败入二帝门下 无尽推算不出分毫 女娲梅丽教 并未打算参与大劫 只希望灵珠子 能好好成长 西方 须弥山 菩提树下 准提留下了羡慕的泪水 还得是东方啊 钟灵玉秀 节子这么快就出世 败入产教了 羡慕 极堕 皆饮面色忧愁极苦 失地莫及 咱们西方 终归会大兴的 毕游宫 通天教主静坐菩团 宝贝徒儿 已经开始奔走谋化了 劫教的一线生机 拳击于徒儿之身 万寿山 武庄观 镇原子竟站在 人参果树下 人参果树本源受损 已跌落了品级 通天教主 镇原子 已送红云 转世入轮回 此刻 便等红云贤帝出世 呼的 镇原子在冥冥当中 感受到了一道羁绊 感知到留下的印记 哈哈 贤帝出世了 再伤 清风 明月 好好看家 带为师入节走一遭 镇原子携帝书 大地胎魔 一跃跳进了大劫 前往大商都城 赵哥 这一日 英渊又寻到了文仲 师直 您看有什么职位 适合师叔 文仲满脸惊骇 不敢相信道 师叔 您也要辅佐大商 可 师叔您早就已经逍遥了 圣人之下 没有多少修士 是师叔对手了呀 为什么还要辅佐大商 英渊淡然一笑 完 到底有没有啊 最好位高权重 且不抛头露面的 文仲认真思索 还真 没有 不过那又何妨 师叔愿意来 师直这便禀报大王 专门设立一个官职 英渊稍作思索 嗯 那就浅浅地组建一个 名字叫黑兵台吧 文仲点头 听师叔的 哈哈 不知平道若辅佐大商 能得个什么官职 太师府院中 陡然响起大笑声 一股厚重的道运涟 文仲修行浅 十日短 不认识来人 看向了师叔英渊 英渊见着来人 主动走上前 恭敬行礼 晚辈英渊 见过镇元大仙 文仲愣住 镇元大仙 三千子宵宫大能之一 与祖师同辈 文仲义恭敬行礼 小辈 拜见镇元大仙 镇元子淡然一笑 英渊贤弟 无须多礼 镇元子相当感激英渊 差个机会 否则早已结拜成 亦父亦母的亲兄弟了 平道若如大伤 可得个什么官职 镇元子笑呵呵 看向文仲 文仲再次惊骇 有些不知所措 师叔 镇元大仙 怎么也要 文仲亦非庸忍 先是师叔来 又是镇元大仙来 人族 天下 恐怕要产生巨变 英渊猜测 定是红云已转世 所以镇元子 才迫不及待地出了武装冠 亦在护佑红云 英渊点头 文仲这才恭敬出声 镇元大仙若如大伤 朝堂上下官职 全凭大仙挑选 文仲如今 乃两朝元老 手握先帝所赐 打王荆边 为己人臣 镇元子倾笑点头 平道可教导人皇帝一之子 周知前 人族之主 皆称人皇 武王伐咒后 建立周朝 向周天先圣俯首 向天俯首 自称为子 自将位阁 名曰天子 文仲笑着点头 大仙可谓皇子之师 文仲入宫 进龙得殿 将此事禀报 与大王帝 帝十分欣喜 有仙人相助 无大伤 何仇不能忠心 于是 镇元子入宫 教导人皇之子 樱渊在昭歌之南 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里 圈了吴亩地 起了数间木屋 简装修风格 木屋前有对联 凌冽之寒断意志 坚忍不拔柱辉煌 横批 黑兵台 建好黑兵台第一件事 召集昭歌各官首将入昭歌 其中便包括 三山关都梁关孔轩 孔轩那是何人啊 元凤之子 号称圣人之下第一修士 一手五色神光 连准题都敢硬刷的存在 九千余年前 孔轩游历洪荒 悟到石落九天 巧合下进入了简笛腹中 简笛孕育二子 长子商汤 起兵讨伐夏节 二子孔轩并未斩露神意 与普通人族一般 辅佐 兄长 商汤 争讨夏节 建立大商 但孔轩未要分封之地 商汤那一批人去世后 大商就少有人知晓孔轩 如今的孔轩 只是一名小手将 镇守大商边境九千余年 按封神员剧情 孔轩被提拔成三山关总兵 讨伐西齐 纵使面对圣人 孔轩亦丝毫不拒 最终败于准题之手 被封了五感六十 强行度化到了西方 约孔雀大明王 而因缘要做的就是 提前整合大商 能人 让其发挥更大价值 黑兵台 乃新社之官 再朝地位 仅次于太师文重 黑兵台 一旨诏令出昭歌 传往各官 昭歌之息 视为免池 张魁 此刻还只是军营中的小将 有一身本事 还未斩露头角 张魁身着盔甲 日常寻盈 便见着一匹骏马 飞驰进了免池 高声道 免持张魁何在 昭歌大王令 即日入昭歌黑兵台 张魁一脸猛逼 啊 我 大王传令 让我去昭歌 为什么啊 张魁现在还很年轻 也没立下什么功劳 妻子高兰英 则面露微笑 闻太师在朝 怕是知晓夫君本事 想重用夫君呢 张魁摇了摇头 我都没展露过本事 大王传令 不容耽误 张魁简单收拾了些行李 准备出发前往昭歌 与此同时 青龙关的小将张贵方 亦收到了前往昭歌的诏令 家门关 摩家四将也在赶往昭歌 四水关寒荣 游魂关窦荣 陈塘关 李靖方才走马上任 便收到了大王传令 李靖恋恋不舍地 与家中小郊区因素之告别 便急匆匆地赶往昭歌 三山关总兵是邓九宫 赵 三山关总兵邓九宫 督梁关孔宣 即刻前往昭歌 邓九宫疑惑 万般疑惑 大王传赵 再观孔宣 身着一席战甲 却无杀伐之气 更多是一种儒雅随和气质 孔宣站在关爱城门上 双眸凝望着远方天地 节气浮动 乱世已至 天命玄鸟 将而生伤 吴孔宣必当护佑汤兄江山 以权同胞之情 年轻的邓九宫 孔宣骑马同行 赶往昭歌 半月后 一批大伤年轻将决 到了昭歌 先行拜见大王帝 随后 便有天使引着一众将领出了昭歌 到了南边一村落 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子 村内乌设俨然 鸡犬相闻 黄发垂条 宜然自乐也 张魁 张贵方 李静 邓九宫 韩荣 窦荣 一路寒暄 都已经认识了 互相称兄道弟 大王召见咱们干嘛 不到啊 天使又带着咱们来这 难不成 一众年轻小将 胡乱猜测着 唯独孔宣谋敌 有一层悬光 透过祥和小村落 看到了最里边 凛冽之寒断意志 坚韧不拔柱辉煌 横批 黑兵台 且 屋内有修饰 其法力浑厚纯正 修为不俗 差一点点 就要跟自己差不多了 孔宣嘴角微翘起弧度 大隐隐于村 愈发有意思 一众将领 走至黑兵台门前 便见着屋内走出一男子 身着一袭黑衣 风神俊朗 五官轮廓 见眉心目 怎是一个帅子了得 快要比见一众 读者老爷的风华了 阴冤面色淡然 目光环视众将 不苟言笑 自我介绍到 诸位安好 五等见过上官 一众年轻将领 皆是行礼 我名黑兵 今天起 如等便归黑兵台了 李静犹豫开口 可属下 还是陈塘官总兵 无自会找大王协调 无论如等来之前适合职位 总兵 将军 小兵也好 从今天起 就只有一个身份 黑兵 好 先自我介绍一番 熟络一下 就先从李静开始 李静开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静 家住陈塘官 刚成婚 还没有儿子 就希望能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应渊听着李静介绍 心底微笑 金渣 木渣 都还没出事呢 好 很好 何该与我结较有缘 帝心还未继位 哪吒出事就还走 应渊没记错的话 帝心二年 灵珠子转世 哪吒出事 接下来轮到张魁 大家好 我叫张魁 是免持军小兵 有个媳妇 还没孩子 应渊会一点头 再介绍介绍 你会什么 免持张魁 可绝对是个狠人 战绩太踏马耀眼了 风神原著中 连斩杀黄飞虎等八将 两次擒祸杨俭 斩土行孙 斩邓缠玉 张魁比较羞涩 会一点土行术 可日行一千五百里 嗯 不错 接下来张贵方自我介绍 我叫张贵方 青龙关守将 会呼魂落马术 又是一名猛将 战绩耀眼 仅次于张魁 忠心于大伤 大失去后 张贵方不愿被俘 自吻而死 我叫邓九公 俺们是摩里青 摩里海 摩里红 摩里兽 再接下来 似水关 穿越关 有魂关等守将 就显得平平无奇了 仅剩下了孔轩 殷渊目光看向了孔轩 方才一众手将入黑兵台 殷渊有意 将他们培养成 讨伐西齐元帅 而孔轩则不同 绝对地压轴底牌 能与圣人交手几回合得很人 圣人之下第一人 当然除了明和 孔轩是用来对付圣人大教的底牌 孔轩与殷渊对视了一眼 面色淡然 我叫孔轩 亦或者殷渊 三山关都梁关 一生平平无奇 没什么亮眼的战景 殷渊面色淡然 心底则呵呵一笑 平平无奇的孔轩 有意思 孔轩这丝还在藏桌 藏吧 回头看频道 怎么安排你抱作准题 好 大家都已经初步认识了 那边便是如等的宿舍 此次学习为期一年 休目十五天 殷渊早已为一众将领 准备了宿舍 一听要在此处学习一年 理尽心里难受 哎呀 家里小娇妻 想 今日无事 勾兰听取 昭哥新到了一批舞机 他们太可怜了 我不光顾 他们就挣不到钱 吃不饱饭 勾兰听取 功德无量 哎 云霄师姐与我保持距离了 难受想哭 快预证了 黑兵台走上正轨了 听说李静那小子儿子 还会出生呢 李静三子 金渣 木渣 哪渣 资质都不俗啊 与其被收走替杀劫 不如我结交先收了 没机会啊 平平无奇恐轩 没什么亮眼战绩 还想框平道 平道多狗啊 慢慢调教孔轩 昭哥 醉仙楼 樱渊给一众小黑兵 布置作业 便来听取 哎 我这一生如履薄冰啊 碧游宫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衫 光明正大的翻看着日记 愈发皱眉 云霄与樱渊保持距离了 发生甚末事了 通天教主立刻慌了 撬嘴 可千万不能脱钩啊 水火 传召云霄 不多时 云霄走进了碧游宫 云霄穿着一袭紫色衣裙 身姿窑窍 一头紫色绣发 有着尊贵的韵味 但却没有冷冰冰的距离感 只会给修饰一种温柔温慧 也正是紫色韵味 绝美滋容 修长玉腿玉足 温柔温慧 把姻渊掉得死死的 通天教主见着云霄 道心甚是愉悦 本座徒儿 乃是洪荒一等一的女仙 何该拿捏姻渊 云霄周身散发着道运 已然斩却二师 准圣中期修为 距离后期仅差半步 弟子 拜见老师 云霄恭敬行礼 徒儿 最近修行可还好 最近修行比较顺畅 大阵参悟怎么样了 九区黄河大阵已成 还需完善一下 师徒 一问一答 通天教主观心询问后 才隐晦地问起了音渊 徒儿 你觉得音渊怎么样 云霄如实道 师弟虽是孽龙之体 但从未气馁 努力修行 有大复原 大悟性 行事谨慎 三思而动 通天会议点头 看得出来 云霄对音渊感官挺好的 那这宝贝徒儿 为何日记中 写云霄疏远她 作为老师 又不好直接问弟子 感情方面之事 稍作沉吟 通天继续道 徒儿 除了修行 还有别的想法吗 云霄微微一愣 认真点头 有 太好了 还有阵道 那不还是修行 通天急了 嗯 那没有了 通天心头一紧张 坏了 阴冤威 片刻后 云霄出了毕游宫 通天教主紧皱着眉头 云霄徒儿 无心感情之事 为师属实为难 要不 再问问精灵 无荡 归灵 有没有意思 吊表翘嘴 就吊连庸 吊不到连庸 就吊鸡鱼 大到三千 总有一线生机啊 水火 传召多宝 通天教主翻看日记 知道什么 陈塘观金扎快出事了 不截胡 那还是结教吗 水火童子恭敬禀报道 老爷 多宝师兄 去天庭了 去天庭干嘛 为师不是交代了 敬送黄庭 没事不得外出 话还没说完 通天闭了嘴 嗯 多宝的事 还是比较重要的 水火 看看敌传弟子 谁还在金敖岛 传赵 老爷 功敏师兄在 不多时 赵功敏身着一席 正红色道衣 道衣肩膀两侧 各有一枚金元宝 平道真的服了 不当财神好多年 但他们非要拜我 一天换八身新衣服 金丝编织的 金元宝 金豆子 数都数不清 弟子拜见老师 功敏 如走一趟陈塘观 去礼金家里 收个图 通天教主嘱咐道 赵功敏先点头 再问 走一趟陈塘观 有机会打十个吗 没有 那弟子 不去行不行 踏马的 去去去去 弟子这就去 赵功敏又换了一身 财神爷新衣裳 赶往了陈塘观 李靖离家近一年 殷夫人怀孕即将临盆了 这一日 李靖休睦回来 神采异役 急不可耐 终于放假了 终于可以见到小娇妻了 刚回府 便有仆人欣喜来报 老爷 老爷 您回来的真是时候 夫人快要生了 我 宛若天雷 轰在了李靖头上 李靖愣在原地 眼眶欲裂 什么 夫人快生了 李靖走的时候 夫人明明没有怀孕 怎么会这样 老爷 怀孕了得过一两个月 才能知道呢 李靖抓着仆人的衣服 仿若抓住了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你说的是真都 还是假都 真都 哈哈 我李靖有儿子了 我 九天之上 一缕玄妙气韵 落入殷夫人腹中 哇 一声啼哭 响彻离府 儿子 我老李有儿子了 李靖欣喜万分 而就这时 仆人快不来禀报 老爷 府外来了位修士 李靖曾拜度恶真人为师 修行过一段时间 听闻有道友来 便亲自出门迎接 频道赵公明 见过李总兵 李靖听着名字神情一愣 总感觉有些熟悉 道友请入府一叙 吃些茶水 多谢 不知道有在哪座仙山修行 东海金凹岛 乌草 难不成 道友便是传说中的 结教外门大师兄 赵公明 赵公明一时看出了 李靖是有修为的 淡然一笑 哦 你听说过频道的故事 嗡 便见着李靖 一下子抱住了赵公明胳膊 财神爷将士 沾沾财气 不瞒道友 李靖家里 还有财神爷神像呢 人族当自强 或许有人不信众神 因缘妙 我看都不看一眼 财神殿前常跪不起 李靖十分热情 拉着赵公明进了堂屋 堂屋墓桌上 供奉的就是财神 财神到我家了 何该我李靖升官发财 赵公明 呃 李靖的儿子 拜财神爷为师了 于是 陈堂官内摆起了流水席 万人空向 无数百姓争相前来 财神爷 沾沾财气 财神爷保佑 而与此同时 昆仑山 五龙洞 文殊广法天尊正在修行 明明当中感受到牵引 猛地睁开双眸 笑道 替平道英杰弟子 已然出事已 文殊广法天尊 化为一缕流光 出了昆仑山 赶往陈堂官收徒 陈堂官 张奎 张贵方 邓九公 摩家四将 孔轩等 都是黑兵第一期同学 听闻李靖大喜 皆是赶至了陈堂官 老李 恭喜了呀 小弟心意 不成敬礼 嗨 老张客气了 孔轩淡淡一笑 从怀里拿出了一根 五色琉璃的羽毛 恭喜老李 孔儿愣子 别愣着了 快快入席吧 李家大郎 能拜财神爷为师 当真是老李家的祖坟 都冒清烟了 先师 请您为大郎起个名吧 李靖满脸期待 赵公鸣沉思 试着开口道 不若 叫狗圣吧 啊 狗圣 这 赵公鸣一脸正惊道 贱民好养活 贱民能发财 多谢先师赐名 赵公鸣笑呵呵又道 如名狗圣 大名就叫金扎吧 李金扎 李靖眼神微微一亮 哈哈 就叫李金扎 而就这时 一缕玉清流光 落置了李靖府 平道乃玉清圣人 坐下嫡传弟子 文书广法天尊 有感家徒出世 嘎吱 文书话还未说完 便见着赵公鸣 摩拳擦掌了 我抄 赵公鸣 你怎么在这 你说呢 文书师弟 赵公鸣这几日 已经极力克制了 全是为了维护结教门面 公鸣师兄 此字与平道有缘 有你马缘 狗圣已是平道弟子 文书微皱起眉头 自己的替杀劫弟子 可不能被抢啊 李总兵是吧 平道乃玉清圣人 嫡传弟子 与你老师度恶真人相识 还有几分交情 文书开始给李靖施压 李靖变色没有丝毫犹豫 先是抱歉 全子已经拜财神 公鸣先是为师了 拜文书广法天尊 没什么不好的 其义是圣人弟子 但显然 拜财神也为师 未来更加的海阔天空吗 文书黑着脸 李总兵 平道劝你想清楚 想你马清楚 怎么爹 文书师弟是觉得 平道教导不好弟子是吧 便见着赵公鸣 伸出一根食指 左右摇摆 论功德器语 你文书不行 论自治 悟性 你文书还是不行 论神通法力 你铲教十二金仙更不行 赵公鸣极力克制 打十个的冲动 文书面色阴逸 好 好 好 赵公鸣如 今日夺平道弟子英国 他日必定清算 嗡 赵公鸣周身法力激荡而起 别他日了 今天就可以 来清算英国 文书哪里是赵公鸣对手 哼 文书冷哼一声 便灰溜溜地顿逃回了昆仑山 赵公鸣 索然无味 宴席继续 赵公鸣收了金扎后 又因金扎上在哺乳期 便未带弟子回抖 而是住进了礼府 带金扎稍大一些 再开始教导修行 二十日后 休目结束 李静辞别小娇妻 去招哥继续深造学习 赵公鸣每日抱阿溜达 嗯 小别胜新婚 赵公鸣逗弄着小狗盛 你小子要当哥哥了 昆仑山 文书跑到玉须宫找 原始天尊哭诉 老师 结叫赵公鸣蛮横不讲理 分明是弟子 先到的陈堂关 都已经收徒了 那赵公鸣蛮横不讲理 硬生生抢走了替捷弟子 文书哭诉道 原始天尊面色阴逸 赵公鸣 竟如此不识天术 浮原浅薄 何该上榜 赵公鸣 乃先天清风化行 故而在原始天尊嘴里 便不是披毛带脚 卵化师生之辈了 风神在即 文书如可在收徒 此因果 必有清算 是 弟子谨尊老师吩咐 昭哥 黑兵台 兵棋推演室 孔轩 张奎 张贵方 李静 韩荣 邓九公等 正在完成黑兵一号布置的课题 假若大伤发生大规模叛乱 该如何 防守大师韩荣说 我似水关 牢不可破 耗死天下敌 灵力的进攻者张奎表示 只需给我一只兵马 扫清所有叛乱 特种作战大师孔轩说 编列一只小规模精锐 斩首 斩首 必须斩首 一众年轻将领 沙盘演练数百次 已经把假想敌西齐 碾压数百遍 因冤一枚闲着 成立了黑兵台下第一情报处 从今天起 没人记得你们名字 你们要前往各大诸侯手下 潜伏近我 等待黑兵唤醒 隐蔽精干 长期潜伏 已待时机 成就大业 是 春去秋来 又是一年过 李静外出学习一年 不出意外 殷夫人又怀孕了 临盆在即 九宫山 白鹤洞 朴贤真人骤然睁开双眸 大笑道 替劫弟子已然出世 朴贤真人 往陈塘关飞去 刚到李府 便见着无当圣母 抱着殷骸走了出来 李静候在一旁 请先是为犬子起个名字 无当圣母认真思索 长子叫狗圣 二子便叫狗娃吧 李静呆若木鸡 啊 狗娃 无当圣母微微一笑 开个玩笑 二子便叫做木扎 李静两眼又放光 李木扎 好 这个好 赵公明领着一岁的金扎 无当抱着殷骸木扎 目光同时看向了李府门口 朴贤师弟 你干什么来了 朴贤真人红了眼眶 我的弟子 那是我的弟子 还未等赵公明上前 便见着小金扎 一步跳上前 挥舞起了粉红柔嫩的小拳头 牙牙血雨 十个 嗯 要打戏 个 朴贤真人转头就跑 打扰了 这个就叫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个赵公明 难缠至极 那无当圣母是何人呢 斩去二师 准圣后期修位 朴贤真人 哪里敢从无当手里抢人 只能效仿文书 跑去玉须宫哭诉一番 原始天尊再次震怒 帝以临朝二十余年 已渐渐老去 匡扶大商忠心 有心而无力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紫兽身上 紫兽有镇元大仙教导 聪慧有礼 英俊不凡 勇武过人 适合继位 英渊日记随笔 金扎 木扎 估计都已经被收走了 这哪吒频道 真的不想错过呀 而且 最最关键的是 哪吒背后是女娲 收了哪吒 接下来就可以继续 女娲圣人 你也不想灵珠子历劫失败 身死上风神榜吧 于是 英渊召来了李靖 英夫人怀孕了吗 李靖 我也不到啊 李靖是真不知道 且时刻提心吊胆 头顶是否绿油油的 痛 实在是太痛了 昆仑山 麒麟崖底 每三日一次雷劫 每七日一次仙剑穿星 深宫暴已经承受了数年之苦 原始天尊乃至铲教上下 似乎都已经将深宫暴忘记 忘 忘 数把仙剑穿过深宫暴的道区 圣人意志所化的长剑 再次将深宫暴体内搅烂 深宫暴以习以为常 使海内一滴三光神水运养恢复伤势 全力运转九转玄元宫 周身散发着阴云道运 胸中武器朝圆 武器朝圆 乃金仙境标志 祸福相依 雷劫炼体 受过剑伤后 以玄元宫重塑 修行速度 竟是一日千里 玄元宫 亦是达到了第五转 肉身 元神 皆是金仙之境 宫暴失地 潮湿寒冷的浓雾中 响起黄龙的声音 每七日 黄龙真人 都会携带一些灵果 来看深宫暴 深宫暴装出面色惨白 重伤的模样 师兄 哎 快些恢复伤势吧 黄龙真人 将灵果交与深宫暴 运转太乙金仙境法力 替其疗伤 深宫暴 感知师兄 太乙金仙境法力 心底微微叹气摇头 师兄法力虚幅斑驳 亦不是完整的预清功法 圣人 偏心 师兄 您何时入地惨叫 深宫暴缓声询问 黄龙真人 神情微微一愣 何时入地叫 时间太久远了 记不得了 或许 几十万年前 几百万年前 深宫暴听着黄龙之话 星辰到了谷底 几十万年前 或许百万年前 这般久了 却还依旧没完整的 预清功法 他们 把我关在这麒麟崖底 难不成 也要关在几十万年 百万年 不行 绝对不行 深宫暴出身微末 但凭借着顽强向道之心 摸索修炼画形 遇到江子崖 踏上拜师之路 虽如蝼蚁 但却有红湖之志 凭什么 我深宫暴 究竟有什么错 要被如此针对 三日雷劫 七日乱箭穿心 若非有老师相助 我深宫暴 早已成为灰飞 深宫暴脑海中不禁浮现 忽悠子 老师耳提念命 尊尊教导 老师说 出身寒微 不是耻辱 能屈能伸 方为丈夫 你老师我 曾经也很苦恼出身 深宫暴震惊询问 老师 你手段通天 出身也不很好吗 因缘 不太好 深宫暴清楚地记得 老师轻拍了拍自己的肩膀道 公报 为师相信你 终有一日 你能一步一步一步地 走到最高 想到此处 深宫暴心底 生出一息暖流 老师 我想您了 您都不知道 我在这边受什么样的欺负 深宫暴调整了道心 双眸变得坚定 绝不能再待在麒麟崖底 否则 黄龙师兄 便是我的未来 只是逃出铲教 相当困难 绝对不能被任何人知晓 还要面临着 被圣人大教清理门户的风险 老师说 万物皆有一线生计 我必须得试试 黄龙真人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深宫暴 缓摇头 并未多说 黄龙真人临走 停步 提醒出声 叛教 劫后 洪荒天地虽大 却侮辱容身之地 深宫暴威愣 鸣声道 虽死 不回 哎 罢了 老师去守阳山论道了 不再预许 黄龙说罢 转身离去 深宫暴谋底迸发精芒 圣人不在昆仑山 天赐之机 深宫暴继续以三光神水运养 恢复道区 带道区恢复至巅峰 猛地睁开双眸 心随意动 变 施展九转 玄渊宫内的变化之术 暴变成了一只小蜜蜂 朝昆仑山外飞去 亦或者 深宫暴是应节之子 有天道气韵加深 逃出昆仑时 十分顺畅 竟未遇到一名产教仙 不敢回头 施展纵地金光 向东南方未逃 三日后 雷杰降临 却未有深宫暴身影 同时间 守阳山 八景宫 原始天尊正在与太清老子论道 正灭障 竟敢叛教逃跑 亮节已起 天道天机皆是不显 圣人便不能无所不查了 只是雷杰乃圣人意志所化 待雷杰降临时 原始天尊这才发觉 深宫暴已然叛教 大兄 改日再行论道 太清老子面色古井不波 嗯 原始天尊 转身回了玉须宫 经中声响 产教一众金仙皆是 聚在玉须宫 原始天尊高作于诛天庆云 面色阴逸 深宫暴 已叛逃 底下 广成子面色微变 怒声开口 这孽障怎么敢的 怎么敢叛无铲教 当真是该死的孽畜 孽障 死不足惜 铲教重金仙 接大马出声 江子牙震惊失神了 公报 怎么会叛逃 为什么要叛逃啊 胡斗 广成子 太以真人怒不可遏 主动请应道 老师 深公报叛教 罪无可赦 当诛 原始天尊沉着脸色点头 但又想到其是应劫之子 不可直接杀之 为了不让其他三教得到深公报 陈生道 废其修为法力 斩其肉身 镇其原神 神雷炼狱 涌震北海之眼 圣人诏令 自带威压 简单来说 孽畜死不足惜 最后留一缕元神 赌北海水眼 广成子 太以真人 应声点头 谨遵老师法指 以防万一 赤金子 文书 朴贤 慈航 聚留孙等八金仙 随广成子 太以真人 一同下山 这一次 铲教出动了足足十位金仙 请拿深公报 英杰之子的身份 太特殊了 铲教不留 其他教必得不到 杰气翻涌 天机魂恶 原始天尊 亦不能推算 深公报位置 广成子 石金仙 分了数个方位追杀 最终 石金仙 汇聚东南方位 这孽障 往东南逃了 东海 波涛汹涌 深公报 化为一缕黑色流光 将金仙进法力 运转到极致 全力奔逃 身后万里 广成子 太以真人等金仙 冷哼一声 孽畜 还想逃去哪 樊天意 哄 窝 广成子 跌落大罗金仙 巅峰九尾 挤出翻天印 化为一座山峰 净直地砸响了 深公报的几倍 咔嚓 暴谷全部破碎的声响 鲜血洒长空 深公报值 感觉五脏六腑一味 体内法力 不受控制的紊乱 若非是应劫之子 广成子一击 便能直接要了 深公报的小命 太以真人不急不缓 挤出了九龙离火罩 倒是要让这孽畜 尝尝离火之威 九条离火之龙 将深公报包围 恐怖的火焰 燃烧着深公报的肉身 原神 深公报谋底露出绝望 天觉我深公报 无路可逃了 与此同时 远处云海 赵公明骑着黑虎 两岁半的金渣 坐在虎头上 赵公明打算 带小金渣 回金敖岛认认清 小金渣坐在虎头上 挥舞着粉嫩小拳头 对金敖岛十分好奇 兴奋地哼唱着歌 十个呀 打十个呀 老师 您真的能打十个仙人吗 那是肯定的 赵公明心虚道 平道响 但苦于没有机会 嗯 不对劲 十分不对劲 铲教十个金仙 正在围攻一个金仙修士 发生甚末事了 赵公明双眸瞳孔不断放大 兴奋造成的 我操 天赐良机 不管是谁在挨铲教仙的群殴 我赵公明都得帮帮场子 深公报心底浮现巨大的无力感 绝望地闭上了眼 哦 虎啸东海 便见着九条水龙腾空而起 烟熄了太乙真人的九龙离火 九条水龙 可不是一般的水龙 而是二十四颗定海神株内 水灵之力所化的龙 离火烟熄 太乙真人双眸微缩 沉声开口 哪位道友敢管无铲教之事 找死不成 太乙真人 当真是这般脾气 封神原著中 哪吒玩薛原宫 射出了镇天剑 射死了石姬娘娘的童子 石姬娘娘发怒 寻到哪吒 讨要说法 哪吒恶胆 对石姬出手 却不敌 被石姬娘娘 收了乾坤圈 魂天灵灵宝 哪吒表面求饶 随后则偷偷地跑到了 前缘山金光洞 找到了太乙真人 太乙真人下山 石姬向太乙真人讨要说法 可谁知 太乙真人冷声道 石姬 汝不识天术 浮原浅薄 和该上那风神榜走一走 太乙 祭出九龙离火照 将石姬活活烤死 故而 有什么样的老师 便会有什么样的弟子 太乙为师 哪吒怎么可能不完练 东海 黑虎拨开了层层云雾 拖着一大衣小走出 太乙真人看清来人 面露些许忌惮 赵公鸣 文书看到虎头上坐着的小孩 更是眼珠子透红 恨得牙痒痒 我的替杀劫弟子 广城子皱眉 赵公鸣 此乃无产交内事 师弟勿要插手 金扎坐在黑虎头上 小脸蛋红彤彤 小手指数着对方 一个 两个 三个 十个 老师他们有十个呀 赵公鸣表面平静 心底已经忍不住大笑了 大道之幸 天赐良机 正好十个 给了平道在徒弟面前 露一手的机会 赵公鸣笑呵呵走上前 什么产交内事 三亲一家 咱们都是师兄弟 产交的事 就是我赵公鸣的事 赵公鸣望了一眼 被围殴的修士 心底暗自思索 嗯 理由 平道需要一个理由啊 那修士 说说如何得罪了 平道广城的师兄们了 赵公鸣正在苦想出手的理由 深公鸣见着水龙扑灭了火龙 还以为得救了 却没想到 又来了一条豺狼 深公鸣深叹气 事已至此 便是我深公鸣的命 命该如此 赵公鸣掏了掏耳朵 脸上是难以压制的激动与兴奋 你说 你叫什么 平道深公鸣 深公鸣再次开口 赵公鸣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转身 脸上露出抱歉 广城子师兄 对不住了 今天你们谁都动不了深公鸣 广城子 太以真人皱眉 深公鸣 此乃产教叛徒 欲卿圣人诏令 朱之 如敢违抗欲卿诏令 再者说 那深公鸣与卢有何关系 赵公鸣叹了一口气 师兄有诏令 但师弟也有上亲诏令啊 有何关系 师弟与深公鸣关系可大了 我叫公鸣 他叫公鸣 一笔难道可以写出两个公字 致敬 不瞒各位师兄师弟 这公鸣时 那我赵公鸣亦父亦母的亲兄弟啊 远处 深公鸣 产教众金仙阴沉着脸 亦父亦母的亲兄弟 呸 赵公鸣 如休要无理取闹 广城子冷声大喝 赵公鸣从刚才就在忍 忍了这么久 终于忍无可忍 好 好 好 师弟好话说尽 如等还是不愿放过平道亲兄弟 是可忍孰不可忍 想打杀平道亲兄弟 那就先过了及时与赵公鸣这一关 广城子在赵公鸣手下吃过瘪 早就看赵公鸣不爽了 今日 产教金仙有识 而杰教仙就他一个 无论怎么看 十对一 优势在我 广城子与太乙真人 赤金子等先对视一眼 晦一点头 赵公鸣几眉弄眼 给深公鸣使了个眼神 深公鸣立刻鸣雾 连忙高声喊道 公鸣哥哥 哎 公鸣地点 我他妈看今天谁敢叼那我兄弟二人 死啦 赵公鸣浑身肌肉爆起 身上道一支离破碎 身后浮现二十四颗定海神珠 翻天翼 九龙离火罩 盾龙庄 长虹锁 赤金剑 广城子 太乙真人等先 皆是祭出灵宝 大罗金仙法力 朝赵公鸣打去 赵公鸣面对重大罗极致宝 不敢丝毫大意 将大罗金仙法力运转到极致 祭出两条金鞭 金鞭挥动 更经杀气破空 亦是先天灵宝 威能不俗 背后二十四颗定海神珠环绕防御 纯粹的水灵之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赵公鸣道区内 树西 赵公鸣已与广城子等石金仙 交手数千回合 赵公鸣虽未能取胜 但打得却极有节奏章法 东海半空 广城子见着赵公鸣被动挨打 无力还手 不禁冷笑 赵公鸣 若太过狂妄自大了 诸位师弟 不必手下留情 给其一个勇士难忘的教训 是 仲仙再度发力 赵公鸣面色淡然 依旧保持着节奏章法 斗法又过了千余回合 赵公鸣嘴角微翘起糊涂 好了 热好身了 平到现在强得可怕 嗡 道音落下 赵公鸣大罗精先巅峰 极致法力 划破长空 闪至赤金子身后 两道金鸣抽在其几倍 赤金子吃痛 道飞坠入大海 嗡 下一刻 金鸣正面抽在了太乙真人脸上 抽在慈航道人胸口 两边收拾了文书 朴贤 九溪 九名昆仑金仙 皆被赵公鸣打落云海 半空上 仅剩下广城子一人 广城子师兄 到你了 附龙锁 赵公鸣抬手寄出至保附龙锁 哦 虚空浮现一条龙影 龙锁直接缠绕 束缚住广城子 不好 广城子谋底露出惊骇 这 怎么可能 绝对不可能 赵公鸣 他修为 为何强了那么多 实际上 赵公鸣修为并未变强 而是有24颗定海神珠 每一颗定海神珠内 都蕴含着海量的灵气 源源不断地涌入赵公鸣道区 身充电宝 故而 公鸣能一直保持着 大罗金仙巅峰全胜姿态 再观昆仑金仙 斗法数千回合 法力有所消耗 定然保持不了巅峰全胜状态 比节我赢 所以 便显得赵公鸣越打越强 越战越强 附龙锁 死死地捆覆着广城子 哄 啪 啪啪 金鞭无情地抽打广城子 下一刻 广城子战败 跌落云海 云海 金仙坐在黑虎头上 脸淡粉嫩 眼睛露出明晃晃的崇拜 挥舞着小拳头 打十个 打十个 一生一世打十个啊 老师威武 老师威武 赵公鸣摆了摆手 笑道 机操 物六 当然 这个词 是跟小师弟姻缘学的 哗啦 十道流光 跃出海面 广城子 太乙真人 赤金子阴沉着脸 怒不可遏 但又拿赵公鸣没办法 赵公鸣 今日因果记下了 赵公鸣耸了怂手 要不 今日便一块鲜青蒜 别记了 操 昆仑仲金先离去 赵公鸣穿上一身 崭新的财神道衣 金丝编织成的 主打一个财气逼人 身公报拖着重伤之躯 飞上前来 感激败谢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前辈荡真勇猛 竟能一打十 风华无双 震骨朔惊 荡真令晚辈大开眼见 身公报的一张嘴 堪比一件先天至宝的威力 一开口 就吹捧得赵公鸣 心花怒放 鸡操 物六 公报小友受了重伤 可随平道回金敖岛休养一番 赵公鸣对这个身公报 感官不错 面对铲教众先围攻 为陋怯 为求饶 还算有骨气 身公报有些犹豫 连连摇头 小报乃披毛之辈 怕是污了洞天伏地 哈哈 怎么被那群道貌黯然铲教仙 贬低生灵的话给洗脑了 随平道去 平道今日便给你修正修正 不等身公报拒绝 赵公鸣便强拉着身公报 骑黑虎飞向了金敖岛 与此同时 昆仑山 广城子 太乙真人 赤金子 慈航 文书等一众金仙 回到玉须宫 老师 弟子无能 让赵公鸣 劫走了身公报难孽处 广城子惶恐请罪 又道 都怪弟子无能 修为迟迟不能恢复 所以才不是那赵公鸣对手 原始天尊面色阴逸 心头不悦 又是结教弟子 罢了 封神榜已归无铲教 身公报叛逃 影响不大 法不则众 十位金仙都未能斩了身公报 原始天尊便无法追究 强行追究 岂不是在说 欲亲无能 十位金仙都不是那赵公鸣的对手 广城子见老师缓和了怒火 便立刻道 老师 弟子有个疑惑 那聂处被镇压在麒麟崖底 三日受雷劫 七日受仙剑穿星 伤势如何恢复的 原始天尊 威闭双眸 玉顶真人心底叹了一口气 黄龙失地 威矣 黄龙缓踏步上前 猛然大跪 低头不语 原始天尊缓征谋 谋底是难以掩饰的厌恶 广城子怒声 原来是黄龙你 相助那聂处逃跑的 这便是广城子手段了 银河老师 老师不喜黄龙许多年 逃了申公报 还需承接了老师厌恶的弟子 玉顶真人紧忙开口 老师 弟子以为黄龙失地 绝未助申公报逃走 黄龙失地 只是看在同门的份上 才替那申公报疗伤的 玉顶真人知晓 自己再不开口求情 黄龙真人怕是要行神俱灭 陨落当场了 广城子是原始天尊喜爱的弟子 玉顶真人一世 但原始天尊 着实不喜披灵戴甲的黄龙 圣音浩渺 玉顶 如以为该如何承接黄龙 玉顶真人心底叹息 恭敬道 弟子以为 便让黄龙失地 替身公报 去那麒麟雅底吧 七日一次雷劫 四十九日一次先见川芯 承接百年 广城子微微一笑 玉顶失地所言倒是可行 不过需改成七日雷劫 二十一日先见川芯 原始天尊圣人威压环绕 环点头 便按照玉顶所言 黄龙真人 颤抖磕头谢罪 弟子领法旨 玉顶真人 送黄龙真人 前往麒麟雅底 黄龙真人行大礼 多谢玉顶师兄仗义 玉顶真人 拿出一后天葫芦 里边是零翠零果 师弟 不要怪师兄 玉顶微微叹气 若非师兄 恐怕我黄龙 已允在老师怒火当中 师兄好意 师弟心领了 但师弟万万不能收 黄龙拒绝了 玉顶给的葫芦 主要怕牵连玉顶师兄 无妨是的 老师不会怪罪 许久后 玉顶真人走了 黄龙静坐在麒麟雅底 默默等待刑罚 七日后 雷劫轰鸣 四十九日后 乱箭穿星 黄龙痛不欲生 但又不会死 这就是圣人言出法随 恐怖之处 黄龙宾死 宾死 宾死 迷茫了 玉泉山 金霞洞 玉顶真人静坐蒲团 敬送黄亭 却胆心头发闷 已迷茫了 昭歌 黑兵台 孔轩 李静 张贵芳 张魁 邓九公 摩家四将 韩荣等总兵 已经进修学习了五年 今天是黑兵一期学员 毕业的日子 英渊身着一席黑色道衣 为毕业学员颁发黑兵勋章 恭贺诸位顺利毕业 张贵芳 张魁 李静等 皆是十分欣喜 学习五年 早已知道黑兵台的权力 大王 文太师受益而立 十分看重 众将领双眸揭露出期待 进修五年 总不能白进修吧 必定会被大王 文太师 以及祭九 校长 我已重任的 李静 张贵芳 张魁如等 回到各自驻地后 按所学 自行募兵 成立东海军 青龙军 勉池军 加梦军 三山军等 每一军兵员二十万 建制归黑兵第一军团 满边后 军力当为五百万 洪荒板大商 勿考就兵力 一听马上能统一二十万大军 各将都是神采异议 激动期待 然后 李静疑惑出声 那孔二愣子呢 张贵芳 张魁 对呀 孔二愣子呢 一众将领 皆称呼孔轩为孔二愣子 绝非是孔轩愣 而是回回考试 都是第一名 气愤 羡慕 极度 祭九 校长 应冤依旧保持严肃 陈生道 孔轩留守昭歌 与昭歌目兵 见天武军 编制百万 李静 张贵芳 张魁 摩家四将 立刻瞪大了眼睛 请客间变了脸 哎 孔哥 轩哥 毕业了请你喝酒去 等以后打仗了 你可得及时支援小弟敖 孔轩 镇守昭歌 编练精锐 非圣人亲智 否则大伤万无一失 众将领 学成归去 应冤也暂时松了一口气 日记随笔 马德 校长真不好当啊 终于可以不用板着脸教学了 先回一趟金敖岛 然后直接住进李静家 坐等灵珠子转世出声 嗯 收了灵珠子 女娲圣人无大教 无弟子 自会偏向于结教 美之之啊 应冤化为一道黑色流光 搏击三千里海浪 回了金敖岛 然后看到了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 正在修炼法术 嘴里还兴奋地念叨着 迟早有一天 也能跟老师一样 打十个 打十个 不用问 必然是功名师兄的弟子 功名师兄 什么时候收徒了 诗侄 过来 应冤大方地 给诗侄一枚人水盘桃 诗侄 你叫什么名字 金渣疑惑 我该叫您师伯 还是师叔 师叔 谢谢师叔 我叫金渣 那个是我弟弟狗娃 叫木渣 应冤顺着 金渣 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还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娃 我操 发生甚末事了 应冤满脸震惊 金渣 木渣 不是朴仙 文书的弟子吗 怎么跑到我结教来了 这 洪荒 剧情怎么有点不一样啊 应冤又给木渣一枚人水盘桃 竟看着兄弟俩吃盘桃 应冤百思不得其解 不对劲 十分不对劲 金渣应当被文书收走了 木渣应当被普贤收走了呀 为何再无结教 嗯 得问问公明师兄 应冤朝碧游宫走去 金敖岛 灵气浓郁 灵情飞舞 应冤走在应冤的小路上 道友 请留步 啊 应冤几乎是本能的亭步 侧身余光微片 麻痹的 坏了 我操 应冤还未回头 心底已经开始大骂了 深宫暴竟站在应冤身后 双眸忐忑无比 看着道人的身影 自顾呢喃 像 实在是太像了 应冤怒了 深宫暴这孽徒 不是去昆仑山拜师了吗 怎么会来到金敖岛 难不成 是原始天尊知道了 他是天命衰星 特地将其派到金敖岛 来坏无结教修士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原始天尊 绝对不知深宫暴是天命衰星 但 深宫暴踏马 为什么在结教啊 涅图 奇事灭祖啊 狠起来竟让老师留步 音冤黑着脸 凝望着深宫暴 什么事 音冤化身忽悠子教授暴 必然用的不是真身 深宫暴 渐气转过身来 看清五官 西纪的毛子变得暗淡 心底叹气 哎 不是老师 深宫暴恭敬行礼 见过道友 道友长得很像 平道一位故人 哦 可能平道大众脸 大家都这么说 音冤随口道 还有什么事吗 没了 嗯 音冤不动声色地转身离去 前往毕游宫 路上 日记随笔 完了 完了 深宫暴进到结教了 结教要覆灭了 平道明明已经出手 指引他去追江子牙 让齐驱霍霍产教先了 他竟还能到结教 这难道就是天道的自我修正 大事太恐怖了 平道千房万房 但 还是没能防住家贼 谁懂啊 一句道友请留步 真的会让修士本能的回头 不用说 结教的师兄师弟们 必然都被深宫暴纳斯 喊回头千二八百次了 结教位 毕游宫 通天教主身着一席青衫 静坐蒲团 原神翻看着图儿日记 嘴角微翘起弧度 通天目光看向多宝 宝 有人喊 如等回头了吗 多宝用肯定的语气回到 那必然没有 老师您先前的交代 弟子紧记在心呢 怎么会回头呢 通天教主呵呵一笑 结教位 结教万仙弟子 就宝贝图儿 与长儿二五仔回头了而已 位是位不了的 因缘在路上碰到了公明师兄 公明师兄 请留步 背对赵公明 喊出了声 赵公明压根不带回头的 越走越快 因缘急了 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赵公明前面 公明师兄 您怎么不理我呀 赵公明十分热情 嗨 因缘小师弟啊 小师弟 最近修行怎么样 缺不缺领保 告诉师兄 师兄 还有一些彩礼的 因缘微愣 公明师兄 似乎没有疏远 我的意思 但 为什么不回头搭理我呀 呵呵 多谢公明师兄 因缘笑着 又问 公明师兄 何时受了的图啊 小师弟说的是金渣啊 说来也巧 师兄游历时 被人认出了 不当财神好多年 他们偏偏非要喊师兄财神爷 还要拜师 赵公明边说 边抖了斗尖 肩上大金元宝乱晃 赵公明若说别的理由 因缘可能不信 但认出了财神爷 拜财神爷为师 这点因缘信 前世为人足 还不了解同胞的尿性 因缘店前 我不屑一顾 财神店内 我常跪不起 哦 因缘会议点头 因缘继续朝碧游宫走去 路上遇到了金姑仙 金姑师弟 请留步 金姑仙头也不回 越走越快 因缘 一缕紫色霞光 落到了深宫抱身后 云霄瞧着 因缘小师弟 刚想背后喊人 又咽了回去 轻拍了拍 因缘肩膀 因缘茫然回头 清澈明亮的眸子 映照出 云霄师姐 绝美的姿容 窍窍的身姿 云霄师姐 师弟安好 声音温柔温慧 嗯 嗯 挺好的 因缘有些无措 依旧以为云霄师姐 要刻意 与自己保持距离 师弟修为又进步了 师姐也是 一同去拜见老师 云霄点头 嗯 最近参悟大振 有些疑惑 请老师解惑 因缘与云霄同行 进了毕游宫 弟子见过老师 因缘 云霄同时行礼 通天教主静坐蒲团 圣人目光一扫而过 因缘 风神俊朗 因俊潇洒 几乎看笔本做了 云霄 温柔温慧 滋容美丽 这俩徒儿真是绝配 见过多宝师兄 因缘 云霄又向多宝行礼 师弟 师妹快坐吧 云霄向老师说出了 九区黄河大振 还存的疑惑 通天教主一一解惑 因缘坐在一旁 静静听之 许久后 张嘴欲言 因缘得三千振道 早已化作震道大师 又N种强化大振的方法 通天教主感知到了 因缘欲言又止 便主动问道 因缘 你怎么看 因缘先行了一礼 缓声道 弟子以为 九区黄河大振 可效仿万仙振 以振套振 九区黄河为区 再配之天地人 三才之振为之 取洪荒煞气为血肉 再配以幽冥黄泉之杀 因缘道音落下 云霄神情微一愣 美眸金芒闪烁 进入顿悟状态 通天教主周身上 轻道运环绕 圣人之力推演 已确定 因缘徒儿所说之法 至少可让九区黄河大振 威力翻倍 多宝若有所思 师弟 倒是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可行 许久后 因缘与多宝 一同出了毕游宫 云霄留下继续参悟大振 因缘与多宝 前后出了毕游宫 因缘喊道 多宝师兄 请留步 师弟最近有些 无草 多宝师兄 怎么越走越快了 因缘连忙追上 多宝师兄 你 你 你怎么不理我呀 多宝 哪有不理你呀 刚刚咱俩 不是还说着话 对啊 那师弟喊师兄 师兄怎么越走越快 多宝眼神中露出古怪 好似在说 明知故问 因缘 因缘与多宝聊了许久 才回了凌渊道场 静坐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掉万古 不对劲 十分不对劲 师兄们不回头 是个好习惯 应当没中 道友请留步 这是好消息 我操 那岂不是说节教上下 只有我自个中了 道友请留步 垂死病中金坐起 小丑竟是我自己 痛 实在太痛了 因缘发现 极有可能只有自个中了 道友请留步 报七师灭祖 孽徒 都是孽徒 深公报此刻 已与节教众仙打成了一片 节教道友们 各个神通广大 法力高强 说话又好听 欧超爱的 深公报长于微末 直接把人际关系 这项技能点满 节教众仙又没有 有色目光 十分和善友好 深公报自视混得 如鱼得水 凌冤到场 因冤难受地 坐在山崖之巅 背对苍生 独掉万古 空军 这惊熬的 暂时不能待了 索然无畏 还是去陈塘关吧 一缕黑色流光 搏三万里海浪 行至了陈塘关 李福 李静已经快抑郁了 谁懂啊 出去一年 夫人又怀孕了 英渊拍了拍李静肩膀 莫担忧 老大 俺很难不担心啊 莫担心 这个 肯定是你的血脉 真都假都 老大没骗我吧 真都 英夫人怀了第三胎 相当怪异 怀了三年多 依旧未缠子 李静抑郁 老大 我是人族啊 三年孩子还没出世 这 莫担心 快了 英渊不厌其烦地安慰着李静 直至三年零六个月 英夫人腹痛 羊水破了 临盆在即 便见着产房内 仙气孕育 浑厚无比 一声嘹亮的啼哭 响彻离府 李静呼吸变得急促 夫人 生的是女儿还是儿子 俺老李两个儿子了 不缺儿子 最好来个女儿 产婆满脸惶恐 老爷 夫人 生了个肉球 什么 李静冲进产房 果然看到了一个肉球 不禁两眼冒惊心 气都冷 腰 腰念 腰念 刘不得 李静抽剑 欲砍 李静 且慢 阴冤双眸悬光阴晕 那肉球 分明是灵珠子半生的修为 刀剑砍之 半生修为溃散 灵珠子出世 必先天不足 李静红了眼 老大 是你的种 别担心 等一会儿 老大 静自从娶了媳妇 这一声如履薄冰 劳大 你能懂吗 薄冰哥 懂 李静红着眼 慢慢等待 与此同时 前缘山 金光洞 太乙真人猛地睁开双眸 笑道 平道因杀劫弟子出世 太乙真人前往了陈塘关 产房内 带肉球完全消失后 刺眼的金光闪烁 刺得李静睁不开眼 爹爹 一声轻柔喊声 便见着一脸后露出一张精致 可爱 嫩白的少女脸 李静激动了 女儿 真是女儿 快 来让爹爹抱 哎呀爹爹 我是带把的了 一脸后 精致可爱的脸蛋下 是孔无有力的身躯 剑硕 十分剑硕 啊 李静有些崩溃 这一天受的刺激 实在太多了 哎 带把就带把吧 没生出女儿 能怎么办呢 只能继续努力 争取下一胎 英渊玄机表示 三子 与我有缘 何该为我弟子 平道乃东海金鳌岛上青圣人 坐下嫡传弟子 英渊 英渊收徒 向李静透露了真实身份 李静欣喜点头印下 老大 您为三子取个名字吧 英渊点头 好 嗯 长子叫狗圣 二子叫狗娃 三子便叫狗蛋吧 李静已经习以为常了 依旧期待着 小名叫狗蛋 那大名呢 英渊 大名李狗蛋啊 啊 英渊呵呵一笑 开个玩笑 三子便叫哪吒吧 李静猛猛点头 哪吒 这个好 哪吒拜师英渊 结叫再添一名护法大将 一缕流光 落至了李府 福生无量天尊 平道来欲虚欲卿圣人 坐下狄传弟子 特来收徒 太乙真人高声 蕴含着大罗金先进法力 英渊与李静 笑呵呵地出了正屋 太乙师兄 您又双来晚了 孩子 已经是我结交的弟子了 太乙真人微皱眉 英渊 竟是这个孽障 太乙真人为达李英渊 转而看向李静 冷声道 李静 如可知英渊跟脚 先天孽力化形 百废肢体 披灵待甲 扶原浅薄之辈 如今让孩子 拜这样的修士为师 难道不怕节中 化为灰飞了去 李静不高兴了 太乙先师 您想收本总兵儿子为徒 本总兵很高兴 但你说话 本总兵不爱听 英渊先师 曾在上古时代 救过无人族 更是宣愿人黄军师 又是帝宇老师 绝不容辱污蔑 李静冷声 当然了 英渊先师 现在是黑兵一号 位高权重 咱老李能不能升官发财 就全靠英渊先师提携了 李静 我实在是太想升官发财了 太乙真人 脸色愈发阴冷 李静好胆 太乙真人双眸冷淡 英渊 如若之趣 便将孩子交与平道 否则 风神榜上走一遭 英渊面色依旧带着微笑 朝着太乙身后喊道 多宝师兄您来了 什么 太乙真人惊骇出声 转头看去 空无一人 哼 骗你的 只是提了一嘴多宝师兄 太乙师兄 何故如此害怕恐惧 灭障 竟敢戏耍平道 该死 太乙真人心底涌现怒火 英渊又看向太乙真人身后 公明师兄 您怎么来了 武当师姐 您也来了 太乙真人冷哼 今日便让你这孽障 尝尝平道的九龙离火 哦 是吗 太乙身后 传来冷声 太乙真人 瞳孔猛地一说 骇然 赵公明 听闻英夫人声誉 赵公明 武当圣母便领着金扎 木掌 回尘堂关了 一进府 就看见太乙真人 正在打阴冤师弟 是可认孰不可认 死了 赵公明浑身肌肉爆起 撕碎了崭新的财神衣裳 我踏马看今天 谁敢刁难平道师弟 太乙真人前不久 才被赵公明抱走一顿 石经先联手 都不是那赵公明的对手 更何况 连武当圣母也来了 武当可是展二师的准圣后期高手 太乙真人 瞬间没了圣气凌人的猖狂 评道 这是个误会 误会你麻痹 赵公明记出了惊变 太乙真人 哪里还敢再说半句话 灰溜溜顿头 并留下了狠话 今日因果 他日必将偿还 别他日了 今天就行 赵公明猛催了一口 连忙跟身后的徒儿解释 不足十个 还用不着为师出手 英渊瘫了瘫手 无奈叹气 为什么都认为 平道是软柿子呢 还以为英渊是聂龙废体呢 而英渊 早就混元经先中期了呀 比肩准圣后期的修为 无限接近准圣圆满 牛逼 却不能装 如锦衣夜行 大杀 昭哥 第三十年 龙得殿 地已卧病在床 周身气息孱弱 疾病缠身 太湿 大王 臣在 第四用尽了力气 握住了文仲的手腕 孤王 撑不住了 文仲眼眶微红 眼前病入膏肓的帝皇 是自己看着出生 并亲自扶持上人皇之位的 文仲为师 为父 又为臣 孤王 辜负了太师厚望 没能成为一位好君王 未能忠心大伤 地已的气息愈发孱弱 孤王现在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几个儿子 大伤基业 便全给太师了 文仲轻握住地已枯木般的手 宁仲认真道 大伤若面 我文仲先死 陈定当好生辅佐地心 好 好 好 地牟底 迸发最后一缕金芒 次太师打王金鞭 先帝曾赐予文仲打王金鞭 地已弥留之际 再次下打王金鞭 足以证明 地已对文太师看重 Doing Doing 木矮终生 响彻昭歌 无数百姓皆是身披导宿 挂出了白色灯笼 地已在世三十载 轰 紫兽 在文仲 镇原子扶持下纪尾 改年 地心元年 轰 翁 地心继位天地间的节气 骤然翻涌 浓郁数倍 风神杀气 席卷肆虐 按照风神元历程 地心便是大商最后一位君主 大舟建立后 称地心为咒 也就是熟知的咒王 黑兵台 银渊身着一袭黑衣 静站在屋檐下 凝望着天地 嘴里泥南出生 地心元年 风神 开始了 阴冤微皱着眉 有些心事 日记随笔 鲍尔 应当拜进产教了才是 为什么会在金敖岛啊 天命摔星 回头闭上榜 好在我节教师兄师姐 没有回头的习惯 但鲍尔 留在金敖岛 不好 其天命在节中 是得想个办法 让其回产教 把产教精先 一个接一个 喊下山上榜风神 送不回产教 送到西方教也好啊 西方也着实可恶 瞧不起我阴冤 那就何该 生死上榜风神 嗯 该怎么提醒老师呢 毕游宫 赵公明 又从陈塘关回了毕游宫 面见通天教主 老师 那深宫报是产教的弟子 但二世伯不喜 咱结教 是不能是能收了 赵公明 替深宫报说话 通天教主原神 翻看阴冤日记 嘴角微翘起了弧度 若无宝贝徒儿提醒 说不定 本座就收下了深宫报 如此看来 暂时收不得 通天教主摇头 深宫报 毕竟是产教弟子 又是 叛逃 身份 为师不好 直接收徒 通天教主已然知晓 这报儿已败入 阴冤门下 表面上与结教没关系 但暗地里 早已是结教弟子 只是现在 还不宜高调地公开 赵公明 犹犹豫豫 老师若不收深宫报 洪荒虽大 恐怕无公报容身之地 他之机缘 不在结教 而是在结 他与结教有缘 但绝不是现在 公明如可明白 是 老师 赵公明知晓 老师有深意布置 便未在多言 赵公明出了毕游宫 深宫报在宫门前 焦急等待 兄长 如何 圣人愿收我吗 赵公明摇了摇头 深宫报期待的毛子 变得暗淡 赵公明轻拍了拍 深宫报肩膀 民众道 老师言 如与结教有缘 但不是现在 如之浮原在结中 深宫报神情微微一愣 石海里浮现 忽佑子老师的身影 报儿与忽佑子 虽仅有几年师徒之情 但却是启蒙之师 忽佑子老师也说 报儿 汝之浮原在结中 深宫报暗淡的毛子 变得坚毅 嘴里自顾泥南出声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多谢公明兄长 公报明白了 深宫报出了金敖岛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深宫报在金敖岛养伤 待了许久 真正地感受到了 家 的氛围 养好伤势 认识了一批师兄们 实乃幸事 深宫报穿梭云海 石海里不断回想着 浮原在结中 上清圣人于老师所言一般 因缘道有 得背影真的于老师好像 好像 大劫如洪流 无视皮肤 劫中凶险无数 但亦有大浮原 我知天命在节 便让我争议着 深宫报穿梭云海飘渺 落至一海岸礁石 远远地看见 一名道人 正鬼鬼祟祟 好像是在偷东海的杂龙 偷龙石 还要高喊一声 你与我西方有缘 深宫报张嘴 道友 请留步 啊 平道乃苦逼道人 谁在喊平道 道人心虚回头 不出意外 又是准提这丝 在发展西方业务 穷 太穷了 没办法 只能疯狂卷 趁着天地间节气翻涌 偷偷度化四海龙族 补充八部天龙池 准提回头 哄 窝 竭力悄然降临 附着在了准提的头上 准提回眸后 看清深宫报身影 瞬间愣在原地 脸上露出前所未有的惊喜 不敢置信 准提一眼 便看透了齐命格 一道虚影盘旋 黑虎 黑虎声有双翅 飞雄 飞雄之子 准提打死未能想到 自己就偷偷度化个龙族 竟能碰到飞雄 风神应节之子 准提双眸露出贪婪 哈哈 大道怜悯我西方 竟让本座遇到飞雄 准提也顾不得偷龙了 连忙走上前 热情地握住了深宫报 道友 怎么称呼 深宫报 公报道友 凭道苦经道人 深宫报 刚刚不是说叫苦逼道人 不重要 好叫道友知晓 西方有妙法 今日遇到便是缘分 道友不若随平道前往西方 准提已经决定了 无论他怎么反抗拒绝 也要施展强硬 将其度化至西方 飞雄应节之子 绝对不能放过 深宫报 沉思 现在 无处可去 倒也可以跟他 去西方游历一番 深宫报 点头 好啊 准提已偷偷 寄出了泛光普渡 打算强制度化 听到好啊 整个人猛逼了 你说什么 我操 同意跟平道去西方了 真跟西方有缘啊 西方 荒凉 贫瘠 还从来没有东方修士 主动愿意去的 嗯 道友盛情相邀 平道便不推辞了 走走走 去西方 深宫报说吧 便拉着准提的手 朝西方飞去 准提眼角 偷偷留下感动的泪花 去 西方 他竟要比平道还要着急 哭死 感动 太感动